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 大江大河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招生主要抓两条 第一是本人表现好 第二是择优录取 小龟 我们可以考大学了 太好了姐姐 我们可以考大学了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 不是给这种黑五类的狗崽子办的 都怪你 都是你害的 你给我一年 我一定带小雷家大队赶上你们红尾大队 承包的事我担着 你怕什么呀 这家也有加弃动机 这都是一窝的 给我砸 砸 你去那边 全给我砸了 今天这个店全都给我砸了 你们干什么 住手 我们还能做生意 我们还能东山在一起 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社会 生活变迁 深度皆是历史转型新时期 平凡人物的命运 我们家成分不好 听说现在文件下来可以给摘帽 有人已经落实政策 可我们去街道问 人家总让我们等 欺负我们呢 我想请你帮忙 都说你是神童呢 高中没读都能考上大学呀 真了不起呢 你够朋友 讲义气 要在解放前 就是辣椒水老虎凳 都拿你没办法 去美国读书 我会变得更聪明 更强大吗 宋运辉 不禁狂澜走沧海 一拳天雨压朝头 雷东宝 我要让小雷家 过得比成年人还要好 杨巡 生意都是赚来的 我能争出生意 也能争出人生 从1977年恢复高考 到1992年南方谈话 从乡镇企业萌芽 到中国制造崛起 从房地产改革 到2008年金融危机 阿江大和 作者阿奈 不复当下 不复时代 抵立前行 敬请期待 第一期 宋运辉忍无可忍 终于与父亲宋记山 吵了几句 吵起扁的 挑上两只空竹锣 冲出家门 外面是赤日炎炎 八月的郊阳 晒得地面 争起腾腾热浪 无遮无挡的 鸡庚路上 空无一人 路两边 刚播种的碗道 稀稀拉拉 连夏日 最普通的蝉鸣 都似是远在天边 周遭一片死寂 宋运辉 冲出小村 高低不平的石板路 一头扎进 这火热的无人之境 因为家庭成分 宋运辉从小忍到今天 已经一忍再忍 本应是中农的父亲 年轻时烧通衣礼 在解放战争最后时期 被国民党捉去 救治伤员两个月 等国民党溃败 才偷逃回家 此后 一直与地腹反坏 又敌特 脱不了干系 宋运辉从小 便被称作狗崽子 刚进小学 小朋友们 为是立场 非得在他身边 重重的土 一声呸 如此才能显示 自己的根正描红 很快 勤劳好学的宋运辉 便让小朋友们 改变了立场 但他依然没有朋友 哪个小朋友 与他稍亲密 便会被家长告诫 因为无缘 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宋运辉不得不收起 男孩子的野性 做了苦读圣贤书的小绵羊 比他大两年的姐姐 宋运平老成懂事 时时叮嘱弟弟 要自知身份 不要总做越界的事 这让出生牛犊般的 宋运辉非常受拘 他与姐姐有过辩论 但他小男孩的放肆 最后总被妈妈和姐姐的 眼泪融化 他只能忍 只能自知知名 宋运辉因此变得沉默 但沉默和聪明 可以赢得小朋友的友谊 却无法赢得成年人的善意 去年 他初中毕业 持着年年第一的成绩单 和高中报名表 去街道敲章 却被街道阁委会主任 将单子扔了回来 主任皱着苍老的眉头 语重心长地说 宋运山的儿子 你姐姐不是正上高中吗 你们家这种成分 给一个读高中的名额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 不是给你们这种人家办的 宋运辉还想聚礼力争 但被身后追来的宋运平 拖了回去 后来 还是初中老师 帮他想办法找到一条政策 说 插队织农 让贫下中农劳动教育一年 回来便可报名上高中 为了读书 正长身体的宋运辉 义无反顾地挑起行李 去了更偏的山村 他没带别的 除生活用品 只带了姐姐的高中课本 没想到 山村里面有好人 宋运辉插队的山村 队长看他嘴上毛眉长旗 安排他跟人养猪 猪场虽臭 活却显 宋运辉又几乎是本能的 有条理安排时间 将猪场的事 料理得井井有条 自己却有大量空险 闲来无事 宋运辉除了自学 还是自学 他从学习中找到乐趣 对着书本 他不用检讨 不用反省 只要掌握了知识 他便成了知识的主人 他自得其乐 他以为就此下去 一年后即可顺利成章的 报名高中 即使宋运辉 现在气得昏昏沉沉 可还是不会忘记 去年深秋的一天 那天天高风大 赶来看他的姐姐的脸 不知是因为兴奋 还是走路走急了 两甲通红通红 姐姐宋运辉 带来一张手抄的纸 宋运辉仔细看下来 至今还断断续续记得 其中关键几条 凡事 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告 自愿报名 统一考试 不为成分 正审 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招生主要抓两条 第一是本人表现好 要是择优录取 宋运辉记得 他那时与姐姐兴奋的大叫 压过猪圈里群猪的尖叫 高中不稀罕了 今年冬季高考 看来是赶不上了 俩姐弟发誓 苦读一冬一春 赶明年夏季的考试 宋运辉的自学 这才有了明确的动机 时至今日 宋运辉才明白 自己当时的幼稚 不错 试题对他而言并不太难 物理试题里 电路串联并联的判断 他初中就会 姐姐的同学 和甚至比他大十年的大哥大姐 都围着他这个黄口小儿对答案 他那时还是那么骄傲 不出所料 他和姐姐同时 被通知体检 谁都大致猜到 那是因为姐弟俩的分数线上来了 有人开始生红眼病 风言风语 开始在他们姐弟俩身边包围 去年 接到主任那句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 不是给这种人家办得的话 充益正审全程 姐姐宋运平 痛哭一天 强烈要求将上大学的机会 让给弟弟 因为他是姐姐 他岂能占了弟弟上高中的份额 成分是深深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岂是那么容易跨越的 今天宋运辉挑着两罗藩书回家打探消息 没想到分数比他差的人 录取通知书都已经下来了 他的还没有 他们已经牺牲了宋运平的政审 可他的通知书还是毫无音讯 宋运辉一圈打他下来 终于忍无可忍 冲父亲吼出一句憋在心底许久的话 都是你害的 可吼了父亲后 宋运辉自己也不好受 想起父亲煞白的脸 他追悔莫及 他只有将自己抛在大毒日头底下 折磨自己以赎罪 但他最不好受的 还是他可能已经破碎的大学梦 按说他插队一年已经够时间 他可以要求结束劳动回来上高中 可他心里恨恨的想 背着这成分 连今年这么好的机会都无法抓住 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 还读什么书上什么高中 闷死在山村得了 起码那里的人们从没歧视他 宋运辉气得昏头昏脑 热得昏头昏脑 却憋着一股子气 一刻不歇地走了二十多公里 回到插队的山村 夕阳已经挂在山边 周围的热气终于渐渐地减弱 没想到才进村口 妇女主任推着一辆大队公用自行车迎上他 一边大喊一边将自行车往他怀里塞 快 你把和农药送去卫生院了 你快骑队里的车去 路上小心 快 别愣着 宋运辉哪里能不愣 他站在那儿如五雷轰顶 腿都软了 妇女主任后面说什么 他都没听到 脑子里浑浑噩噩的只有一个念头 爸是他害的 他最终也不知道怎么上的自行车 梦游似的却又飞快的歪歪扭扭的 赶去县医院 等他摔了两脚赶到县医院 天早暗了 他压根不知道饿 找到住院病房冲进去 他还没找到父亲的病床 他妈先看到了他 他妈二话没说 脱下鞋子 劈头盖脸打过来 从来不舍得动儿子一个指头 骂儿子一个字的妈 这时候嘴里念念不绝 你这畜生 你这畜生 宋运辉自己也觉得自己是畜生 爸当年被国民党抓去 那是身不由己 如今儿女因为他而考不上大学 当爸的又怎能不心痛如刀脚 他怎么还能往爸心里捅刀子 他当然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站在住院病房当中挨妈的揍 见儿子这样 当妈的再也打不下手 扔下鞋子 失声痛哭 宋运辉上来抱住妈 严厉地对弟弟说道 我爸在世没事了 你自己向爸道歉 若有个万一 我冲你劲 搬你皮 宋运辉唯唯诺诺 这才得以走进父亲的病床 这一夜 母子三个都没合眼 三个人六只眼睛 密切关注着宋运山的一张脸 由黑转青 由青转白 关注着他呼吸时候胸口的起伏变化 关注着他的脉搏油弱转强 母亲和姐姐一直在流泪 只有宋运辉没哭 他咬紧牙关不哭 错是他著成的 他会担当 这一夜 宋运辉无比清晰地明白一个道理 原来人不能行差踏错 如他父亲 解放前的那两个月 可以毁了两代人 如他失去理智的一声吼 差点铸成他一辈子的毁 幸而父亲被救毁 否则 宋运辉不敢想 他追悔莫及 宋运山的眼睛 随着第二天出生的太阳睁开 回过魂来 看见眼前脸色苍白的母子萨 他未雨泪先流 嘴唇颤微微好久 才吐出一句话 我 我对不起你们 我还是死了的好啊 围在病床边的三个人 又是欣喜于亲人的复活 又是听了这话难过 宋运辉紧了一晚上的神经 话得一下崩溃 他不由自主跪了下去 头搁在床檐 默默流下眼泪 还是宋运平轻斥一句 爸 不许胡说 这事儿我们以后也别再提起 宋运山叹息 挣扎着想拉起儿子 当妈的忙哭着将儿子扯起来 一家人哭成一团 是宋运辉推自行车 载着父亲出院的 母女俩在后面一左一右扶着 很艰难的才回到家里 宋运山一路的过意不去 一路的哀声叹气 一直让母子三个歇歇 一行走了半天 才到村边 进村的石板路不好走 宋运辉索性将自行车交给姐姐 蹲下要父亲趴到他背上 他要背父亲回家 宋运山心疼儿子 死活不肯 一定要自己走回去 但他才一迈步 脚下就一个猎切撞到儿子背上 被儿子顺势背了起来 宋运山无力地趴在儿子稚嫩的背上 感受到儿子的举步维艰 他热泪如有 眼泪滚烫地灼上儿子的背 宋运辉此时已是强弩之末 一夜未睡 又这么热天 从县城走回来已是吃力 何况身上还背着一个人 但是或是他惹出 他即使被姐姐抽筋剥皮 都难输溃毁 面对了村里探头探脑 射出来的各色各样眼光 他咬牙死挺 他什么都不想 他的眼睛里只有脚下的石板路 一步一步一步 不知走了多少步 终于到家了 宋运辉微微下蹲 让妈妈扶父亲落地 背上的压力才刚消失 他也施了浑身的力气 腿一软 瘫坐到地上 只觉得喉咙甜甜的 眼前金星乱窜 刚打开门的姐姐 见此一声惊呼 回身想扶地理 却听父亲也是一声惊呼 地上 宋运辉 惊愕地看着姐姐 抢势地捡起信封 看到递过来的信封 右下方 鲜红的学校名称 他也是抢势地夺过信封 却一把递到父亲面前 千般滋味涌上心头 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会一声一声地哭喊 父子俩的眼泪 齐齐滴上这只 来之不易的牛皮纸信封 宋运山虽然大难不死 可身子终究是亏了不少 他又不舍得花钱看病吃药 再说 儿子上大学的行李 火车票就要无数费用 他还能不知道自家家底 他仗着自己几分行一底子 写几味草药 让妻子上山挖来煎了汤盒 家里把平日一缴一元 节省下来的钱全拿出来 又把平日里用不了的 布票 油票 粮票 糖票换钱 总算成功替宋运辉 置办了一件白的确凉衬衫 一件卡齐罩衫和一条卡齐裤 一条劳动布鞋 还有一双新的解放鞋 其他被褥之类都是宋运辉插队时候用的现成货 让宋运平拿到八月的太阳下晒了好几回才晒走猪骚气 第二集 一家人因此宣告倾家荡产 连走到县城 乘汽车送儿子到市里火车站的钱都没有了 可又不舍得不送 知道他这一去将几年没钱回家 一家全都想去送 于是他们凌晨一点就起来了 从披星待月走到艳阳高照 到市里的火车站 把最后一点毛边毛沿的钞票 换来一张挺阔的硬纸板半价火车票 准时把宋运辉送上火车 宋运辉成了宋家第一个乘火车的人 幸好不用转车 即使到分手的最后一刻 宋运平还一再地叮嘱弟弟 要真是那么严格才能上到大学 里面的人一定都不得了 他要弟弟这个狗仔子夹着尾巴做人 千万别乱说乱动 宋运辉说他知道 宋运平却不放心 数落弟弟一向大胆地活边 知道两个字不能放在嘴巴里 得放进心里 一边说一边人流 裹带着宋运辉去检票口了 做母亲的先哭了出来 父亲姐姐跟着哭 宋运辉咬着嘴唇几乎是倒着走 可最终还是越走越远 到转弯看不见家人 他这才擦了眼眶里的泪水 宋运辉一直认为 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 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 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 宋运辉好奇地想 这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了吧 他伸着脖子听得入神 倒是把离乡别土之仇抛到脑后 反而是父母姐姐送他上车后 闷着头就往回赶 一路时时流泪 一句话都没有 宋运辉远以为火车上的人已经精彩万分 到了学校才知道 同学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 班里最大的同学年纪三十 有儿有女 整整比他大十四岁 还领着工资上学 最小的也是高中应届毕业生 还是比他大 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 小神童 他到哪儿办事 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长相 都忍不住哈哈笑着问他 是不是那个小弟弟 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 比有儿有女的大哥还有名 而他的家庭成分 在他寝室八个人中 还算是小儿科的 寝室老二的父亲 还是上报纸的老右派 这让从小忍到大的宋运辉 如释重负 教他们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 可在迎新晚会上 几个以前与苏联专家 一起工作过的教授讲师 还欢快地跳起苏联舞 矮着身子跟鸭子走路似的 受他们的欢快感染 宋运辉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 他终于偶尔说几句心里话 宋运辉几乎是一滴不漏地 将这所有新奇事写上信纸 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 这些信宋运辉都爱看 看了好奇又回信来问 但做姐姐的总不忘后面跟一句 嘱咐弟弟不能忘记读书 宋运辉怎可能荒废学业 别说他是真的喜欢读书 就算是他想贪玩 那些深知读书机会 来之不易的大哥大姐 也会裹带着他读书 读正书贤熟 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 学习资料非常简陋 几乎没有像样的课本 很多是学校自己开工拿油墨印的 有的是老师每次讲课 带来字课蜡印出来的几张教材 还有的连书都没有 老师上面讲 学生下面记 英语更是从ABC开始学起 老师都恨不得 把所学所知一股脑塞给学生 总教育他们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 学生也是再苦都愿意 宋运辉年少记忆好 学什么都比高龄同学来得容易一些 让那些大哥大姐献上 班级寝室里 说起学习 宋运辉如鱼得水 但说起实事 他立刻哑口无言 他什么都不懂 他那封迟来的录取通知书 大家替他分析 是有人恶意卡住不放 或者有人扣住信函 却去信到录取学校 要求取消录取 他这狗崽子都有可能 见差点出了人命 怕惹大祸 才悄悄放回他家 同寝室大哥们替他分析的时候 还一致拍着他肩膀 看说他们一家还是纯洁 难得的纯洁 那个从北大荒来的同学说 他当时为了报考77年的高考 寒冬腊月冒着大烟炮 找连团教导员干架 人都被他钉怕了才放行 宋运辉心想 他和姐姐如果正审时 也撒泼一下 会不会姐姐也有了机会 班级里经常有政治学习会 酒精沙场的大哥大姐们 不耐烦非把一目了然的报纸文章 在会上读一遍的教条主义 愚蠢做法 当然就把读报的任务 推给最小的宋运辉 辅导员后来 顺理成章的偷懒 让宋运辉去校门口 拿每天一张的人民日报 宋运辉几乎不会讲普通话 班级读报会就变成大伙 教宋运辉说普通话的改造大会 宋运辉有时给校级了 发誓以后用英语读报给他们听 大家却纷纷起哄说 拭目以待 这就把宋运辉逼上梁山 不得不拿出以前 自学高中课本的尽头 自学英语 但更多时候 那些大同学 唇枪舌剑的辩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论两个凡事 宋运辉只有旁听着发晕 真理不通过实践检验 就像数学公式不通过论证 怎么可能认定他成立呢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几个字 有什么可变的 他很不理解那些大同学 在这句话上面的认真境 宋运辉从来没想到过 他这样的人能有资格阅读并保管人民日报 记忆中 人民日报是只能出现在校长办公室 街道革委会办公室 而且摆放在报价最高一层的宝物 他很珍惜这个保存人民日报的机会 不管看不看得懂 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将报纸全部看一遍 即使极其枯燥的长篇社论 他也硬着头皮生吞活泼 有时候硬是看没有懂 看完都不知报上说些什么 须得大哥们一个指点 他才能略有头绪 从报纸上 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了 他并不清楚这届会议有什么要紧 只知道那些大哥大姐一反常态 抢着看报 然后都不需要辅导员组织 他们自己课前课后展开热烈讨论 从他们的讨论中 宋运辉不仅对政治形势若有所悟 更是渐渐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知道怎样把报纸上的新闻理论 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联系在一起 当然更多消息则是来自小道 来自那些有背景同学的家信 宋运辉如饥似渴地在大学里学习着理论知识 同时向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学习社会大学的知识 但学得的大学知识更多只停留在名词 停留在概念 1979年的春节 宋运辉没钱回家 但是春节的七青与天气的寒冷都浇灭不了 他心头刚升起的熊熊烈火 他第一次因此参与了大同学们之间的讨论 也尽快将这一大好消息 用信件传达给家里的父母姐姐 中央做出给地妇反坏摘帽的决定了 在信中他还把与同学讨论后得出的见解也一起写上 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从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虽然最终的政策落实还没到来 可是从那一刻起 宋运辉觉得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人了 不用再夹着尾巴 宋运辉看到几个身受其害的大同学喝白酒庆祝 喝得泪流满面爆头风啸 他没酒量可感同身受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他发觉他开始热爱这个世界 但这个话题在学校里没热多久 对月自卫反击战打响 前方打仗 后方全民动员 同仇敌开 除了一些老油条同学 很多人写信向前线英雄致敬 宋运辉也不例外 但他同时做了一个大胆举动 他听说 学校准备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富小富中的业余辅导员 向中小学生宣传对月自卫反击战的英雄 他很想验证他的五类分子出身是不是真的可以摘取 他主动出击 悄悄找辅导员申请成为业余辅导员的一份子 为此 他精心准备了厚厚一叠 从人民日报得来的简报 笔记和心得体会 意料之外 虽然据辅导员说 批准他加入的过程比较特殊 一波三折 可是他最终还是光荣地被批准成为富小业余辅导员 用大同学的话说 他这个出身不佳的同志 可以拿着上方宝剑 腐蚀祖国的小花孤独们了 宋运辉非常感激系领导 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 满腔热情投入到大学富小业余辅导员的工作中去 他辅导着富小三四两个年级的学生 小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他也是第一次让自己的伶牙历齿 正大光明地有了用武之地 无论对小朋友还是老师都很具说服力 但是他还是记得那错说一句 差点招来终身悔恨的惨痛教训 言多必失 闲时他对小孩子也不多话 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是个年轻人 喜欢宋运辉的诚恳 邀请他在一个没课的下午去一班听课 宋运辉去了 坐在课堂最后面 一眼看去全是黑压压的小人头 而他则是正经危坐 一脸大人样 身边的男孩女孩各个感受他的气场 一起正经危坐 只有一个高挑的女孩 偶尔拿闪亮的眼睛研究一下他 正式的目光和微扬的下巴 显示出女孩的无惧和交往 宋运辉也留意到那女孩 他看得出女孩气质的与众不同 似乎周身散放着光彩 一会儿 班主任点评起上捷克的作文 可能是同学们的作文 普遍不尽如人意 班主任越说越激动 杀不住车的一个个数落 整整骂了大半捷克 好几个同学挨了粉笔头的空袭 但在班主任说到大家如此三心二意 未来还哪有出息的时候 宋运辉见女孩举手 沉着冷静地发言辩称 全班同学总有一半肯定能考上大学 比中专毕业的老师有出息 班主任气得浑身发抖 却没飞出粉笔头 而是拂袖而去 宋运辉很惊讶 认为自己必须处理此事 就叫女孩出去单独谈话 女孩不卑不亢 犹如天鹅一般 优雅地走出教室 跟宋运辉来到操场中心 自爆家门叫梁思深 又主动申辩她的理由 宋运辉非常欣赏 她从读书至今何尝如此意气飞扬过一天 但她还是以一个辅导员的身份 尽职尽责地将自己作为事例 告诉梁思深 十年浩劫中前人读书之艰难 老师中专学业之得来不易 令她没想到的是 梁思深在好奇地问上几个问题后 爽快而大胆地找到班主任老师道歉 梁思深好奇宋运辉初中考大学的艰辛曲折 宋运辉则好奇梁思深的勇气直爽 梁思深成了宋辅导员的小跟屁虫 宋辅导员从善如流 没多久宋运辉向班集团支书递上入团申请书 竟然很快获得批准 这一招让所有的大同学刮目相看 都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全班甚至全系 更可能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同学 后来居上伸手灵活 抢占了积极要求进步的先机 大家都觉得这小子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歪打正着撞到机会 一些社会经验丰富的人等着看宋运辉少年得志 趾高气扬 但他们都失望了 宋运辉一如既往的生活读书 一切照旧 照旧用功读书分秒必争 照旧抢着做大同学不屑的班级工作 任劳任怨 众人最先觉得他是人小城府身 后来慢慢觉得此人是劳碌命 第三集 宋运辉心里却一点都不淡薄 他把申请业余辅导员和申请入团的想法写进家信后 还没等坐上业余辅导员 家里厚厚一叠教诲 便乘着烽火轮赶来 父亲以他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儿子 虽然政策暂时得以和缓 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复 做人切记不要惹人红眼 不要落人口实 父亲与姐姐更是事无巨细地告诉他 吃饭时候要注意不能怎样 说话时候音调声响节奏要注意不能怎样 参加集体活动的频率和参与度 要注意不能怎样怎样等等 看得宋运辉心烦 他又不是小孩子 而且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谨小慎微 但他终究还是谨记着那一失足变成千古恨的教训 虽然回信大肆反驳一通 可行动上还是收敛了 父母毕竟都还没摘帽呢 于是家信又赶着过来 自立行间可见战战兢兢 信里还夹着两张全国粮票 宋运辉每月有十五元的助学金 平日里省吃俭用 从牙缝里省钱到新华书店买书 有时早上的酱菜留到中午下饭 结果菜钱省了 饭量却大了 一顿半斤都不够 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都心系食堂 幸好家里每月都有全国粮票寄来贴补 不像有些同学家里 男丁多饭票不够 只能节衣缩食 姐姐宋运平高考后等招工 可即使再差的机会 也轮不到他们这种人家头上 父母又是自卑都来不及 不敢去找人开后门 于是宋运平的工作一直没着落 宋运平不肯干吃饭 拿家里两只旧西罐 与人换来一对长毛兔 一家人精工细作花两天时间 才在后院搭起两只兔笼子 开始搞起家庭副业 冬去春来 竟然已抱了一窝六只小兔 长毛也已经捡了一场 等出下第二查八只兔子的毛捡下来 给宋运平的家信力 开始隔三差五 加上一张两元或者五元的票子 家信里面 宋运平算计精明 为家里规划起美好未来 他不想再考大学 也没再上学 怎么与应届那帮正规军竞争 不如立足眼下 因此宋运辉并不喜欢 新学年近来的七九届大学生 奇怪的是 同学和老师也不是很看重 七九届大学生 大家都说这帮 没经过社会历练的小毛蛋的 啥都不懂 没脑子 叽叽喳喳 麻雀一样 只知道玩 陪来上学的家长还特多 欢迎七九届的仪式 没欢迎七八届的热闹 教授干脆都没参加 而姐姐养的长毛兔 却已经生出第二窝 她已将之视为出路 出路在人脚下 但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各不同 雷东宝参军有个最大愿望 那就是在军队里入党 然后争取提干 穿上四个兜的军装 她为人豪爽 干活卖力 又有小脑筋 深得连长指导员的器重 参军第二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队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 她与其他勇敢的战士一样 写血书要求上前线 但没想到 他们这种工程兵没上前线的份 战争却又只打了一个月 就胜利结束 他们这些积极分子白忙活一场 过后只能听那些英雄报告团 来团理演讲 听了演讲后的雷东宝热血沸腾 他想 只要能提干 能留在军队 总有机会像那些英雄一样 保家卫国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上面忽然下来一个文件 为了保证军队指战员的知识化年轻化 所有军队提干 都要经由军校考试 雷东宝傻眼了 他虽然号称是初中文化程度 可那时候读的是什么书啊 一大半时间再玩再闹 进部队后 虽然又学习了一些 但是他那水平在连里是中下 与城市兵没法比 哪里经得起军校的考试 无奈 他只能打了退堂鼓 年底时候 与其他志愿兵一起 练练不舍 心有不甘地退了舞 雷东宝没提成干 退舞并不情愿 但看到宝贝儿子回家的寡母 却是欢天喜地的 没事就围着儿子转 家乡虽然是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 但在如今见了世面的雷东宝眼里 这家乡如此的穷 报纸里 电台里都在宣传 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儿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泥墙上刷的 依然是披灵披孔的标语 大伙依然是听屋檐下 广播喇叭起床 听村口大中上宫收工 男人一天一宫 只有七分钱 买张邮票都不够 关键是 雷东宝力气大 食量也大 天天吃上对 愁下对 雷东宝回家这几天 东家败大伯 西家败大旧 匆匆将礼数尽到 也将大队里情况 了解个八九不离十 落后 闭塞 贫穷 大队里只见大姑娘嫁出去 不见小媳妇娶进门 回家第四天 雷东宝便来到大队部 只有两开间的小平房里 找书记和队长要工作 老麦的书记是他远房叔叔 早在回家第一天就已经拜访过了 但司法与公事大不相同 要工作就得到衙门里谈 尤其是作为一个党员 更得及时找到组织 书记还是今年才官复原职 以前把持大队的是造反派出身的老胡孙 老书记得高望重 可有点力不从心 于是对雷东宝一上来就为以重任 老书记跟雷东宝交底 东宝 大队六个党员 其中四个有造反前科 公社不肯加以重用 现在加入你这个新生力量 我总算是放心了 昨天我特意去公社 公社问我你怎么样啊 我说好 我看着东宝长大 又是咱革命队伍里入的党 能差吗 公社答案你 先代理半年副书记 东宝 你有信心吗 给书一句准心 书 我本来想问你有个民兵连长做做 没想到你那么看得起我 没说的 我在部队练得好身板 累不死 有什么任务 你尽管吩咐 我喜欢爽快的 行 你既然说了 我也不跟你客套 公社今年布置下来的任务 书都还没有抓落实 一件是什么 呃 什么 责任制 文件昨天一套 今天一套 这事 书一直没搞清楚 没敢乱来 回头你把这些文件好好看看 告诉书 怎么做 一件是怎么把咱们大队赋予起来 公社说我们大队是全县最穷的 年年还得吃返销量 这样下去不行 书命令你 春节前拿出想法来 跟书去公社汇报 书 你这是把全大队老小都押给我 我部队里才做到代理排长 又不是连长团长 你前天跟我说 要不是要去军校考试才能替干 给你个连长做做 你也做得下来 是你说的吧 既然能做连长 就能做大队书记 给你副书记做 还是委屈你 不许推 累不死你 雷东宝被老书记呛住 无言以对 他本来就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 看着老书记笑得老猫一样的脸 他心说 这书比团参谋长还狡猾 不过雷东宝年轻人心性 跃跃欲试 不再多推 否则依他性格 说不干就不干 在部队里也照样与连长拍桌唱反调 从不会什么忍气吞声 他拿了文件学习 但他这个粗线条的人 干活是使不完的精 最头大的事 却是坐下来看文件 犹如张飞绣花 没一会儿就憋得眼冒尽心 老书记早溜了 雷东宝对着空旷的窗外出了会儿神 下地找到以前毛笔字写的最好的同学 史洪伟 说干就干 他找到一桶石灰刷墙 洪伟拿着瓶红油漆刷标语 一天下来 崭新三条标语出现在大队里最热闹的地方 都是雷东宝从文件里找来 也是他曾经在别处见过的 一条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 一条是大包干就是保证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文件里还有更复杂的 但雷东宝看来看去还是这一句最顺眼 他一看就懂 一条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齐心协力搞四话 再多的雷东宝想不出来了 反正落实责任制 发展经济 拥护党的政策 这些话都说了 还有什么遗漏的 应该没了 他觉得来几条主要的 让大伙来来往往都看见 耳熟能详记在心里 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就行了 就像他以前在部队 安排工作就是边顺口溜 三句两句叫战事备熟 说什么都不会误事 老书记饭后溜出来 拿手电一照 笑了 亲自走去雷东宝家 却见他家开小会似的热闹 大伙都直奔主题问雷东宝 什么叫大宝干 老书记站门槛上往里一看 雷东宝面红耳赤的吃饭 心说 这小子肯定也没领会文件精神 答不上来了 盲大声打了圆场 说大宝干这事 大队还没讨论过 等东宝拿出方案来 讨论了才能公布 现在还是机密 大伙这才不追着雷东宝问 但大家都议论这个 剩下都是自己的意味着什么 说话间老老少少浑浊的清澈的眼睛里 饱含憧憬 老书记一看 有门 东宝才一珊瑚 大伙就来劲了 东宝自己也给逼上梁山了 老书记想第二天 与雷东宝开闭门会议 没想到雷东宝比他还积极 一早就等在对部将老书记拖进门 提上门就问 说 你说 怎么办他这大包干 人家大队都是怎么做的呀 我也不知道啊 上面文件上半年说 村民自愿组成小队承包 不能包给个人 隔壁几个大队都是这么在做 前又下文件 说可以承包到个人 像安徽那个地方学习 可又没说怎么学 我问公社 他们也是没头绪的样子 可是土地承包给个人 这不是乱了套了吗 大伙这不是成解放前的小地主了吗 还要不要集体 我想不通 跟宝 这事我们一定得小心 公社问不出来 我们问县里 不问清楚 我们不能动 我想着 我们宁可不动 一定要求稳 原则性错 万万不可犯 否则 万一运动一来 我们个个都得吃皮豆 雷东宝心想 怪不得他昨晚看文件 看来看去没准头 原来是真的没准头 他爽快地向老书记摊开手 叔 给我开几张介绍线 我到隔壁几个大队 问问 看他们怎么搞 对 我们要多问多想 然后才能稳扎稳打地落实文件精神 东宝 叔老汉腿饭了 你自个儿去 有什么 打电话来跟叔说一声 雷东宝也没啥好言状语 就只是点点头 第四季 雷东宝四处问寻 越问越远 发觉大家都在喊责任之 可步子有大有小 有的则是光喊不练 十来天走访下来 他心中大致有了个底 雷母也没闲着 到处给他张罗相亲 这天准备充分 向儿子摊牌 雷东宝并不反对 一边扒着地瓜饭 一边饶有幸违地听着 但越听越不对劲 忍不住呗 妈 有没有个正常点的呀 怎么不是哑巴就是瘸子 不要看 小宝 没办法呀 你若不是复原军人 不是党员 不是大堆干部 连这样的姑娘都找不到啊 谁让我们村子穷呢 他们隔壁村 一天公分值一块钱呢 我们连人家零头都不到 妈 别说了 这事啊 明年再说 今年我刚复原 没时间结婚 不说 雷东宝沉下脸 父亲早逝 这个家由寡母勉勉强强支撑到现在 值钱的都换钱了 他刚回来时候 一面墙还豁着 北风吹雪花飘 家里冻得像冰枯 还是他这两天 拿茅草混黄泥糊好的 他家连像样的床和桌子都没有 衣服都扔在一只小水缸里 结什么混 谁家姑娘肯来他家 但他大好的一个人 没想到在别人眼里是如此看淡 他很生气 雷母又是叹息 看看吧 你总是要结婚的 趁妈手脚还活烦 你早点生孩子 妈好替你抱着 一年 说完就把饭碗一料 开工做凳子 他把家里唯一一棵杨树砍了 等不及杨树晾干 做了一张吃饭桌 他回家时候 看到妈把祖传八仙桌卖了 吃饭捧着碗都没出隔 坐的长凳 也是他刚做的 他在工程兵部队大多数时候做尼瓦将 偶尔也学了几套木将的散手 马马虎虎能够对付 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样子不好看而已 做妈的明白儿子这一年是什么意思 知道儿子说一不二 一年之内 别想再跟他提起相亲的事 雷母挺失望的 他这几天本来还高兴有姑娘愿意给儿子乡呢 雷东宝也不吭声 噼噼啪啪的干活 心里恨恨的想 等着 等到明年这时候 媒婆踏穿门槛 一个个大姑娘排面前等他挑 他就不信 他连个老婆都娶不到 这阵子他把周边村庄的情况大致摸熟了 心里基本有了主意 那就是要改就撒花跑 别毛毛雨似的施个不干不干 老书记那样的光看不做更不行 他还想到村后废弃已久的砖窑 他记得很小时候看见砖窑烧过 后来不知怎么给封了 他看到周边村庄有人在翻修房子 在部队时候也听说最近常买不到砖 他盘算 这会儿把砖窑盘活 会不会增加点大队里的收入 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既然想到砖窑 第二天就踩着雪往后山去 他不会记错 砖窑就在后山脚下 虽然盖着厚厚的雪 可以看得出 要想让砖窑烧起来 得好好费一番功夫 整修砖窑和烟图 他绕着圈走了一遍 又将头探进窑 里面一团黑 他想了想 干脆甩掉棉袄 搬开窑口碎砖 想探个究竟 坐了好久 日升当头 忽然听见有人声传来 是一男一女 说话声音都是滴滴的 很是动听 而雷东宝就顾着听女声了 他心想 这是谁说话这么好听 这声音钻进他耳朵里 仿佛是只小手柔柔 斧过他的五脏六腑 浑身都舒坦 让他都不敢喘出大气来 他停下手 愣愣地站摇后竖起耳朵听着 都没想转出去看上一眼 忽然 那个男声欧忧一声 像是摔了 又听女声笑嘻嘻地说 就跟你说走大路呢 你偏要朝近路 摔两脚了 没摔疼吧 哎 没 今年雪厚着呢 哎 姐 你接了包一边等着 我自己会爬上来 别逞能了 还是我拉你 雷东宝这才如梦初醒似的想到 这是姐弟俩 弟弟好像掉什么沟坎里去了 他没犹豫 就转出去想去学雷锋 没想到正好看到上面 那个做姐姐的也被弟弟拉了下去 两个人倒是不急不脑 胆着雪笑得开心 雷东宝也忍不住想笑 跑过去爬雪地上 将手伸给姐弟俩 用他最友好的声音道 拉住我的手 姐弟俩正是宋运平和宋运辉 两人抬头 见上面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 看上去凶巴巴的 很无善相 宋运辉一点没犹豫 先将手伸出去 拉住雷东宝 他不放心姐姐一个人 被那凶小伙子拉上去 雷东宝虽然拉宋运辉上来 心里却鄙视他 做男人的 怎么能先争着走出困境 一手拉出宋运辉 他另一手就递给宋运平 更是轻易地 跟老鹰捉小筋似的 把宋运平拉了上来 都不用他自己在斜坡上用力 他看到了 这个姐姐长得眉清目秀 不像村里常见的 那些柴火妞的模样 雷东宝都有点不想移开眼睛 但好歹知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不能拿目光调戏妇女 宋运辉站稳了 也一起拉姐姐 不过几乎没费多少力 他连声对雷东宝说谢谢 见雷东宝也只是简简单单黑黑打发 原来这人面向凶恶 却是实在 等宋运平站稳了 向雷东宝说谢谢 雷东宝立刻不再那么吸字如今 客气地问 你们来走亲戚啊 后面的路认识吗 对于雷东宝来说 这已经是他最客气 最温柔的口吻 可听在宋家姐弟耳朵里 却跟吵架似的强硬响亮 宋运平也是不自信地问弟弟 小辉 你到底认不认识后面的路啊 怎么会不认识啊 这回可不上了雪的当了嘛 还以为采牙去没事呢 这位同志 我们这是回家呢 谢谢你啊 雷东宝看看这两个文州州的男女 心中生出老大的不放心来 你们等等 我给你们找条棍子 宋家姐弟看看满地的白雪 心说哪来的棍子 却见雷东宝翻身跑开去 找到一棵树 猛力一拗 硬生生扯下一根树叉来 雷东宝徒手收拾完支支压压 回来交给宋运平 拿着 姐弟俩觉得 此人虽然人好 却说不出的怪 做好事却搞得像打劫 宋运平不敢多让 很老实地接了 但心里却是挺信赖他 很客气地说道 谢谢你帮忙 我们家里爸妈还等着呢 我们得赶着回去 谢谢你啊 再见 雷东宝抬头看看天 中午了你们没吃饭吧 要不要到我家 他有点不舍得这个姐姐 我们带着干粮 谢谢 宋运辉从棉袄里 扯出一条均绿色水壶袋子 我们也带着水 雷东宝简直没理由再挽留 行 一起下去 我也正好要回家吃饭 这儿啊 你钱烧砖 路给挖的都是洞 你们小心跟着我走 说完 他都不好意思 面对当姐姐的 觉得自己太赖了 忙转身往前带路 走得匆匆忙忙 宋家姐弟都觉得这人真好 随后跟上 雷东宝破天荒的没话找话 说了他这辈子最傻最多的话 这是小雷家大队 你们是前面红星大队的吗 红星大队啊 落实承包责任制 听说今年收成很好啊 宋运平走在雷东宝后面 宋运辉走在宋运平后面 是宋运平接雷东宝的话 我们家还远 在红卫大队 你们还得走两个小时啊 是李过来的吗 红卫大队也搞了承包责任制啊 不过啊 搞得晚 今年收成 没啥大变化 我弟弟放寒假 今天呢 正还有拖拉机运菜进城 我早上 跟着去火车站接他 回来只能走回来了 我家不是农业户口 不大清楚怎么责任制 宋运辉本来一直在后面默默听着 觉得要是姐姐喉咙也大点的话 听着就更像吵架了 他听到说承包责任制 忍不住插一句 哎同志 你说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市的 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还是分组联产计筹 自愿结合划分工作组 欧宫保产到作业组 雷东宝这么多天来 终于见到一个说得明白的 大喜 转身插腰站住 等宋运辉过来 一把抓住宋运辉肩膀 大力摇了两摇 欣喜的道 你是大学生 乘火车去上大学的大学生 你能耐啊 你给说说 这个大包干怎么做 联产那个怎么做 我们大队啊 正要搞这个 我十几个大队跑下来问 没一个说得清楚 你给我说说 宋运辉自以为 也算是成年人身强力壮 但碰到雷东宝 竟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被他摇得头晕 你放手 我们边走边说 宋家姐弟见雷东宝 应该是高兴的样子 可脸上还是一脸狠劲 心里都觉得好奇 雷东宝放手 又抢到前面去 我还是走前面 你说话声音大点 公社发红奴文件 让学习安徽那个大包干 可这文件是市里转县里 县里转公社 整个公社没个人说得明白 你是大学生 你知识多 你告诉我 我们小雷家大队啊 都感谢你 宋运辉并不是道听途说 而是与同学在政治课上 讨论过很多遍的 结合他自己看的报纸 他自以为了解的差不多 先说分组联产计筹 是将大队社员 全部按自愿结合 而不是以前上级指定分组 分别自愿组成 三四个小合作组 合作组按照人数 承包先映的农田 按照大队指定的承包数 商交粮食 我这样说清楚吗 清楚 很好 你们红卫大队 就是这么做的 大包干呢 宋运辉见雷东宝 一点不客气 倒也喜欢他的直爽 大包干呢 虽然已经被万里同志肯定 也已经上安徽日报宣传 但全国对此呢 还有不少争议 大包干说白了 就是把分组联产计筹的 包产道组分得更细 变为包产道户 按户联产计筹 这样一来 更能调动 每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 眼下 全国受左的那套影响 还根深蒂固 很多人认为 大包干是土地私有化的前兆 是倒退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我们讨论以为 土地只是承包 而土地的所有权 还是属于大队公有 公有性质并没有变 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宋运辉一口气说了不少 雷东宝却一把抓住本质 这分成小组 怎么与分道互比 从来都是自留地伺候的精细 公家地稀稀拉拉 分道家才能调动 种地的积极性啊 这就对了 到底是大学生 一说就明白 宋运平听完 眉开眼笑地回头看弟弟 觉得弟弟非常了不起 宋运辉的解释 深入浅出 条理分明 而且还把争论意见也说出来 雷东宝一点就透 我姓雷 雷东宝 刚刚复员 上面让我负责大队承包责任制的事 我看既然承包 就干脆包到户 别什么不三不四包到组 一组那么多人 要偷懒还是可以偷懒 包到户了 看谁还敢偷懒 偷懒饿死自己 对 一干的插到底 但事前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其他地方推行的时候 听说阻力很大 我们姓宋 雷同志请留步吧 回到村口了 宋运辉本来想从雷东宝这儿 了解报纸上常说的责任制之类的 在农村究竟是怎么在运作 没想到 反而是轮到他给雷东宝解释政策 他觉得挺没劲 雷东宝愣了一下 忍不住回头看看宋运平 我再送你们一段 这雪天路不好走 时间不早 我们不能耽误你吃中饭啊 雷东宝与宋家姐弟客气一番 他很想请两人去他家喝口热汤 可又心知家里未必接得开锅 只得作罢 看着姐弟离开 他竟是在雪地风口站了许久 只看到他们背影消失 而宋家姐姐温柔清脆的声音 则开始日夜萦绕雷东宝心头了 宋运平走远了 还回头看了一眼铁塔似的 站在雪地里的雷东宝 低眉沉思好久 等估摸着雷东宝听不见了 才感慨地对弟弟说道 我们家如果有个雷同志这样的人 哪里还会受那么多欺负 这样的人啊 如果生在我们家里 也得生生被罢和你教育成绕纸柔 我在学校看到标语上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想我该是为宋家不受欺负而读书 我用文明的方式使自己不受欺负 而不是用蛮力 教你的教授们够文明吧 他们秀才遇到兵的时候 怎么办啊 爸妈就是太文明了一点 才会一辈子受欺负 四人帮都已经粉碎好几年了 姐 你的思想别一直停留在那个混乱年代 现在政策都在变呢 爸的成分又不是四人帮时期定的 说了一年多时间摘帽 我们的帽子摘了没有啊 我的招工是谁一直阻拦着 谁知道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 我们怎么可能过于乐观 你别说呆子气 政策能这样变 也能那样变 政策是死的 人是活的 起码我看到那些以前批斗过爸妈的人 现在还在台上做官 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指挥 他们不让我工作 我还是没工作可做 宋运辉听着愣了好久 说这话的姐姐让她看到苍老 这话似曾相识 更像是从历经艰苦的爸爸嘴里出来 想到姐姐高中毕业后漫长的待夜时光 那都是当初把上学机会让给她才导致的 宋运辉内疚万分 姐有没有办法跟着他们高中上课呀 你明天再考吧 现在政审不会再限制你 大学与这儿不一样 真的 你看我都能入团 你真不知道 我们以前哪里正正经经读过书 跟如今正规初中高中读下来的应届生没法比 不考了 我还是等卖兔毛的钱攒足了 去买只半导体收音机 跟广播电台学英语 或者买辆自行车 到县城读电大去 也是文凭啊 有什么不懂的 有你这个县城的大学生在 哎呀 你不该寄钱让我回家 否则 你早点买上一辆二手自行车 早点上电大 小辉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钱的事呢 你别管 我自己有计划了 电大得夏天开学 现在买了自行车也没用啊 你不知道 我们多盼着你回家 你回来我们不知道多高兴呢 你家子在春节团圆 比什么都重要 知道吗 你再说不该寄钱让你回家 我揍你 宋运辉一听有道理 这才是啊 心里更是暖暖的 但他仍是顽皮的 冲姐姐做鬼粮 你天天口口声声揍我 害我从小压医到大 我的童年啊 不知道多黑暗呢 哎 臭小子 谁打你了 栽赃 宋运辉从来不舍得打弟弟 他们家也没打骂孩子的传统 这一会儿 见弟弟冲他做鬼粮 知道这小子 寻他开心呢 抓起地上一把血 揉硬了扔过去 宋运辉一甩大包就跑 宋运平捂着书包 跟上追杀 一路嘻嘻哈哈 这书包里 是宋运辉给他带来的一大堆书 有一套四本红楼梦 是宋运辉问人千求万求借来 有买的唐诗三百首 有宋词精选 有古文官纸 有安娜卡列尼娜 还有好几本杂志 和宋运辉从大学图书馆借的小说 他不知多珍惜这一大堆书 书包虽重 他还不舍得给宋运辉杯 但两个人都各怀心思地往后看了看 宋运平想 听说公社那摘帽政策早已经下到街道 可他和爸一起去问 人家爱理不理 若是换他和那个雷同志一起去 宋运辉则是从姐姐的话里 感觉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出去读书之后 才知道爸妈的懦弱 这个家 现在竟然是有姐姐柔弱的肩膀在担着 而姐姐虽然不说 心里不知道多希望 有人与他分担那责任 他已经是大学生 他也是男子汉 他应该做些什么了 雷东宝回到家里吃中饭 一直心不在焉 两只还眼兴奋的杀气腾腾 如果不是他亲马 旁人看见准得吓死 他的兴奋一半是为那么动听的声音 一半是为终于了解联产记仇的步子 究竟能跨到哪里 有些事情一点就破 可没人指点时候 面前胡着的那张纸 坚如铜墙铁壁 他草草扒拉了饭 赵丽将饭碗一哥交给妈 去对部找老书记 没见到寻到家里果然老书记坐在被窝里 暖暖的听收音机 雷东宝没一点寒暄 自己找凳子坐到床头 开门见山 叔 我问清楚什么是大包干了 就是把责任田一干子 那个包到每户人家 不是隔壁几个大队他们那样包到每个组 他想学宋家那个弟弟说的话 但话到嘴边却忘了一半 安徽日报已经宣传过 人家早就坐上了 我们也干吧 趁现在农闲 先把全大队的地摸清楚 春节之前搞好承包 开春天暖 大伙正好开始卖黎世诺 老书记关掉收音机 搭拉着厚实的眼皮 跟睡着似的想了很久 雷东宝不慌不忙 将宋运辉的解释搬出来 不一样 地是集体的 就像是我借一把凳子给你 你用着 可凳子还是我的 赖不掉 东宝 你年轻 没经历过事 这种文件上都没说明白的事 你千万不能做 这是挨批斗的原则性大事 我老了 你还年轻 又是复原军人 还有大好前途 万一有个政治上的污点 你一辈子没有出头日子 你好好想想 雷东宝好好想了想 但他根本就不在乎老书记的担忧 叔 我现在就没再过好日子 你看整个大队小伙子 哪个娶得上媳妇 我回家那么多天 又有哪天吃饱 日子还能坏到哪去啊 不怕 叔 你年纪大 你才担不起风险 正好眼下天冷 你老含腿饭了 出不了门 大伙就知道 承包的事 我来管 我担着 老书记心中万分不肯 伸手抓住雷东宝的手 欲重心长地说道 东宝啊 你误会输了 输不是怕担风险 输以前怎样的 你问问你妈就知道 但是这方案 得经公社批准 公社能不能答应你 你的想法太新 公社也不能决定 公司问题 大是大非 公社肯定得讨论 再讨论 等他们讨论完 黄花菜早凉了 还搞什么城堡 这样吧 我们步子早晚一点 考虑成熟一点 还是分组 连产计筹 你赶紧把地账量出来 我们年前正去搞好 大家都在分组 承包 公社不会太管我们 过年过节的 他们可能连开会 都不会参与 你去做 方案我这几天写出来 交给公社 雷东宝文言 眼前灵光一闪 不由暗暗一笑 嘴上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好 我下午就干 再一件事啊 后山那座砖窑 我搬开碎池 望进去看了 里面好像没它 不知道能不能用 行的话 开车把砖窑烧起来 砖窑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当年砖窑是我的罪名之一 砖窑口还是我自己亲手扒的 省得他们那些百家子乱扒 你别看外面破破烂烂 里面切实着呢 好用 老书记说完 得意的偷笑 一脸又挂满老猫胡子 原来人人都有小狡猾 等天烧暖一些 我找几个老把神 把砖窑整一整 整个护轮地交给你烧 你安心去做别的 东宝 我和队长都年纪大了 以后冲锋县镇的事 你多担着点 雷东宝一听就乐了 蹦起来就往外走 一边霹雳似的扔下一句话 就这么听 话音未落 人影早没了 客堂间大门被他关得地动山摇 镇的屋顶速速落下老尘 老书记看着哭笑不得 他话还没说完呢 比如他还想叮嘱雷东宝 丈量土地时候该留意什么 组织人手时候该找谁 跟人说话客气点之类的 没想到这小子说走就走 龙卷风都没塌快 雷东宝旋风似的刮到队部 冲到会计门前大声吩咐 拿纸 拿笔 拿卷纸 再拿团绳子 量地去 广播怎么开啊 会计比雷东宝大不少 并不是狠看得起的操货 文言依然坐着 不紧不慢问一句 几张纸啊 几公尺的卷尺啊 什么绳子啊 雷东宝一听就知道 这四只眼跟他搞对抗 伸手一把拽住会计的领子 生生把他从椅子上拎起来 拉到面前 一脸猙獰地盯着他 咬牙切齿地重复 纸 笔 卷尺 绳子 骂的 开管部 雷东宝手一松 会计的屁股再桌角撞一下 却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四十岁的人 伸手灵活地 在椅子桌子间 转弯抹角去打开广播 调好音量 然后立刻退开 寻找卷尺绳子 他怎会不知道 丈量土地 用什么卷尺什么绳子 即使真不知道 也被雷东宝 那一脸凶神恶煞 给逼明白了 雷东宝 登登登到麦克风前 扯开嗓子就喊 会计一边听着觉得非常不正规 但再也不敢吱声 闷声不响将丈量土地的工具收拾出来 而且还一事两份 因为他听到雷东宝叫了三个人 这么多人出去丈量 一份纸比卷尺显然不够 雷东宝也不语 煞神一般的站一边看着 包括后面丈量土地的时候 雷东宝也是背着手一边看着 他以前做的是工程兵 又不懂丈量土地的事 连一亩是多少平方 他都搞不清楚 反正他把原因说明白 说是未搞承包 既然土地包到人头上 就得把好地坏地分清楚 不能这人给好地 那人给捞地 害死那捞地的人 然后大伙就兴奋的忙活上了 四宝悄悄悄问 隔壁大队都是分道组里 一组有三四十个人 怎么我们大队难道是分道户吗 那都是大快人心了 雷东宝连忙说 这只是打比方 大队当然是承包道组 这个组可以小啊小啊 小到三四个人 那就是跟承包道户 没什么两样了 什么大包干 什么分组联产计筹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 咱自有咱的对方 第六集 天寒地冻又近年关 公社里果然没人肯来参加 小雷家大队 这个落后分子的承包大会 老书记坐在露天大赛场的主席台上 正儿八经地说了承包的意义 承包的好处 没说几句话 就下来把下面的雷东宝扯起来 占了他坐得暖乎乎的凳子 老书记都懒得管东宝怎么讲 光捧着杯子很感慨地想 东宝到底是个年轻气血剩的 坐过的位置跟火炉烤锅一样热 做起事情来也快 原以为这事情磨磨蹭蹭 总得拖到元宵之后 才能大致有个眉目 没想到这小子两天就把整个大队的地量了出来 还让会计和红伟两个把土地方位图也细细描出来 甲基地 乙基地 丙基地标得一目了然 这不 雷东宝正挂那图呢 但等图纸展开 老书记傻眼了 原本用黑线画的一块一块土地 怎么被用红线画成一小片一小片了呢 他忽然悟到什么 整个人愣在座位上 这臭小子 别阳奉阴为当那么多人面犯大错啊 下面那么多人 好几人盯着臭小子的位置不服气 这要是被人告到公社里去 明天公社就会派人来摘了臭小子的乌纱帽 老书记顿时坐立不安 但是 上面雷东宝早已指手画脚地开讲了 社员们 我不会讲大道理啊 我就直接讲怎么承包 你们看图 我们大队啊 共有甲级地这些 乙级地这些 丙级地都是零碎边角料 是这几块啊 承包到每个人头上 甲级地六份 乙级地三份 丙级地六份 四眼会计和红伟这几天啊 已经把地都按大小量好 等一下啊 你们每个人上来抓救 甲香抽一个 乙香抽一个 丙香抽一个 抓到甲一地 这地就是你的了 抽到甲二地 以后你中甲二地 以及丙级地也一样 抓完就凭纸条到窗边问 宏伟四宝拿地 自己赶紧去画好地去 但是且慢啊 你一个人能做啥呀 你一个人离地 后边谁给你扶着离呀 你那么能干还中什么地啊 趁早坐神仙去 所以抓救后啊 我们还得自愿组成小组 你可以找你爹妈儿女 也可以找你兄弟姐妹朋友 找你 随便 一定要组成小组 才能跟老五四眼 签承包合同 小组的人 得一起按手印 明白了吗 这就叫分组联产祭仇 隔壁村都那么在承包 老书记心惊肉跳地听着 但听到最后 一颗心冬得放得下来 鼻孔里呼出一声长气 这臭小子 到底还是不肯分大组 硬是搞了个偷梁换柱 明堂说得好听 可那些社员自愿组合 还不得按家庭亲戚组合 说到底依然是承包到户 可被东宝那么一说 似乎还挺合情合理 说到公社去也不怕 老书记看到雷东宝 横着一张脸看过来 他当没看见 撇开脸去 心说回头算账 这时下面有人跳出来问 万一我抓到甲一地 我老婆抓到甲一一百零地 以后我东头浇一桶水 还得跑到一里地 到西头再叫我老婆的地 这麻不麻烦啊 还是滑片吧 雷东宝眼睛一横 眉头都不动地说道 行啊 你们一家老小十一口 甲三十到甲四十这一块 都是最好的地 你不想挑着水桶跑来跑去 这一大片全给你们 旁边大多数是丙地 你干不干 如果旁边都是甲地 你们一家全拿好的 人家干不干 现在抓究是最公平的办法 完了 你们嘴巴掌鼻子底下 自己找人换来换去 换到一起 就跟你买电影票 你是一排二座 你老婆是十排二座 你进场后找人师父长师父短 换了位置不就成了 多大屁事 搞得跟关公一样红脸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讨论讨论 没意见就局处表决通过 众人顿时嗡嗡嗡讨论成一团 说起来什么方案都有 但基本上没脱离甲籍地分一些 乙籍地分一些 丙籍地也分一些的公平合理方案 老书记想了好几个分法 比如说先结合成组 然后再抓揪什么的 但都不行 纸条不可能照顾到一组几个人 想来想去 还是东宝的那办法合用 虽然挺傻 但最公平合理 老书记完全可以站起来 跟大家讲理由百道理 但他不说 他要给社员更多讨论争吵的机会 这种承包大事 一包就是关系到五年口粮的大事 一定得包得人心服口服 老书记耐心地低头喝水抽烟 仔细地聆听周围大伙的激烈讨论 掌握着周围人的思路走向 令他放心的是 雷东宝一动不动 也一声不吭地坐在主席台上 虎视眈眈 一点没有不耐烦 与社员吵成一团的意思 好 这才是大将风动 结论得由大伙自己吵出来 大伙才能心服口服 老书记等听到前后左右的意见 大致统一到雷东宝说的意思上来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他的烟杆 他坐在前面第二排 谁都看得见他那柄黑亮的烟杆 会场顿时一阵静默 没多久 一根一根一根的手臂 坚决地犹豫地 彷徨地 无奈地 接二连三地举了起来 会后 四眼会计与四宝 红伟老五他们四个忙得不可开交 老书记悄悄走到雷东宝身边 拿烟杆子敲敲他肩膀 做个眼色 要他跟来 雷东宝自知理亏 心虚地跟在老书记后面 一直跟到大队部 但雷东宝见老书记关上门 却什么都不说 转来转去找什么 心中狐疑 心说 别把老书记气糊涂了吧 但刚才最先举手的还是他呢 终于 见老书记从桌底 抛摸出一条两尺来长板子 是他平时扔地下割脚郁寒的 只见老书记超起板子 雷东宝心中飞快闪过念头 书肯定是火大了 要打就让他打三下 让他出受骗上当的气 多打不肯 老书记果然不客气 一板子抽在雷东宝屁股上 嘴里恨声道 叫你骗我 雷东宝一听不对劲 回头一看 果然老书一脸老猫胡子在偷笑呢 他不等第二板子下来 飞身夺门而逃 老书记一板子打空 却笑出声来 将板子冲雷东宝背后扔过去 嘴里却大喊一声 草你呀 干得好 见雷东宝做事如此麻利 老书记都没好意思 把砖摇的事情拖到年后了 国警棉衣出来 想找老伙计商议 没想到晒场上 早空空荡荡 原来晒场上的男人 早蜂拥挤到田头 女人则是回家找来板子 到田头找到自家男人会合 跟着红伟老五他们 为自家的承包地树上戒备 反而是四眼会计 和四宝两个签合同的桌前 却是空空荡荡 没人响应 冬日的夜晚来得早 筋疲力尽的红伟老五 很想早点回家吃饭歇息 但早有人燃起松枝 要求挑灯夜战 人们竟是全体响应 无奈 红伟和老五也只能撑着 一直将甲级地分完 松枝燃尽好几条 才告一段落 而化得承包地的人 却依依不舍 不肯离开地头 生怕别人拔移了戒杯似的 天寒地冻都不足畏惧 更有人干脆站在呼啸寒风里 现场办公 商议怎么组合 怎么与人交换地块 一个个热情空前高涨 但是接连两天 大队部的签订承包书桌子面前 一直空空荡荡 没几组过来签订 四眼会计此时已经扶了雷东宝 拿着名单满村子地找雷东宝 而不是老书记想办法 一直到大队养猪场才找到 臭气熏天的猪场里 雷东宝正与猪官商量 哪几头猪可以杀 哪几头猪流肿 见四眼会计进来 他拿还眼盯着会计 却自言自语似的 这猪连番薯藤都吃不饱 摸上去一把骨头 你算在一个人能分几件 四眼会计每年都算 早清车熟路 拿钢笔再手心手背算了会 爆出个数字 雷东宝不清楚四眼会计 是怎么算的 问道 下水怎么算 猪头猪脚不能算在内 谁有钱谁买 一向都是肉平分 猪血下水猪头猪脚 谁出钱谁买 另外留一只猪头 大队干部聚餐 雷东宝想到他们当兵时候 连长指导员于他们一个锅吃饭 有时抢任务抢时间 好菜还留给突击队员吃 这个大队倒好 干部比群众吃在前头 统共才挤头猪 几个大队干部 一顿得吃掉几个人的份额 他压根就没想这事 得与老书记他们商量一下 顺口就说道 今年不留猪头啊 开车砖摇开起来 买煤买手拉车 多的是要钱的地方 我看队里啊 都没几个钱吧 一只猪头的钱也好 四眼会计有意讨好 拉住雷东宝的手臂 一直拖到猪场门口 才富尔轻声道 要不杀猪的时候 留着后腿 给公社先用社的主人送去 只要主人他一张嘴 就是买辆图拉机的钱 都能借出来 雷东宝本来挺厌烦 四眼会计的亲密相 但听了会计说话才明白 这话还真只能贴着耳朵说 他狐疑的问 这不是腐蚀革命干部吗 别肉鬼扔出来 事情也办不成 不行 要借钱 我们还是问公社打报告 按规矩来 四眼会计真没想到 如此凶神恶煞的人 竟然会如此单纯无知 他硬是傻了几秒钟 才反应过来 说道 你不信问书记 都是这么在做的 否则就是公社批条了 你也借不出来 这不是犯错误吗 对了 你来这什么事 四眼会计这才想起 他还有要紧事找雷东宝 这才三个小组来签成包书 怎么办呢 问他们 他们都说再商量商量 我估摸着 他们得商量到春节后 弟都已经分到他们手上 干嘛还不来恩手印 你晚上广播里通知啊 明天杀猪分肉 谁不签 谁别想分肉 年内不签 分到贼地退回 以后继续出宫拿工分 什么屁大的事 磨蹭啥 东宝书记 要不要注意一点方式方法 要不我跟老书记说说 晚上还家还户 我跟书记统一家 你照我说的做 天快暗了 快去 四眼会计 看看表壳开列的手表 连忙离开猪场 心里一直在想 这东宝书记 可真够粗暴独裁 但四眼会计 没料到 雷东宝的独裁效果 会是那么好 他广播停下 没多久 立即有人 撂下饭碗 上门 要求签承包书 但都在 摁手印时候 问一句 这谁决定的搜主意 拖几天会死人吗 四眼会计 一点不客气 实事求是 告诉大伙 这都是 东宝书记的主意 顿时 大半的人 哑了火 这小雷家大队 谁不是 看着雷东宝长大的 又有谁不知道 雷东宝 一身蛮力 打遍 小雷家 无敌手的 也有几个 仗着辈份 骂上几句的 更多的是 偷偷 告到老书记那儿的 不过老书记 一概黑黑以硬 态度非常明确 绝不敷衍 众人 这才明白 感情雷东宝后面 是老书记 撑着腰呢 第七集 等众人离开 老书记 才关上门偷笑 不为别的 只因小雷家大队 原来的那个 造反派书记 老胡孙 在队里 依然横行霸道 在公社 依然称兄道弟 老书记 取而代之 老胡孙 不知道心里头 多恨 逝世 与老书记 唱对台戏 而队里 没人敢出来 说公道话 都怕那造反派书记 但老胡孙 唯有怕雷东宝一个 他唯一挨欺负的一遭 是得罪了雷东宝的妈 大雪天 差点被雷东宝 埋进雪堆闷死 此后 见了雷东宝 就远远绕着走 这世道一向是讲理的 怕不讲理的 不讲理的 怕不要命的 老书记本来 想拉雷东宝 撑腰来推进大队工作 意外之喜 是这小子 还是个能干事的 大队里 从来办事磨蹭 这小子上任后 气象焕然一新 老书记 看着雷东宝 越来越喜欢 先前雷东宝 来商量 以后不占 那一头猪头的便宜 他还大大表扬了一番 说大队干部 分吃猪头 是老胡孙那种人 留下的恶习 该除 可惜小子经不起表扬 白着眼睛溜了 老书记决定 往后死撑雷东宝到底 再说 怎么说都是本房侄子 虽然是远了点 只要雷东宝 这半年坐稳 以后他让位给雷东宝 书记之位 依然掌握在本房手里 人怎么说都是有点私心的 闹哄哄杀完猪 分完猪肉 已是大年三十 闲下来没事做了 雷东宝心里猫抓猫挠的 想起一个人 那个宋家姐姐 他花退伍费 买了一副猪肝 一对猪蹄 掏钱时候 心里就想着 那条通往宋家的路 但他一直腾不出时间 他得看着承包书 签完收存 他得看着金贵的猪肉 公平合理着 分到每一个人手里 他还得处理 换承包地位置 起摩擦的小官司 没想到 枝满绿豆大的村官 事情多得不可思议 年三十早上 贴完最后一张封条 他拎起猪糕猪蹄 撒鸭子赶去红卫大队 但上了路 才有时间 想到一个严重问题 他该找个什么样的借口 进宋家的门 并送出东西 他做事再直接 也知道不能上去 就说 我看上你们家姑娘了 那样做 会被人拿扫筑打出来 他想来想去 决定为心地 挂上向宋家弟弟 致谢的招牌 一路过去 雷东宝一路感慨 看人家大队 家家热火朝天的 准备过年 进村就闻到肉味 在空气中弥漫 门口挂着鸡鸭鱼肉 不像他们小雷家 一人才能分到 那么小小一刀肉 都不够他放开肚皮 吃两顿 开春 是真的要好好 发展经济了 紧赶慢赶 好不容易赶到 红卫大队 雷东宝却尴尬地发现 家家烟囱在冒白烟 正是中饭事件 雷东宝当然是 硬着头皮上门了 可心里着实担心 宋家所有人的反应 恰恰在吃饭时间 到人家家里 人家会怎么看他 他只是奇怪 别人家都看上去 红红火火的 就宋家安安静静 门口啥都没挂 对联都没有 雷东宝尽量斯文地敲门 见开门的是宋运辉 雷东宝忙稍稍提高一点 手中的猪肝猪蹄 以他特有的凶巴巴笑脸 对宋运辉说道 小宋 来感谢你来了 前几天你告诉我 承包是怎么回事 我们小雷家大队 说到这儿的时候 宋运平听到 雷东宝特有的粗大嗓门 离开饭桌 来到门边 雷东宝一看见 简简单单 只穿一件 丝瓜蛋花汤般 花色棉袄罩衫的 宋家姐姐 喉咙一梗 忽然失声 这一下 雷东宝的司马昭之心 立刻暴露无遗 宋家四口 全都看出 他对宋运平的狼子野心 宋运辉当即想到 这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反感地拦在门口不让进 而宋家父母多年以来 虽然活得战战兢兢 低人意的 却也并不满意 这个闯上门来的女儿追求着 只有宋运平一脸惊异 但面对雷东宝热烈的直视 低下头去 看到弟弟拦在门口 他忙轻轻说一声 雷同志请见 还没吃饭吧 雷东宝眼里只有一个人 压根就没看到其他人的反应 但听宋运平邀请 却又难得收起托天大胆 雷星说道 吃了 我吃了 前几天你弟弟帮忙 我们承包搞得很成功 我过来谢谢你们 一些些东西 我挂门口啊 我走了啊 你们慢吃 话是这么说 东西也挂门口了 可脚底下却并没移动 宋运平微微一抬眼皮 但都没瞟到雷东宝 又低下眉 从喉咙底下说出一句 大冷天的 进来喝口汤吧 小辉 给雷同志拿凳子 雷东宝早高兴地 应声跳进门 宋运辉却看着姐姐 走向厨房的身影略微迟疑 但他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将一把小圆凳搬来 换下自己的椅子 请雷东宝坐椅子上 家中椅子有限 四口人四把椅子 再多没有 雷东宝进门 就从宋记山夫妇 客气地喊 说 耶 但这声音 却打架似的 又响又硬 一下震动 这个原本安安静静的家 宋运辉依然没说什么 只默默旁观 看父母并不是很热情地 请雷东宝坐 宋运平当然不相信 雷东宝已经吃了饭 好在中饭碗饭是一起煮的 饭锅里还有 他取来一只蓝边碗 满满成了一碗白米饭 想了想 又拿饭勺将饭使劲压结实 上面又很添一勺 他估摸着 雷东宝饭量大 怕他客气 吃一碗两碗就收手 回去路上冷着饿着 这一碗饭 捧手上沉点点的 雷东宝将饭碗接到手里 就感觉出异样 他心里非常高兴 这说明啥 说明宋家姐姐疼呢 他看到宋运平到门边 将猪肝猪蹄拎进来 将门关上 门这一关上 李这一被收下 雷东宝就感觉自己 与宋家人是一家人 宋运辉也看出雷东宝手中 这一碗饭的密度 他心里很不情愿 可对着一桌都不说话的人 还是他开口 因为他已经19岁 已是成人 这个家他应该起中流砥柱作用 雷同志 你们最终采用什么承诺方案了 雷东宝本来是看着 垂着眼皮的宋运平 见宋运辉一问 连忙回答 就是承包到货 但怕公社不让 我们说的还是承包到货 承包书上面也是写货 宋运辉一笑 刚想再说 却听姐姐说话 那大伙春节后就得忙活了 小雷家大队和我们宏卫大队 是一个公社吗 不是一个 这话是宋记山回答的 雷东宝却才知道不是一个公社 他当兵之前不会关心这些 当兵回来才没几天 又都是忙得焦头烂额 哪有时间了解这些 他见宋父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很虔诚地回答另一个问题 春节后也得看天气 地里的活还不一定要开始做 不过上次我们遇见的地方 你们还记得吗 那儿有座砖窑 我那天看了 还中用 春节后尽快把它修好 烧起砖来 给大队里添点收入 说话时候 雷东宝吃得狼屯虎咽的 他吃饭本来就快 入伍后抢着吃饭 以便能抢到前面 成第二碗 如今更没一点吃相 宋家人都诧异地看着雷东宝 吃得虎虎生风 只有宋运平问他吧 哎 爸 你说街道下午还有人吗 应该有人 明天才开始春节放假 雷同志 你下午急着回去吗 如果不急 能不能跟我去街道找个人 宋运辉一惊 立刻想起 出狱雷东宝后姐姐说的话 隐隐明白 姐姐要雷东宝一起去公社 是什么事 他忙将饭碗放下 看住姐姐 姐 这事我来 我等下饭后就去 我们不能麻烦雷同志 我去 没麻烦 雷东宝不知道什么事 但他心里愿意 为宋运平赴汤蹈火 宋运平没看雷东宝 却是带点祈求的 看着弟弟 小辉 你饭后去孙三伯家好吗 他答应 把刚剥下来的花菜叶子 都给我们 兔子好几天 没吃上青丝料了 你力气大 都去挑卸回来 小辉 哎呀 姐 原则性问题 没那么严重 可是 明天就是初一 很不好 小辉 你去吧 雷东宝却想到 前他伸手 想拉两姐弟上来 结果 做弟弟的 没点男人样子 先伸手 抢着上来 他想 这个弟弟 难道又想在 力气活上面 挑肥减兽 虽然这弟弟 说起承包来 头头是道 但雷东宝 却再次瞧不起他 毫不犹豫地 对宋运平说道 我跟你去公社 回来顺便把菜叶子 挑回来 没差多少时间 两姐弟都知道 雷东宝误解了 宋运辉不得不妥协 郁闷地低头吃饭 我会去 怕没说清楚 又很不情愿地补充 挑菜叶子 这会儿功夫 雷东宝早吃下一碗饭 宋运平见他饭碗空了 起身拿起他的饭碗 又飘进厨房 雷东宝忽然想起 他才刚说过他吃过饭 一下心中很不好意思 但宋运平把结结实实 一碗饭拿来 他还是又吃了 宋家年前的菜还行 比雷家是好多了 有蒸鱼 有粉丝肉汤 还有油豆腐烧白菜 在雷东宝的一起努力下 饭菜全部吃完 这让宋家人 第一次见识了 雷东宝的胃口 宋运辉不愿看到 姐姐与雷东宝这种人 一起出门 吃完饭 就抓两只竹筐 拎一条扁的赌气出去 宋运平怕父母钻进厨房里询问 收拾了桌子也不洗碗 就出来 邀雷东宝一起去街道 两人一前一后出门 走在狭窄的村路上 还是一前一后 后面的雷东宝 两眼只随着宋运平走 直到走到空旷点的地方 宋运平才声音跟蚊子似的 对雷东宝说 谢谢你还特意送猪肝猪蜡来 我叫宋运平 我弟弟叫宋运辉 我弟弟已经在大学 读到二年级了 我们家成分不好 听说现在文件下来 可以给摘帽 有人已经落实政策 可我们去街道问问 人家总让我们等 欺负我们呢 想请你帮忙 雷东宝粗中有戏 一听就明白 以前部队里时候也那样 那帮做机关办公室的特势力 要他们做事 常得三请四请陪足笑脸 才给你懒洋洋做一些 但这帮人也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 宋家人都是文州州的 再说成分不好 底气本来就弱 上去找人办事 还不得无功而返 他很高兴 宋运平不拿他当外人看 爽快地答应道 我们就是一个公社的 也不怕 反而更容易办事 你家养着兔子 收入好不好 路宽了 两人走在一起 雷东宝可以看到 宋运平洞红的侧脸 宋运平低头轻道 我养的是长毛兔 到现在能捡毛的 有二十多只了 我一个人养着 收入已经比我爸妈工资好 要是我们家也能承包一块地就好了 我种上一亩番薯 兔子就不愁过冬了 哎 你家要不要养啊 雷东宝想起自家的院子和刚承包的地 哟 怎么样 开春我抱一对给你 现在天冷 你没准备着兔子吃的 长毛兔又娇 嗯 还是先不妈给你 雷东宝想到 这样一来又有借口找宋运平 而且可以借着养兔子取经 一找再找 洗得差点手无阻挡 可惜红卫大队离街道办公室近 没说几句话就到了街道门口 敲门进去 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杯茶 一张报纸 见人进来 都是微微斜一下眼 一看不是要紧的 都没人开枪 两人继续看报 第八集 雷东宝见宋运平 对他朝着一个人识眼色 便知分管宋家摘帽的是这个人 他走过去 身掌一把将报纸拍桌面上 另一手指着宋运平 对那人喊道 他家摘帽的事你再做 大过年吧 你给个准信 那人被如此冒犯 皱眉抬头 见是一个不好惹的浑人 自知不能应取 须得蒙混 便懒懒地伸个懒腰 排队 说过多少次了 排队 总有轮到你们的一天 都像你们这样想着插队 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你们怎么排的队 我们排第几位 哪天可以轮到 他是谁 你们家的事 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问你 你回答 什么时候的事 谁问你 话音未落 那人呼觉腾云驾雾脚底生风 晕眩过后发现 他被劈胸抓起 顶到墙上 那人好汉不吃眼前亏 面对压到眼前的一张煞神礼 立刻不再吱声 办公室另一个人 站得远远的 你 你们干什么 我警告你们 立刻放手 否则后果自负 宋运平也惊重 他原本只想大吵一架 没想到雷东宝上来就动 偏离既定轨道 他想上前劝走 但又闭嘴 事已至此 不如顺其发展 再回头反而被人更加看似 但心中开始提心吊胆 雷东宝理都不理身后的警告 盯着眼前的人 老子偏要插队 你今天就给宋家办摘帽 老子只问你一个字 干不干 那人被雷东宝拎起来顶在墙上 哪里敢回答两个字不干 但有碍面子 又不愿意说干 指的战战兢兢的道 得写申请 然后 然后把申请放我这儿 等我通知 宋运平一听 心说这就是了 办好的人都这么说 心中不由骂那人一声犯贱 挺方便的事 四人帮粉碎了 三中全会开了 国家给了那么好的政策 却硬是让这帮歪嘴和尚念坏剂 想到宋家这么多年来 在这帮人手下吃的苦头 虽然见事情有了眉目 虽然知道得罪接到的人不便 宋运平却备手不去阻拦雷东宝 只觉大快人心 而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形 不敢靠近 闷声不想旁观 就算他这时逞能 难保他哪天落单挨闷棍 因为谁都知道 在摘帽的事上 绝大多数人憋了一辈子的恶气 雷东宝却并不觉得满意 不耐烦地将那人拎高两厘米 怒斥道 你这么大人会不会说话 一查尺一查尿没个完 老子问你 申请后座什么 什么时候批准 老子哪一天拿批文 你给老子心肝肺 尺尿屁一起放出来 宋一平听了差点忍俊不禁 那人却淋着冷汗 从嘴里放出屎尿屁 申请得党组开会通过 每星期只有每礼拜五一次 这中间隔着一个春节 我真没办法给你确定日期 算你出时尚班 我过了元宵就过来问你拿手续 行不行 说一声 行行行 你放我下来 我给你们拿申请报告 那人给吓到崩溃 不再继续讲究面子问题 雷东宝这才放开那人 插腰坐到桌边 忽见宋运平接了申请报告单 取笔要填 忙起身将位置让给他 看他轻轻瞧瞧地 在纸上填写娟秀小字 雷东宝觉得 这些字各个好看 办完这一切 两人一起出来街上 雷东宝都不等走远 就扯着他一贯的大嗓门道 元宵过后啊 你别自己一个人来 会吃亏 等我一起过来拿结果 是啊 谢谢你 雷 宋运平一时不知道 怎么称呼才好 本来称雷同志 可经此一意 觉得再这么称呼 有点对不起雷东宝 究竟是女孩子家 不好意思太主动 不由红了脸 可脸上满是笑意 想到刚刚那一幕 想到原先 一直在他们家面前 耀武扬威的街道负责人 就像纸老虎一样 不堪一击 想到雷东宝 简单直接解决问题 再想到期盼已久的 摘帽问题 终于可以得到落实 宋运平 真是激动的 想拍凶大笑 可这是在大街上 在雷东宝面前 他硬是忍住 却仰着通红的脸 我真是太高兴了 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解决 大快人心啊 我们全家都谢谢你 雷东宝却看着宋运平通红的笑颜 闪亮的星眸 没了刚才一往无前的气势 你高兴 我也高兴 你高兴 我也高兴 宋运平听了 红运一直蔓延到脖子 不敢再看雷东宝 嗯 不是我没良心过河拆桥啊 可你回家还得走好多路呢 我不请你到我家坐坐了 你爸妈可能还等着你 一起吃年夜饭呢 雷东宝舍不得走 可也知道 宋运平说得在理 别的日子都可以晚回家 年三十怎么能让寡母 一个人等着操心 他连连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 我爸早去世了 家里只有我妈一个 我刚复原 我们小雷家大队造反派书记 今年才倒台 他们在的时候 个人养猪养鸡 都是资本主义为了 他们越闹社员越穷 今年我把地承包好了 回头发动社员女人养猪养鸡养兔 男人拉土烧砖 你看我一年 我一定带小雷家大队赶上你们红卫大队 你一定得看着我 宋运平虽然大致知道雷东宝的意思 可听他自己说出来 心里更是欢喜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嗯 这边走 我给你带路 雷东宝简直得将根根头发变成处须 才能捕捉到宋运平文字叫一样的说话声音 但他愿意 乐在其中 他也不假客气 他还恨不得绑宋运平一起回家呢 可惜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他只能一路难得画很多的介绍一下他的简单历史 让宋运平对他印象深刻 一直走出很远 他才真的不好意思让宋运平再送 看着他走回家 宋运平回到家里 把这大好消息告诉全家 他事无巨细地说 父母听着一边笑一边称怨 一边列举以前所受的各种欺负 只有宋运辉心里很复杂 他没想到 事情可以用一种更不讲理的方式解决 耽误他读高中 耽误姐姐读大学的强大势力 竟然在蛮力面前不堪一击 而且宋运辉更是想到 如此一来 姐姐将付出什么 他在姐姐将过程兴奋地讲完后 就说了一句 姐 我们该好好谢谢雷同志 但你千万要想清楚 我那些插队之边的同学 有些已经在后悔不该跟没有共同语言的村姑结婚了 且不论他们的道德问题 可一个道理是清楚的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宋运平一下红了脸 谁说道不同啊 我又不是大学生 我也不过是个农村人口 一个连地都没有的人 还不如农民 可以承包土地 可怎么说我们都是居民户口 有供应粮可以吃 别有事有人 无事无人啊 做人别太势力 宋运辉也红了脸 但他还是坚持把话说明白 姐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你和雷同志不是一路人 你爱看书 爱看红楼梦 你是书里薛宝钗一样的人物 雷同志 最多是水湖里面的好汉 是红楼里面的娇大 贾府再败落 薛宝钗其实再落魄 他也不会与娇大为伍 这不是户口不户口 学历不学历的问题 完全是性格爱好问题 你们知不同 道不合 姐弟两人进来一起看红楼梦 言语之间全是红楼长红楼短 宋运平板起脸 起身离开 但走几步 又站住背着宋运辉说道 你懂什么 雷同志不是交大 我也不是薛宝钗 你回去安心读书 别掺和你们大学同学的家庭问题 你还小呢 姐 你可以用理由说服我 但你不能用年龄来否定我 理论再有理 我也只看做出来的结果 百无意用事 宋运平即使被弟弟激得生气 也还是记得不能骂人 忙将话止住 雷东宝做人热气 做事实在 是个山一样的男人 爸妈歧视他的户口 倒也罢了 这是实际问题 可他觉得 弟弟的话欺人太甚 非常侮辱雷东宝 本来他只是对雷东宝 有隐隐约约的好感 只觉得他可依赖可信赖 此时被弟弟一说 他反而坚定不移地 站在雷东宝的一边 一个男人是干大事 创大业的 难道贾宝玉才算是性格爱好没问题 贾宝玉那样的男人才可怕 请他进门就跟请太爷进门 他气呼呼边说边进自己房间 拿起一本书 一看是红楼梦 立即烫手一般扔下 宋运辉已经将一句 解你受迫害没读成大学 别因此仇视大学文明的话 挑到唇边 但生生咽了下去 他咽下去时候只是本能 一种多年培养成的 怕言多必失的本能 可很快就在沉默中想到 这话说出口太伤姐姐的心 他沉默两句 最终只是冷静地给一句 姐 我对雷同志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我不是诋毁他 我只是认为他有企图 我们不能太麻烦他 占他便宜 宋运平没想到弟弟会说出 如此理智的话来 他也是好久才回答一句 邪和不合适 讲最知道 别说了 宋运山夫妇看着儿女唇枪舌剑 都插不上嘴 心中感慨有之 欣慰有之 失落有之 孩子毕竟是长大了 可孩子做什么也不由爹娘了 跟以往所有时候 小姐弟吵架最终都不了了之一样 这回也是隔夜就没事 虽然是不是真的没事 只有姐弟俩各自心里知道 可春节就那么吃吃喝喝 热热闹闹过下来了 过了春节 还是宋运平送弟弟去市区火车站 去得早 经过小雷家大队时候 远近不见人意 但两人都看到 积雪化掉大半的路边的砖窑 已经在整修 周围场地已经清理 整一个大广场 可见雷东宝说到做到 春节几天也没闲着 这回连宋运辉看着也服 说这位雷同志是个做事的 这话宋运平听了心里 比弟弟赞美他还高兴 在他心里觉得 被出去读书 见多识广的弟弟赞美 是件了不起的事 他也终于为雷东宝放了心 宋运平一个人 在市里逛了半天 看看市里的姑娘小伙 穿得花枝招展 裤子把屁股紧紧包成两半 裤腿大得像扫帚 还看见一个男人 戴着蛤蟆镜 穿三街头皮鞋 李大病脚 手里另一只录音机 边走边放还边扭 看见女孩子经过 就做怪事 宋运平忙躲进商店壁开 他差不多将整个市中心走下来 看到电影院门口贴着张红纸 上面用黑墨汁写着小花 另有一张是白纸黑字 写的是追捕 宋运平不由地想起弟弟 提起他们学校操场 访日本电影追捕 说里面有个美丽的真有美 穿着很美丽的衣服 会开车开飞机 弟弟还画图给他看 可惜弟弟画图水平不好 但好歹看出真有美是很长的卷发 宋运平想 那一定很美 宋运平真想看 可电影得晚上才有 他等不及 他又去新华书店看看 见到柜台上在卖过时的年画 有一张刘晓庆的特别好看 眼睛弯弯的 就像是《红楼梦》里说的 认识无情也动人 他忙掏钱买下来 他觉得刘晓庆可比陈冲美多了 但宋运平回来路上 一路走着 一直在想那触目惊心的喇叭裤 他想到那包的跟蒜瓣似的屁股 又是害笑 这样的裤子 蹲下去不会裂吗 他可不会穿那样的裤子 第九集 宋运辉回到大学 回到书的海洋 不仅学校图书馆里面的书 日新月异 同学里面更是能人众多 只要有消息说 过去的禁书 或者限量内部发行的册子出来 有钱的同学 就呼拉一下去排队抢购来看 有些书看得半通不通 可大家还是打攻坚战士的肯下 乐此不疲 宋运辉没那么追风 他把更多时间放在功课上 英语上 他对那些文艺的东西兴趣不是很大 更无法投入同学对文艺的侃侃而谈 开学忙碌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有时间作为辅导员给四五年级的班干部讲课 这次他讲的是第一个植树节的意义 为此他根据中央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 找了很多资料 深入浅出地告诉孩子们植树对环境对人类的影响 他来自农村 而坐在他面前的孩子们来自城市 对于他所讲的数于人的关系 孩子们都很是好奇 非常爱听 连老师都听着觉得有趣 讲完课 宋运辉与老师说了几句话 见到梁思深一直背着书包在门口等着 知道小姑娘有话要跟他说 与老师告别后就走向梁思深 梁思深见他走来就快乐地大声道 Happy New Year Mr. Song 宋运辉早知道这小姑娘古怪多 知道他从小就被他妈逼着学英语 现在虽然小学三年级起也是教英语了 可梁思深的英语水平早应该上初中 不比他差 应该是Teacher Song 新年快乐梁思深 你看我给你带来的鹅毛和公鸡毛 宋运辉将夹在书里的鹅毛公鸡毛交给梁思深 梁思深顽皮地晃着一个手指头 Mr. Song 错了 我外公说了 在美国称呼老师用Mr.不用T-T Mr. Song 谢谢你给我带礼物 我也有 是美国的一套卡片 送给你 再给你看看外公给我的压岁钱 是美国的美元哦 可是妈妈只给我一美元的 一百美元都被他没收了 他从书包里小心翼翼摸出一张绿绿的票子和一套卡片 哦 你外公从美国回来了 你高兴吗 梁思深 我也谢谢你的礼物 我看看是什么卡片 两人一起坐在操场边的花坛上 梁思深摆布鹅毛 看怎样才能制作成可以写字的鹅毛笔 宋运辉欣喜地通过印刷精美的彩色卡片 看花花绿绿的美国 又把一元美钞上面所有的英语字认了一遍 哎 梁思深 外公看见你高兴吗 外婆看见妈妈和我 说着说着就掉眼泪 哭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只好陪着他们一起掉眼泪 以前啊 奶奶老是嫌我妈妈成分不好 这下他没话说了 省委第一书记 还接见我外公外婆呢 看他们以后 还敢看不起我和妈妈不 妈妈说 我们这个年 过得那叫杨美吐气 Mr. Song 妈妈还说 我们要加紧办理出国护照 他要送我去美国外公那儿读书 我也想去美国玩 可我不愿意离开爸爸妈妈 Mr. Song 怎么办啊 爸爸妈妈说 最后还是要看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 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 宋运辉早就知道 梁思深的家庭不简单 爷爷是省人民银行的行长 几个伯伯都是省财经系统的大官 他爸爸也是市人民银行的官 也知道 他爸爸当年硬是要去 一个逃到国外的上海资本家 流落在国内的女儿 是多么艰难 以后又是被视为家庭义类 而且还知道 重男轻女的梁爷爷 一点都不喜欢最小的孙女梁思深 但梁思深在相爱的爸爸妈妈庇护下 却活得很快乐很阳光 这会儿见问 他看着手中一套十二张图片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去美国读书 我知道我的经历 当我第一天踏上火车的时候 我觉得是踏入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个省城里 我看到以前从未见过 也从未想象得到的东西 包括公共汽车 自来水 你知道 那是多大的震撼吗 我感觉 我的事业一下提升了 我的见识思维因此开阔了 而我整个人完整了许多 我很庆幸 不用来这个大城市读书的机会 我感觉 我从家乡到城市 就像你从这到美国 那对你的成长有积极意义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梁思深做个鬼脸 你只懂一半 哎 Mr.Song 去美国读书 我会变得更聪明 更强大吗 会 我们现代人 正是因为站在哥白尼 牛顿这些巨人的肩上 才能看得更远 你到美国 如果好好学习知识 你将是站在 另一种巨人的肩膀上 你的心会变得更强大 当然 如果你不求上进 没妈妈管着 就不好好读书 你还不如不去呢 梁思深扬起小小的脑袋 想了半天 那我去 我要赶超Mr.Song 宋运辉一愣 没想到小姑娘 赶超的目标是她 我已经跑在前面 你将踩上巨人尖头 我们比赛 被宋老师如此重视 梁思深 俨然觉得自己变成大人 忙严肃起来 郑重伸手 与宋运辉重重握了一下 就像大人一样的握手 Mr.Song 我会好好学习 你看我的 好 等你学成归来 但宋运辉估摸着 这个再见面的可能性 太小 按照小雷家大队习俗 初一走亲访友 初二喜庆结婚 但几年前到今年 小雷家大队已经三四年 只见姑娘嫁出去 不见姑娘娶进来 初二有一家姑娘出阁 大队晒场上停了好几辆手拉车 上面是花花绿绿的紧断被子 和油的闪亮的家具 有一辆手拉车上 竟然有极其稀罕的 一台三阳黑白电视机 和一台先锋双绳道收录机 而上海产的华生牌 台式电风扇 反而显得不那么露脸 小雷家大队那些光棍 满嘴苦涩的 瞧着这些嫁妆 就是把他们抽筋剥皮 论筋两脉了 也抽不起买这么多 嫁妆的彩礼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娶到一个老婆啊 雷东宝也是看着这几车 光鲜的嫁妆 心里不是滋味 他想到宋运萍了 比之眼前这个即将出阁的新娘 他心目中的宋运萍 不知强几倍 长得更好 为人行事也更好 性格更是不用说 娶眼前新娘 这样的姑娘都要那么多彩礼 去宋运萍呢 可是 他现在凭什么喜欢人家 一年后 他又能拿出多少彩礼 眼下他除了砖窑 除了承包地 还有什么挣钱的路子可循 雷东宝想到这儿 心烦气躁 但是他心中几乎咬牙切齿地发誓 无论如何 即使剥层皮 也要把那么好的宋运萍娶回家 这姑娘太好了 他从没见过这么仙女一样的姑娘 想起她 他心里就跟灌了蜜糖似的甜 想起她 她就忍不住想神行百里 立即赶往红卫大队瞅她一眼 对 即使只是一眼也好 宋亲的队伍喜气洋洋的 而一帮大大小小的光棍脸上 什么神情都有 唯独没有笑脸 而且物以类聚 游来荡去 渐渐混到雷东宝周围 一个最辟远的角落 大伙默默看着二体脚炮仗 击二连三飞上天空 看着刺眼的架状 终于被喜气洋洋的推走 看着宋亲队伍走远 雷东宝转身想走 却撞到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傻傻的 瘦削的脸上满是阴郁 雷东宝知道他想什么 雷世根也算是大队里的秀才 年届三十 却已经被毁昏多次 他忍不住拍拍世根的肩 世根哥 你是秀才 种地挥动脑筋 以后承包地里长金子 长银子 都看你自己了 世根收回傻气 却僵了雷东宝一军 东宝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你已经搞了承包 干得不错 后边两把火 你准备怎么烧 雷东宝是个不怕被僵的 也不是个藏着掖着不肯说的 不瞒是哥哥 后面两把火 烧来烧去 都是为了吃饱饭 一把 是把后山的砖窑烧起来 一把 是发队全大队老少娘们 搞养殖 看了今天的家装 我心里很堵 什么厨一厨二 想不打广棍 想吃饱饭 今天就把第二把火烧起来 你们谁跟我去 做一天算俩工 东宝 起码过完年 初十吧 初十开始干 过年呐 要饭的也不会出门 讨饭也得冲在前头 我今天跟你们把话砸这 我跟书记老叔算了下 砖窑 想要三十个人就够 老叔那要取三个名额给师傅 其他二十七个人 谁早跟我干 谁往后每个月拿工资 我不动员人啊 想挣钱娶媳妇的 回家拿钉扒锄头 跟我上 说完 雷东宝转身就走了 他今天受刺激了 血性的想挣钱 他想 比他老的光棍 应该比他更心急 更血性 还做什么动员 想要老婆 就上呗 但他没想到 朱光棍 在他身后面面相去 都觉得出二出宫 这事荒唐 要做事 也不敢春节这几天 要饭 也别赶得像急煞鬼啊 可问题是 砖摇名额有限 若是被谁赶了先 自己混不进 这二十七人名额里 不是失去一个机会了吗 但大家 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你没动 我也不动 竟没一个挪窝的 雷东宝肩扛钉扒 挑两只本机出来 见晒场上光棍们 还目着脸一动不动 极其失望 一边走向后山 一边忍不住破口大骂 骂了个八子 做人没本事 做不成孙悟空 也学习猪八戒 看见甜头扑上墙 光棍做的 血旗都让狗吞了 闹肿 老子看似你们 一生一世做不出头 四宝宏伟老五 是朋友 别死羊活气 滚出来 四宝 宏伟老五 都知道 雷东宝点名了 若还不动 回头 有的好果子吃 忙于周围人 陪笑几声 飞奔回家 拿了家伙 跟上雷东宝 又有两人 也跟了 但大多数 还是没动 大伙都觉得 大年初二干活 极其荒唐 雷世根 更是摇头说 正月里国家领导 都丢下日理万机 回家休息 几个白饭都吃不上的 积极个啥劲 到了砖窑 雷东宝看看身边 嘻嘻啦啦五个人 一声闷哼 脱下棉袄 往窑顶一扔 轮钉扒就开始 清理砖窑周围碎砖 其他五个人 也都不敢吭声 扒的扒 挑的挑 将砖窑周围场地 一点一点的平整出来 很快中午 还是雷东宝 说声收工 大伙才回家吃饭 但等雷东宝吃完 稍坐会儿 再回砖窑 却见他们五个 早已回来开工 雷东宝这才收了 脸上的黑云 我盘算着 我们先烧两窑砖试试 看要用多少枚 多少车泥 多少个工 回头四宝和洪伟啊 你们算算 一车泥巴可以烧多少砖 每块砖用多少钱的煤 算清楚了 我们跟承包产量 承包土地一样 做砖也包 拉一车泥巴多少钱 打一块砖批算多少钱 烧一窑砖算多少钱 卖掉一块砖拿多少钱 谁有力气多做 谁拿的钱多 多拿钱早娶老婆 谁偷懒耍华 饿死活该 你们看怎么样 不上交给大队吗 挖大队的泥巴 用大队的砖摇 不上交点 说不过去呀 雷东宝想了想 二八开 二轨大队 八开工资 差不多了 砖摇坏了大队秀 大伙想了会儿 还是四宝脑筋灵光 这主意好 以后我没日没夜地干 但东宝 算账这事 还是势根最强 要他算 肯定算得更清楚 做事拖拖拉拉 脑袋再像诸葛亮也干不成事 势根不来 我们不求 我们大不了多花鸡 再不行 我拿去交给一个大学生算 大学生还能算不出来 不怕 东宝 你说 会不会我们拼死拼活干了 一天挣不到一脚钱 一天挣不到五脚 把我雷东宝 活埋田窑里烧了 我在部队里 常去砖场拉转 那些砖场的职工多懒 还照样一个月 拿得到二三十块工资 我们好好干 勤快点干 比砖场职工 多干一倍的活 一个月收入争取翻倍 拿四十五十块 一年下来 我们也抱他个电视机回家看看 东宝 真能拿那么多 雷东宝依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跟着工程队弃的地方多 见得世面多 听我的 有你们好处 可公社能让我们来开砖窑吗 以前还是公社带工作组来扒的 年代不同了 你还烦老黄烈 地度承包了 转腰还不让开 听我的 雷东宝虽然没扯着喉咙做宣传 但他说话胸有成竹的样子 令其他五个心中生了盼头 红伟又问 今天我们抢了头筹 但万一看我们拿钱多 也争着拉你 抢我们饭碗呢 三十个 一个都不多 我爹从坟里跳出来 求我都不放人 一定要光棍嘛 来谁都行 只要别是七老八十做不动的 五个人一边奋力干活 一边心中打开了小九九 晚上收工回家 一个个找身强力壮的亲朋好友 暗中宣传 以图肥水不留外人田 只有雷东宝回家微微有点提心吊胆 话是通过五个人说出去了 但他们烧出来的砖 供销社又不包收购 将来砖烧出来 卖不卖的出去 究竟真的能不能每人挣到五角钱 他心中没底 可既然话放出去了 他当然只有硬撑着充好汉 打肿脸也得说肯定能挣钱 没想到第二天初三 砖窑就有三十二个人等在那 大家还是抓丘 才拉掉五个人 留二十七个人大干快上 下午时候 老书记带两个老师傅悄悄道来 拎泥刀泥桶 开始修复砖烟嘴 事情只要做起来 就招人耳目 早有邻村走亲房有路过的 开始打听砖什么时候烧出来 多少价钱一块 这样的探厅 给了不过年干活的人以信心 雷东宝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事情不做 永远没有机会 事情做了 机会自己找上门 所有的进程 只要沾了雷东宝的手 仿佛都能飞速前进起来 承包如是 砖摇如是 雷东宝鼓励大家 要用抢饭吃的尽头干活 场地很快平整出来 第一车土拉进场地 第一批砖批 在老师傅指导下打出 大队里仅有的几块钱 在公社农业银行开门 第一天便取出来 全买了第一车煤 第一把火开始温火烧心窑 第一个买主 已经拿钱排队等候要砖 虽然只要两百块砖 事情进展顺利 工地上热火朝天 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面对大伙如火如荼的热情 雷东宝却反而变得冷静 砖摇这件事上 他是牵头人 砖摇往后的日子 是好是坏 他有权责 初十晚上 须得有人 看着整夜温火烧心窑 老书记要求这种不吃重 却很要紧的技术活 由他来做 雷东宝晚饭后就找了过来 爷俩坐在温暖的摇边 被封处说话 雷东宝有很多担心 大队那一点点钱买的煤 够不够烧出一两摇砖 烧出来的砖质量会不会好 买砖的人会不会多 买砖得来的钱 够不够买第二车煤 老书记别的不能保证 却是绝对保证质量 他说 以前小雷家大队 烧出来的砖 早就名声在外 都知道是最结实的 手指弹着蒸蒸的响 老书记还说 买砖的人 他也不担心 听说国家安排 全国40%的人 这回涨工资 工资涨了还能干嘛 吃好穿好住好呗 但老书记也愁买煤的钱 总不能鼓动社员凑钱 何况社员口袋里也没钱 上山砍柴 也砍不出几根木柴 这年头山上都是光秃秃的 能砍的都早烧了 寻常茅草烧不了摇 雷东宝挺愁 万一情有的煤烧完 专却没给卖掉 挣回钱来买煤 中间出现空档 摇凉了 会不会把好不容易 鼓动起来的人心 也晾凉了 光棍们看不到 挣钱娶媳妇的希望 有家有口的 看不到吃饱饭的希望 还会跟着他 起早摸黑吗 他喃喃骂人 骂了个巴子 让他们挣钱还得哄着他们 我们自个儿挣钱发财 还容易得多 说 不行把村前村后 那么多祖堂 拆了当柴少 老书记当即 给雷东宝一个后脑勺 那些祖堂 除非等他们自己倒 你敢动他们一块瓦片 你家祖坟先给人扒了 想想别的办法 你跟着工程兵部队 走的地方多 你有办法 我有再多办法 碰到书记前 怕狼后怕虎 也早给你灭了 否则你说 哪找钱 买卖 听说问信用社 借钱还得送礼 东宝啊 我原先还担心 你年轻不周的 现在看你把砖摇 搞得有声有色 我放心了 但老书还是不放心你啊 你这人做事好 做人不善 书不是打尽你积极性 年轻搞承包 你知道有多少人 告到公社去 公社怎么批我们 谁告 名单给我 我明天就把他们的 承包合同撕了 有屁当面发 背后放案件 算什么鸟 你看 你这一说就活上了 人家告的不是承包 都巴不得 这样承包呢 人家告的 就是你态度粗暴 像个难霸天 公社一上班 就赶着把我叫去问 没事 我都替你兜着了 但你还是改改的好 做事情 得注意方式 方法 得让大伙心服口服 跟你干 就像这次烧砖摇 你当初在晒场 怎么骂的 这帮人吃屎 还是喝尿的 喂他们好吃不知道 我免了大队干部 一只猪头肉 他们怎么不去公社 表扬我 不是我骂着干着 他们能那么顺利 签成包书 转腰能那么快烧起来 这帮人又懒又要 天上会掉大团结吗 老书记暂时不语 听着寂静暗夜中 雷东宝呼吱呼吱的怒气 稍微缓和了 才继续不紧不慢地道 社员思想 当然简单落后一点 需要你大队干部 起带头模范作用 你做事前 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 有人思想扭不过来的 你单独做他们思想工作 人都是讲道理的 你把工作做全面了 就 就啥 我把时间都花在 给笨蛋开笑上 我还要不要做事 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村里也该学我们部队 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看着 等他们赚够钱 长足甜头 回头怎么来谢我们大队领导 老书记一见话不投机 只能不说 因为他自己也在感慨地想着 如果不是东宝态度粗暴 承包哪会那么顺利得到落实 砖窑又哪会那么容易烧起来 他也矛盾 东宝的作为 与他平时和风细雨 长者式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 可明显东宝的工作方法 比他的效率高 书记取舍之下 还是做了决断 东宝啊 书不劝你了 以后还是这样 你只管做事 书来跟他们讲道理 书只要求你一样 别动不动 瞪起眼睛 骂人 动手 以后动手之前 先想想书的话 雷东宝对于这个分工很欢迎 行 我以后一生气啊 先把手背到身后去 往后我打先锋 书你压着大不对 好 你能收手你的脾气就好 一步步来吧 去信用社借钱的事 我明天下午去找人 你不行 那山主人 嘿 老书记伸出一只手 在半空虚袍几下 手指甲长得很 你会气得当场掀桌子 都知道山主人他 他怎么还坐得完完当当 四肢眼也跟我说起过 他上面有人 老书记不再说下去 我们啥都没有 你明天上去找山主人 有什么用啊 老书记无语 他愁的就是这事 别的都好说 雷东宝见词也明白老书记为难 再说就是逼他了 现在大队一穷二白 自己都吃不饱 拿什么送人 春节才过 连兽鸡都找不出一只 一老一少两个都愁眉苦脸 山上吹来的风 吁吁的叫 叫得愁眉苦脸的两个人 更添苦恼 好久 老书记才说道 东宝 你回家睡吧 明早这儿还得你管着 我晚上一个人想想办法 看看 能不能从兄弟打的借点钱 咱力气照算 大不了 比银行力气高点 谁让咱穷 雷东宝眼前一亮 觉得这主意好 但他才刚起身 又举一反三 想到更好的 说 你说我们每块砖 如果比线砖瓦厂的便宜 一厘两厘钱呢 先付钱 一星期以后付砖 你说人家敢不敢 敢 为啥不敢 一星期又不长 可我们太吃亏了 一块砖少赚一厘两厘钱 一遥转 得少赚多少呢 亏就亏一点 谁让我们没钱 全当给信用社那龟孙子送礼 我还想到一个招 叔你和四只眼一起拿着工账 带几个人拉一车砖 围上红布 敲锣打鼓道 各队转转 就跟当年送我入伍一样 红布上写 一块砖便宜两厘钱 把人引来咱小雷家砖窑买砖 后面再跟两家手拉车 拿到钱就去煤厂拉煤 对头 去现砖瓦厂买砖 也得交好钱 排队等好几天才有 我们给他们便宜两厘 他们为啥不来 现砖瓦厂卖给工家的砖 是三分三厘一块 卖给私人的砖 是三分一厘一块 但大多是次品砖 我们卖个整件 三分一块 说干就干 后天出发 明天就整一架 花花绿绿的菜车来 东宝 到底是你见得多 数老了 不如你们了 雷东宝照照头皮 客气话却说不出来 事情就这么定了 被逼上梁山 才想出便宜两厘钱办法的 老书记和雷东宝 都没想到 便宜两厘钱的效果 会那么好 经济效果好 老书记率宣传小分队 出门当天 就拉来五六车门 宣传效果更好 便宜两厘钱 竟成了小雷家砖窑的混名 为了赶着把砖做出来 雷东宝四宝他们 竟连算账的时间都没有 只好每天 把每个人的工作量记账 以后再算 但是雷东宝 还是惦记着宋运平那摘帽的事 为了两头坚固 正月十七礼拜一 一大早就踩着 鸡血融化的泥泞鸡羹路 小跑着去红卫大队 宋记山大清早打开门去上班 没想到就看到雷东宝 已经站在门外 小雷家村的锣鼓 早已敲来了红卫大队一次 宋运平见面 就问砖摇怎么样了 可把雷东宝得意的 将自己的计谋一一道来 虽然他是吃了早饭赶来 可愣是一边说 一边将宋运平端来的 一碗泡饭 一碗番薯粉团吃得精光 雷东宝几次三番想说 你等着 我很快就能存足钱来娶你 可几次三番 又看着宋运平 微微害羞的脸 将话吞回去 不敢拿粗话 冲撞眼前这姑娘 摘帽的事很顺利 去接到办 人家就送温神似的 把结果塞给两个人 客客气气请他们回 雷东宝还觉得郁闷 多拖会儿时间 他有借口跟宋运平多待会儿 可现在不得不急急忙忙走了 走的时候 一步三回头 恨不得走一步退三步 宋运平本来对雷东宝 这个人的身强力壮 虎虎声威颇为喜欢 这种特质正是他家所欠缺的 待到亲眼看见小雷家大队 春节前后砖摇的明显变化 而如今才刚过完春节 小雷家专场 又已经轰轰烈烈运作起来 宋运平对雷东宝这个人 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 大为倾倒 刚才吃早饭时候 看着雷东宝信心十足 侃侃而谈 他心里时不时走岔 时不时的暗思 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 这就是 回到家里 依然时时走神 想起街道那些耀武扬威的人 对他的态度 他就暗笑 看着他妈提心吊胆 心说女儿难道真看准那鲁男人了 雷东宝则是明笑出来 一边走一边仰着脸笑 路过看到他的人都避开三尺 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没想到 这好听的声音 从那么小小柔软的嘴唇里 由衷吐出一句 你真能干 他脸上的笑容就扩大一倍 这一路他也不知道怎么走下来的 一颗心如醉酒一般欢快 脚步如灯在云雾里似的清快 转眼小雷家山头在望 但他根本没去留意 他心里一直盘算着一件事 等发钱后 赶紧去买一辆自行车 以后只要有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去看宋运萍 听他说话 老天 怎么会有这么和他心意的姑娘 宋运萍简直是天造地设 配给他的老婆 从他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 就确定了 而后则是越来越确认 错不了 就是他 终于 从云里雾里 他听到有个难听的声音在叫他 硬是把他从欢快中扯回现实 他拧眉一看 原来是雷世根 世根远远就看见雷东宝的异常 但还是大着胆子迎上去 没想到唤醒雷东宝 立刻换来一张胸脸 他顿时认为大事不妙 东宝 你还没吃饭呢 雷东宝看见世根 就知道找他来干什么 肯定是想进砖厂 才几天工夫 砖摇材刚烧起来 砖材刚卖出去没多久 大伙都还没分到工资 明眼人就看到 一门吃饭生意的盼头 前赴后继敲他家漏风的门 想走后门成为砖厂的第三十一个人 还没过完大年 一个个都巴布的元宵节前 就到砖厂上班 雷东宝就曾看到世根 也神出鬼没的 一直在砖厂旁边转悠 但世根不说 他就不提 他知道世根在后悔 可他也曾在所有人面前 砸下狠坏 砖厂三十个人 绝不再添一个 世根应该清楚 鸡不可失 石不再来 砖厂没他位置了 他还得继续打光棍 但是雷东宝看到世根手里的一卷纸 再看看世根好像是没睡好的脸 他心中一动 想到了什么 他当即摊开手 手里是什么 拿来看看 世根尴尬地笑着 将手中的纸交给雷东宝 雷东宝展开一看 里面清清楚楚写着 拉一车土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两人合力打一个砖批 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扮一车泥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一车泥平均可以拖多少砖批 这多少砖批总计包含多少时间工时 然后砖浅减去烧砖用的煤浅 减去次品砖 减去砖厂提流 大队提流 最后处以时间 合计每单位时间工钱值多少 再反过去算 就可以得出 打一个砖批可以得多少钱 拉一车泥可以得多少钱 扮一车泥可以得多少钱 一清二楚 合情合理 拿来就可以用 雷东宝看看纸上密密麻麻的考核办法 再看看世根又是尴尬 又是充满期盼的理 心中很是矛盾 用这现成的考核办法总不能不要世根 他当然可以装傻 将纸一卷揣进兜里 说个谢谢就走 当世根的心血为没有 可这缺德事他做不出来 但三十一个人的口子绝不能开 开了别人怎么处理 要这个不要那个 以后他说话人家还不当他放屁 他扬扬手中的指 对世根说道 你早清楚 专场没你的位置了 知道 是我自己没学朱布剑 这考核办法送给你吧 以后再有什么机会 记得先给我留一个 雷东宝点点头 没说话 看世根由助力片刻 失望离开 雷东宝觉得 手里这份考核办法 沉点点的 三十个人的数字绝对不能变 想插世根进来 除非哪个人出力 但是现在谁肯放弃 专场的位置 谁都不肯 包括他雷东宝 目前除了大队专场 还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活路 谁肯给世根腾位置 雷东宝在路上站了好一会儿 一直看世根走远 他可以让位给世根 但他让了之后 专场的生产谁来组织 专场才赚起来 事事都是他错眼不得的盯着 他要是退位让给世根 谁来管专场 要老书记来管的话 又不知给管成啥样 他思考再三 决定还是欠着世根的人情 等来日方长 吃完饭回到专场 雷东宝叫来算账的宏伟 将考核办法再核对一遍 果然基本无出入 原来世根前几天 在周围出没 是为了获取数据 雷东宝将考核办法 与老书记合计一下 便叫宏伟抄几分贴出来 宏伟抄好一合计 顿时大喜过望 一周下来按每个人的工作量 一个人起码有十多块可以拿 一个月将是多少 五六十块 这简直是巨款 宏伟当即在来来回回记账时候 将这一消息告诉大伙 整个专场沸腾了 连雷东宝都烧了 专场闹得像鸭疗 众人沸腾的原因更在于 这一周才是新手上路 过后将更加顺手 赚得更多 有高工资赚 又有承包地可重 让进城做小工都不干了 看到希望的工人 是最容易有干劲的 有干劲的工厂 是最能出效益的 砖场一帆风顺 却也成为线砖瓦场的 心头肉刺 但谁也拿小雷家砖场 没办法 随着时间深入 越来越远的人 过来买砖 雷东宝看到 买一辆手扶拖拉机 跑运输的必要 他让世根自己想办法 学了开拖拉机 但是砖场虽好 可终究是才刚上马 手头钱还不够买拖拉机 他不得不再次想到信用社 无法不想到信用社 除了信用社 这当下还哪去找 可以借大笔钱的地方 老书记另一带 特意从市里买来的 很稀罕的上海糖果出马 被人哼哼哈哈敷衍回来了 雷东宝憋气很久 决定自己出马 他什么都没带 直接找进信用社 善主任办公室 他竭力管住自己发扬的手 直接了当 没一点策略地跟信用社主任说 礼物让善主任自己点 善主任倒是一点没客气 赞了一声爽快 说可以借一辆首付拖拉机的钱 给小雷奖 但前提是拉两车砖 对他家门口 雷东宝一口答应 出了办公室就将钱拿出来 转身到市农机公司买来一辆 崭新首付拖拉机 让世根开回家 雷东宝坐在颠簸的拖拉机斗上 一路破口大骂善主任 他第一次发觉拳头这玩意儿 也有用不上的地方 可也发现 借钱这事儿真能解决问题 世根却从此一心一意 跟定雷东宝 觉得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雷东宝第一次以职权获取强权 是在一张自行车票的获取上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他比其他人更有理由 获得这张自行车票 因为他迫不及待地 需要一辆自行车 以争取更多探访宋运平的时间 他很运气 获得一张凤凰牌 男士28寸自行车的票子 立马拿上刚挣得滚烫的钱 又为人借一些 去供销社买了乌黑车架上 钉七彩凤凰牌子的一辆 雷姆却心疼得要死 财挣上钱了 却立即欠债 但没唠叨上几天 又有新的工资发下来 雷姆才无话 雷东宝新车上手 当然是立即去看宋运平 充足气的轮胎滚在机庚路上 颠得雷东宝一寸长的短发茬 都颤动有致 弹到石块上 更是蒸蒸作响 而且人一下拔高的感觉 如其高头大马 车咕噜飞转之间 在看行路的云云众生 则有一览众山小的心理感觉了 没想到宋运平也买了一辆 但只是永久的旧车 轮沽秀极斑斑 而且还是有横挡的 男士26寸 一个冬天过下来 兔毛又厚又密 宋运平又自己在家 稍微做了一下分类 将大多数毛 卖了甲级的好价钱 宋运平拿着钱 添了一辆旧自行车 又在殿大报了名 准备考殿大 这会儿站兔舍门口看进去 笼子里大多是 刚茧毛后粉红色的兔肉团 只有两只兔耳朵雪白 宋家父母不得不默认了雷东宝 因为知道女儿心里足以推大 但宋运平太注意分寸 每次雷东宝来 即使父母都在 他都把家门打开 光明正大的样子 见了面 雷东宝说他最近做的事 宋运平大多数时候听 跟听收音机里的说书似的 每星期总有新的进展 新的亮点 宋运平奇怪 怎么有人的生活 就能过得如此活泛 偶尔宋运平也将自己的事 跟雷东宝商量 比如电大读什么 文学呢正经呢还是财快 雷东宝不由分说 就要宋运平读财快 说他们现在的四只养 会计账一多就搞不清了 等宋运平读完电大 正好给小雷家做会计 这话明摆着动机不良 宋运平给了一个呸 可考试成绩过线后 却还真的报了财快 雷宋的交往 即使宋运平不说 宋运辉在信中也会问 宋家父母都是一手好文字 他们也会向儿子汇报 宋运平无奈 还不如自己跟弟弟识说 经常将雷东宝的发展进程 向宋运辉说说 他觉得挺自豪 没想到第一次 就获得弟弟的很好回复 宋运辉在信中说 听说目前有些工厂 正在小范围实行 个人寄件 集体寄件考核制 雷同志的专厂 先人一步 施行寄件考核制度 并因此获得良好经济效益 真是撞对了路子 可见路是人摸索出来的 宋运平看的时候 觉得这个撞子很是碍眼 可再回想一下 雷东宝没有弟弟那样的理论基础 也更别说有什么高瞻远瞩的觉悟 还真有点撞对路子的感觉 但宋运平又想 想撞对路子 那也得靠某些人胆大心细 真抓实干呢 宋运平回头 就把这信的内容给雷东宝说了 雷东宝这才知道自己做的事 用简单的一个词来说 就是寄件 他觉得宋运辉挺能干 再说爱屋即屋 本来对宋运辉不是很待见 现在也全心喜欢上了 见雷东宝和宋运辉之间夸来夸去的 宋运平心里比他们都夸自己还高兴 但没想到几次下来 弟弟四月份的一次回信中说 他有一个小朋友去美国做小留学生了 他挺失落 一则是自己暂时没有去美国的大好机会 二则是小朋友就像自己妹妹一样要好 因为听说发去美国的信件邮票很贵 他只得断绝与小朋友通信的念头 宋运平认为 可能是宋运辉近阶段心情不佳 他居然在信中批评了雷东宝 宋运辉在信中说 改革依靠政策 二靠科学 三靠人 小雷家专场依靠政策 依靠小雷家的人 搞得不错 有了个开门红 但是科技含量不够 如今是因为县砖瓦厂的砖瓦价格国家定价 他们才可以做出便宜两厘钱的举动 万一别家大队也搞起专场来了呢 而专场也只发动了小雷家大队一小部分的人 雷同志作为一个大队的副书记 他有责任想方设法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致富之路 而不是窝在专场 将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简单重复劳动中 正寄贱工资 却无暇思考整个大队的致富 这是以小师大 捡芝麻丢西瓜的小富济安行为 宋云平看着弟弟充满尖酸的回信 气得差点拿一条主板打小兔子屁股去 他回信责问弟弟 一个农村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砖厂 怎么可以高标准研要求 非要他搞什么科学 线砖瓦厂都做不到 同理 让一个手无寸体的大学生 在短短春节几天内发动社员 修复废弃砖窑 尽快投入生产 你宋云辉能做到吗 宋云平在最后批语时 书生惯会夸夸其谈 信发出后 宋云平有些后悔 觉得严重了 以往去信一个星期 来信一个星期 一个月一般可以收到两封信 但这回去信之后 三个星期才有信会 宋云辉在信中一点不客气地指出 姐姐言行前后不一 一边在信中要求做弟弟的帮雷同志出谋划策 一边只听好话不听坏话 老虎屁股摸不得 明明是她在与雷同志交往方面持有不自信态度 才稍微说到雷同志的不对就跳脚 这种心态有问题 宋云辉建议姐姐 不妨把她前一封信的内容说给雷同志听 雷同志人虽粗糙 却应该有难而胸怀 应该会知道好歹 如果雷同志也生气 那么这种人外表粗糙 内心狭隘 不可深交 宋家父母也看了这信 看了都说 自家弟弟那是肯定为姐姐好 怎么会乱来 宋云平不得不检讨自己 是不是真的心态有问题 他确实是一边很重视弟弟 对雷同堡的表扬 一边又特别揪心弟弟对雷同堡的态度 这难道真是不自信 可他明明又是很为雷同堡自豪 又很喜欢雷同堡过来看他的 这是怎么回事 他暂时没回信 等雷同堡过几天过来看他时候 将弟弟前一封信的内容 用他最委婉的口气转达了 他还没说这是宋云辉说的 他就说是他自己想的 因为知道雷同堡肯听他的 雷同堡听了双臂支在桌子上 耸着肩膀缩着脖子 像猫头鹰似的 瞪着圆溜溜的还眼 看着宋云平想了好久 宋云平看出他不是在生气 所以看到雷同堡猫头鹰似的样子 忍俊不禁 在桌子下踢踢他 想什么 两眼睛贼溜溜乱晃 手放下来 真难看 你说的对 你怎么想到的 宋云平松口气 心说这是不是如弟弟在信中所写 雷同堡能承认不足 是因男儿胸怀 倒反而是他心胸狭小 估计错误 他只笑着反问 你说我怎么想到的 你让我每天看着你我就知道了 你快点架我吧 你看我家离县里近 你独店大可以少走很多路 我前几天买了水泥做吐射 顺便把几间屋子也浇成水泥地 过两天 再买些麻金石灰把墙也封了 准跟新的一样 我现在还买不起电视机录音机 但我给你写保证书 我明年就把缝纫机收音机 录音机电视机都买全了 再添一条家具 你相信我做得到 这辈子 我做什么都要让你吃好穿好 宋云平听着心如露撞 都不敢看雷东宝 脸红心跳地说道 你瞎说什么呀 跟你说正经事呢 那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我弟弟信里让我告诉你的 我弟弟说你比我有胸怀 能听批评意见 小灰 小灰都替我出主意了 你看 我们早点两家并一家算了 也省得我每次想替你们挑水 你总不让 你每天专场那么累 半年来人都黑瘦了 怎么能让你总来我家干活呢 那我明天扛了包水泥来 给后院刷条水泥地 雨前走着不带泥 别 后面今年刚种了橘子 柿子 苹果无花果 还有一棵桂花树 兔粪刚好拿来肥地 要浇了水泥都完了 你刚挣的钱啊 还是给你妈买些好的 她老人家辛苦一辈子了 唉 下个月 我准备卖了兔毛 买不缝纫机 你以后啊 衣服拿我这儿来做吧 好啊 我那里啊 有几只日本花肥袋 他们说做裤子最好 是啊 我见过 他们把花肥袋拆了做裤子 前面日本制造 后面尿素 特逗 你去拿来吧 我想想办法 怎么把这些字裁掉 雷东宝闲着脸笑 别拿来拿去啦 你就去我家吧 雷东宝闲着脸还是虎虎声微 不过宋运平早已习惯 唉 我跟你讲正经的 你怎么老打岔 雷东宝看着宋运平 似笑非笑的脸 真想捏一把 但前阵子想动手动脚 被宋运平拿着扫帚赶出去 又好一阵不见他 他心有忌惮 可又面对着仙女儿一般的女朋友 手脚难尽 当下他双手交握 下定决心 跳下凳子跑隔壁舞 对里面宋家夫妇大喊一声 爸 妈 平平嫁给我吧 我一定对他好 对你们好 对小灰好 宋家三口人都吃惊 宋家陷入可怕的沉默 雷东宝回头看宋运平 见他咬着嘴唇 怪怪地看着他 就又补充一句 答应吧 反正迟早的事 我们早点在一起多好 我暂时拿不出多少彩礼 保证一年后两倍不足 谁问你讨彩礼了 你快回家 晚了 后天再来 还早 月亮还没升高 走山路太暗 别后天了 答应吧 刘一姐我们去登记 行吗 我数到三 你站着就是答应 坐下就是不答应 宋家父母早追着出屋来看 却见雷东宝赖皮的伸手 抓着女儿不让坐下 嘴里还吊着长声念 一 二 三 念到三 当然他们女儿没法坐下 就算是答应了 不用他们说 宋运平自己早急着说 不算不算 雷东宝却大笑道 算 算 我明天带我妈来 带保证书来 你们等着我 哈哈 爸 妈 我这下可以走了 你们早点睡 明天等我 说完黑旋风一样 刮出去了 留下宋家三口 面面相去 哭笑不得 觉得很是儿戏 宋母问女儿答应不 说女儿答应 他们也答应 但彩礼算了不要求 可他们规矩人家女儿 结婚还是得按规矩来 一定得要雷东宝 找个德高望重的 媒人来说媒 宋运平其实早答应了 但叫他怎么说的出口 见妈妈这么说 他就用力点头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雷东宝虽然赖皮得逞 但他认定平平 就这么定了 一路唱着 熊啾啾 起昂昂 夸过鸭鲁江 尝着微凉的夜风回家 但他还是想到一件事 保证书 虽然容易 就是那么几句话 但问题是 平平一家都是文化人 他拿自己写的保证书出去 还真有点饭处 他稍一和解 不着急回家睡觉 先隔墙翻进村口 雷石更加土雷强 月下打门求援 试根开门一件事雷东宝 大惊 伸手一把将雷东宝拖进去 拖了雷东宝一个猎气 一手又捂到雷东宝嘴上 他探头侧耳观察一番才关上门 这才拉惊讶的雷东宝进自己房间 出事了 吃饭时候 公社工作组来 先摸到你家 没找到人 又摸到老叔家 跟老叔吵了很久 说年前承包和专厂的事 说我们承包是擅自瓜分集体土地 说我们专厂是一小撮人 侵占集体资产 为自己牟利 挖社会主义墙角 他们等半天等不到你 带着老叔回去公社了 雷东宝一张脸顿时莫黑 别人不知道 他不笨 他立刻想起年初 跟老书记一起手摇那一眼 老书记说他会做事 不会做人 肯定是有人因此告导公社 工作组下乡第一个找的是他 而老书记是替他顶罪去了 是跟见雷东宝不说话 在一边献计献策 东宝 你还是去哪避一避风头 明天他们肯定还得来找你 老书记在公社人面熟 过几天准能放回来 你不行了 你当兵那么几年 谁都不认识 雷东宝摇头 他哪可以做什么逃柄 工作组来 谁替他们领路 还能是谁 但老书记没正经出面 闪了闪 直了你家的路就溜 这是四只眼看见的 老书记家是你妈带去的 你妈没事 雷东宝 面色铁青 一把拳头捏得咯咯下 老书记四月份时候曾经忧心忡忡提起 说前书记老胡孙与上面有些人关系不错 年初承包到现在 老胡孙还什么声音都没出 总是有点怪 果然 今天终于折腾出事情来了 老书记原先提防着老胡孙 纠集以前一帮活跃分子 拔砖窑搞破坏 走一贯的打砸抢路线 所以让砖窑里一直留着人 没想到这回老胡孙走的是上层路线 雷东宝一时失措 对于打砸抢 他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有的是办法 但对于公社来的工作组 他好歹是部队复员的 并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得考虑如何应对 雷东宝从来没应付过太大的阵仗 一时有些不知如何安排 可他又知道自己不能说出来 以免动摇军心 第十三集 是跟见雷东宝拧眉沉默 又补充道 工作组让砖窑立即停产 砖窑 雷东宝想起他下班去宋家时 那才烧透一半的砖 砖窑熄火了 一窑砖不都得飞了 民不跟官斗 你出去避避吧 等风都过了再回来 他们针对的是你 不是老书记 老书记那儿不会有事 一窑砖废了 以后还可以烧 你要是被公社抓去 往后谁还敢开砖窑 我必 等我回来 小雷家又是老胡孙天下了 去年出老胡孙下台 是公社里谁的决定啊 我找他去 是县里去年新上任县长的决定 听说新县长上任 接连派出好几个工作组到各公社 动了好几个大队的领导班子 东宝 你不会是想去找县长吧 县长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再说 他们正愁抓不到你 俗话说官官相护 公社要抓你 县里能拦着 你送上门去 让他们瓮中捉憋吗 我看你还是避避风头 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对症下药 千万不要莽撞 白白牺牲自己实力 师哥哥 你脑筋很好 胆子很小 别说我不肯逼出去 就是能逼 逼回来一切照常 我也不能走 先说我做的事国家允许 这是我大学生小舅子说的 再说 已经六月 我们专摇给大队挣的钱 得全拿出来买高产碗倒倒种 拖几天得影响预烟工作 我不能走 没法走 我带大家闹承包闹专摇 有点小事我先躲 我还是男人嘛 明天我去找县长 要抓也让县长抓 抓之前 我得跟县长说的说的政策 东宝 跟你说了 县长不是那么好见的 别你还在县府大院等县长 人家小门卫 找一个电话打给公社 你要保存实力 别计较眼前得失 道众一级不好 还有明年 只要你没事 没让公社压走 给老胡孙十个胆 也不敢坐你的位置 老胡孙见我一下就走 不用给他苦胆 他也不敢再次造反 赤哥哥 你别再劝我 我想个办法 是跟剑子指好鼻子 换做春节时候 他可能还会嗤之以鼻 认为雷东宝太过轻敌 不懂轻重缓急 但是半年看下来 他看到雷东宝 有他所不具备的 磅礴勇气和锐气 而很多他以前以为 很传统的固有势力 总是在这种 有点莽撞的勇气之下 化为一戳就破的纸老虎 他想 或许雷东宝思考之后 会得出最好的方案 试根小心 又进进出出 趴窗户墙头 往外看了动静之后 才放心回屋 打算再与雷东宝讨论 但没想到回到床边 却分明听到雷东宝 从黑暗中传出来的憨声 试根有点懊恼 这算怎么回事 人家替他操心 他倒是什么事都没有 倒下就睡 东宝到底有没有好的打算 试根无奈也只得睡觉 但床铺被雷东宝占了一半 他只好找来一把凳子 将脚搁凳子上 很不舒服地将就着睡 试根才迷迷糊糊 却被一阵摇晃摇醒 耳边传来急促的声音 诶 诗根哥 诗根 你怎么睡着 这么大事你还睡得着 快起来 有行动 真是贼喊捉贼 试根翻身起来 迷糊着双眼 你做梦还是醒着 明明看见你打憨我才睡的 我睡着了吗 不可能 我在想事 试根心里嘀咕 有这么想事的吗 但脖子早被雷东宝 一把揽了过去 如此这般这般地吩咐了一头 诗根听完很是不信 这太儿戏点吧 领导会见你 领导会不会见面就骂我们不严肃 雷东宝还眼眯成细眼 狡黠地笑 会 以前部队领导喜欢的就是这条件 口气里满是不容置疑 试根将信将疑 但立即灵猫一般出门行动了 雷东宝不便出面 反而站着试根的板床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天一亮 就飞车去红卫大队 告诉宋运平情况有变 他得去县里办事 带妈过来见面的日子延后 宋运平本来见了雷东宝 还低着眼皮不肯出声 一听此话 心细如发的他立刻觉察有意 他几乎已经了解雷东宝的性情 今天是他做梦都在盼的好日子 他怎么舍得轻易放弃 除非是他家或者小雷家大队出了大事 宋运平追问雷东宝 这是怎么回事 雷东宝装作一脸满不在乎 他不愿让宋运平为他操心 但是他又抵不过宋运平的温柔攻势 在宋运平抽丝剥茧式的追问下 他只得投降 道出事情原委 以及他即将奔赴县里要做的事 宋运平异常担心 虽然他知道雷东宝做的事符合国家政策 可是天高皇帝远 这年头政策又是一天一变样 谁知道今天的政策又怎么样了呢 宋运平要雷东宝等着 他拿上自行车一起去撑腰 但雷东宝不让 雷东宝说他跟着他心软 拖不出大胆 又叫宋运平千万别悄悄跟着 免得他一心两忧 宋运平无奈 羞涩也不顾了 硬是拉雷东宝坐下 端来一盆水 要雷东宝洗干净头脸 又要雷东宝脱下昨天傍晚洗澡后换上 而今已是穿的熟软的布衬衫 他飞快敲碎炉子里的煤柄 浅火烫的煤块放进运斗 将雷东宝的衬衫洗出来运平 又亲手替他将袖子整整齐齐晚上 看着整齐了 这才放雷东宝走 雷东宝再次骑车上路 昨晚最后的一丝担忧也消失殆尽 心中充满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他身后有那么多人在支持他 包括运平 包括雷世根连夜联络起来专场的那些兄弟 包括四雅会计等大队干部 有他带头 老胡孙之类在小雷家 哪里还有横行的空间 宋运平等雷东宝上路 将梅炳炉封了 兔料槽里塞上足够的蒸麦麸皮和青草 桌上留下一张字条给爸妈 自己鼓起勇气 顾不得羞涩了 骑车去小雷家大队 他想第一时间知道雷东宝的好歹 小雷家离县城迹 有消息肯定先传到小雷家 而且他想雷东宝的妈 此刻该是最担心的 需要有人分忧 雷东宝骑到空旷处回头看看 果然没见宋运平跟上 这才放心 他骑得飞快 到县城正好中午 知道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 他便进县第三饮食店 吃一碗阳春面 面条吃完 连汤水都喝下 直至露出碗底刚真凿出的 三个黑点字 县饮三 吃饱抹一把嘴 他刚想起身离开 忽然想到来前 运平为他整理衣冠 他忙也粗粗拉了拉衬衫 将部队带来的宽皮带挪正 才整整齐齐走向县政府 没等多久 大约是县政府领导们 开始陆续上班的时候 只听喧嚣之中 隐隐传来喜气洋洋的锣鼓声 雷东宝随着路人的眼光 一同看过去 远远的 看到大红横幅 一条一条的冒出来 雷东宝眯着眼看 看着横幅渐渐走近 其中一幅上书 农民过上好日子 感谢县委县政府 落款是小雷家大队宣 雷东宝心说 这是谁想出来的好句子 很上口 第二幅也进了 上书 四项基本原则做指引 三中全会 放光芒 第三幅是 小雷家大队 社员富裕 感谢共产党 锣鼓则是安放在 手扶拖拉机上 由雷势根开着的 擦得崭新的 手扶拖拉机头 抬顶着一朵皱纸大红花 新娘子一般 专场的人都来了 美人手推着 新新旧旧的自行车 车头绑着一面彩旗 这是雷东宝密兽的 陆富招式 队伍倒也招惹人 后面已经跟了 一大堆看热闹的 雷东宝高兴 才要与众人招呼 却听后面有人问了一句 同志 你也是小雷家大队的社员啊 雷东宝回头 见识一位同样推着自行车的 文志彬彬的年轻男子 那男子的眼睛似乎会笑 很是可情 雷东宝看着很愿意回答 对啊 我们是 他对领导班子 改走才一年多一点 这么快就走上富裕道路了 雷东宝天不怕地不怕的心 忽然被年轻男子看得有点虚 别的都不用说 你看我新买的自行车 还是凤凰的 你看我们大队新买的手幅拖拉机 那是大队专场拉专用的 年轻男子依然微笑 说了声 不错不错 便推车进去县府大院 雷东宝不知道这是什么人 最希望这人是县长书记的秘书 第一时间把他们小雷家拍的响亮马屁 传达到领导耳朵里 但他没时间多想 他得与试跟他们会合 会合后 他们便站在大院大门口的路边 继续锣鼓喧天地闹 试跟心里很是担心 不知道县衙门里面什么反应 雷东宝吩咐大伙使劲地瞧 即使叫不出人 也得烦死里面办公的人 总得让县里的人出来说几句话 果然不出所料 没过多久 一位笑容严肃的中年男子过来 介绍说他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陈平原 请锣鼓队的领导们进去说话 也请敲锣打鼓的大伙稍微歇歇 路边坐坐 雷东宝一个眼色 叫上大队长 两人一起进去 外面的锣鼓暂时歇了 试跟这才松口气 看来谁都吃马屁 雷东宝到底是当过兵见多识广的 没说错 又是他白操心一场 雷东宝被办公室主任陈平原 引进徐县长办公室 看到起身迎接过来的徐县长 心里不由一沉 这不是门口那个 令他心虚的年轻男子吗 雷东宝预感自己的轨迹 可能无法实现了 大队长布置就里 剑终于如愿见到县长 非常欣喜 两人的表情 自是收入徐县长的眼底 县长办公室非常简单 桌子椅子文件柜之外 就是屋底有张窄窄的木板床 床上扑着蓝白方块相间 干净的床单 徐县长招呼大伙坐下 早有人上来端水倒茶 徐县长自己端把椅子 坐到雷东宝他们两人面前 依然是微笑着说道 你们雷老书记还没来 老雷年纪大了 身体不舒服 那么多路走着累啊 我们过来也是一样的 看你们过上富裕生活 我们都很高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让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大干快上 奔向四个现代化 过上富裕日子 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你们的富裕生活 一是靠党的好政策 二是靠你们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是你们小雷加大队群众 鼓足干劲 同心同德 力争尚有 才有今天的新手扶拖拉机 和新自行车 你们更应该感谢的是 党的好政策 和你们自己 我代表县委 县政府 向你们两位 工作在四化建设第一县的 基层领导干部 致谢 队长和雷东宝忙要站起来 背须县长起身暗中 雷东宝在心中盘算 县团级县团级 县长起码是军队里的团长级别 他本来话就说 县长这样有觉悟的话 他更说不出来 对于县长的致谢 他只会笑 还是队长撑场面 连说 谢谢县长表扬 谢谢县长表扬了 徐县长白手阻止队长的道谢 微笑着说道 我想了解一下 小雷加大队究竟推行了什么政策 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取得成就 不限时间 大家畅所欲言啊 雷东宝这才开口说话 在徐县长的微笑鼓励下 他没一点夸张 也没一点削减 如实向县长汇报了年前的承包 年后的砖摇 因为都是他一手做下来的事 所有的数据 他都是信手拈来 诸如每个社员平均承包多少土地 土地怎么公平分配 社员如何自愿组合 春收小麦实际母产最高多少最低多少 然后是专厂的工作 每月产量多少 废品率多少 利润多少 上交大队多少 专厂流程多少 专厂职工如何寄件 等等 他一边说 徐县长一边在笔记本上简单做着记录 都是非常认真 等雷东宝说完 徐县长拿笔在笔记本上稍作计算 才问 购买首幅拖拉机的支出 是贷款的吧 是 向信用社贷款吧 一年后啊 拿专厂流程来还 应该够还 不知不觉的 雷东宝在回答中 用了当兵时候 粗着喉咙回答首掌问题的静气 一个人的大嗓门 在县长小小办公室里震出嗡嗡回响 徐县长再看一遍笔记本 不由惊叹 中央还刚在小范围试点工厂全员承包 小雷家的专厂却更进一步 已经推行寄件 而他们大队土地的承包 更是由安徽推行的大包干的雏形 没想到 农民自发的经济行为 会走在国家政策施行的前头 徐县长本来 对小雷家敲锣打鼓的举动不以为然 认为他们哗众取宠 听了雷东宝的汇报 才真正刮目相看 很好 雷同志 再给我谈谈你们承包的思路 和专厂寄件的思路 雷东宝很敏锐地捕捉到 县长话里并没有批评他们 承包中搞投机取巧的意思 心中威胁 承包前我问了回家过寒假的小舅子 他是大学生 知道的东西多 他跟我说承包的很多办法 我记不住名词 但我记住最实用 最不可能偷懒的承包办法 砖场 我想既然土地可以承包 那我们打砖批烧砖也可以承包 我还只是一个很粗的想法 具体办法 是开拖拉机的雷射根细致做出来的 我们坐上后 小舅子才告诉我这叫计件 雷东宝将试根的计件原理 跟徐县长又详细说了一下 他看得出徐县长是认真的在听 所以他讲得特畅快 雷同志 你小舅子对政策吃得透 另一位雷射根统治解剖工作有条理 而你们大队领导政策执行有利 落实有方 动作雷厉风行 你们小雷家的富裕完全有理由 眼下 虽然你们小雷家的领导班子组成才一年 虽然你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改善群众的生活 但是 我鞭打快马 要对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你们接不接得下 县长请说 好 听了你们的汇报 我看出小雷家 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同志 先富裕起来 但这还不够 作为一个大队领导 你们还得考虑 怎样想办法 促进全大队社员的共同富裕 你们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雷东宝心中一跳 心说幸亏宋运辉先提醒了他 也幸亏他昨天回家路上好好想了 他现在心中有现成的答案 报告县长 有 大队现在有了钱 已经能替社员办些事了 我们最先要做的一件事 是重疾能手雷中复想出来的 打算购买碗道两种 大队统一御羊 下收下种时候 羊苗分给各社员 免费 第二件要做的事 是大力促进家庭养殖 现在已经看中长毛兔 等大队专场再赚点钱 由大队引进长毛兔优良品种 交给老少娘们回家养 别的主意还没想出来 请县长给我们支招 徐县长听着雷东宝慷慨激昂 又缺点文采的汇报 想大笑 但还是忍住 微笑问 雷同志是当兵出身的吧 雷东宝一惊 但随即一手摸上皮带 是 好 基层就是需要你这样年轻 有见识 又有旺盛经历的同志 来领导群众 走致富之路 你们前阶段的工作 抓得不错 对未来工作的考虑 也是本着 因地制宜的原则 相信 你们真抓实干 年底 小雷加大队 又将是一番新年貌 至于别的主意 我还是一句话 要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 一定要立足农村 稳扎稳打 眼下我对小雷加大队 没有调查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但我很快会组织 由农技人员组成的小组 去小雷加大队调查研究 希望能为小雷加大队的发展 助一臂之力 不过 我不赞同你们敲锣打鼓 歌功颂德的行为 县委县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而不是古代的衙门 基层工作做的红火 群众生活过得好 才是对我们最好的表扬 从你们的汇报来看 你们小雷加大队的领导班子 是干实事的 以后 这种敲敲打打的花架子 还是少一点好 这件事上面 我要批评你们 雷东宝没想到 徐县县长会说得这么实在 心里一热 也没战略战术了 徐县长 不是我们想搞花架子 可不这么搞 我们不知道怎么见你 我们有事要反应 我们怕还没见到你就被公社拦回去 徐县长没想到 原来锣鼓喜庆后面有引钟 雷东宝没有隐瞒 便将昨晚他从红卫大队回家的见闻都说了一遍 队长补充 徐县长一听便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基层大队的步子已经自发放开了走 而公社领导的脑筋却还没转弯 导致上下不能协调 脑袋瞎指挥 难怪逼得做实事的这两个人想出敲锣打鼓的馊主意 不过也真是有点可爱的小脚滑 否则他还真不可能第一时间会见他们 雷同志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回家 不过我就是不说你也会大胆地回家 对 我就是大胆 公社的事我会联系了解 你们只要继续按照既定的老路子走 万里同志肯定在大包干的时候说了 只要能增产 什么也不要怕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把凤阳讨饭花骨扔掉 扔得远远的 扔到太平洋里去 无论怎么说 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理解这句话吗 两人回答 理解 理解 雷东宝新说 越是有本事的人 说出来的话 越是能让人一听就理解 比如眼前这个徐县长 还有天边那个未来小舅子宋运辉 就是文剑说的不是人话 好 这也是我们县里的态度 只要你们想方设法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县里千方百计支持你们 雷东宝与队长出来 心里都如吃了定心丸 雷东宝尤其觉得 这个县长有水平 人又很好 出门时候 忍不住问徐县长 是不是也是大学生 徐县长笑答是 雷东宝说难怪 他又把小舅子扯出来 说小舅子这个大学生也能干 徐县长哭笑不得 不知该怎么评价眼前的雷东宝 觉得他有时候有点魂 有时候又是精明强干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特殊的人 徐县长对他有了兴趣 回头吩咐下去 将小雷家大队化为他的联络点 雷东宝虽然与大伙 掩齐息鼓地回去 但是通过大队长 对刚才会见的宣传 大伙群情激昂 情绪更高 回去的路上 虽没敲锣打鼓 可一路欢声笑语 比拖拉机声音还响 回到小雷家大队 大伙二话没说 直接奔赴专场开工 不是专场的则是 各自回去家里 但过会儿就有人 飞地鸡毛信给雷东宝 有个挺漂亮的大姑娘 在他家与他妈说话 听到大家平安回来的消息 大姑娘比谁都高兴 雷东宝一听 高兴而得意地公之于众 我对象 我对象担心我 我对象是居民户口 他就是要我 嘴里念叨着 两脚飞风回家 奔出一段路 才想起有自行车 忙又折回 飞上自行车 赶回家里 他妈数落着迎出家门 而雷东宝则是看到 躲在门后的宋运萍 早绕过老娘 兴奋地冲进家门 忘情地热烈握手 雷东宝的妈 连稍有残疾的媳妇都想要 何况是水淋淋的 还有居民户口的宋运萍 她现在养着的四只长毛兔 还是从宋家抱来的呢 平日里怎么照料兔子 都是通过雷东宝传话 但雷东宝不耐烦管鸡毛蒜皮 传话尝试缺筋短两 今天宋运萍自己送上门来 雷母才对如何养好长毛兔 有了系统化的了解 对这个未来媳妇 雷母有些敬畏 也很有为儿子而巴结的意思 但看到儿子冲进门时候 眼里只有未来媳妇 她心里稍有一点失落 雷宋两家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宋运萍连说六月一日结婚很胡闹 结果天岁人怨 六一儿童节居然是周日 两人六月二日才登了记 然后两人约定 等宋运辉暑假回家才办婚事 在宋运萍的心里 他的结婚大事 如果弟弟缺席 那将是极大遗憾 他无法想象 父母照规矩是不能送女儿去雷家的 但如果弟弟也不能陪他去雷家 他感觉自己简直与私奔差不多 雷东宝则是公私两忙 自从见了徐县长 来自公社的压力自然消失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这样 各方势力之间没有绝对的平衡 往往是此消彼长 势力的某一方 总是在翘翘板上 维持短暂的优势 一时之间 老胡孙几乎销声匿迹 进进出出 变得鬼影子一般飘忽 而小雷家大队 虽然被徐县长控制着 没走向另一个极端 没被当作先进集体 推广给其他大队 因为他们的步子走得太大 徐县长担心 目前形势下 有些人会接受不来 可也被县里当作 心照不宣的试点对象 政策方面有意放宽 行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小雷家大队 雷东宝的名气 很快如日中天 雷东宝又是要当新郎 又是被全县人民口口相传 年轻的一颗心 天天如饮了纯酒一般兴奋 做事更是大刀阔斧 第十五集 在家里 他运用自己在部队 学到的泥瓦匠本领 硬是用一把泥刀 将祖传了不知几代的泥墙 刷成粉圆 将陋事整修一新 屋子亮堂了 地面平整了 可家具几乎是没有 房间里书可跑马 在大队 他在县里派来的 专家组的帮助下 目标明确地 引进高产杂交水稻品种 确认优良长毛兔品种 还在专家指导下 将专厂挖泥 挖出来的大坑修整之后 做成鱼塘 承包给很有钻研脑子的 重道能手雷中富 他自然是输了 专厂的寄件工作 大队虽然收益增加了 他个人的收入却减少了 婚礼筹被捉紧见证 他尽量不想给宋运平知道 怕他操心 但宋运平太了解 他的收入来源 推测他的窘迫 于是宋运平提议 一风一卒 也免了嫁妆搬来搬去 雷东宝很是内疚 别家黄毛丫头出嫁 都有十来车嫁妆 吹吹打打的遗仗 流水的婚宴 可他那么好的新娘 却什么都不要求 他太对不起运平 他没别的话 就只握着运平的手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发誓 我一定对你好 一定 一定 宋运山夫妇一向没什么 主见和坚持 常年累月的反革命帽子 让他们顺从惯了 虽然对雷东宝这个人 不是很满意 可女儿一坚持 他们便没了坚持 女儿又说人好最要紧 别的都只是附属 不要紧 他们也觉得对 他们心疼女儿 除了留出儿子暑假来回的车票费 将所有积蓄都拿来给女儿置办了嫁妆 只是缝纫机实在是货源紧张 时间仅买不到 才作罢 宋母嘀咕说 这简直是倒贴 但是两夫妻也听说雷东宝现在的荣光了 宋继山只敢在被人处与妻子说说 说现在社会还真是劳动人民最光荣 唯有宋运辉对于姐姐嫁那么个粗人并不满意 他觉得雷东宝虽然干事情是好样的 可作为他的姐夫还不够资格 他本来为了节约些钱不准备暑假回家 如今姐姐婚礼 他当然得回 回家看到姐姐已经领取结婚证 自然是无话可说 宋继山夫妇终于见到儿子回来 背着女儿向儿子抱怨 说戴了几乎一辈子的帽子 好不容易摘帽翻身 本想借嫁女儿时候风光一下 说明宋家现在也是堂堂正正平民百姓了 招个女婿还是党员干部 可还是不能如愿 最不能忍受的是 连人生唯一一次嫁女儿 还是得像做黑五类分子时候夹着尾巴做人一样 不得输着 宋运辉年轻思想心 对于姐姐简单办婚事的想法本来也支持 但是听了父母的抱怨 心里却是心疼父母 学校时候 有次寝室里的老大趁左右无人 忽然问他 为什么他一个小小年纪 没太多社会艰苦经历的人 对政策实施那么关心 宋运辉当时被问住 脱口而出的答案是有兴趣 就是有兴趣 老大当时还很吃惊 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平常人三十岁才有的分析问题眼光 很是不易 以后不该光做技术 更应以技术为跳板走向正宫 否则浪费大好眼光 宋运辉对于老大的这一提议非常热衷 因此对自己的人生隐隐约约有了规划 事后他再回想起老大的这个问题 仔细反思之后却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他关心政策实施 实在是应该归结为缺啥补杀 根源应该在老实芭蕉的父母身上 其实解放前夕 与他父亲一样被国民党军队临时强征的 并不止宋运山一个人 可是与他父亲有同样命运的人 却懂得审时夺势 事实跳出来控诉自己 被万恶的国民党强征的苦处 以种种血泪证据 说明自己是更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而运动总得找一个合适的批斗对象 于是落后不知自便的宋运山 就成了那些人洗清自己的垫脚石 这种事 宋运辉从小就听父亲哀声叹气地到过院 他小时候只想着那些 践踏父亲的人非常可恶 父母太老实 可大了后又是另一种想法 父亲如果灵活一点 了解解放前后政策转向 如果出手快一点 先跳上台洗清自己 他的童年会不会又是另一番光景 可想归想 心里也多少知道这不可能 父母这两个人性格太懦弱 能不被人欺负 已是上上大吉 至于灵活积变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宋运辉现在才知道懦弱的父母 在艰难环境下 依然张大羽翼 保护他们两姐弟长大成人非常不易 以前不懂事 只看到自己的苦难 才会对可怜的父亲吼出 都是你害的 差点惹下无法挽回的悲剧 现在他长大了 除了因缺啥补杀关心症之外 他更想到 他要成为家中有力的良柱 要让父母姐姐都过上好日子 对于父母无奈又无力的背后抱怨 他理解也心痛 因此他开始主动介入姐姐的婚礼 与姐姐磋商婚礼不准 但是宋运平性格甜淡 不喜交友 在家以前因为成分问题 同学不愿与他走得太近 他现在朋友也少 他考虑低调结婚 其实也有薪酬自家 拿不出像样送亲队伍的原因 但是宋运辉不同 他虽然也有成分问题 但他高分高能 同学抄作业的要求 他来者不拒 因此与同学关系较好 他也看出姐姐的为难 于是他接手了婚礼事项 不仅联络自己的同学捧场 更是将姐姐的几个同学 也请来送假 还将一些有点头面的远亲近邻 拉来凑数 送亲路远 他一个又一个 一丝不乱地安排下 谁骑车 问谁借车 谁坐谁车后面等事项 又跑到小雷家 与雷东宝见面 花一晚上时间 逼着雷东宝 一项一项地将结婚 各项议程落实到人 落实到确切时间 讨论完毕 他拉出一室两份的婚礼进程表 一份给雷东宝 叮嘱他找个合适的人 借时落实 女方的一份 当然是由他知己 雷东宝早就从运萍那了解到 这个小舅子 见解高 能力强 接触之后 才知小舅子 一张脸虽然稚呢 作风竟是如此强硬 他雷东宝生气时候 老书记都怕 唯独小舅子不怕他 遇到双方意见不合 他总是大手一挥 说就照着他说的办 但小舅子总是等他发作结束 一针见血指出缺点 有时令雷东宝答不上话 不得不妥协 但有时两人都坚持 小舅子往往绕开一个圈子 过会儿再兜回来 一直达到目的 耐心非常好 而雷东宝到第二天才想明白 小舅子虽然不吵不闹 话也不多 可最终坚持了所有主张 但好歹小舅子没有什么不合理 而且两人都是为宋运平好 再说雷东宝也不喜欢 个人事情上太计较 双方才相安无事 但想让雷东宝循规蹈矩 按牌里出牌 那是不可能的 婚礼当天 小雷家自家的 借用的 迎亲队伍来了三辆首幅拖拉机 装满三车的光棍 还有黑压压的自行车行列 起因是雷东宝的山洞 他说 他是近年来第一个 娶媳妇进门的小雷家男人 如今小雷家富了 光棍们得鼓足勇气 学着他 兜里揣着钞票 出外找对象 光棍们真听了雷东宝的话 想到送亲队伍 将有很多的未嫁姑娘 各个专场寄件也不管了 衣服穿得比新郎还挺阔 脸刮得比新郎还白 恨不得胸口也配上新人 才用的大红花招人注视 雷氏跟这个迎亲大管家 都有宣宾夺主的嫌疑 两边见面不用调和 早自己招呼上了 看着小雷家大队 那些雄孔雀 搔手弄姿的模样 看着送亲 这一方姑娘们 痴痴乱笑的傻样 看着婚礼气氛完全偏离自己的设计想象 宋运辉差点无语 原来不只是大学里那些比他大龄的男女同学闲时眉来眼去 罔顾学校的禁令 原来神舟处处都是相亲场 宋运辉不得不随机调整程序 忙前忙后将那些光顾着眉目传情 望了跟上大部队的人拖上 他看到父母送姐姐出门时候流泪了 但他当时几乎没法有时间体会父母的感受 他忙着应付送亲的 捉弄迎亲的 还不时得为雷东宝的自说自话擦屁股 雷东宝这时候兴奋的满场都是他的大嗓门 穿着新娘子宋运辉 为他做的笔挺的的雀梁衬衫和灰毛笛裤子 他看来很不适合那一身壳子 但谁说他不管自己的婚礼现场呢 当宋运辉准备悄悄提醒一下 光顾着打情骂俏者跟上大部队的时候 他早高高地站在披红挂彩的拖拉机上 回头一声喝 他妈的 打水也换个地方 快跟上 于是当事人面红耳赤 大部队内掀起一阵接一阵的笑蓝 整个婚礼场合热闹无序的不像话 本来最该挨欺负的新郎 反而保护着新娘指挥着大伙闹 他比别人还闹 原定新事新办 大伙把新郎新娘迎送到雷东宝家门口 行李说话量结婚证 请几个活跃分子表演一下唱歌快板书之类的节目 然后送新郎新娘入洞房散会 但没想到 原定节目还没表演完 送亲迎亲双方已经在晒场堆上了 摘下首幅拖拉机上的大红花 敲起铜钉红皮大鼓 闹起鸡鼓传花 总算没忘记这是婚礼 时时有人出题目 关照新郎新娘 一直自发玩到天快暗 才不得不散 小雷家的光棍们 送出很远 雷东宝越热闹越好 坐在宋运平身边 咧着嘴大笑 有时忘乎所以地 吆喝得比谁都像 宋运平很高兴地看着这一切 他原本以为结婚只是自家的事 简简单单跟众人打个招呼过门就行 但是在这个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日子里 竟然有那么多人陪着他一起高兴 他由衷的感谢 也跟着由衷的欣喜 虽然他记着今天是新娘子 不能太放肆 可好几次他还是笑得直不起腰 宋运辉也高兴 姐姐的婚礼出乎意料地热闹 他比谁都高兴 料想父母知道了也会欣慰 父母要的不就是这效果 但虽然他常作为万众瞩目的新郎 唯一小舅子被捉出来示众 他依然没忘记 维持局面的闹而不乱 最快时间应付闹过头的突发事件 宋运辉在姐姐捡漏的新家 吃了丰盛的晚饭才回 在座的还有老书记等几个近亲近邻的长辈 凑了一大桌 大家喝酒扯淡 不过都是顾着身份 雷东宝放开了喝 没忘记招呼宋家姐弟也喝 宋运辉也喝了一点 喝得脸色微红 两眼水汪汪像要滴出水来 宋运辉没酒量 可今天特殊 他还是喝了一点 忙碌了一天稍微静下来 宋运辉在酒桌上的情绪有点低落 他正视姐姐的选择 可还是无法很快接受雷东宝做他姐夫 他总感觉 姐姐会在这样一个莽夫手里吃亏吃苦 他看出雷东宝大开大合 挺受小雷家社员的敬重喜欢 可他喜欢不起来 他那么细腻温柔的姐姐 哪是雷东宝这样的人能够般配 姐姐那些婉约低回的心思 以后该如何与姐夫沟通 他依然坚持以前对姐夫的看法 但姐姐既然已经结婚 他只有正事 饭后新郎新娘一起送宋运辉回家 想到姐姐从此留在雷家 宋运辉心里说不出的赌 看到姐姐在月色里抹眼泪 他也眼眶湿了 村子的路不长 很快就到村口 宋运辉站住 很果断地对两个新人说道 就到这吧 姐 你旁边等等 我和大哥说几句话 宋运辉知道弟弟不是很满意这个姐夫 很怕两人单独说话说出问题 有什么话 我一起听着不好 宋运辉揽着雷东宝肩膀走开 男人的话 你暂时缺席 说着 拉雷东宝到稍远地方 盯着雷东宝的眼睛 大哥 姐姐以后交给你 因为我们家成分问题 姐姐以前吃了很多苦 你是个强有力的男人 你以后得保护好姐姐 不能让他爱人欺负 雷东宝心说 这话多余 他心爱的老婆 他怎么舍得让人欺负 但他只坚决地应一声 行 对雷东宝的回答 宋运辉相信 他以后会做到 是男人都不怨 自己的妻子被人欺负 何况雷东宝 这样有担当的人 他需要解决的是 后面一个问题 大哥 我姐姐外揉内刚 但她刚的时候 经常是牺牲自己 照顾家中大局 她揉的时候 是为家人 无微不至的操心 你性格粗妨 但请在对待姐姐的时候 细心一点 周全一点 不能让姐姐总是牺牲自己 我很私心地请求你 多为我姐姐着想 以后做事 别光顾着自己痛快 第十六集 这些话 雷东宝听了有点意外 不由杨梅看住 眼前乳秀未干的小舅子 想到她遇到来自公社的麻烦时 那么害羞的运萍 竟动手整理她的衣装 又自作主张 过来到完全陌生的她家 陪着她妈担心 她以前都没想到 运萍会这么勇敢 估计小舅子说的牺牲 就是这个 小舅子最后一句话 很不客气 但雷东宝无法生气 这是事实 她很想跟小舅子解释 也想好好保证 她不会让运萍受罪 但千言万语 最后还是用了 她惯常的表达方式 行 宋运辉本打算 与雷东宝理论一番的 没想到她答应的那么爽气 一时无语 她也知道雷东宝是干事的 不是口哗哗说了不做的 因此不用确认再确认 或者更加上威胁 两人沉默两久 她才吐出一口长气 我姐交给你 我走了 祝你们心魂美满 雷东宝紧紧握住宋运辉 伸过来的手 猛咬几下 回去多写信给你姐 你姐喜欢 你家我们也会常去 你别挂心上 回学校好好读书 你有文化 会比我们都有出现 这回轮到宋运辉 好好抬眼打量雷东宝 她也没多话 鹦鹉学舍答应了一声 笑 她又走过去 与姐姐道了别 才一个人回家 回头看到姐姐 还站在村口送她 似乎还抹着眼泪 她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宋家多年多载多难 都是一家四口抱在一起 相互取暖 今天姐姐出嫁 宋运辉心头就像割去一块肉 世界很大 她的心也很大 但她心的内核很小 只藏着有限几个人 有限几人之一的姐姐 却忽然成了雷家的人 她知道姐姐出嫁 是合情合理的事 就像小妹妹一样的 梁思绅出国 也是合情合理 明知他们未来的生活 应该会更好 但她就是难以割舍 她一个人在月下的旷野 流了好一会儿眼泪 宋运平很担心 弟弟与雷东宝说了什么 见两人没冲突 又同志般的握手 才略微放心 回头就问雷东宝 你们说了些什么 雷东宝没想隐瞒 即使不是一家人 也没啥可隐瞒的 何况运平已经是她娘子 你弟弟不许我欺负你 这家伙乱来 他没乱来 你弟弟这人啊 做事脑子很清楚的 你们姐弟好 我看着也高兴 我以前还以为 他在家又懒又霸 咦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还觉得 弟弟太懂事 太会忍 又太能吃苦 他那么聪明 我们家呀 真是委屈了他 他要是生在干部家庭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萍萍 以后你爸妈也是我爸妈 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我会对他们好 我现在没钱 结婚没法让你风光 以后补 补什么呀 谁家结婚 有我们那么热闹 到家了 两人走进院子 雷东宝忽然黑一声 扛起云平 宋运平差点惊呼出声 忙捂出嘴 可玄机一头撞上 低矮的门框 他终于没忍住一声叫 把雷东宝给毁了 刚答应宋运辉做事 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 回头就一高兴 没了准头 将云平撞了 他不知道怎么疼 这个娇弟弟的老婆才好 回到学校 宋运辉成为三年级生 终于将迎来 与他同龄的大学新生 寝室同学都打趣他 要他趁女孩子刚入校 赶紧依仗老同学身份 抓一个做女友 宋运辉嘴里推辞 心中又有些向往 但新生入学时候 他们全体出去实习 实习在西北 以前建设大三线时候 从上海搬去的工厂 如今国家对三线投入减少 而远从上海来的老职工 也纷纷按政策要求回上海 整个工厂虽然钢铁林立 可给人目气沉沉的感觉 但工厂即使目气沉沉 远近矗立的铁塔铁罐 和盘环交错的输送管线 还是让宋运辉这个来自农村 几乎没见过像样工厂的人青岛 其实宋运辉并不知道这家工厂经营的如何 这家工厂的颓势 还是那些从工厂考进大学的大同学观察出来的 宋运辉看见无数阀门无数管道 早眼花缭乱了 工厂的领导对这帮大学生很重视 第一天做报告时候 一口一个天之骄子 工厂的工人也对宋运辉他们很客气 见面都是看夕阳镜似的 有的还在背后窃窃私语 大学生呢 千军万马过东木桥 才考上的呢 这些话经常可以听到 大家回临时寝室 议论起来都挺骄傲 宋运辉心里当然也骄傲得飞飞的 只是没说出来挂在脸上而已 但看见工人时候 总是无端平添许多心理优势 实习的安排很宽松 大家最先还好奇一下 比较热衷 但很快有些人就疲了下来 从工厂早退回临时寝室 先甩几圈老K 才懒洋洋出去食堂吃饭 饭后成群结队 逛逛工厂生活区马路 其实也没什么可逛的 商店早关门了 黑不溜秋一条直路 饭后摆布而已 反而是他们被工厂生活区老小看新鲜 宋运辉则是与一些学习认真的同学 每天解散后还在工厂留恋不肯离开 反正工厂管理松懈 他们就尽控制室 跟着工人上半天班 跟着工人每隔两小时 或者一小时到处巡视 从工人热情的介绍中 总算知道一些运行基础知识 他们都还没学专业课 连专业基础课都还没学 整个实习期下来 依然是一知半解 但他们却自信地向带队老师 向工人建言献策 自以为满载而归 回到学校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时 如开了窍门 有时撞到一个名词 忽然想起实习期间 曾经听说亲见 那感觉就像出门遇见老友 分外亲切 于是对读书的热爱 变得立体起来 大学除了分秒必争的 为四化建设 培养有用人才 每个系还在热火朝天的 重建实验室 教研室 翻译国外先进资料 人手当然是大大的不够 那就从本科生理拉夫 老师的眼睛一边盯着黑板 一边盯着学生 从中物色合适人选 有两个老成稳重 学习非常刻苦 曾在读大学前 做过机械工和电工的 老三届同学 被老师抽去帮助组建实验室 在大家都羡慕 那两个同学的时候 宋运辉被他最崇敬的陆教授 抽去翻译英语资料 当他第一次翻开陆教授 交给他的资料 只觉眼前一黑 胸口严重缺氧 才知自己英语水平 严重不足 刚在实习工厂 被工人大学生大学生的 羡慕出来的傲气 全扔到九霄云外 还满载呢 其实什么都不懂 不得不老老实实 彻夜苦干 唯恐辜负陆教授 知语知恩 还哪有心思找女朋友 连吃饭时间都成问题 宋运辉钻进书堆时候 非常忘物 有革命经验老道的同学 善意取笑他安心工作 钻研学问 是个不折不扣的安钻迷 宋运辉听着 感觉于小学时候 他被称作小绵羊 异曲同工 这一年 小雷家大队风调雨顺 两种晚道大丰收 雷东宝不舍得 从没忙过农活的妻子下地 也当然不能让老娘下地 非要自己一个人将全部地收割下来 只允许宋运平在后面捡稻 宋运平也确实不是割道的料 总觉得镰刀下去直往自己小腿钻 活大多是社员帮忙收拾 因此雷姆便没出场 宋运平在打稻时候才帮得上忙 手脚并用捆扎打下稻碎的稻草 骨子晒干 辛米碾出来 烧出来的饭出奇的香甜 收了稻子的土地翻根后 又种上兔子爱吃又高产的花菜 雷东宝装了两麻袋辛米 去孝景岳父母 明明宋运平自己也能骑车的 他偏要抓着宋运平坐他前党 硬是被宋运平逃了 两人并肩骑车过去 秋风得意 这时候老书记已经在公社的暗示下退位 雷东宝理所当然做了大队之书 是整个县最年轻的书记 众人也都说他是县长的亲信 宋运平明显感觉得到 婚前婚后人们对他态度的不同 当然都是因为雷东宝 连宋继山夫妇都感觉得到 别人对他们态度的不同 那些以前拿他们当软弹子捏的街道干部 对他们客气了 雷东宝年前对那些人的冒犯都没人提起 梁老吃了女儿家的米 攒下的粮票连忙换成全国粮票支援儿子 小雷家大队的女人们在宋运平的指导下 纷纷养起长毛兔 养得早的兔毛已经捡了一场 雷母养得更早 两个月捡一次兔毛 都已经捡了两茬 换来好几张大团结 有徐县长牵线搭桥 宋运平抱兔子去省农科院两种兔厂配种 养下两窝两种兔 小兔子一长毛就看得出好坏 两个月养下来 小小兔头看上去方头方脑 兔毛长得浓密厚实 第三个月捡第一次毛时候 捡刀插进毛里面已经很有阻力 家里不得不再造兔射 而且还是两层兔射 这都难不倒雷东宝 从砖厂买来几拖拉机次品黄砖 叫来两个也能做尼瓦匠的朋友帮忙 几天时间就弃成框架 再由雷东宝找年纪大的社员编好兔射门 一时后院密密麻麻都是兔射 众人有样学样 纷纷跟着在院前院后气兔射 准备来年大养 倒是消化了砖厂好多次品砖 又培养出好几个农民泥瓦匠 雷东宝有妻子悉心照料 走出去衣着整洁 脾气都好了许多 一张脸似乎也白了一点 因为宋运萍还在读业大 两人商量好 等业大毕业才要孩子 雷母心里觉得这个媳妇千好万好 唯有两样不好 一样是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 回到家里两只还眼就只落在老婆身上 一样是媳妇不肯立即给雷家生个孩子 家里收入大增 不用再吃地瓜干饭 偶尔吃顿肉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 因为土地成包 小雷家大队原来的养猪场 断了康菜供给 不再养猪 但家家户户自己有了米糠 纷纷在自家院子后面养猪 春节到来 养得傻肥的猪出篮宰杀 雷东宝一口气买了半只光猪 斩下一半送到岳父母家 宋运辉扛着英语资料和砖头般字典回家过节 猪肉吃了一个饱 回学校去时下巴都圆了 宋运辉看到雷东宝极其疼爱姐姐 姐姐又是看上去风润很多 甚至精神很多 自信很多 这才放心 雷东宝看见宋运辉将苍蝇头大 密密麻麻的英文字翻译成密密麻麻的方块字 看上去容易的就跟吃饭喝水一样 佩服得五体投地 春节跟娘子回娘家时候 忍不住坐宋运辉身边傻看了许久 不仅是宋记山夫妇夸奖这个女婿好 小雷家大队上上下下也是对雷东宝交口称赞 说他做书记后 大家才用一年时间就吃饱了饭 而且还不止 大家都说 今年终于吃上肥的流油的肥猪肉 明年该可以吃上大队承包鱼塘里自家养的鲤鱼草鱼了 大队还出钱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每天晚上都有专人抬出队部打开箱子对好天线 放给大伙看 大家看到电视上公沈林彪四人帮团伙 底下都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也学着沈老胡孙一伙 吓得老胡孙在家提心吊胆好几天 从此气焰不知不觉就被压了下去 雷东宝不爱看报 但爱听新闻 新闻写在报纸上他看着烦 从电视上播出来他一听就灵 他有时间就去听新闻 他想着什么时候凑足钱 也去买台电视机放家里看着 那该多美 生活开始走上良性轨道 轰轰烈烈的奔向富裕 而对雷东宝的拥戴不需言语 大伙都是自发 一个个愿意相信 甘愿被拆遣 唯恐落在人后 第十七集 不仅是小雷家大队富裕了 整个社会都好像是听了发令枪式的 一二三轰的一下富裕起来 尤其是有些手艺有点办法的人 更是来钱来得快 家中很快挣起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等三大件 开始朝着电视级 录音级进发 春节期间 开天辟地第一次 小雷家大队取亲酒席 多于嫁女酒席 雷东宝被扯着去各家赋宴 各家老人求着雷东宝 给自家儿子证婚 但被宋运平制止了 宋运平说 证婚的事还是让给虽已退位 但依然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为好 雷东宝听宋运平的 可雷母很是不满 他以寡妇人家 含辛茹苦养大儿子 吃足百养 如今熬到儿子成大队书记 正是他扬眉吐气的时候 婚宴被邀 他总是当仁不让地坐在上席 他坐上席时候 怎么能眼看儿子那一桌 将上席让给老书记 可只要是反对儿媳妇的话 跟儿子偷偷说都没用 儿子严重倾向儿媳妇 别看儿子大粗人一个 经常是儿媳一个眼色 他立刻领会精神 降低声调 多次提醒儿子无效之后 雷母决定当面与儿媳说话 再怎么说 这里是雷家 她是婆婆 雷母告诉儿媳 儿子现在是书记 书记就是整个大队的老大 大队里谁结婚 没老大整婚算什么话 宋运平早料到 风头很近的婆婆会提出反对 只是没想到婆婆会直接跟他来说 他就说尊老爱幼 老书记虽然退下来 可东宝不能因此占了老书记上风 做人得有千让 雷母不肯 说比老书记更有资格的书记还有 老书记上位后就老书记在证婚 现在该轮到新书记他儿子来证婚 风水轮流转 这没道理可讲 宋运平只是微笑解释 说婚礼毕竟不是工作 在婚礼场合不要盯着论资排辈 东宝年轻 把面子给老书记证又没什么 但大队工作会议上 东宝那是非做主位不可的 雷东宝旁听 到此就断然一句 肯定老婆说的对 雷母气欲 回头跟左邻右舍埋怨儿媳顶撞 说他自己在家中没地位 有人把话传到宋运平耳朵里 宋运平挺无奈 农奴翻身后 未必不会做恶霸 人越是在感知自己权威旁落的时候 越是斤斤计较的 要在众人面前挣回面子 春节后 雷母便不肯再烧火做饭 更不愿被儿媳主导着帮忙养长毛兔 有时间 他只洗自己的衣服 完了宁可与老乡林一起提拔凳子 坐墙边晒太阳 偏雷东宝本就不是做家务的 也不知道家务繁琐 更是没时间派官照家里啰嗦小事 只把宋运平忙死 宋运平没想到 一家人的事情会那么多 以前他在宋家也几乎是当家 可从没如此忙得足不着地 为此他买了煤饼炉 心说烧灶总是费事费时间一点 可这笔开销被雷母捞到了好几天 说家里现成的稻草用不完烂掉 却花钱买煤饼来烧 败家 雷母现在有了策略 知道跟儿子说了没用 干脆直接跟儿媳碎碎念 只把宋运平郁闷死 可他还是不好意思使唤婆婆干活 他只有省下读书时间干活 雷东宝还是保留着砖厂的位置 拿固定工资 虽然大多数时间不下厂干活了 年后砖厂才开工 他还没在位置上做本 就有买砖的急活活赶上门来药砖 雷东宝疑惑了 这会儿天寒地冻 教水泥石灰过夜会冻 急着买砖干什么 问清楚了才知 原来大家怕开春都紧着药砖 到时得排一个月的队才能拿到砖 影响工作计划 雷东宝当机立断 决定上第二眼砖窑 雷东宝座是一向速战速决 中午时候就用广播喇叭 将大队干部和老书记 一起叫来开会 他从来不讲大道理 坐下就说 我有两个打算 一个是老砖窑上面夹顶棚 省得雨天烧不成砖 一个是在造一眼新砖窑 你们看看 原来我们便宜两厘钱 一星期后交货 这还是敲锣打鼓去招来的生意 现在跟砖窑厂同价 可人家还是交钱买砖 秋天时候 得排队三个礼拜才能拿到砖 我看今年开春要砖的更多 我们自己不造 别个大队看着眼红也会造 不如我们自己动手 还可以安排我们自己社员进砖厂 说 一眼新瑶要多少钱 老书记被公社破退 心中本是气门 可雷东宝听了宋运平的话 几乎在所有场合 都是以他为重 大队开会依然叫上他 老书记心中很有太上皇的感觉 对于东宝植二的提议 他乐意配合 他熟门熟路抽开四眼会计抽屉 取出账本 一边翻着 一边心中默默算计 四眼会计连忙提醒 老书 去年啥都找家 你不能翻老皇帝了 晓得 老书记头也没抬 可还是翻出老账本看了 又取纸笔算了半张纸 好容易才说道 东宝 我连棚一起跟你算进去 就算是最简单的油毛毡棚 我们转场 加大队的钱不够 还得外借四万五 数字出来 全场都倒吸一口冷气 一起将眼光对准雷东宝 就算现在付了 可四万五 那得全大队人不吃不喝半年才还的 队长当下就说道 东宝 要不我们现在先把砖窑的顶棚给做了 春天的雨水多 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四万五 这欠债欠这么多 全大队老小 谁能睡得安心呢 雷试根眼下是大队部成员 说话也有份 东宝书记说的没错 砖窑电货以来 每月供不应求 门口要货的队伍越排越长 可形势一片大好 问题依然不少 现在物价这么涨 涨得大家都受不住怎么办 都受不住 吃饭成问题了 谁还造房子 我们还是保守一点 先搭顶棚 把下雨天的时间夺回来 看看市面还紧不紧 如果 师哥哥 你聪明 你会看 别人也会看 等别个大队把砖窑造起来 我们哭都来不及 听我算账 造星窑 可以解决大队三十个壮劳力 家顶棚 可以多用十个人挖你打砖批 这四十个人 每人每月五六十块工资 我们大队 又可以解决四十个人的生活 这方面你们算过没有 雷东宝说话没好气 对 我们作为大队干部 做事情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再说句没良心的 社员富了 以后我们每年追缴倒谷也轻松一点 我偷东宝一票 不过 借钱的事 东宝你自己解决 整个大队 老鼠洞掏空了都拿不出四万五 我偷东宝书记 东宝书记以前每次做的决定 看着都冲 最后效果都好 与会众人心中都冒出两个字 马屁 四只眼的话也有道理 我知道我一向保守 不过 我总归是担心 东宝书记 我们不是拉你后腿 你知道我性格 雷东宝当然知道 世根不是有意拆台 世根往常的小心 也帮了他很多忙 纠正很多错误 但他现在认定自己做的没错 再讨论已经没有耐心 我没二话 你们看效果 我们现在已经吃饱饭 往后开始 得要求吃饱鱼吃饱肉 我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专场亏本 你们把我雷东宝 塞砖窑烧了 我老娘老婆 保证不着你们算账 就这样子定 我找信用社要钱去 说完 两眼炯炯环视 再做各位 众人在他瞪视下 一个个忐忑着 投下赞成票 全体通过 但雷东宝私下里 还是找老书记商量 问是否有办法 将费用打低一点 老书记说不可能 这已经是最低价 老书记也问雷东宝 万一世道差下去 他准备怎么对付 总不能让砖窑闲着 大伙闲着 雷东宝说 实在没办法 时候就再降价 反正国营专厂 没法乱调价格 国家不让 他们设对半企业 自己可以做主 挖点国营企业的墙角 还是可以的 老书记不断念叨 这样做好吗 怎么能挖国家企业墙角 雷东宝给老书记 这么一说 也觉得不对 可又一想 小雷家专厂的工作 可比县专厂的辛苦得多 大家多拿点辛苦钱应该 但雷东宝心里忐忑 一点不比其他干部 少担心一分一好 就像他去年春节后 一穷二白 凭一身颇胆 将砖药烧起来 其实他那时 也担心的晚上 睡觉做噩梦 梦见砖头堆积如山 没人要 梦见砖头烧到一半 没了没 可他还是相信一点 做什么都得抢在别人前头 学不来宋运辉 这样精灵的孙悟空 那就学猪八戒 吃饭抢前头 吃屎掐尖头 抢在前面 机会才多 跟人后面 永远吃不到肉 但是 今时又有不同 老砖摇的红火 说明他的正确 四只眼说的没错 所有结果都证明 他的决定最终都没错 比起当初的一穷二白 两眼一抹黑 今天他对黄砖市场了解得多 他知道市场有量 有更大需求 那么他担心什么 继续颇胆伤才是 都是被试根 这帮胆小的给瞎着了 这么一想 雷东宝将所有顾虑 抛到脑后 这世道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既然想到 那就放胆去做 雷东宝再去信用社 他已经第三次去 第一次借买拖拉机的钱 第二次还买拖拉机的钱 第三次 他连问都没问 直接摸进主任办公室 见到里面 阴雾腾腾 信用社善主任 一见雷东宝就说道 哎呀 你来得正好啊 我问你 你们的砖好 还是县砖瓦厂的砖好 问用过的人都知道了 当然我们的好 山主任 我要借四万五 一年后款 捡个新谣 砖厂生意真这么好 我问县砖瓦厂要砖 他们说我量大 先可以给我五千块 还得一个月后拿 再什么时候能给我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草他奶奶的 我水泥都已经买来 一个春天放下来 还不得结块 主任家造新房 信用社造两层宿舍楼 三月准备动工 五千块赚 顶什么用 还有公社建筑工程队 说什么造影机院 比造我宿舍楼要紧 电影院是十一项 国庆县礼工程 我的宿舍要我自己找泥瓦匠 你说又不是农民土胚房 两层楼 水泥玉制版的两层楼 我放心交给那些 只会建土胚房的泥瓦匠吧 不说了 了解前 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们所有烧出来的砖 全卖给我 行 几块 我们的砖质量没得说 敲起来争争想 整块烧透 不像县砖瓦厂的心子 还是黑的 雷东宝新说 县砖瓦厂不从公社信用社借钱 单主任对县砖瓦厂没辙 几块 要不你先给我拖两万块砖来放着 等我造的时候不够了 再问你拿 你反正得当天给我 才两万块 图纸没注明 你把图纸给我看 我当兵时候带一个牌 军事工程都造过 看得懂 算正确一点 免得临时梦我要砖 我拿不出不够朋友 哎呦 那就太好了 你看看 我描他 大家都说 这样子好看 雷东宝接过图纸一看 张飞脸也会笑出来 这不是小学生画的图画吗 只差右上角 画一个金灿灿太阳 左下角描几颗碧油油青草 他将图纸推回善主人面前 这图纸内部结构都看不出来怎么算 你干脆告诉我 你怎么想的 我画的虽然难看 意思都在 善主人于是这样那样 把他的意图向雷东宝阐述 雷东宝听到一半 放下手中铅笔 土 以前我给司令布造 这不能说 这么说吧 走廊不能要 厕所厨房最好不要公用 你说厕所放外面 晚上瞌睡朦胧出来 走错厕所怎么办 冬天又太冷 你看着我画给你看啊 这是我们首长住的房子 嘿 我那次也是第一次走 全排愣是花了好几天 才把图纸啃明白 他边说边将简单图纸画出来 厕所放里面 还不臭死 这个不行 夏天敢苍蝇都来不及 你贴上瓷砖 平时拿刷子洗干净点 比人家粪桶还重用 手掌都能用 善主任面对雷东宝画出来的图纸 一窍不通 任雷东宝怎么解释都没用 但他脑子转得快 一巴掌拍在雷东宝手上 你既然会画图纸 会造房子 手里又有砖 你们大队 为什么不组建个建筑工程队呢 我再借给你五千 这五千啊 专款专用 给你买造房子用的设备 我再提一个要求 你一定得在五月份 替我把房子造好 我儿子六月份结婚 小子非要住工房才肯结婚 你可以先把东侧房子造出来 我要东侧二楼 雷东宝眼前一亮 对啊 小雷家好几个尼瓦将 三个木将 有多的是力气多的 没处使得光棍 还有他这么个 造过军事工程的八总 为什么不自己组建工程队 再说 自己组建的工程队 专门用自己砖窑烧的砖网 新窑不是又多一层保障了吗 他当下一排办公桌 差点振晕晕主任 他闷在主任办公室 按要求将六套房子画出来 又大致算出 要多少钢筋 水泥 石灰 砂石 还有木料 水管 涂料 让善主任去公社 供销社买 他立即要雷石根 开拖拉机过来 跟着善主任 将钢筋水泥拖回去 先交楼板 善主任本来还是将信将疑 是被儿子婚事逼急了 才逼上梁山 要雷东宝挂帅 这会儿见他 果真做得有模有样 信了 他忙打电话 给供销社的朋友 要他们击备雷东宝要的东西 在公社里 他还是玩得很赚的 雷东宝一点不含糊 拿了五万块回去 砖窑 顶棚 在老书记监管下开工 拨两个泥瓦匠 一个木匠给老书记 他拿着五千块 买下该用的设备 率小雷家 所有泥瓦匠 两个木匠 二十个帮工 上公社造大洋楼去演 他本来就做过带台长 下面管过四十来号人做工 现今更是清澈熟路 指挥有方 再加他一双还眼 不怒自卑 工地上谁都不敢偷懒 单主任每天过来寻一趟 眼看着红砖外墙 内墙拔地而起 速度惊人 内行人见了都说 这砖墙气得笔直 第一层造到一半 单主任才看出 房子结构究竟什么样 原来一条楼梯上去 三户人家 外面看上去 像是个秃子 果然厕所厨房 都在里面 回家大门一关 赤膊都没人看见 回去儿子一说 儿子这一下 急不可耐想结婚了 房子造得相当快 都是天材量上工 天不暗不收工 跟以前两头见星星的 长工似的 可大家都没有怨言 所有人回家 都是累得贪成稀泥 包括雷东宝 回家洗澡有时 是宋运平帮他 又有几个凌厉点的帮工 被雷东宝敲着后脑勺 手把手地 教他们砌墙磨水泥 火线上阵 工地里到处都是他的怒吼 两星期盖起一层 一个月框架全部完成 开始抹面 做地平 通电通水管 等红瓦白墙 两层楼的雏形 出现在大伙面前时候 整个公社惊动了 从来没见过 这样洋气的房子 竟然有前后阳台 阳台还是弧形 楼道进去那地方 两根雪白圆柱 跟人民大会堂门柱似的壮观 而走进里面 只见这房子前后透亮 竟然还有专门一间卫生间 已经用白瓷块做出蹲坑 以后不用每天早上倒马桶 水一冲全干净 又有洗澡地方 洗澡水也自己会排走 有人说这种房子 只在上海高级地方建过 建了食物 善主任一颗心才落地 这样放在房间里的厕所 确实不会撑 信用社里面 为这六套房子的分配 打破了头 雷东宝他们还没收工 县里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 又文风找上了他们 要他们照着这样子 给造三十间职工宿舍 信用社宿舍最后结账算下来 小雷家建筑工程队的人都傻了 一个半月 交足大队的提流 平均每人赚一百五 大伙都觉得 即使坐死在工地上也值了 雷东宝率建筑工程队 马不停蹄 从公社赶去县里 继续开工 但他这回脑子 又好好转了一个弯 大队自己出面 买水泥钢筋砂石 把四宝从砖厂抽出来 专门负责 交制水泥预制板 谁要叫他们造房子 就得从他们手里买水泥板 这又能赚上一笔不错的钱 他干脆求徐县长帮忙开张介绍信 直接上市物资公司拿水泥钢筋 又便宜 货又更多 善主任现在看见他如看见宝 早习惯他的凶神恶煞 见他瞪着眼上门 眼睛都不眨的 又批给他买一辆东方红拖拉机的贷款 该要的好处一点不会不好意思说 雷士根一跃开上大拖拉机 每天市里县里连轴地跑 他有心机 拿柏油将两辆拖拉机都刷黑了 上面让写字好的红尾 用红漆剑缝插针写上 小雷家大队 拖拉机一开 小雷家的红火传播开去 这样以后找他相亲的人 也会踊跃一点 小雷家社员都争嫌恐后 跟雷东宝身后向前看 小雷家大队干部 则战战兢兢朝后看大队身后 一屁股的债 雷东宝干劲十足 几乎要学大语 三过家门而不入 好在新婚燕耳 一天都不舍得不回家 只是回家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宋云平见他这样 有苦说不出 不舍得那啰嗦闲事 烦劳累一天的丈夫 春暖花开 兔子纷纷交配抱窝 兔舍里每天做不完的事 可婆婆却每天雷打不动的 坐晒场与七老八十 不会动的老头老太 一起晒太阳接受攻卫 雌兔温顺 剪毛时候不大会动 熊兔剪毛最好两人一起来 可他哪里拆得动婆婆 这么多兔子 他一个人剪不过来 而他知道 四月又将出生一百多只两种长毛兔 要分配给全大队养殖户做种 没睁眼的小兔子吃奶 得有人在旁边牢牢盯着 否则要么弱小的总吃不上 要么大兔子不老实压了小兔 什么问题都会有 他知道 他一个人即使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从小兔子接二连三出生的那一天起 他都忙不过来 他想 别指望婆婆了 还是另外找个人帮忙 但是他又有顾虑 这样做会不会被人说成剥削工人 他累点倒是不怕 就怕好不容易才摘帽又被打成剥削阶级 他过怕那种随时会被批斗的苦日子 更怕迁累到雷东宝 为此他写信去问弟弟 故意跟人帮忙可不可行 弟弟的记忆如资料库 去年对于非农个体劳动者有个文件 其中明确规定不得剥削他人劳动 如果打个擦边球叫亲戚来帮忙倒是可以 事后把工资说成谢礼 别人也说不上什么 但如果请不相干的人来帮忙 估计麻烦 宋运平不敢再往找人这路子上想 眼看着兔子认身日期渐渐临近 宋运平不得不与雷东宝单独商量 他挺不住了 他拉住吃完饭往床上倒的雷东宝 指着自己脸问他 东宝 你看我瘦了没有 好像没瘦 脸色不好 怎么了 人不舒服 不是不舒服 是累的 现今天气稍微热点 我得把兔毛全剪出来 这几天兔子怀孕 又吃得多 犯病多 很忙 但过几天更忙 小兔子得出生了 这些小兔子啊 都是小雷家大队搞副爷的命根子 最好一只都别死 可我肯定忙不过来啊 怎么办啊 很容易啊 谁想要是兔荣 谁来帮你三天忙 我明天就传达下去 没人敢说不 你别累着自己啊 我心疼 宋运平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解决 不由笑了 他自己一下却走了那么多弯路 好 我只要有人帮我清理兔舍 去地里割菜切菜 到梁栈买卖肤 就行了 小兔子生出来啊 还是我自己管 小兔子弱 怕感染 接触的人太多会带君 没多少事啊 我妈也做得完 你不是最不喜欢别人来我家 进进出出吗 你妈 现在吃饭 都对我去晒场请两次才来 第一次都装没听见 雷东宝本来歪靠在床头 蹬个坐起来 宋运平一键忙按下他 你干啥呀 他是你妈 把你养大够退休养老了 别那么凶 我们呀 别跟老人计较 还是想其他办法 难怪脸色不好 早上醒来眼皮肿 我还想你在娘家时候 也养了那么多兔子 做惯了的 没想到 你最近天大的课也慌了吧 宋运平被丈夫这么一问 委屈的眼泪 禁不住流出来 慌得雷东宝手忙脚乱 可宋运平还是死死按住雷东宝 不让他去找他妈 怕事情反而闹得更强 雷东宝滚着还言想来想去 发觉家里是比工地上更麻烦 家里两个人 他冲谁都不能一个后脑勺 老婆这儿更是连大声都不敢 他想了半天 你把这批种兔卖了 顺便把所有兔子都卖了 以后挣钱靠我来 你看我现在一个月 专场的工资四十 工程队基本上可以拿两百多 徐县县长都没我拿得多 我说过去你过门不让你吃苦 你还是赌好店的 以后你给我做会计算账 没时间养兔 我又不是资产阶级小姐 没那么娇气 我只是担心 你弟弟说你最会操心 别操 家里有我顶着 你多点时间读书 你是管账的链 不能老养兔 那能多大出息啊 是了 我尽本末倒置 否则我读店大干什么呀 这窝兔子出笼 我专心读书 我看这小婚那么能干 真羡慕 东宝 你看我想了好几天 都愁了快一个月了 还不如你三言两语解决问题 你真行 雷东宝这才放心 又被妻子表扬得飘飘的 你以后有心事都跟我直说 否则我粗心都看不到 我妈那儿 宋运萍捂住她的嘴 你妈那儿你别管 你做儿子的可以说她 但你妈心里啊 有气只会冲着我来 我妈还是让着她 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你看啊 下了几天雨 这墙角一直渗水 屋子里很阴 新刷的墙都出青胎了 我们年轻的身子骨好 住着还行 你妈年纪大了 住着对腿脚不好 我这回把兔子全卖了的话 是比不小收入 不如把后面兔尸拆了 给你妈先盖个砖房住着 等以后我们钱再多一点 再把这也拆了 盖砖房 你看你那么替我妈考虑 我妈这没文化的还欺负你 后面兔舍拆了 打围墙种果树 妈的屋地基 我零碗碗大堆批 后面再造状小房子 我们这屋更没法透气 别啊 你是书记 不能搞特殊话 你拿地基 那些家里人口多的 得说闲话 又瞎操心了吧 我批荒地 又不要凉田 谁敢多嘴 批个四十几平方就够了 我给我妈铺上地板 省得她每年冬天喊脚洞 我们家现在多少钱了 宋运平信雷东宝 做事有章法 不再疑问 挂着泪 笑眯眯取出薄薄一本作业本 你看 都记着账了 有那么多了 盖小型房早够了 你等着 我问人换对话券去 我们到市里 报一台进口电视机来 你以后省得每天去县里上课 手表可能得去上海买 我问问谁家亲戚有办法 缝纫机也要一台 你怎么手上不能粘钱啊 大队呢 现在负债累累 家里这么点钱 你也花光了才高兴 你这破皮 雷东宝剑媳妇终于笑了 扑上去啃两口才放手 很快就发工资 别愁 手表索性买三只 我们一人一只 给小辉也买一只 他一个堂堂大学生 每天拎家里带去的铁皮破脑中上课下课 像什么话 你陪嫁的这只旧表 我都不好意思每天带着 回头你还给你妈去 你妈也要表 宋运萍忍不住笑着给雷东宝一拳头 你这白家子 不过他听雷东宝的 他的主意总是出人意料 可大多数是好主意 他很高兴 雷东宝将他娘家人也周到考虑 第十九集 但是正如公社信用社主任在县里吃不开 徐县长的条子 刚开始还有用 四宝最先拿着徐县长的条子 去市商业局下属门市部 买水泥钢筋 无往不利 但很快就吃到冷眼 听到冷语 再一次又一次空手而归后 四宝只能找雷东宝 抱之难处 四宝愁眉苦脸说 他去市里买钢材 市务资局那些人最先是托 要他等 后来被他缠得不耐烦 就埋怨徐县长这人不顾全大局 竟替自己县里的企业开小灶 乱皮条子帮买计划内物资 不知拿了企业什么好处 人家别个县市的企业 也要大干快上奔私化 都把物资给了你们县 别人拿什么来生产 四宝说 他后来再去 人家就不搭理了 说不能给徐县长的县搞特殊化 雷东宝惊讶透顶 什么 徐县长的条子竟然不管用 他当下就想跑县里向徐县长告状 可忽然想到 物资局不让买 直接去厂里买不就行了 就像县砖瓦厂 从供销社门市部里拿砖 可比从厂里直接拿砖麻烦多了 他回家立刻整理出毛巾牙刷 循着水泥带上印刷的水泥厂地址 和钢筋卷上吊着的钢铁厂地址 与四宝一起顺藤摸瓜 直接找上工厂 先摸上本省的一家水泥厂 水泥厂供销科的倒是客气 见他们大老远来 给他们端上满满两杯浓茶 但水泥厂供销科的人 很遗憾地告诉两人 他们是国营工厂 由国家按计划供应生产物资 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供货任务 卖给国家 由国家统一调配水泥最后流向哪里 人家说的合情合理 四宝听了 当下就眼角嘴角一起往下垂 心说没希望了 好不容易当上水泥预制品厂的头 这下没饭吃得关门了 雷东宝死不甘心 捧着糖瓷杯子 脖子伸老长 探到人家供销科长面前 他一根筋地说道 科长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 要不你卖给我们几顿 只要几顿 你们只要给几顿就够 呵呵呵 我们进的原料和产的水泥 都是有定额的 违规卖给你们了 我们仓库就得出个大窟窿 完不成今年的计划 我们今年计划完不成 大家年终奖就得泡汤喽 四宝听着直替雷东宝害臊 心说他怎么说出 这么没水平的话来 这不让人笑话了吧 雷东宝倒是无所谓 他依然一根筋地 盯住功销科长 同志 我看这窟窿填着方便 你们也去建些计划外物资 来生产水泥 生产出来的水泥 不交给商业局 直接卖了不就完了 卖了的钱正好发奖金 东西就卖给我们 四宝看着雷东宝 煞有介事地拍着桌子说话 真想钻进桌底下去 人家国营企业 正规企业 做事有计划有规章 一板一眼 哪是他雷东宝 那是雷东宝自说自话的 人怎么能说出 这么没文化的话来呢 所谓跟老虎吃肉 跟黄狗吃屎 他今天跟雷东宝丢脸 雷同志 雷书记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但我们是国营工业企业 我们要按照 国家计划的任务来做 都像你说的 做计划外的 挤占了计划内的工作 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四宝真想下手 拖雷东宝出去 可总是顾忌着 雷东宝的黑脸 只敢在心里用劲 耳朵里无奈地 听着他的书记 继续不死心地说话 同志 我们还欠着信用社 一屁股债 你帮帮忙 帮帮我们小雷家大队 你一定要帮忙 四宝扫眉搭眼 再不吭声 不是我不帮忙 我是帮不上忙呀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些 我们省水泥石灰厂的地址 你们上那些厂去问问 不过 基本上别抱太大希望啊 雷东宝无奈 只得拿了字条出来 字条上面 有远远近近 三家水泥厂的地址电话 走出厂门 四宝终于松了口气 将腰背挺直 没想到一个后脑勺 打了他个裂去 他虽然没敢反抗 却也嘀咕 干嘛你 心里窝囊别拿我撒气 骂了个八子 别以为我没看见你几眉东眼 你这就给我坐火车回去 跟我家说一声 我把这三家跑了再回 四宝远远站在火力范围之外 不怕死地说道 去了也没用 排排浪费拆旅费 什么叫没用 这不又问来三家水泥厂吗 你懂个屁 你能不能 书记换你来做 行 你去 我是不去了 省一笔开销 旅行带给你 你给我买好火车票 雷东宝也不要四宝跟着 原以为交钱买货一清二楚的事 还想带着四宝出来开眼界 算是一项福利 没想到要点水泥有这么难 而据这位供销科长说 买钢筋可能更难 他可不想让四宝总看着他低三下四求人 丢人 他不是四宝那样的老百姓 四宝没负的 他可是大队书记 管着大队好几百号人的饭碗 身后还有一屁股的债 他是被几百张嘴和一屁股债追着跑 不跑不行 雷东宝继续拎着黑铃包 翻着全国地图厕找水泥厂 他发现旧军装特管用 有时穿着旧军装 遇到同样是退伍的 能推心致富说很多内情 于是这家介绍那家 那家再介绍别家 终于找到一家 跟他的专厂气氛差不多 规模稍微偏小 但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的水泥厂 那家厂就是加班加点 完成国家计划后 计划外采购煤炭石灰石等原料 生产出来的水泥直接自己销售 雷东宝激动地握住 接待他的书记的手指摇 总算遇到同志了 但是水泥与小雷家专厂不同 他们计划外水泥出厂价 比国家采购价稍高 这给了雷东宝启示 既然畅销 为什么不加价呢 水泥厂书记二话没说 答应发货 算下来水泥厂车子直放小雷家 加上运费 还比从市里拿的水泥价格低 有货那就简单 交钱看着水泥出口装运就是 但是雷东宝不愿坐太阳底下 无聊地看装货 他待在人家书记办公室里 相互取经 他讲他的寄件 他的考核思路 那家书记讲车间承包 讲则权利怎么落实到人 两人都是干事的 讲的投机 互相学到不少管理经验 晚上还一起吃饭喝酒 都是感慨 虽然是出谋划策 流血流汗 全为集体牟利 可拎着上阵的是自己的脑袋 有个风吹草动 落地的总是领头的头 两人讲的投机 第二天两辆水泥车出发前 水泥厂书记又给雷东宝一家钢铁厂公销科领导的地址 让雷东宝不用绕弯子直接上去 说是刚打电话问以前一个买水泥的客户拿来 那客户曾从那家厂买来过计划外的钢筋 水泥厂书记还答应 以后要货就来个电话 人别来了 他们水泥送到小雷家 钱让司机带回来 雷东宝大喜 功夫不负有心人 满载着稀缺的钢筋水泥回小雷家 雷东宝二话没说 鱼大队部谁都没讨论 就撤了四宝 换上胆子更大的史洪伟 洪伟上任 雷东宝就给他上了一课 虽然最终运到小雷家的钢筋水泥 都比从市里拿来的便宜 但人家出厂价定的比卖给国家的高 咱跟大团结没仇 咱学 咱也别客气 看谁水泥楼板要得急 加价 谁家要得不急 肯等 那就低价 但绝不能比市面上的便宜 有四宝这个前车之鉴 洪伟虽然将信将疑 怀疑这么做会不会是投机倒把 违法乱计 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人家钢厂水泥厂不是也在做吗 谁跟大团结有仇呢 他提着小心耍着小狡猾 按雷东宝说的执行了 没想到没一勺挨人嘛 可水泥楼板照样卖出去 供不应求 吃到甜头的宏伟 见到雷东宝就谈大团结 不知不觉的 这些原本嘴里都是水到农药的农民改了枪 利润成本之类的名词探头探脑的摸上了岗 只有四宝心里觉得冤 他又没做错事就给撤了职 后面不知道多少人指指点点笑话他 但他再冤也知道这事找谁说都没用 只能找雷东宝 他私下问雷东宝 是不是他在第一家水泥厂惹雷东宝生气了 雷东宝说不是 他没那么小眉小眼 雷东宝说 他让四宝做官是看他平日里笑面虎一个 要他能出门低三下四求人要货 别的卖货之类的谁不会干 现在什么卖不出去 只要会数钱的都会干 既然不能低三下四 那就只能撤 四宝无话可说 因为他见识过霸道如雷东宝的都在低三下四 甚至低三下四的他都害臊 原来雷东宝不是傻 是没办法才那么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他只能求雷东宝以后再给他机会 雷东宝随口答应着 心思却全部在这上面 他一圈省内省外跑下来 跑了近一个月 现在满心的只有他那个娇滴滴的七 回家才到院子外面 他就嚷开了 他嗓门本来就大 在家现在正兴奋着 这一嚷 左邻右舍都鸡飞狗跳 他很快就见到他的平平风一样的跑出来 满脸都是笑 他哪里还顾得上这是光天化日 抱起运萍转了一圈 就往家里窜 这次宋运萍有了经验 到门口就脖子一缩 总算避免一次撞击 雷东宝进门 就见一屋子红皮老鼠一样的小兔子 拱来拱去的躺在硬纸板上 一窝一只大纸板箱 屋里满地纸箱 几乎无立足之地 一个过来帮忙的妇人 见书记这样 惊呼一声大笑 自觉告辞回家 但妇人前脚刚走 雷母后脚进门 雷东宝无奈只能放下宋运萍 知道他脸皮薄 宋运萍见婆婆追着儿子说话 他就去后面抱大兔子 来给小兔子喂奶 雷东宝嘴里答应着老娘 眼睛只看着老婆 跟去一起看小兔子吃奶 看着看着 就说他们以后也生意污子儿子 雷老娘挺无奈的 只能弃儿媳不懂规矩 独占他的儿子 雷东宝虽然一路劳累 可还是能察觉身边人半夜悄悄起床 他扯着呼噜 等了会儿 还不见宋运萍回屋 心中着急 下去找他 却见他正忙忙碌碌满屋子的转 扶东头小兔闲住奶头 扯膝头母兔腿 救出被压住的小兔 脚底不出一点声音 却也没一丝喘息空闲 雷东宝脱下鞋子 乖乖自觉帮忙 他粗手大脚 却也起码能照顾到一脚 让宋运萍能有喘息机会 等了好一会儿 才见小兔子吃饱 纷纷从母兔怀里滚下来 两人才一只一只的抱母兔回去吐龙 把小兔抱进草窝盖上小被子 雷东宝见老母自始至终都没出来 嘴里虽然没说 心里清楚 回头弥补式的抱着妻子睡觉 有一戏看一下 果然妻子的下巴又尖了 这回他没跟妻子商量 第二天悄悄上晒场 找到正做树荫下聊天的老母 是他一家人也不知道互相照顾 又不是老的不能动 才五十几岁就每天什么活都不干 做晒场犯来张口一来伸手 搞什么剥削阶级地主婆派头 雷母被儿子一训 心里虽然憋屈 行动上却是一丑 回树荫下取回凳子 赶回家生火做饭 但他不会用煤饼炉 他用的还是大早 而且他习惯一个大锅 下面煮饭 上面撑一只竹蹄 什么菜都放在上面蒸出来 这样既节省柴火 又可以少用油 宋运平见他能回来烧饭 不用他三请四醋 就已经满足 至于蒸的老黄的菜叶子 只有蒸只眼闭只眼 只是宋运平 不知道婆婆是怎么会一下回心转意的 回头问雷东宝 他又不肯鞠躬 眼看着红皮小兔慢慢变成粉红 两只眼睛睁开 再慢慢变白 细细的毛柔柔的长出来 然后开始不老实 满纸箱乱窜 再后来总惦记着爬出纸箱 可纸箱颜高 他们一次次摔回去 等一个月下来 兔子们完全变白 只剩眼睛血红 才终于出笼 被小雷家妇女们争先恐后 抱回家去 当金蛋蛋养 宋运平也脸色煞白 终于累得倒下 宋医院一验 血色素低的医生 骂雷东宝虐待妇女 兔子卖完 宋运平终于可以躺床上休养 雷东宝有时间就回家来看看 怕老母不肯照顾 自己来端茶送水 回来总见运平在看书 运平也笑眯眯告诉他 今天把一星期的课都自习下来 或者是又看聊斋里的故事 转手就说给雷东宝听 雷东宝听着心说 故事怎么都差不多 区别只在死狐狸还是女鬼 但他迷恋运平的声音 怎么听都好听 归房里温柔已拟 雷东宝在外面却雷电风云 渐渐的权限 甚至全市都知道 造房子找小雷家 最紧俏的水泥 水泥预制板 砖网都可以从小雷家买到 只要联系上小雷家 自己不用操心 等着小雷家建筑工程队 自己带来人手 带来材料 带来图纸 等着他们将楼造起来 自己只要派人去清理卫生 等着入住就行 大伙管这叫一条龙 虽然价格稍微高点 可以高的有限 自己买紧缺材料 要批条就不用塞东西 派香烟的出血 一样要出钱 还麻烦 反正是公家的 不如交给小雷家图个情景 市场只有那么大 给了小雷家 就缺了别家的粮 原本坐北朝南的 县建筑工程公司 公社建筑工程队 还有县砖瓦厂 各相关门市部等 渐渐变得门庭冷落 虽然依然吃饭不愁 可奖金大受影响 尤其是县砖瓦厂 受压迫的时间最长 他们带头 大伙告上县人 告小雷家大队投机倒把 拿国家计划物资 低买高卖 告小雷家大队 扰乱计划经济秩序 与国营企业争妙争功 这回告状的不再是 类似老胡孙等的游兵散友 他们是吃黄粮的国营企业干部 他们熟知机关套路 他们知道 小雷家是徐县长手中的样板 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 直接告到县委一把手 公输进那里 县委相当重视 应该说是重视的过了头 专门为此召集四大班子领导 开会专题研讨小雷家大队现象 讨讨这究竟是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合理经济现象 还是解放前不法商人投机倒把行为的死灰复燃 县商业局长说 小雷家大队转手倒卖的钢材和水泥 都是国家重点短缺的生产资料 按规定 这些资料必须实行计划管理 砖瓦这些一般生产资料倒是不很受限 徐县长说 目前听的都是告状企业的一面之词 事实究竟如何 不能被靠背 必须让小雷家也有说明情况的机会 公书记当场拍板 立即派出由相关各局组成的清查小组 清查小雷家大队的经济运作程序 让事实说话 责令小雷家大队暂停现阶段一切对外经济活动 徐县长从公书记前所未有的雷厉风行中 终于隐约嗅出一丝味道 也终于明白过来 事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在于敲山震虎 但是即使他知道事情的本质 可小雷家大队依然将在整件事情当中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七月炎热 会议室屋顶几只淡绿吊扇呼呼煽动 开会的县领导们用本地方言侃侃而谈 他们谈的内容 讲普通话的外来者徐县长如今已能全部听懂 他没再发言抵制 因为他看到一股保守思潮 依然牢牢占据着眼前这些头发花白 曾经遭受过运动伤害的领导者的头脑 以及有人别有用心的利用这股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 和小雷家大队样板的被集中告发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趁机巩固领导层中地狱圈子的暗流 徐县长明白自己终究是年轻了点 方方面面欠考虑了点 地方工作经验不足了点 以致急功冒进得罪一批人 他明白自己在做事出政绩的同时 没有好好抓全县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的提高 没有落实全县干部换脑子思考问题 而更主要的是 他没有引去自己身上外来年轻有知识领导的光环 而导致地狱基层干部的心理反感 后者让他失去四大班子中的绝大部分支持 今天的会议意见几乎一边倒 他反对无效 而他的反对可能激起与会人士的反感 将导致对小雷家大队更严厉的清查 如果小雷家大队问题被清查 将如几分中的骏马忽然被勒紧缰上 导致骏马受阻无法站立 前进中的马车颠覆 那么家底不足 身负信用社债务的小雷家的小问题会演变为经济大问题 与会众人虽然没有明说 可都知道 未来这些问题将会贴上他徐县长的标签 成为他政绩屋顶 徐县长看看身旁公术及花白的头发 更加体会上任前一位前辈的教诲 前辈说 做地方工作 一半的精力得拿来周旋地域人际关系 会议最后 当大伙都等他表态时候 他发言表示支持清查 他说 有则改之 无则加敏 清查工作是帮小雷家大队 理清前进道路上的歪路岔路 帮小雷家大队 更好地在中央政策指令下团结向前 于是 这一句话 便成了清查小组的成立宗旨 公书记鼓掌赞扬 徐县长这话说得好 一直到会议结束 气氛都是如常的融洽 但徐县长回到办公室 一个人想了好一会儿 很想找雷东宝来密授基仪 但又觉得不妥 他虽然从没太给小雷家 贴他徐县长的标签 可全县上下都认准他是小雷家的靠山 而他自己也是有在小雷家试点的意思 因此 本地帮要给他一些下马威的时候 找小雷家这支有点缝的鸡蛋 实在是适当不够 都已经把他和小雷家捆绑在一起 他现在无论以何种方式找到雷东宝 都难逃当地那么多人的眼睛 图惹麻烦 但是他就这么束手就擒吗 当然不是 两天之后 他反客为主 当众给迅速成立的清查小组 一条指令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如有重大经济问题 该批批该抓抓 勿求正本清源 众人顿时哗然 有人猜疑 有人不屑 下面众说纷纭 宋家眼下的经济条件也好了许多 宋运平出嫁后 宋母退休 接手养那些兔子 收入不比宋记山畅 有了钱 两夫妻巴布的儿子天天回家 一早特意寄钱给儿子 要儿子暑假回来 宋运辉这回自己下火车自己回 依然走的是小路 中午拐进姐姐家吃饭 雷东宝不在 雷母再次看见宋运辉 这个敢于儿子顶撞的大学生 诚惶诚恐的 因为他未来是正式国家干部 他儿子雷东宝在部队里混那么多年 都混不到干部四个兜 现在的大队书记位置 也不过是野鸡部队 雷母客气得不得了 宋运辉冷眼旁观 对着鼻梁上居然架上一副眼睛的弟弟 嘘寒问暖 高兴得不得了 赶紧打四只鸡蛋 从屋顶剪下一段腊肉 给弟弟做顿好吃的 饭后 雷母找个借口溜了 两姐弟这才可以单独相对说话 宋运辉看着姐姐进她自己屋 去翻箱倒柜找什么 她自个儿在客堂间转悠 姐 添了很多家具啊 缝纫鸡也是新买的 看来大哥真是履行他的承诺了 我们结婚那天 东宝向你承诺什么了 他怎么没告诉我 那天没说什么 大哥不是向爸妈承诺 结婚一年后 把三大家都添齐吗 姐 听妈在心里说 你把陪嫁的一只旧手表还给妈了 你自己买了一只新的 哦 这事啊 不瞒你说 我们攒着兑换券 准备买只电视机呢 国产的效果不好 想买这三羊的 宋运平说着 从里面抱出衣裤来 堆到桌上 招手让宋运辉过来 这只手表啊 是东宝让一起给你买的 我们每人一只表 这怎么好 太贵了 姐 不行不行 你 你别推啊 我们现在生活稍微好了点 照顾一下我娘家 也是应该的 手表算是东宝的一点心意 你乖乖拿着 姐姐有东西和弟弟分享 天经地义 你不会我才出嫁 你就拿我当外人了吧 这件的确让衬衫 和三合一裤是我做的 还行吧 你看 我的裙子也是我自己做的 一年没摸缝纫机了 我可是做了最简单的裙子后 才敢做你们的裤子 最后才做衬衫 我看东宝穿上蛮好看的 这衬衫裤子都是给你的 你是穿给我看看 我都不记得你身材了 裤子坐长了点 不行现在就给你改 宋云辉看着手表和衣苦汗颜 姐夫不知道她反对他们的婚事 她无法心安理得地 拿下姐夫送她的贵重物品 姐 衣服我收下 手表太贵了 不行 买了又退不回去 你不要 我给爸去 回头啊 爸要把她的旧手表 还是这只新手表送你 我管不着 不由分说 抢过手表给宋云辉戴上 扭头看了一下 很好 很磨蹬 快去换上新衣服给我看看 等一下你别急着回家啊 我会跟爸打电话说一声 我们大队啊 下午开会 说下半年的事 还得落实下手下重 你听听他说的对不对 晚上 我再和东宝一起把你送回去 自行车也快一点 嗨 大哥 这都做得挺好的 开会怎么会说差了 请你别谦虚啊 但我也正想听听 有意思 宋云辉换了衣服出来 裤子有点长 其他都好 宋云辉听了很高兴 我怎么看着 你又长高了呢 这裤子会不会太老实啊 要不要再给你做条喇叭裤 我看市里好多人都穿喇叭裤 李大病缴头发 宋云辉被姐姐推着转来转去 展示新衣服 姐 千万别什么喇叭裤 我做辅导员那小学校长有次说 他看着喇叭裤啊 眼睛会滴血呢 他开会时候声称啊 谁敢穿喇叭裤上学 他让谁在门口蹲五十下 裤子如果不抱 他放行 我们陆教授啊 也反对喇叭裤 说流利流弃的 我还差点坐一条喇叭裤穿着呢 时间差不多了吧 我们去晒场 你带丁草帽 宋云辉没好意思穿着崭新衣服去晒场 换了才肯走 到晒场一看 那些树荫下早给人占了 主席台只是一张旧办公桌 沐浴在七月艳阳下 台上还没人 过会儿才见雷东宝急急赶来 下面早有四眼会计大叫一声 东宝书记 人都到齐了 雷东宝点点头 静止去主席台坐下 目光一早 看到宋云平身边站着宋云辉 也不顾自己正坐讲台上 粗着喉咙就问一句 小慧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哦 已经吃中饭了 你慢点走啊 雷东宝交代了家事 才言归正传 开始做他的报告 一如既往 他的报告最上部的台名 我每块田都去看了下 今年早到收拾不会差 这回都自觉点 该交的粮别拖 别等四只眼上门去讨 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早教晚教都是教 痛快点 别给大队添烦 大队干部很忙 晚到羊苗 还是用大队给的高产种 去年没用的已经吃过亏 今年自己脑子灵清 想要大队机器耕填的 会后到雷石根那里登记 大队手服拖来机手 两天不给专场拉转 专门耕填 记住啊 只有两天 再说到交粮上 别光占大队便宜不交粮 春天让你们院前院后 试地方的种果树 都做得很好 管的也很好 以后再接再厉 娘们养的长毛兔也行 别忘了打方一针 专场和建筑工程队 还有玉制品厂生意也很好 上脚大队不少钱 我们争取啊 再多找道路 让所有壮劳力都有班上 下面说下半年的目标 简单 就是要把我们农民变工人 第一步 每家都有一个劳力像工人一样 每月领工资 这步差不多啊 快做到了 第二步 等大队钱再多点 以后每个社员都能像工人一样 报销医药费 预计明年初做到 最后一步啊 明年底之前 所有社员到六十岁以后 跟工人一样拿老宝 老宝钱多钱少 五块十块不论 保证饭吃饱饿不死 我的话完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不等雷东宝说完 下面如雷般的掌声 把他最后一句言了 更有老头老太激动的下巴颤抖 老宝 那以后做人还不铁蛋一样的闻 有小年轻在下面叫 东宝书记 都听你的 我们要做工人 东宝书记 媳妇发不发 有东宝书记在 给工人做也不要 听东宝书记的 听东宝书记的 会场气氛异异常热烈 不过雷东宝座上面 一张黑脸还是铁塔一样凶 宋运辉受大家感染 也是激动 跟着鼓掌 宋运平挺得意 但他侧脸时候 却见远远赶来的雷势根 满脸抽云 两眼焦急地盯着台上的雷东宝 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钻出人群 拖住石根问 石根哥 哪出事了 我刚送砖到县里 听人性在乐祸说 我们小雷家这回得完蛋 追问下来才知道 县里要派清查组 来我们大队查东宝书记 什么 徐县长怎么说 徐县长不是 听说还是徐县长说的 要严查 绝不姑息 查出问题 要把东宝书记抓起来 听说是有人告我们投击刀瓦 扰乱计划经济秩序 石根的话也被其他人听到 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社员们扎了 尤其是老头老太 村里人骂起人来 什么话都滚得出口 句句句直逼下三落 宋家姐弟面面相觑 宋运辉一把抓住脸色苍白的姐姐 但他什么也没说 雷东宝被从这儿蔓延至全场的喧嚣 也来 问清楚是根是怎么回事后 奇道 我偷鸡刀瓦 赚来的钱哪一分是给我个人的 都是给大队的 硬摆我偷鸡刀瓦 我坐牢没问题 可大队欠新用社的债怎么还 社员每人还一百块 不行 可是人无完人 清查族只要有意对付我们 总能从大队历年工作中找出瑕疵 连徐县长都下指示 我们看来得认真提防他们 欲加之罪了 清查族肯定不会是走过场 我不信徐县长亲手对付 一定是有人恶意造谣 除非徐县长亲自带清查组来 我开门让查 否则 我坐视光明正大 他们清查个屁 不行 想断我们的砖窑工程队 更不行 对 我们小雷家才吃一年饱饭 有人发红眼病 想撂倒东宝书记 我们不干 没东宝书记 我们怎么变工人 老胡孙 是不是又是你 去县里告东宝书记 你妈的安什么狼心狗肺 有人将嫌疑目标指向老胡孙 顿时群情激愤 四面八方包抄老胡孙 老胡孙见大伙来势汹汹 惨叫一声 不是我 我这回真的没去告 东宝书记救命啊 不是老胡孙 李东宝沉着地给了一声 难得的声音不大 但旁人听得到 以往不可一世的老胡孙 挨了几只拳脚 终于得以逃命 李东宝再想了一下 我相信徐县长这个人 但万一我真出事 大家当我今天开会 说的话是放屁 都跟我来 我们对不开会 小灰 你也来 今天的话 怎么能作废 我们老年人要劳保 县里谁跟东宝过不去 我们跟谁过不去 一个白发苍苍老儿的话 引发大伙的如雷响应 宋运辉听着震动 见说话那老儿 几乎连站都站不住 还得靠孙儿扶着 看上去清清爽爽 有鼓风 难怪能说出 有点水平的话来 再看雷东宝 招手引大家去对部 以前只觉他蟒壮 今天见了 倒是很有大奖风度 宋运辉征询了姐姐的意见 两姐弟一起跟进 大队负责人都到队部坐下 而外面几百农民 依然留在晒场不散 还是老书记又仔细问了 世根究竟从谁那儿 听来这消息 究竟有多少人 在传着消息 那些传消息的人 态度怎么样 等世根说到 有人鄙夷徐县长 一介知识分子 浑身软骨头 只会泄沫杀驴的时候 老书记的脸彻底黑了 众人都期待老书记 给个分析 老书记打开窗户 朝外喊了一声 叫老胡孙立刻过来 没多久 一头冷汗的老胡孙 战战兢兢出现在对部门口 被四眼快递一把拖进来 老胡孙连连便捷 我没有 我真的没去够 此时河东河西早已分明 老书记不再忌惮老胡孙 只淡淡地问 你知不知道徐县长 和龚书记的关系 老胡孙这才放心 盲戴罪立功 说得无比详细 龚书记资格老 文革前就是书记 现在县里一大帮人 大多是他一手培养出来 七八年 龚书记从干校回来官复原职 上面同时派下来一个徐县长 徐县长一来就烧三把火 撤换不少基层干部 听说龚书记最先是借徐县长这把刀 裁掉三种人 后来头痛徐县长一气 把他龚书记的人也撤了 我当时也被撤 换上老书记 当初我们被撤的大伙搞串联 都议论着龚书记会不会咽不下这口气 出面反了徐县长的决定 可龚书记最后没行动 听说徐县长来头很大 靠山在中央 他爱人一直住北京 但听说常委开会 在某些决议方面 徐县长长受孤立 最近我没法再关心县里的事 但估计格局不会有大变化 老胡孙说话时候 两只眼睛犹如两只被堵住路的老鼠 胆怯地乱窜 又小心留意着周围 众人都心说 他可真了解机关内幕 若不是徐县长从天而降 与他从没瓜葛 换个别的本地产县长上任 估计老胡孙的位置还稳如磐石 雷东宝听着心说 县里领导的关系 跟清查有什么搭建 自己把事情干好了不就得了 宋永辉心想 徐县长是不是已经顶不住 来自公书记 积蓄几年的压力和孤立 决定拿姐夫开刀 作为投入公书记大营的县里 他问老胡孙 这就是徐县长 亲口下指令清查小雷家的原因了 目前全县 包括全市都知道 小雷家是徐县长手中的一面旗帜 东宝书记只要没有杀人放火 作为法够的 徐县长不会亲手砍他 亲手竖起的旗帜 砍我们小雷家就是打击他 徐县长 我考虑以后认为 这是徐县长 把本该暗中进行的事情 端到明面 以往清查组都是悄悄成立 突然出现 打你个措手不及 但徐县长这次违反常规 明智站出来成立清查组 又给清查组下指令 而且措辞非常严厉 这很容易让人震惊 让小道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你看试根这就听到消息来提醒你们做好准备 你们如果早有了准备 清查组还能查得出什么 徐县长这一手既显示了他铁面无私 不寻私情 又借此大张旗鼓 帮我们小雷家洗刷控告 手腕真是高明 以前真看不出他这个白面书生 有这等成福 难怪我会在他手里吃饼 众人听了面面相去 宋运辉更是大受震撼 原来同样一件事 被内行人看着 竟能看出这等弯里弯角门道中的门道 而一件原因思想授授 狠不上台面的事 却能被徐县长做得如此光明正大 堂耳皇之 他忍不住对老胡孙脱口而出 你真是个人才 可惜以前用的不是地方 老胡孙 给你带队理工机会 你 现在起 帮老叔和我小舅子 一起清理大队所有资料 你要耍个心眼 你自己当心 是是 谢谢东宝说句信任 事关我们小雷家的大事 我哪里会耍花头 你尽管放心 我已经快六十岁 还等着你率领我们笨四话 像工人一样拿老宝呢 老胡孙只差打工作意 怎么都不会想到 雷东宝会在清茶前的节骨眼上重用他 这让他感到往边缘化滑行的步子戛然而止 他心里竟生出感激涕铃来 老书记急的直冲雷东宝打眼色 心说老胡孙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别本来没事 被他一插手反而整出事来 倒是雷东宝大大方方的说道 我也不怕你耍花头 你想耍花头别人管不着 倒要问问我拳头答不答应 是是是 宋运辉这才又想到一条要紧的 跟老胡孙这种蹊跷玲珑的人玩心仰 那是真较累 可对于这种人 拳头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老胡孙哪敢做对不起雷东宝的事 让下半辈子被雷东宝的拳头 如复古之躯般盯着 今天真是大开眼睛 既看到徐县长的曲县救国 又看到姐夫的霸气 这两种手腕各得其所 各有所长 而且原来姐夫看似鲁莽的 对徐县长的信任也是很有理由 没想到 他心中顿时放下石头 回头轻轻对姐姐说 姐 不会有事的 宋运平并不是很放心 可又不能不装出放心的样子 其实握紧的拳头 指甲早深深掐进肉里 于是雷东宝挂帅 洪伟和士根各自拿来水泥预制品厂资料 和砖厂资料给三人小组查 雷东宝自己拿出建筑工程队的所有资料 老书记老胡孙和宋运辉三个 坐在被晒得火烫的屋顶下预设 老胡孙倒真的是认真 看到不顺眼的 就拿出来与大家讨论 看不能支物过去的 就做个记号抽出另方 老书记更不用说 他比老胡孙还小些 只是政策找茬方面 比老胡孙稍有不如 宋运辉也是搜长瓜度的 拿自己了解的政策对照资料 可没想到 从老胡孙嘴里 学到很多有意找茬 可以将政策曲解的方式 一时如听天书 可他并不是个会被人 牵着思维走的人 他心中总有一个总体框架 始终主导思维 他跟着辅助预审资料 一小时之后 就发现问题 伸手按住老胡孙抽资料的手 对雷东宝说道 哎大哥 我看先挺挺吧 你挺挺我的想法 目前看来 大错不多 也可以掩盖 可你生性粗爽 资料里面小错不断 首先会有一个积少成多的问题 其次 如果把这些小错都抽出了掩藏 会造成资料的明显不连贯 到时 我们经不起清查小组的追问 依我看 我们预先在资料里面做手脚的办法行不通 在场所有人都一点就通 愣住 一起看向雷东宝 雷东宝想了会儿 小辉 你说的有道理 老胡孙大胆打断雷东宝的话 我有办法让清查族滚出小雷家 以后也不敢来 但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说我打砸抢 众人看着如此主动的老胡孙都是惊异 在雷东宝一句你说之后 老胡孙跳起身 赴到雷东宝耳边 窃窃私语 雷东宝听罢大笑 哈哈哈哈 就这么办 说 你也听听 你和老胡孙分头去办 老书记将信将疑 可听了仇人老胡孙的耳语 也终于梳开眉头 哭笑不得 嘴里还表扬了老胡孙一句 你呀 还真有两把刷子 宋运辉事后才知道 老胡孙这个人是什么人 虽然他相信姐夫的拳头 可想到老胡孙这种人的本性 心里又很担心 怀疑老胡孙会不会在如此紧要关头 做什么手脚 老胡孙鬼主意太多 房不胜房 姐夫以后虽然可以讨还 可好汉不吃眼前亏 会商结束 他就告辞拿了行李 骑姐姐的车回家看父母 一路仔细揣摩老胡孙的主意 可能会给姐夫带来的伤害 可想了一路 找不到纰漏 但宋运辉相信 这只是因为他年轻 阅历不够 他也算是从小吃足 险恶人性苦头的人 他不信老胡孙这样的人 这一次会如此单纯 第二十二集 他回家没与父母提起 怕他们担心 也料想来自县里的传闻 未必能传到老师本分的父母耳朵 但他牵挂姐姐那儿的事 第二天找个借口 说是还自行车 又早早趁天还没亮 赶到小雷家大队 雷东宝对于他的再次出现 倒是没有惊讶 他的手掌只是轮流拍宋家姐弟俩的肩头 信誓旦旦的告诉他们 不会有事 但宋运辉建议姐夫 今天当做不知道 若无其事出门离开 雷东宝虽然不愿意 可还是从善如流 要宋运辉在家照料好他姐姐 然后便到村里扯两嗓子 叫上工程队的四五个人离村而去 但临走 雷东宝又折回来 要宋运辉遇事别激动 记得盯住老胡孙 宋运辉这才有点放心 原来姐夫粗忠有戏 还是知道老胡孙这人危险的 可宋运辉没有想到 老胡孙会把原本应是严肃 甚至严厉的清查族 搞得如此无奈 原来所说的父老乡亲请命 竟演变成父老乡亲索命 清查族禁村被搞得跟闹剧一般 第一天 清查族被一群白发老头老太 哭哭啼啼 拿拐杖 扁担扫帚 打出村子 打得全市人民都支持老头老太 认清清查族本质 原来就是妒忌人家 好不容易吃一年饱饭 去人家小雷家眼红找茬 等雷东宝 磨磨蹭蹭回来半路 遇见清查族 请他们再回小雷家 他们也不干 谁敢跟老人小孩孕妇对抗啊 第二天清查族被领导逼着 又硬着头皮上小雷家 这回迎接他们的是超锄头菜刀的年轻人 年轻人说 好不容易生活变样 有姑娘愿意给相亲 好不容易定下一个对象 被清查族昨天一来全给搅黄了 这怎能让人不拼命 雷东宝这回听老胡孙的话没走 还排开想拼命的年轻人 将清查族安全引入大队部 可坐在大队部里的调查组成员 面对的 是外面惊涛骇浪般的群众海洋 随时有石块泥巴破窗而入 他们还如何工作 依然落荒而逃 但小雷家大队那句 农民变工人的口号 却随着冲突被传向四林八乡 听到这口号的农民 都异常羡慕小雷家大队 都说自家大队书记 要是也变成雷东宝那样的人 以后大家每月有工资拿 有医药费可报 有劳保垫底 地里还有蔬菜可收 稻米可吃 这日子还不共产主义了 不说小雷家全体社员 即使社会舆论 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小雷家大队 支持雷东宝 一个大队书记 率领本大队的农民 过工人的日子 自家结婚 却连酒席都办不起 眼下还住着祖传泥巴房子 这样一心未攻的大队书记哪找 冲突反而让四林八乡 认识雷东宝这个带头人 看到小雷家大队的进步 羡慕小雷家人有奔头的日子 第三天 第四天 清查组没再出现 他们怕了小雷家 老老少少的刀光剑影 而最主要的是 他们难以面对舆论的压力 这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原定清查组回县 每天一次的汇报总结会议 他们只能汇报那些小雷家农民的怒骂 而那怒骂是对他们清查活动的谴责 他们可以无视怒骂 可是当初决定清查时候 公书记有意将主持会议的尴尬位置 奉送给徐县长 徐县长如今坐在主席位上 问出来的问题叨叨见血 清查组下去两天的成果 形成会议纪要 使他们看到小雷家大队的繁荣富强 有人吃了闷亏 宋运辉从来不知道 严肃的政治问题 竟然可以用不严肃的下三滥手段解决 也佩服姐夫这个看似粗人的用人之道 他不明白姐夫的思路 可姐夫相信徐县长 现实表明正确 姐夫启用老胡孙 现实也表明正确 庙堂之人可以结交 人们从来都是这么在做 而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入目 过去的孟长君曾因此脱恶 用人该有胸怀 该布居一格 姐夫有的是胸怀 这胸怀让很多看似无法用上的人 为他所用 宋运辉从此对雷东宝 真正刮目相看 他也觉得自己没原则 他竟然还有点欣赏老胡孙 知己知彼 大约说的就是老胡孙这样的人 了解局势 了解矛盾 从中游走 顺势而为 往往事半功倍 此意 他受益匪浅 清茶组的事 在县里成为一个晋级话题 而在小雷家大队 则是成为大伙 茶余饭后的谈资 雷东宝多少有点质得意嘛 心说县里也奈何不了他 可宋运平是个谨小慎微惯了的 见此虽然也高兴 可总是抓紧时间 苦口婆心劝说雷东宝 低调低调再低调 雷东宝虽然不以为然 可有一样 他见了宋运平就是扶手贴耳 为了免得妻子担心 他只好刻意收敛 当然他回家添油加醋 向妻子说明他在外面 是如何抵御吹捧的诱惑 宋运平总为此给他炒个好菜 热一壶酒 揉揉摸一把他的脸 他就满足了 宋运辉对小雷家 那个犯禁忌的水泥预制品厂最有兴趣 向姐夫要求后 隔三差五跑那了解情况 想了解为什么这个预制品厂 会被认作搅乱计划经济 为什么会被认作是投机倒把 宋运自然不敢把国舅爷 安排去搅水泥 压钢筋台预制版 他啥都不敢要求 免得遭到四宝那样一把被撸的命运 就认着国舅爷随意溜达 宋运辉理论联系实践 理出一条清晰的产供销脉络 找出与当前政策相围的地方 他看到 杀石砖把这些都还不是关系到 国民经济的重要计划内物资 转手倒卖着还不会太受重视 目前市场上这种转手买卖 已经不止小雷家一家 而预制品厂转手倒卖的水泥钢筋 却确实很容易被抓把柄 他思量再三向雷东宝提出 要不以现有设备 将钢筋稍作简单加工再出售 比如剪断拉直之类 加工费反正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样一来 谁也抓不住他们投机倒把 转手倒卖的罪名 雷东宝听了 先跟老婆说一声狡猾 再跟小舅子说一声 好 徐县长满意于雷东宝所作所为 尤其赞赏他事后无声无息 不再提起的涵养 感觉着对他那样的粗人而言 颇为不易 估计他身后应该是有一两个智囊 出谋划策 徐县长本来有心借清查组杀鱼而归这件事 乘胜追击 做一番手脚 可这时他那在北京高校做教师的妻子 暑假过来团聚 带给他几份机密文件 其中有两份 还是七月初才刚在高层会议上讨论的文件 一份是陈云同志撰写的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一份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 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还有一份是陈云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成千上万的提拔中青年干部 从这三份文件结合目前国内局势 徐县长看到大势所趋 锦罗密鼓 从去年年中 宋任琼同志提出的提拔托产干部 要求年轻化知识化 到现在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一起谈 这其中他看到中央一步紧似一步的步伐 想到公书记白多黑少的头发和老太龙中的步履 他一笑收回原定计划 暗兵不动 但他停止对公书记采取措施的同时 却开始挑战公书记的神经 强硬的有地方使的推广最新颁布的全国物资局长会议精神 将会议精神刊发至基层 会议精神强调在搞好社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 对重要的短缺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管理 对一般的生产资料实行自由购销 力求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这个举动实际是对清查组事件的拨乱反正 但会议精神还没下发前 徐县长已经听到耳报 说小雷家大队改变工作思路 不再投机倒把 而是如此这般 徐县长听得又是诧异 难道那操人雷东宝又傻子撞大运 先人一步跑到政策前面了 后来打听了才知道 这其中又有雷东宝常常提起的 那小舅子的指点 徐县长这回改为诧异现在大学生的素质 回头问在大学做讲师的妻子 难道现在大学生水平这么扭 他妻子回答 那个叫宋运辉的小舅子 估计是比较出类拔萃的 过一阵子 徐县长在陈平原陪同下下乡 有意孤身拐到小雷家大队 实地查看小雷家大队 究竟最近搞得怎么样 进村便看到小雷家的下收下重工作 早已收尾清场 只有晒股场还看得到下收的影子 问田间老农 据说是大队出资给免费统一翻的地 老农还自豪的说 现在大队有钱 有钱就是好办事 这一点徐县长认同 其他经过的大队 还有人在插秧呢 徐县长还看到 砖厂挖泥挖出的两片鱼塘 鱼塘周围种着果树 村里脚脚落落 也是见缝插针种着果树 这是他向雷东宝建议的 而今果树虽小 可绿意喜人 徐县长又去看了砖厂 厂外就可以看到 目前的厂区已经比年前开阔好多 两眼砖窑热火朝天的少 有新购机械制砖批的设备在隆隆转斗 于是夏日白天也可制砖 不怕泥批被独日晒裂 只要上面盖上新打下稻草汁的草坦就行 旁边就是水泥浴制品厂 他没透露自己的身份 别人看到他俩的气势也不敢阻拦 任他们直进直出 徐县长看到 一个戴着米黄色塑料框眼镜的大男孩 在现场指挥大家 用新买的葫芦钓 加两根粗竹杠 轻易搬运沉重的水泥楼板上拖拉机 新办法实施成功 大家齐声叫好 大男孩面向稚嫩 可举止胸有成竹 发出的指令简洁清楚 却是一点没有稚嫩的样子 徐县长想 这可能就是那个雷东宝的小舅子 原来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难道有点胡闹的敢清茶组出村的主意 也是他出的 倒是小小年纪不可貌相 宋运辉看到这么一个特别的人 想过去问候一下的时候 徐县长他们已经骑车走了 徐县长这回来并不想打草惊蛇 没必要在这种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触动哪个人的神经 尤其是在调查组的事 才发生一个来月的时候 他来主要是看看 他手中这杆大旗插得好不好 眼下该看的都看了 没必要惊动小雷家的任何人 也免得被小雷家的人误以为 他竭力撑着他们的腰 导致他们以后有恃无恐 为所欲为 但是小雷家根本没法 像徐县长想的那么为所欲为 作为体制外的经济实体 在严重触及体制内单位个人的利益情况下 牵一发动全局 体制内的实体全体受触动了 既然向县里告装不行 向下面派清茶组不行 而且又有新文件下来 放开经营市场 但是老大哥就收拾不了你这小弟弟了吗 抱着给小雷家吃点苦头的心理 老大哥们开个茶话会 心往一处想 给全县收购站一条指令 兔毛凭证收购 每个大队给一定配额的兔毛收购证 超出部分不予收购 而居民户口倒是不受限制 小雷家大队是全县长毛兔养殖大户 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指令的矛头直指小雷家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坏事总是来得接二连三 小雷家两眼砖摇一起烧 黄砖红娃辐射到临线临市 当地砖娃场不乐意了 汇报领导部门 从保护地方经济角度出发 由当地政府出面派砖人在路口设抢 拦下小雷家黄砖的辐射 顺便也阻拦了其他农副产品的冲击 一时打得小雷家砖娃场 措手不及 雷东宝那几天 每天挂着个脸 颧骨下面两团阴影 旁人看着毛骨悚然 但这样艰难的时候 他还是东拼西凑 在殿大开学前换足兑换券 交给宋运辉 让宋家姐弟去市里买电视机 宋运平不肯 说击骨防击 钱别全用光 雷东宝这回没听妻子的 埋着头发狠说 电视机一定要买 不仅上殿大课程方便 还要买了听中央来的新闻 学宋运辉了解政策 免得总被那些把门小鬼陷害 这回宋运辉 无条件支持姐夫 因为他也早已看出 这个姐夫不爱看报 看了也看不进去 听新闻是最好的了解政策途径 而了解国家政策 是如此之重要 自不代言 宋运平无奈跟着弟弟 一起去市里买电视机 两人大清早先骑车到县里 再买票乘汽车去市里 买好回程车票 才去市中心第一百货商店买电视 价钱是早已知道了的 将一张一张的兑换券数出去 又看着售货员将一张一张的兑换券核兑完 听售货员说声正确 宋运平却脸色一白 眼前发黑 贴着玻璃柜台软软倒了下去 宋运辉大惊失色 幸好里面售货员热心猪道 端把凳子来给他们 又帮着掐人中 一会儿宋运平就睁开眼来 售货员见了说 没事没事 拿那么大把钱来 很多人会晕 他们这儿前还晕倒一个大小伙 但宋运辉觉得不是 他觉得姐姐最近是操心过度 两夫妻虽然是一起受 可姐姐是心力娇瘁 他跟姐姐一说 宋运平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在丈夫面前一直假装坚强 还得温言细语安抚丈夫 可在弟弟面前就不一样了 姐弟俩谁也瞒不了谁 他要弟弟别跟雷东宝说 别给他雪上加霜 宋运辉想起滴血糖的人 要多吃糖 宋运平听了只有苦笑 他那婆婆穷怕了 每次糖票下来 买来没几天就吃完 他还是让宋运辉陪着去的趟医院 配来葡萄糖 然后才提了电视机一起回家 喝了葡萄糖水的宋运平回家 就跟没事人一样 雷东宝一点都不知道 雷东宝在家终于想出一招 叫来见多识广能屈能伸的老胡孙 让他带四宝一起去上海和各大省会城市 直接找兔毛纺织厂 既然收购占不收 那就绕开它 相信既然水泥厂 已经在买计划外原料进行生产 兔毛纺织厂亦然 不是说全国一盘棋吗 至于砖瓦的销售 雷东宝蛮劲上来 决定击垮县砖瓦厂 大队碰头会一商量 一方面降价 像以前一样 全线敲锣打鼓的宣传 让所有私人工家都知道 起码私人的肯定认准他们小雷家砖瓦厂 一方面扩大承揽建筑工程 自家承揽的工程 当然用自家的砖 但雷东宝考虑的是一个重要问题 他的建筑工程队只能承揽民用建筑 类似影剧院大会堂这样的工程 就吃不消了 可用砖最多的还是那种地方 红伟想出办法 那就是直接找县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 请他们八小时之外 出来帮忙指挥工程 宋运平为此提心吊胆 击垮县砖瓦厂 那不闯祸吗 县砖瓦厂被击垮了 工人怎么办 可他丈夫只会安慰他说 没事的 没事的 找他弟弟参议 他弟弟说 穷则思变 用政治经济学里面的话说 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县砖瓦厂不思辨 只有等着被淘汰 宋运平眼里都是这两个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形象 宋运辉上学去前 又单独找雷东宝提醒了一下 要他以后有要紧事 最好别让宋运平知道 以免姐姐操心 姐姐身体太糟了 雷东宝这还真的回家 尽量喜怒不形于色 除非是实在过不去的大事 全大队人都会知道的 他才跟宋运平说说 以致宋运平还以为此后风平浪静 有些事倒也真是逢凶化急 老胡孙有老胡孙的路到 等他带着四宝回来 四宝还迷迷糊糊的 老胡孙却单独找到雷东宝 要求由他组建小雷家兔毛收购站 与公家收购站一样的收购价 集中收购后运去茅房厂 所得利润上交两成给大队集体 雷东宝一口拒绝 怎么能让老胡孙这样的人 牵头做买卖 怎么能放心将钱 交到爹娘都不认的人手上 可四宝又实在没用 再给一次机会 四宝还是没抓住 无奈 他让四宝带上试根 照着老胡孙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试根到底是有脑袋的 一圈下来 回来就着手开动 小雷家兔毛收购站 老胡孙又是靠边站了 此时的小雷家已是不同以往 此时的小雷家已经自家有钱 付得出收购兔毛的费用 也付得出公社搬运队的运输费 只要稍微提高点兔毛收购价 全县全市的长毛兔 养殖户都往小雷家卖兔毛 急得全市国营收购站跳脚 无奈之下 只好悄悄取消 办兔毛收购证的费用 继而取消兔毛收购证 可大势已去 再不负他们 坐北朝南的好日子 小雷家大队东山不亮 西山亮 虽然专场突围无方 有点开步足量 可其他都是欣欣向荣 尤其是请了县建筑设计院 工程师兼职的工程队 当年底便兑现年终的允诺 报销医疗费之外 春节前向所有60岁老人 发出第一笔劳保工资 10元 这一年小雷家除夕夜的鞭炮 只想到天亮 雷东宝也买了无数二踢脚鞭炮 在自家院子里猛放 他越挫越勇 他很喜欢宋永辉 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道路是曲折的 行进是艰难的 前途是光明的 对于新的一年 他豪情满怀 愁愁满志 宋永辉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会如此抢手 春节才结束 就有一家大国营企业 荆州总厂指明要他 荆州总厂正好就在他家所在省 是他本想努力一把 请求辅导员将他分配去的工厂 如此正好一拍即合 他安心做毕业设计就是 可是他想不明白 他虽然大学三年半下来 成绩已经后来居上 政治面貌也一跃变为优秀 可何至于让一家大工厂 主动上门指明要他 便是辅导员也说不可思议 他们并没向那家荆州总厂 发函专门推荐个人 唯有陆教授为宋运辉 不考他的研究生而可惜 多好的一副头脑 又是多么年轻可造的一个人 小雷家大队开始扬眉吐气 本年度中央下达的一号文件 讲的就是农村工作问题 文件说 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 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记筹 专业承包联产记筹 联产盗牢 包产盗户 盗祖 包干盗户 盗祖等等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小雷家的包产盗户 终于不用打擦边球式的 披着包产盗祖的外皮 可以出头露面挂嘴上说了 二月 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下达 决定明确规定 各级别老干部离退休年龄硬杠子 凡是见到文件的干部 都知道工书记大势已去 全线上下呼拉一下 紧紧团结到徐县长周围去了 工书记家门可罗雀 办公室主任陈平原 更懂得阴地阴石借花献佛 他结合本年度一号文件 凭自己掌管的权力渠道 真抓实干 将徐县长重视的小雷家大队 数为学习一号文件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典型 连夜组织笔杆子赶赴小雷家 挖掘小雷家大队的先进闪光之处 但他们所获得的待遇 与清茶组的虽然稍有不同 却也没好到哪去 小雷家上下没人相信他们 担心他们挂羊头卖狗肉 名为树点形 实为搞清茶 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伺候 可老头老太的骂声不绝 但陈平原咬定青山不放松 何况这事事关他的前途 他见小雷家上下依然抱有戒心 知道再以组织名义下去 可能依然会被拒绝 而他现在又不能强行下达指令 因着打鼠记着御萍 还有个徐书记挡着 看来只有柔性进取一途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雷东堡都还感触不到 有人在对他进行全方位侦查的时候 陈平原已经雷厉风行地完成所有外围调查协调工作 亲自率领县建筑设计院院长来到工地 成功完成一次拉廊配 对外则是县政府对农村经济改革典型的大力扶持 于是小雷家建筑工程队要设计有设计 要现场有现场 要设备有设备 要建材有建材 实力大增 而又由于陈平原的策划设计 小雷家建筑工程队与县建筑设计院的联姻 又被上纲上线地描写成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是政府领导理论联系实际 指导基层群众致富的范例 小雷家又因其农业高产 副业多样 大对集体工业发达 社员生活有保障 而成为区域学习的典型 小雷家由原来徐县长手中的旗帜 这一低下身份 转正成为官方确认的旗帜 这一身份的转变 意味着以后小雷家 如果在遇体制内的障碍 可以堂堂正正 找县领导告状取义 陈平原做这一切的时候 徐县长一直保持沉默 一直持不反对的态度 看着陈平原使出浑身窃数 将小雷家做成样板 过后不久 工书记光荣退休 他继位 他提议陈平原为代理县长 至于陈平原是怎样的人品 他清楚得很 可他出即位 即使有人送上死千里马 他都得收 何况陈平原这种活的 虽然可能走歪路的千里马 他现在手下需要能看准他意图 又有能力办成事 办好事的本地得力人手 唯有雷东宝面对 一下捧到他面前的荣誉 傻了眼 天上怎么就无缘无故 砸金块了呢 面对四邻八乡参观取经的人 他只会说一句上台面的话 却也是实话 只要一心为小雷家老小考虑 小雷家老小都会支持我 只要小雷家几百号人都支持我 没啥事做不成 往往同一句话 你带有恶意的眼光看待 可视之为没文化 可如果你带着善意的眼光挖掘 那就是质朴 剑诸笔端便是纳于言而敏于行了 第二十四集 宋运平设计令婆婆搬出旧局 自然知道婆婆有一天会明白过来 但搬出容易搬回呢 他抓紧时间将生米煮成熟饭 把婆婆那个房间改成储藏室 请邻居帮忙将原本堆在 客堂间的稻子和稻草堆满婆婆房间 但物质上的孝景依旧 自留地收上来蔬菜 或者雷东宝带来的好东西 他总是分一半给婆婆 雷东宝新买一支半导体收音机 被他拿去送给婆婆姐妹 还手把手教会怎么用 雷东宝去市里开会 讲来的台式电风扇 也被他装到新房子去 还是雷母心疼儿子天热一出汗 又大张旗鼓送回来 一来一回好多人羡慕书记家的婆媳关系 雷母本来生了好几天气 可大家分开住了 却又觉得这儿媳懂事 是挺好一个人 他一个人住事情少 起床又早 经常还是他去自留地 割了蔬菜拿来儿子家 如果将儿媳去县里读书 他还会自觉取出扫帚 将院子打扫干净 将菜摘洗干净放着 两下你尽我爱 反而其乐融融 陈平原既然已经把小雷家 数为样板 自然想把这样板搞得正经点 细腻点 上档子点 为此他没少想办法 可雷东宝对于陈平原的建议 并不很待见 觉得花架子十足 未必能给小雷家挣钱 倒是陈平原提议的 把大队 砖厂 玉制平厂 兔毛收购站和工程队的账目 放一块统一结算的主意 雷东宝很是热衷 他也看到 随着大队办的实体越来越多 他的工作越来越忙 那些前进前出的事 很有他照顾部州 出漏洞的可能 正好宋颖平殿大毕业 他和四眼会计一起 还有一个刚嫁入小雷家的高中毕业的新媳妇 跟着陈平原派下来 经验老道的商业局老会计一起 建立小雷家大队的会计制度和账本 是跟喜好这行的 常自建让拙拆 会计工作任死理 宋颖平又正好是个认真认死理的人 原本雷东宝这人做事海阔天空 想到什么做什么 没有发票上白条 从来没有什么制度可言 别人也不敢管他 而现今管钱的 变成他看见最没脾气的妻子 在宋颖平软鱼撕磨下 他不得不照规矩办事 以博夫人一笑 众人见他规矩 当然也只能跟着规矩 小雷家钱财管理 焕然一新 雷东宝原先一看见满是密密麻麻数字的账本就投他 而今被宋颖平捉着学会看账本看报表 却是看出名堂 看出滋味来 往后他找各实体负责人说话时候就翻着账本 对比着报表 谁也别想拿什么客观主观原因之物过去 为此他买了两瓶酒 两条烟 送去陈平原家致谢 陈县长留他吃饭 开了一瓶酒 拆了一条烟 说了很多话 陈县长加千金 看见雷东宝这粗人 撇着小嘴 不肯上桌一起吃 雷东宝觉得奇怪了 徐书记做县长时候 他为什么觉得徐县长高不可攀呢 就像现在 即使他知道陈平原所做的这一切 大半得归功于徐书记对小雷家的重视 为什么他就是不敢提烟酒 往徐书记住的地方去呢 喝得危醉回家 宋颖平早给他打好两桶井水 等他回来洗澡 妻子疼的 怕他拿冰凉的井水洗澡坏了身子 总是早早将井水打出来 外面搁着放温了 才叫他洗 他照例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在里面耍赖 一会儿是手酸 拿不起水勺 叫妻子来帮他冲水 一会儿是背后搓不到 脖子洗不干净 要妻子帮忙 他妈搬走后 小夫妻比蜜月时候还甜蜜 洗完后 雷东宝照例都是背对着电风扇 一堵墙似的遮着风 宋颖平躲他后面 稍微吹点风就行 雷东宝又照例告诉妻子 今天做了些什么 跟陈县长说了什么等等的 宋颖平刻着瓜子听 瓜子这东西 雷东宝总是刻不好 一整粒扔嘴里 不是力气大咬烂了 就是没刻开 好不容易刻开一粒 他粗手大脚捉在手里 费老大劲才能拨开一粒 弄不好还掉地上 可吃着倒是真香 只有两个人时候 宋颖平总是刻好瓜子 自己吃一粒 往雷东宝手掌放一粒 雷东宝等手掌有好几粒的 才一掌拍进嘴里 没等嚼完咽下 又将手掌摊到宋颖平 吸头等吃了 往往这时候 总得挨妻子几声小唠叨 可雷东宝听着舒服 觉得像给挠痒痒似的 他也知道 他汇报完后 总得被妻子提醒 别太狂 今天说他送烟酒给县长就行了 干嘛还大咧咧坐县长家喝酒 委屈人家县长太太烧菜 县长千金没法上桌 雷东宝说 是县长非拖住他不让走 又不是他赖着不走 他现在很多酒席 都是被人死活拖住 不让走才吃喝的 他向妻子解释 他也知道吃人家嘴软 可现在不比过去 既然大家都要拿他当朋友 他也不能太拒绝人 伤人面子 他说他会把握分寸 有些时候如果不请人喝口酒 那才是太狂呢 雷东宝最头痛的 是他如果打了骂了队里的什么人 那人如果想叫区 总是找到宋云平那儿哭诉 然后他回家总得挨审问 他如果讲不出理 那就糟了 他最喜欢的软软的嗓音 总能要他好看一晚上 为了不挨妻子唠叨 他只好收敛脾气 有时候想着这样也挺好 他现在好歹总是个干部 总打人骂人也不是回事 他不明白了 他那公认脾气特好的妻子 如果坚持想做什么 那是排除千难万险都要做到的 他哪来那么强的任性 他小舅子告诉他 这叫外柔内刚 这种人最难弄 但他今天总觉得妻子 有点心不在焉 眼看着快到睡觉时间 他吃完瓜子说声不要了 疑惑地问 你今天有什么心事啊 你也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看我这几天脸上 有什么变化 没有 啥都没变 不舒服 真没变 我 我今天整理卫生纸 忽然想起我那个 那个延后快一星期了 那个 哪个呀 雷东宝大大的不明白 又凑进去摸摸宋运平额头 没烫啊 宋运平急了 那个 每个月来的那个 我 我担心是不是有了 雷东宝再愣 但玄机明白过来 儿子 我们儿子 咋那么快呢 小子手脚快呀 我们明天去卫生所查 别怕 我背你去 一点都不会颠着你 宋运平见雷东宝一高兴 嗓子霹雳似的 忙伸手捂住他的嘴 急到 可万一不是呢 你别嚷嚷啊 别让人听见了笑话 东宝 我挺担心的 要不我明天 先回家问问我妈 去卫生所一查 还不都让人知道了 让人知道有啥 是跟新娘子外面泡浪纸 都还没扫光就怀上了 你看现在队里多少大肚皮啊 别怕 你怕卫生所预熟人 我明天带你去县卫生院 这么多新娘子 就你脸皮最薄 雷东宝早坐不住了 跳来跳去 围着妻子打转 眼睛仿佛能透视 人家担心 万一没有 那不闹笑话了吗 而且 而且 反正 我总是担心 别怕 有我在 明天我们去县里啊 再去买些奶粉 卖乳精来 你每天喝着 你以后得喂两张嘴 家里不票还有吗 儿子的衣服鞋子 还不一定呢 一定的 一定的 我儿子像我 心急 嘿 儿子 我儿子 雷东宝喜得手无足导 一会儿抱起妻子 一会儿放下 都不知道怎么亲着妻子才好 他绝对认定妻子肚子里 肯定有个孩子在了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俨然换了身份似的 对 他现在开始是爸爸了 他以后一手搂着妻子 一手抱着儿子 要多美有多美 这日子 他以前真没想过 能过得这么美 吃饱饭了不说 每天桌上都有婚心 三大件都买足了 又有了电视机和电风扇 最美的是 有那么好一个妻子 而且妻子 又要为他生儿子了 现在的好日子 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儿子 我儿子 哈哈哈哈 宋运平虽然担心 却没法不被雷东宝感染 雷东宝一生 有我在 总能给他打强心针 他跟着雷东宝一起笑 可过了会儿又犯愁 东宝 万一是女儿呢 你不喜欢女儿吗 现在计划生育了 只能生一胎 女儿儿子一个样 都好 自己生的都好 女儿叫小平 儿子叫小宝 大名你来起 雷东宝开心的 仿佛明天就可以见到儿女 对着宋运平的肚子发誓 小宝 小平 爸爸狠狠赚钱 赚很多钱 买很多大白兔奶糖给你吃 你每天早上一只鸡蛋 中午吃鱼 晚上吃肉 爸爸要把老房子拆了盖新房 你一生下来就住新房 还有啥 他抬头征询宋运意见 宋运平早笑歪了 什么担心都给笑到九霄云外 宋运辉按照报道证上给的时间范围 取了个中间纸 既没早去也不太落后 一条扁担挑简单生活用品 去往荆州总厂报道 东西几乎全是他大学里带来的 前面挑一个被妈妈洗得很干净的 红白相间粗线网兜 里面是两只脸盆 一只糖瓷杯 一只竹壳热水瓶 一只铝饭盒 两只糖瓷碗 几根筷子 很多书 外面再捆一条草席 身后一捆被子 一只旧皮箱 还是爸爸当年用的 除了一年四季 没多少件的衣服 就是书和文具 以及大学几年 与家人及粮丝生的通信 下车他就看到 远方林立的烟囱和高塔 都不用问 朝那方向走就是 看见大门时候 也闻到空气中飘扬的 特有异味 已经是下午 荆州总厂的门卫 显然比他实习的地方 森严得多 可一听说 是报道的大学生 门卫里家坐着的 都走出来瞧 看夕阳镜似的 还有人说 这都到齐了 外来的一共五个 原来是四男一女 大家七嘴八舌 只给宋运辉 看厂门边的 一壮三层楼 告诉说 总厂干不处 就在二楼楼梯拐角 第一间 宋运辉 微笑道谢 挑起行李告别 听着身后传来的 窃窃私语 他仰手 将扁担换了个肩膀 心中隐约 有走向 风云激盪舞台的感觉 总厂办公楼 人进人出 穿工作服的工人 见一个挑扁担的人进来 都下意识打量几眼 甚是奇怪 宋运辉 也知道自己的歧途 可也没办法 这么多行李 一路不靠扁担怎么过来 当年下乡时候 挑猪泥挑得很溜 四年大学下来 今早刚挑起担子时候 他还得好好适应一番 如今肩膀也是生疼 毫不意外 他在干部处 也收获一堆精益眼光 但里面的人 很快就叫出他的名字 问他是不是宋运辉 说他这名额 还是水书记年初 亲自问学校药来 宋运辉没问水书记 要他的原因 更没问水书记 何许人也 他心中 有对自己的自信 以他年年高居榜首的成绩 用人单位当然得抢着要他 但他本来就话少 他只是微笑感谢一下 心中却有骄傲 立刻有人问他 跟水书记是什么关系 他只得说 他并没听说过水书记 但他从众人眼光中 看出不信 一世都是闲聊和打量的眼光 宋运辉听耳不闻 只管自己填写所有表格 然后一会儿被知道保卫处登记 办理出入证 一会儿被知道财务处登记 交上表格 又被知道总务处登记 买些饭票菜票 最后被知道总厂生计处 大概最后的落脚点 就是生计处了 这时都快到下班时间 办理所有手续时候 都有中年妇女 在门口探头探脑看她 她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四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正好劳动回来 满头大汗 捧头垢面 显然是在做清屋工作之类的体力活 但对于大学生 这叫锻炼 生计处也一样热热闹闹的 都是香烟灰和聊天生 只有一个管总务的过来 接待一下宋运辉 交给她一把寝室钥匙和一把书桌抽屉钥匙 要她跟其他三个新分来的南大学生 一起下班去找寝室 这位总务一边做事 一边发牢骚 说她这种自学成才的土八路最倒霉 文革时候说她是臭老酒 打倒 现在又说她没文凭 凭职称没她的份 提拔没她的份 净让她干总务的活 宋运辉依然是听着 微笑不语 总务牢骚发爽快了 这才开恩式的跟五个大学生说 明天还有三个长子弟报到 既然大家全到齐了 明天开始干正事 费厂长和刘总工准备接见他们几个一下 今天恩准提前下班 五人鱼罐出来 其他四个疲倦的都懒得说话 一个叫鱼山青的下楼后 直指车棚一辆三轮车 对宋运辉说道 你拿那车坨行李去寝室吧 就大门口那条路一直走 过桥左拐 我们晚一步过来 宋运辉见到三轮车上 横七竖八放着几把扫帚和铁锹 心说这可能是他们几个的劳动工具 便说道 嗨 你们都坐上去吧 我带你们走 众人欢呼一声上了后座 可宋运辉发现 踩三轮车的技法与其自行车不同 跳上去那龙头直打滑 车子原地转大圈 四个人在后面终于笑出声来 叫他慢慢适应 不急不急 宋运辉适应会 撞了两次黄砖花坛 才终于可以歪歪斜斜地对准回寝室方向 大家坐稳了 才互相交流性命 唯有女生是入大学前就已婚的 后面四个都是抱怨 说总务安排给他们的 这哪是锻炼 这是摧残 又说那些工人技术员没事聊天时候最热情 可话语间总是透着一股酸味 又羡慕又嫉妒 仿佛这一届大学生 捡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宝 但遇到找他们办事了 都一个个拖拖拉拉架子十足 更多的是出气一样的把大学生当牛屎 而工友们好奇之处就是不友好 事事处处别描出头 又叹宋运命好 说早知道也晚点来报到 少受几天摧残 宋运辉客气地说 他以后功龄总是要比仙道的短好几天 而令大伙更气不过的是 宋运辉分得的宿舍居然在二楼 而且是两人一个房间 他们早来的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都是分散住四人间 都是一楼 宋运辉心里隐隐想到这一事 大约与干部处那些人提起的水书记有关 因为大学住宿舍都知道先来先得 后来的吃残羹冷制 后来者想居上除非有特殊原因 他不清楚那个水书记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绝对清楚自己这时候对不认识水书记的表态 对现实未必有什么好处 目前也看不出坏处 所以他只是谦逊地说句鼓励厚尽 挑行李上楼了 多说无意 等宋运辉熟悉全部宿舍环境 洗完澡 打来饭菜开始吃 同宿舍的人才出现在门口 这是一个高大强壮 精悍的年轻男子 穿着工作服里大病角 头发偏长 看上去像追捕中的史村警长 宋运辉见此人不着急进门 已在门口冷冷扫视他这个不速之客 他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但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友好 宋运辉微笑着打个招呼 你好 我叫宋运辉 那人神色没什么表示 嘴上也没什么表示 却动身进屋 坐下吃饭 眼睛一直没离开宋运辉 这下轮到宋运辉好奇 吃起口饭 终于忍不住问 你看我半天 看出我第三只眼长哪里了吗 那人却忽然抖着肩膀愉快地笑 笑得令宋运辉想到 不正经女人的花枝乱颤 过会儿那男子才说道 昨天我在楼下 也这么看你们这回分来的大学生 结果 个个像大姑娘一样红了耳朵 吃饭差点吃进鼻孔里 你胆大 你以前是班干部 宋运辉想到 虞山青说到 公有不友好 别苗头之类的话 这才恍惚 你这也看得出来 靠明 那我怎么称呼你 那人颇有深意地 看了宋运辉一眼 我叫群建祥 都说你住到我这屋 是因为水头说话 你是水头亲亲 虽然加里森赶死队 放到一半给咔嚓了 可小伙子们 说到领导就是头 宋运辉这时候 晚饭吃完 索性拿起饭碗 走到群建祥面前 微笑着摊开手 那你看 四肢五官 没多没少 正常人 你问的问题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家为什么都这么问我 我们呀 以后住一起 来日方长 你我都会知道答案的 不及待今天 群建祥没料到宋运辉这么快就轻易地反客为主 瞄着他出去洗碗的背影 不由老脸一热 后面充满八卦探究的居高临下的问话 再也问不出口 却很想揍上一拳 这会儿 这会儿心中隐隐有些猜到 传说的水头亲自找关系要来这个叫宋运辉的大学生是什么原因了 宋运辉洗碗时候觉得好笑 哪都有老资格 他在学校时候作为四年级生 常见同学眼睛里闪着调戏的眼光 老三老四的盘问一年级生 这会儿毕业了 轮到别人调戏他 他连以前做狗仔子时候都不曾让人调戏 何况现在 但从巡建祥嘴里再次听到水书记 难道是全场上下都知道他与水书记有关 他究竟哪撞到过这么个大官 宋运辉心中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等他回去寝室 巡建祥兜头就给他一句 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宋运辉愣了一下 淡淡一笑 多谢你提醒 心说难道被水书记关注惹祸了 那可真是非来横祸 问我一句难道会死吗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给句来日方长敷衍人 大学生就是肠子多 我今天才来 才知道大门朝哪开 你们谁是谁啊 我一概不知 你却追着问这问那的 还拿聚会大娘才有的警惕目光扫描我 你说谁没道理啊 你既然有话 那就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藏着掖着干什么 你这人啊 弯弯肠子比我更多 那就再问你一个问题 晚上干什么去 我去看你啊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听说特刺激 你一起去吗 不知道有没有阅览室 我想去看看报纸 你能不能带我去 有工人文化工阅览室 开到九点 我等一下说落袋你去 其实你急什么呀 自打小字背放了后 人母鬼样的都拿本书 到公共场合 装看书 跳姑娘 你额头上都凿着大学生了 还装啥样子 现在 全场有女儿的老娘都盯着你们 你这么一说呀 我坚决只看报纸不看书 我还不到婚龄呢 我许岁二十一 你比我大吧 直到你小 我大你五岁 以后你叫我头 你怎么这么小 这届共八个人 中专毕业的都比你大 我只知道你最小 没想到你这么小 小弟弟 等着我啊 我洗碗洗澡 时间还早呢 说完 大脚一撩 大摇大摆出去了 宋玉辉心说 这场子怎么这样 他人还没来 底细早让人摸清楚 好像全场人都翻了他档案 大学生吃香 也没到那么恐怖的地步吧 但心中又有些骄傲 人未到 生贤之 千生夺人 多大的排场 寻建祥说的 以后日子不好过 没怎么放宋玉辉心上 他才来 一介书生 又没得罪谁 谁能看他不顺眼 但等下跟书大背头 穿花衬衫 喇叭裤的寻建祥出去 宋玉辉发现 跟寻建祥打招呼的 个个都会 后面问一句 这就是 跟你住的大学生吧 然后 都是若有所思的 用目光打量 这目光 一而再地出现 宋玉辉心中 不得不警醒 砸出异样的味道来 他很想钻进那些 跟寻建祥打招呼的人 心里看一看 看他们 没招呼出来的话 是不是 这就是水书记要的人 他这时 仿佛看到 有条无形的绳子 将他与水书记 捆在一起 这让他想到 寻建祥 不知是真是假的话 他以后的日子 难道将因为水书记 而不好过 荆州总场 看来很富裕 有新电影院 电影院边上 是有点老旧的 三层楼的工人文化工 报纸杂志阅览室 在文化工二楼 寻建祥居然没去看电影 跟着宋运辉进的阅览室 但他没坐下看报 他趴门口 跟两个管理员说笑 宋运辉自己找到一叠 人民日报 没想到旁边 还有参考消息 他不客气 两挂报纸 都拿来放自己面前 这种报纸没人看 不像大众电影 读者文摘 新明晚报之类的 早被人从书架拿走 他看到余山青 也在阅览室 看的是小说阅报 那边两个管理员 追着寻建祥 打听宋运辉 寻建祥说人年纪还小呢 说两个管理员 在人家眼里 跟老咸菜一样 只有他寻建祥 拿他们当玫瑰花 气得两个管理员 拿装订的 跟砖头似的杂志揍他 寻建祥被追杀到 宋运辉身边 一看 这小子居然在认真阅读 人民日报头版社论 而且看得出 绝对不是装模作样 寻建祥顿时看宋运辉 如看神人 顺手拿了一份报纸 坐旁边看 一看头大 他拿的居然是 同样严肃的解放日报 他一边翻看 里面稍有趣的 一边斜眼看宋运辉看什么 看了之下 心中郁闷 这小子越是严肃的内容 看得越仔细 他看得仔细的第四版 这小子确实扫一遍就过 果然是神人 难怪水书记会特招这一小子来 第二十六集 一直到管理员催促 宋运辉才将报纸放回报价 跟寻建祥一起出来 他不知道寻建祥 为什么一直陪在阅览室 又总打量他 坐到外面 他才笑问一句 哎 寻头 我脸上磕着花呀 还是磕着乌龟呀 你一晚上就在研究我了 你整个人就是怪物 我又怎么你了 哎 你哪能怎么我呀 小子你听着啊 阅览是两个大妞 对你有兴趣 在打听你的 你想不想认识他们呀 哎 年龄有差距 我就说 他们在你眼里 跟老贤菜帮一样 哎 你们都说 我是水书记亲手招来的 难道水书记家里也有女儿 寻建祥一听扑的笑出来 自行车骑的乱话 亏你想得出来 幸好水头家有两个儿子 没女儿 否则你真惨了 从水家人的品质啊 你得娶个丑姑娘 告诉你 你不懂可以再问我 这个厂本来是水头说了算 他招你时候 正是他当权的时候 没想到 这前不久布里文件下来 说什么由厂长说了算了 现在啊 两方闹得够僵 一个要权 一个不放权 你说 都知道你是水头的人 你以后 还有好日子过吗 原来是这样 宋运辉心想 但估计水书记权威还挺高 还能关照他宋运辉的生活细节 让他不用进门 就做苦力 不用住厕所水房对面的四人寝室 不用住潮湿的衣楼 但是小恩小惠 也让他进门就掉进 派系斗争漩涡 他只会苦笑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这厂里我谁都不认识 谁都没见过 我这不是很冤枉 谁让你太神了 敢看人民日报当消遣 你看我 就没人来找我 大学班里我最小 大伙把读报的任务派给我 四年下来 我才会习惯成自然 拿人民日报当消遣 我们班里那些同学啊 才是陈人 有些都看得到家里的内餐了 你别拿我当傻大个婚 跟你说了一晚上话 我还看不出你金两 我这五年干饭 真是白吃的吗 我跟你啊 是不打不相识 敬你是个聪明人 给你指条路 来日方长 宋运辉没料到 巡建祥真的帮他 不由伸手在背后 给了巡建祥一拳 多谢 我听你的 那你明天开始啊 给我打半年开水 一个月 你是朋友吗你 宋运辉干笑 可早已没了心情 放弃考研 迫不及待 想进入社会大干一场 结果却遭此无望之灾 明天费厂长和刘总公接见 他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想着都心灰 难怪大伙看见他都这么好奇 好像他脸上画了花一样 原来都是等着看他好戏啊 巡建祥硬是要扭头看清楚 宋运辉的脸色了 才肯再往前起 他看到宋运辉脸上的眉睛打彩 心说这小子总算还是个人 心里大为平衡 回到寝室才九点多 巡建祥便洗洗睡了 他说倒班五年 害得他每天生活的主题 唯有睡觉两个字 白班是八点至十六点 晚上想好好睡觉 以免后面晚班撑不住 结果晚十二点之前 肯定得被上中班的人吵醒一次 睡出一身床气 中班是十六点至二十四点 一下班就是零点 好不容易睡着 又被早班的人吵醒 只有念叨着中午睡觉补充 早上没睡足没力气 下午睡太多脱力 整一天没做事的力气 晚班回来正是一天好时候 亮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睡不着 中午又饿得睡不着 晚上吃完赶紧睡会儿 睡得正舒服就给闹钟叫起来上班 晚班做完了是休息天 给晚班折腾得睡觉都来不及 谁有心思去玩去闹 巡建祥说 有点关系的工厂子弟都很快调出三班岛 只有最没用最没关系的底层人士才做三班 做三班的女人到四十岁就跟六十岁一样满脸般 内分泌失调闹的 不过他说宋运辉永远体会不到这种三班岛的苦 大学生是当干部的命 大学生归干部处管 他这小工人归劳资处管 最没前途 巡建祥在牢骚声中睡着了 这么热天 这么个血气汉子的文章外面 却围着一块深色窗帘 宋运辉估计这是白天睡觉时候遮光之用 他自觉关掉顶上日光等 征用巡建祥的台等 为此赢得床里面巡建祥 一声迷迷糊糊的气 宋运辉虽然一天周车劳顿 可他睡不着 早上揣着一颗跳跃的心出门 至晚上理想基本破灭 今天跑的各部门人浮于世 对大学生态度的两种极端 还有大厂小社会流言满天飞陷阱遍地跑 让他感觉到金周不是小雷甲 改革春风不度欲门关 这种工作环境 与他原先想象的完全不同 他失望 可他知道他目前的处境 就像是每个商店玻璃柜台上贴的一张长字条 商品售出 盖不退换 他无回头路可走 既然无回头路 他只有踏踏实实立足现在 他轻手轻脚地从皮箱里取出 以前帮陆教授翻译的出译稿 有地方使地取了与金周总厂有关的一本译稿翻译 那是国外行业期刊上的几篇文章 讲的是金周总厂相关产品的最新工艺 和适配的最新设备研究成果 明天就要正式工作 宋一辉一向有预习的习惯 他得把设备原理先搞清楚 免得走进车间里面连路都摸不着 当初翻译时候 为了翻译准确 被陆教授惯了几顿小灶 后来纠错工作又强化他的记忆 现在摸出来重新看老友一般的熟悉 有些数据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今次不同以往 以前弹求无措 今天要求深解 陆教授曾说 一种产品的基本工艺 全世界都是大同小异 主要设备逃不出甲乙丙钉 但往往细微工艺 对产品产量质量的影响大有区别 宋运辉来前曾就金州总厂找过资料 可惜找不到对应现有设备的 陆教授帮忙也找不到 他还记得当时陆教授叹息说 百废戴心 中国科学技术方面出现的巨大断层 需要他们这帮刚走出大学的 新型知识分子去填补 宋运辉当时听了很有使命感 今天拿起一稿想起陆教授的话 他信心倍增 挑灯也站 被台灯照得满头大汗的 将相关一稿全部看完 睡觉前不得不又去冲了一个梁 第二天一早 他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寝室 叫上其他四个大学生 载着他们一起上班 对于没有自行车的这几个新来大学生而言 寝室到厂区的路非常遥远 可他们目前都没钱买自行车 三个长子弟大中专生也今天来 但他们一水的骑着崭新自行车 家中经济条件高下立线 年轻人之间容易说话 八个人混在一起 自己找凳子坐在生计处最大一间办公室一角 等待分派工作 大伙聊的都是未来会被分派到哪工作 三个长子弟说 可能会被分配到全面整顿办公室 协助刚刚开展的全面整顿工作 因为别的地方一个萝卜一个坑 只有那最缺人手 宋颖辉话不多 旁听 心中开始回忆所有有关全面整顿的资料 年初在报章上看见过有这么回事 但没太重视 当初关注的侧重点与现在不同 大伙之聊了快一个小时 总务才来招呼大家 立刻到三楼小会议室 大家忙都从一楼拥上三楼 这么漂亮的小会议室 宋颖辉还是第一次见 会议桌是圆环形 上面铺着雪白台布 周围垂着墨绿围满 很是干净端庄 几乎才坐下不久 先后进来三个领导模样的人 都穿着整洁的工作服 两边都看得出飞双 俗话说阎王一见 小鬼难缠 三个领导都和蔼得很 态度比生计处总务好百倍 领导与众人一一握手说话 三个长子弟都认识领导 他们开口一称呼 宋颖辉立刻大惊 其中一个瘦小精干 架着一副黑矿眼镜的半百男子 竟然就是水书记 他竟然也来了 于费厂长和刘总共握手后 才握到水书记的手 两人都已知道彼此 水书记拍拍宋运辉肩膀 和他一起坐下 同时招呼大家也坐下 一边扭头跟市面的费厂长说 老费啊 这个是小宋 宋运辉 没想到年龄这么小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他可是小徐推荐给我的 既然是小徐推荐 我问都没问 想方设法都要挖到他 没想到这么年轻 江山带友人才出 宋运辉心说 小徐何须人也 原来他来荆州 有这么个油头 费厂长早已笑道 哎呀 原来是小徐推荐 叙述行前 向刘备推荐卧龙凤厨 难怪老水亲自出马 对面刘总公一点不客气地说道 小宋的档案我看过 成绩一直前三 今年分配来的八个大学生 小于的学校最好 小宋的成绩最好 书记厂长 这两个人我都要了 他就像农贸市场 萝莉剪菜似的 本来我不会跟你争 看见小宋以后 我才想到一个问题 这在座的都是 或者工作 或者支边支农 几年后 才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的 唯独小宋应该不是 小宋是应届高中毕业 直接考大学的 宋应届几乎都已看到 大伙投来的极度的眼光 我初中毕业支农后一年考的 请问小徐是哪位 我怎么没有印象呀 水书记倒是没有惊讶 但还是先回答了宋应届的问题 我们可以叫小徐 你不行 他是你们的父母官徐县长 不 现在应该是徐书记 小徐以前是我们工厂出去的 你说你初中 哦 我支农的时候自学的高中课文 所以不算应届生 报名不受限制 宋应辉至此 才把他被招进荆州的脉络 搞清楚 原来是徐书记推荐 徐书记那儿 当然是姐夫 老是替他在吹了 这关系 哦 难怪 难怪这么年轻 既然已经制农过 我的主意就作废吧 老废 占了你那么多时间 会场交给你 费厂长本来是有话要讲的 现在他新掌权 这批新来的大学生 当然是他眼中重要的新生力量 在荆州有关方面 他们还是一张白纸 可以被他熏陶 与那些摇摆在水废之间的老工人不同 所以他异常重视 可被水书记宣兵夺主这么一脚 他如果真认认真真发了言 那就跟是被水书记指定委派了似的 无形中就低了一击 他不愿 只得改变既定方案 今天大家就见见面 说说话嘛 要不请刘总介绍一下工厂情况 这儿除了一位女同志 其他几个以后都在你手下工作 刘总工本来就是备好课的 开始简单扼药介绍总厂三个分厂的布局 其中主要设备是什么 原料是什么 成品有哪些大类 产能是多少 以及本厂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他一边说 一边环视七个男生的神情 六个人不出意外地给了他激动的表情 对 谁都会为能成为全国一流企业金珠的意愿而自豪 唯独那个被小徐推荐的小宋 果然不同 他从小宋眼里看不出激动 倒是看到小宋思索的眼神 刘总工在看 水费两个也在看 他们都在挑选最佳白纸 以亲手画上属于水书级或者非常涨的水印 第27集 宋运辉只是认真地听 刘总说的流程原料成品之类的大致没跳出那个框框 可见陆教授说的不错 大同小异 只是他惊讶于让刘总自豪的产能和领先技术水平 据他从翻译文章中了解 这些都只达到发达国家六十年代水平 可能还不到吧 陆教授总说差距极大 当奋起直追 他当初没概念 今天有了数据对比 才有深刻认识 他一边听 一边随手把那些数据记录下来 准备回寝室再仔细印证一下 刘总介绍完后 看看费厂长 费费厂长跟他做了个眼色 了然便继续讲下去 目前工厂面临两大主要任务 一是挖钱 革新 改造 国家外汇有限 不可能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我们要立足本厂 发掘现有设备的潜力 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产能 并将生产重心 向消费品原料方向转移 二是将上级布置的整顿工作 落实下去 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 全面进行经济考核 岗位责任制 质量管理等指标的制定完善 同时通过严格按照经济考核 岗位责任制 定奖程制度 约束整顿加强全员劳动纪律 这两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充足人手 我调阅了一下你们的档案 看到你们有些专业侧重工艺 有些侧重设备 我按照你们的专业 初步设定了一下工种分配 要不请书记厂长先过目一下 水书记二话不说 起身就掀切了那张名单 拿着自己看 费厂长不得不稍移一下脑袋一起看 水书记看了后说道 小鱼是老三届的 社会经验丰富 应该尽整顿办 小宋年纪太轻 不适合做制度核定工作 还是与小鱼换一下 其他我没意见 老费呢 老费说说意见 费厂长非常被动 只得大度地说 老水说得没错 就这么定 其实这份名单他早已过目 对于宋鱼两人的安排 两人都考虑了水书记的影响 直到不得不照顾水书记的面子 将宋运辉放到整顿办 走高起点管理之路 另两个是长子弟 总得先行照顾自己子弟 他们是很惋惜的将于山青放到挖钱小组的 没想到却被水书记自己调换回去 那就正好 只是不知道水书记究竟是什么考虑 或许正如他所说 他一点不认识宋运辉 因此没有啥特殊考虑 于山青却因此欣喜一场 心中异常感谢水书记 会议很快结束 水书记却当着众人面 就将宋运辉叫去他的办公室 宋运辉感觉自己像是一团被架上火炉烧烤的红薯 煎熬 水书记一进办公室 也没叫宋运辉坐下 就直截了当的一句 小宋 我要你下基层三班岛 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 如果不到一线亲身体验设备运营 做什么都是花拳锈腿 什么挖钱改造革新 都是空谈 我不给你设年线 你既然脑子不错 你什么时候做出成绩 什么时候我对你量财路用 宋运辉听着眼睛直晃 三班岛 寻剑祥嘴里的最底层 我还要你放下大学生的架子 从今天开始把文凭锁起来 不许再提起 下去啊 与工人打成一片 你知道小徐 小徐还是高干子弟呢 他来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他身份 最苦最累的工作 他都抢着干 工人们都拥戴他 喜欢他 他说什么 大家都积极响应 你既然是小徐推荐的 我相信他的眼光 你以后以小徐为榜样 小徐现在怎么样 水书记的话 来得如急风暴雨一般 都容不得宋运辉有思考时间 只能跟着水书记的思路走 哦 徐书记一年前 还作为外乡人受排挤 今年已经全面掌握了 我虽然从没直接接触过徐书记 但道听途说 如水书记所言 大家都很拥戴他 信任他 一个有能力 有性格的人 无论扔到哪里 最后有且只有一个结果 你很幸运 有小徐推荐 但我不会给你特殊照顾 我可不愿宠出一个八旗子弟 你给我从基层 好好地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地做起 听着这话 宋运辉不由自主挺直腰背 清楚地应一声 是 走出来再回想一遍 虽然水书记并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 可他觉得水书记说的没错 他有信心从岛班最底层 开出最灿烂的花 犹如徐书记一样 到生计处 水书记早已经电话下了指令 宋运辉被发配到 第一分厂第一车间 总厂主力分厂的主力车间 总厂的心脏 大家都不明白 宋运辉究竟怎么得罪了水书记 以至一来就被连降三级用作苦力 以往对他与水书记关系的猜测 又添新的调子 倒是减少了费厂长们心中的疑虑 一车间也直接接到水书记的电话 虽然目前规矩应该是听非常长指挥 可大家都已经习惯水书记的指令 他说啥下面就照办 车间主任无比迅速的就把宋运辉压到一工段 工段长又亲自把宋运辉压进设备运行现场的控制室 将宋运辉交到正好轮到坐白班的三班长手中 宋运辉才进门 于机器刺耳轰鸣中听到一阵放肆的大笑 看去 果然又是寻建祥坐在凳子上笑得花枝乱颤 宋运辉笑着过去 一拳砸在寻建祥肩上 以后我们兄弟啊 共进退 料到你没好日子过 没料到你这么快就得罪人了啊 笑死我了 宋运辉心说他要真是被发配 寻建祥笑得也真够黑心的 见工段长要他过去 他忙过去 工段长指派三班长做他的师傅 说三班长的技术一流 全场都知道 要他好好跟着学 也没多交代什么就走了 三班长是个实诚人 叫宋运辉端把凳子坐他旁边的 告诉说他姓黄 他说以前工农兵大学生 分配来的都是先下车间 他要宋运辉别气馁 基础打扎实一点 对以后技术工作有好处 宋运辉没跟师傅隐瞒 直言说下来基层是他自己愿意 不是什么得罪人 说这话时候旁人听不到 外面机器太响 墙壁隔音太差 三班长这才宽慰地笑 说这才好 这才好 三班长两个小时出去巡查一次 他带着宋运辉将流程从头到尾 顺着液体流动走了一遍 告诉宋运辉 这个是什么用 那个是什么用 这种颜色的管道代表里面流着什么液体 那种颜色的又代表什么 虽然颜色漆脱落的七零八路 一趟走下来 几百只法门 无数管道 几十只大小不同的蹦 还有三步一哨的塔 罐 宋运辉记住后面忘记前面 等回到控制室早忘得一干二净 黄班长宽厚地笑着安慰 要宋运辉别急 等明天他拿一张他以前画的示意图来 再对照着看心里就会有些谱 宋运辉问有没有书 黄班长说分场生计科据说已经在编 但还没拿出来 寻建祥一个小时得出去寻一次 大约是现场太烦 他也懒得多说话 一整天后来都没来跟宋运辉说 宋运辉也没找他 有时间他就戴上安全帽 一条一条管线的刃 一个一个阀门的确定作用 想通一个点 他就上去控制室问黄班长 是不是这样 反而是黄班长要他不用那么心急 迟早闭着眼睛都会走 宋运辉倒不是心急 只是他这人本来就认真 工作上手后就一门心思的想做好做完 如今走进一个新环境 他每搞懂一点就欢喜一份 一点没有闲泪闲场 中范有食堂大师傅骑三轮车送来 这儿不愧为主力一线车间 下午三点四十分时候 有中班的人上来交接班 大家对着宋运辉又是一阵好奇 四点钟下班 大伙走下去取自行车 徐建祥在楼梯上就对着后面大叫一声 大学生做不做我自行车 怎么交易啊 便宜点三瓶开水 黄班长说道 你再我徒弟一段会死啊 一瓶开水来一瓶去一瓶 你女儿还小 等你女儿长大了 大学生早上娘们吞了 你白护着她干嘛呀 反正不许欺负我徒弟 听话 旁边一起下班的十几个人 和刚上班下来巡查的几个 一起起哄挑拨 有取笑黄班长笨嘴笨舌的 有鼓动徐建祥说啥都不能听话的 更有看好戏的 巡建祥不去搭理黄班长 反而捏起刚上班一个小伙子的脖子 痛得那小伙子尖声求饶 众人打打闹闹一阵 才下了班 各自骑车出去 这回宋运辉骑车 巡建祥坐后面 骑过吵闹的场区 巡建祥才问 我说 你自己要下来的 你胆子也忒小了 高处不生寒 基层待着踏实 是男人吗 怕他们干嘛呀 他们敢拿你怎么样 你每天睡他们门口 要他们好看 他们倒怕你了 这全场宿舍区全在一块 谁住哪都清楚 这领导最怕工人找上门去闹 你懂吗 书呆子 偏现在小娘们都喜欢书呆子 宋运辉倒是没想到 巡建祥对他真心 盲解释 大学学的东西有限 如果一来就进生计处 就跟住空中楼阁一样 底盘的虚 我不希望以后每天一张报纸 一杯茶无所事事打发日子 趁年轻啊 多做点事 多学点东西 还是傻 人这东西 下来荣业 上去难 你看你师父老黄 我指服他 他技术多好 遇到大修 分场生计科的都听他 可他八辈子都脱不了 倒班的命 做人不能太本分了 宋运辉虽然不会向 巡建祥承认与水书记的对话 可也向巡建祥坦诚 说实话 我也没把握得很 是在人为吧 与其让我呜呜呜呜的 去整吨半扫地 冲开水到垃圾 不如到基层多学点东西呢 你倒是实在了 可就不是当官的料 本来还指望你升官发财 拉兄弟吧 你更实在 其实挺热心的一个人 非要装得吊儿郎当招人宴 你说你 说笑的时候 别贼眉鼠眼的有多好 本来谁有心提拔你啊 也得被你吓跑了 有见过笑起来 全身都会抖的领导吗 巡建祥后面 呐呐呐乱摇 宋运辉不得不弃车而逃 巡建祥也不换位置 坐在后车座上 扔下宋运辉骑回寝室 吃完晚饭 这回巡建祥 非去看电影不可 因为早就听说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 有黄色镜头 宋运辉趁天还亮着的时候 将工厂宿舍区都摸了一遍 里面幼儿园 小学 公园都有 比个小城镇还热闹 回来继续看专业课教材 看了几眼扔掉 上车间才一天就知道 这些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他还是拿起机械设计来看 他很奇怪 今天看到的有些阀门 为什么直接连在管线上 有些为什么要用上法篮 第28集 巡建祥很晚才回来 喝了点酒 胸前背后全被汗水浸透 两眼异常的亮 问他电影好不好看 他直说没意思 不刺激 可过会儿又两眼发直 嘴里梦依一样吐出一句 没意思 不刺激 绿毛衣 趁得两只奶子雪白 宋运辉在大学 听经验丰富大哥们的卧谈会 早听的脸皮厚如长墙拐角 文词好笑地问 那还说没意思 可这才一个镜头 其他都是沈丹萍拉着个脸 苦大抽身的 大学生 听说你们搂一起跳交易舞 你有没有跳过 没有 只一次 刚进大学的时候看到老师们跳 我们都不会 以后再也没有过 你一脸猴蹄啥呀 剪掉长头发 穿正经点 不是说我们厂工资待遇高吗 找对象容易得很 哪那么容易呀 我们厂 男多女少 跟本厂女职工结婚 立刻就有房子分 福利翻倍还不止 分的东西 那都吃不完 否则 我结婚了 还得住这宿舍 你以后会知道 我们厂那些女的 那是有多狂 可你看 你们这次分来的大学生 都是光棍 唯一一个女的又是已婚的 谁抢得过你们 不说了 洗澡去了 这方面 宋运辉倒是不愁 虽然理解 寻建祥的心情 可爱莫能助 看着寻建祥 扔在床上的花衬衫心想 难怪这小子 骚得厉害 过会儿 寻建祥回来 宋运辉出去洗澡 等他回来 那一向只要有人 就不关的寝室门 却死死关着 敲也敲不开 过好一会儿门才开 但等宋运辉进门 寻建祥早已又缩回床上 宋运辉心照不宣 没再找话跟寻建祥说 自己老僧入定一般的看书 但也有些心圆意马 第二天中午 寻建祥叫了一帮朋友 来寝室喝酒 有男有女 录音机放在山下 一首阿里阿里巴巴 来来回回的放 寻建祥被喇叭裤 包成两半的屁股 扭来扭去 宋运辉一早走了出去 找到黄师傅说的图书馆 看能不能找点对口的资料 不出所料 有 这是宝库 等他回来 寻建祥喝得眼白血红 牛一样操一只脸盆满走廊乱打 寝室里聚会的男女早一红而散 宋运辉冒险又骗又哄 将寻建祥送进澡堂 冷水冲了半个来小时 这家伙才安静下来 回头却又没事一样 跟着宋运辉取上中班 宋运辉问他跟谁吵了 他说没吵 就闷得慌 还说这是正常现象 上回还有一个是喝醉了操刀子乱砍 人跑光了他砍墙 只砍到没力气才让人绑起来 回头寻建祥指那个操刀子的工人 给宋运辉看 挺白净文气一个人 宋运辉不知道这些工作挺好 钱挺多 朋友也多的人 怎么会这么无聊 后来的日子 围绕着睡觉这个主题日复一日 宋运辉拿到师傅亲手写的资料之后 进进神速 工段没有给他安排特定的岗位 他爱干啥就干啥 因为工段长说过 大学生嘛 过几天就抽上去的 不能真拿他当一个人用 他就每天只要天气晴了 绕着设备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的跑 一个星期下来 全部流程走通 两个星期不到 原理搞通 仪表能读 普通故障能应付 第三星期开始 他可以开出维修单 但得给师傅过目 第四星期起 谁有事请假他可以顶上 做到仪表盘前 抄表看动态做操作 师傅说他学得很快 第四星期起 没人可以让他顶替时候 他在仪表室后面 支起绘图板 先画出工艺流程图 经现场核对无误 又让师傅审核后 开始按部就班的 根据液体走向 测绘所有设备的零件图 装配图 管断图等 这工作最先做的时候 异常艰难 首先是绘图不熟练 很多小毛病 尤其是遇到非标零件 还得到机修工段测绘 一天有时都绘不成 一个小小非标件 如果车间技术档案室 有图纸还好 可以对照着翻画 可档案室里的图纸 残缺不全 前后混乱 想找资料 先得整理资料 资料室中年女管理员 乐得有个懂事的孩子 来帮她整理 索性暗暗配把钥匙 给宋云辉 要是她下班不在的时候 让宋云辉自己偷偷进来 关上门寻找资料 机修工段的人 本来挺烦这个宋云辉 说她一来 维修单子多得像雪片 值得他们团团转 有人还趁宋云辉上班时候 冲进控制室 指桑骂怀 被寻建想骂了回去 差点还打起来 但后来集中一段维修高峰后 维修单子又少了下去 上面还表扬 跑帽低漏少很多 一工段和机修工段 各加一次跃降 可见设备性能好转 再以后遇到维修 他们不能确定 要用什么零件 打个内线电话 给控制室问宋云辉 一问就清楚 双方关系渐渐变得铁起来 基层有时候很简单 只要拿得出技术 别人就服 这一段时间 宋云辉每天平均在车间工作 14个小时 跑去睡觉的8个小时 他还有一个小时 留给阅览室图书馆 另外一个小时 给吃喝拉撒走路 他做事 向来有股狠劲 越难越烦 越压不垮他 第三个月开始 有分厂领导 开始过问他的工作 大力肯定的同时 却没再有实质性表示 而就在宋云辉 刚刚开始 安心于基层的时候 总厂上层 展开轰轰烈烈的 争权斗争 费厂长名义上管理工厂的 日常生产经营工作 可水书记却以别家工厂 基本派不上用厂的 执带会 和本来就派得上 用厂的党委会 对内积极行使决定权 选举权 罢免权 对上行使建议权 一步一步的架空 费厂长的管理 使费厂长的命令 越来越难以推行 费厂长有个什么决定 总有一半被拨回 于是围绕在费厂长周围的 一些人 开始观望动摇 宋运辉待在基层 这种风雨与他无关 他只要做好他的工作就是 风声多少传到他的耳朵里 虽然水书记对他不错 可他心里却觉得 水书记的做法极其霸道 干涉了厂长负责制的 有效执行 当然 他不会说 他过着忙忙碌碌的 清静日子 去县医院的日子被宋运平拖了又拖 终于一天雷东宝实在熬不住了 说你不走是吧 那好 我扛你走 说着真扛起老婆要走 宋运平说还得上班 雷东宝说他是书记 上不上班他说了算 硬是扛着往外走 宋运平无奈只好答应 一路打招呼的人不断 人家问两人去哪 去做什么 宋运平都不好意思说 都是雷东宝大声撒谎 终于检查出来 宋运平是真的有了 两人虽然早连儿女名字都已经起好 可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妇产科都是女人 雷东宝不好进去 宋运平在里面跟医生说话 雷东宝外面大声问这问那 声音响彻整条走廊 医生被烦死 有别的科室医生出来大声呵斥 宋运平见此都无心与医生说话 医生也不愿搭理这种人家 宋运平尴尬地走了出来 拉起依然兴奋 脸红粗着嗓门的雷东宝急急走出医院 走到外面 宋运平才低声埋怨雷东宝的嗓门 说这儿又不是乡下 说话大声被人难看 雷东宝压根就不当回事 也不会觉得难堪 不管宋运平的埋怨 拉他去买吃的 宋运平见他依然大着嗓门毫不在意的样子 只能心里叹一声气 想随便他去 可心里又总惦记着别人的眼神 又骂自己 怎么变得琐碎 可看到别人投来的击窍目光 他又心烦 自从上回醒悟到自己怀孕后 他心里一直有放不下的担心 总觉得后面的事责任重大 有无数大事小事需要在孩子出生前解决 可他又暂时不知道从哪做起 雷东宝又只会大而化之 他心里一直很烦 今天结果出来 他很想与医生好好谈谈该注意什么 他想把心里的担心都问出来 他极其需要医生的建议 可被雷东宝大嗓门打断 他心中生出火气 雷东宝兴高采烈 说着有儿有女的美好生活 只走出好一会儿 才留意到宋云平的臭脸 吓了一跳 忙问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还是医生说啥了 医生说啥都被你打断 医生还能说啥呀 我想了多少个问题啊 都没法问 嗨 我们转回去再问 我保证管住嘴吧 雷东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忙捂住自己的嘴 只留两只鼓溜溜的大叶 像青蛙似的 宋云平哭笑不得 扯下雷东宝的手 还回去什么呀 去新华书店找本书看看 你呀 我跟医生说话的时候 你插什么嘴啊 医院又不是小雷家 不是你当家做主 行 家里的事你做主 萍萍 医生有没有说不可以拍照啊 嗯 怎么问这个 说话时候 宋云平也看到旁边的照相店 橱窗里展着色彩鲜艳的彩色照片 他俩结婚时候穷 只拍了一张黑白结婚照 还是他掏的钱 这会儿生活好了 看见美丽的东西 他无法不动心 应该没问题的 东宝 我们这张彩色的 多照几张 嘿嘿 你还得照全身 照片拿来 你后边写上字 以后给儿子看 诺 这张 一家 有三个人 一个还在娘胎里 雷东宝见宋云平 梳开眉头 他也高兴 话又多了 宋云平听着直乐 雷东宝一般不沾手钱 钱都是他拿着 他到柜台开票 他想拍两张 一张两人的两个头 一张两人的全身 可雷东宝一定要多拍几张 他嫌贵 不肯 最后皮夹被雷东宝拿走 开了五张的票 台队等候时候 宋云平直埋怨 雷东宝心里正高兴着 才不在乎 但宋云平埋怨会儿 还是动手给丈夫整顿仪容 掏出手绢 帮他擦理 雷东宝闭着眼睛 乖得跟猫似的 可惜宋云平知道 这是个披着猫皮的虎 才不会受骗上当 然后宋云平自己找镜子 想把辫子重新梳一梳 雷东宝直指外面橱窗上 挂的美女说 披着好看 宋云平不肯 觉得害臊 硬是要梳起来 雷东宝不说话 光行动 搞破坏 没搞两下 轮到他们拍 摄影师在门口一声吼 宋云平只好 披着如云绣发进去 臊的脸都抬不起来 宋云平编过麻花辫的头发 散开来后 如烫过一般 摄影师看着叫好 亲自操梳子 将他一边头发梳出一缕 顺着脸盘子垂到胸前 一边头发夹到耳朵后 又帮他将很少的碎发梳成薄薄的流行 这一来 宋云平看上去异常妩媚 雷东宝虽然挺不喜欢男摄影师 翘着蓝花纸围着他妻子转 可看到效果 他就不说了 将拳头藏到背后 摄影师退走 灯光一打 雷东宝看到 他的萍萍两眼睛亮 睫毛小扇子一般 头发更是像萌了层雾 脸嫩的跟剥壳压蛋似的 喜欢的眼睛挪不开 对着萍萍喃喃自语 好看 好看 连摄影师的指令都没听见 摄影师心说 这样也挺好 算是寒情默默 就叫着 保持保持 笑 开始数数 雷东宝从耳不闻 心痒难骚的想亲亲妻妻子 结果闪光灯闪前 他正好亲在那只露出来的耳朵上 摄影师惊觉时 手也按下去 拍出一张废片 几天后 雷东宝独自到现照相馆拿照片 看到这张废片 乐不可知 没与照相馆计较 晚上回家 与宋永平两个看着直乐 捧着肚子笑好半天 里面 宋永平察觉到身边的偷袭 惊异的一条眉毛高 一条眉毛低 而雷东宝则是一脸奸弃得逞的得意 样子滑稽至极 两人回头又缩印了两张 各自皮夹里夹着 天天都可以看见 反而是其他正正紧紧的照片 不被重视 宋永平总指着里面的雷东宝说 这坏爹 哪有一点当爹的样子 雷东宝指着里面的宋永平说 这小姑娘才一点点大就当娘了 看着不像 八月的几天 两个准备当爹娘的嘻嘻哈哈的过 这张废片将本来焦躁的宋永平 从情绪中牵出来 每当他有忧心的时候 自觉取出照片来看 一看就万事太平 但八月即将结束时 一条噩耗从县里传来 暑假过来探亲的徐书记爱人 在阳台帮徐书记晾晒东背时 厚重的东背没搁吻掉下 站凳子上的徐书记爱人瘦弱的身子 给被子一戴 一头栽下三楼 竟然摔死 雷东宝一听说这消息 就去县里找徐书记 他如今在县里可以直进直出 可到了县里被告知 徐书记连夜带遗体回京了 都说这么冷静的人 爱人一去时 整个人跟傻了似的 也有人说 徐书记到底是北京来的 派头大 大热天还把遗体呼伦地送回北京 等听说徐书记回来 雷东宝又想去看看 徐书记的秘书出面婉拒 说如果没别的事 徐书记的家事到此为止 不要特殊对待 于是雷东宝总是与别人一起见到徐书记 见到徐书记的笑容退减了 人轻瘦了 态度好像消沉了 单独接近徐书记的时候 雷东宝知道自己不是花言巧语的料 他能做的就是紧紧握住徐书记的手 用力摇几下 似是给人打气 徐书记也是知道的 他会伸手拍拍雷东宝的手臂 流露一丝黯然 十一节休息三天 宋运辉回了一趟家 全家欢天喜地的 宋运平和雷东宝一起回娘家团圆 宋运辉取出一半工资交给父母 又送给姐姐一斤金轮毛线 说是给未来外甥织小毛衣用 大家都让宋运辉把钱拿回去自己用 买些新衣服穿 不要总穿着大学里的旧衣服 现在是干部了 不一样 宋运辉说 单位里进进出出都得穿工作服 天还没凉 棉袄已经发下来 羽衣与鞋也有 不用买伞 几乎不用买自己的衣服 食堂又是补贴的 菜好价低 每顿都有荤的 连肥皂洗衣粉 卫生纸之类的都不用买 每季度有发 宋运辉还说 他才是个刚分配的 有些福利拿不到 只有隔三差五的 看着老工人 今天领什么费 明天领什么钱 等他转正之后 还可以多拿些钱回家 雷东宝听了感慨的说 看来小雷家大队农民 做工人的目标 还远没实现啊 宋家父母就把钱收下了 不过单独给儿子记账 以后拿来给儿子结婚用 大家又讨论 要不要买国库券 利息比银行的高一点 有8% 可钱放进去 得那么多年不能用 心里又别扭 而且现在三年期 储蓄利率有5%多 眼看着利息还得省 存银行里 家里有急用 还可以取出来 不像国库券没法取 雷东宝说 公社农业银行 每天为国库券投他 只好串通公社 下令每个单位 分派一些任务 算是支援国家建设 大家听雷东宝这么一说 就打消了买国库券念头 需要强塞的东西 能是好货吗 宋家四个拱在一起 说得热烈 只有雷东宝旁观者清 感觉这一回的七弟 看上去有些闷 不像以前 虽然话不多 可两只眼睛满是自信 他不是个有话闷心里 不说的低系宋家人 他看清楚了 就问宋运辉 这是怎么回事 宋运辉现在挺近 付雷东宝 没隐瞒直说了 他也觉得锻炼挺有用 可有时 夜班做的昏天黑地出来 看到一起分配的几个 戴着属于干部身份颜色的 安全帽 趾高气扬的全场寻场 他心里就挺憋屈 再说上面 争权夺利的厉害 没人像是正经 要发展经济的样子 他现在有点怀疑 他下沉到基层 究竟是不是错误决定 雷东宝说 他不知道工厂是什么情况 但对于他自己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 不撞南墙不回头 雷东宝说到这 宋运平插嘴替他补充 说他即使撞到南墙 他也得狠撞几下看穿不穿得过去 宋运平也劝弟弟 太容易走的路 别人也看得到 像他们家这种没背景的人出去 想与别人争 只有靠自己多花点力气 多花点时间 这是没办法的事 宋运辉一听也对 说他们厂里 每一个资深长子弟身后 都有七大姑八大姨 有好位置当然他们先看到先抢到 像他这样的 只有平本是实打实地做出来 他也想到寻建祥 说寻建祥类似的人 可能看不到平等竞争的机会 干脆自暴自弃 宋运辉本来此时正彷徨着 自己努力做事 却受基修公断人的抵制辱骂 他安心基层 努力学习 却被人指为充军发配 众口朔尽 他即使再强的信心 此刻也有动摇 回家与家人说说 才有根充电了似的恢复正常 尤其是姐姐说起雷东宝 开始时撞南墙的事 谁都是一穷二白起家 没下个十二分的力气 怎可能不劳而获 宋运平和雷东宝 吃了晚饭就走 怕太晚看不清路 现在的宋运平不能出麻烦 宋运平本来兴高采烈的 可走到半路却忽然委屈起来 他怀孕了回家报喜 都没见爸妈如今天看见弟弟 拿工资回家这么高兴 可见爸妈还是有点偏心的 雷东宝说他挺好的自己找其手 又说他最近疑神疑鬼 看什么都不顺眼 宋运平见丈夫也不偏着自己 心烦气躁 一路埋怨雷东宝大大咧咧 又说他最近见他怀孕反应大 又吐又闹晚上还不让他碰 他有怨气 他是在打击报复 说得雷东宝冤的不行 便说几句 宋运平唠叨的更委屈 他只有闭嘴 气闷的不行 一直到家里 灯光下见妻子眼泪都出来 他很想吼一句 可不行 他对着妻子吼不出来 只好哀求 要平平凭良心想想 他姓雷的让谁这么数落不回嘴光 宋运平一想 可不是那么回事 内疚的低下头 两人这才言归于好 雷东宝心里挺不快乐 可想到妻子怀孕辛苦 就没敢说出来 有儿子本来是挺快乐一件事 可妻子的脾气折腾得 他最近火气上头 宋运辉回去继续埋头苦干 雷东宝也是一条路走到底 最近上面有文件下来 他已经去公社学习过 说不让各县各市 对外地产的工业品进行封锁 文件下来后 他让人放半拖拉机砖 去试探试探 冲卡没成 半拖拉机的砖给卡了 他就告到县里 县里陈平原县长 告诉他县里很为难 都是兄弟县 人家县的县长 冲他倒苦水 他也说不出口 雷东宝没去找徐书记 人家心情正不好 他不想拿这种小事 麻烦徐书记 反正他现在是先进 小雷甲是典范 常有视线领导 带领导来参观 他只要看见领导反应就行 他现在可算知道了 做什么事 循规蹈矩的来 最后都不知 磨蹭到什么时候去 而找领导 领导又要扶持他这个先进 领导只要说一句话 比他跑断腿都有效 经验都是这么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虽然雷东宝很不愿意工作时候 被人从工地喊过来陪领导参观 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又一遍 可为了反应问题 他最近几乎是等着领导光临 终于 在问题说上一遍又一遍之后 常务副市长异常有魄力的现场办公 将临线封锁问题解决了 至于其他市封锁的问题 副市长说他回去协调 而雷东宝却已经无所谓了 目前的产门全市不封锁 已经够他发挥 于是副市长一走 他回头就让专窑开足马力生产 雷东宝在外一呼百应 在家跟小媳妇似的忍气吞声 秋风染山头的时候 徐书记一个电话打到对部 问小雷家周围 有没有可以钓鱼的河流 雷东宝说 两个鱼塘随便他钓 徐书记一听 在电话那头笑了 他又不是缠鱼心的 想到小雷家打秋风 他只不过想周末时候 找个清静地方散散心 雷东宝才明白过来 忙说有 不仅是那儿水清余多 还少人过去 只是路难走点 雷东宝很未能替徐书记 处理而高兴 星期天一早 先去地里割些蔬菜 就转去县里 接了徐书记 到野河堂钓鱼 野河堂果然清静 坐河边钓鱼 身后有苍翠的小山包遮挡 头顶有两人 河抱大柳树遮阳 只是雷东宝 拿来一顶女人 用宽颜草帽 要徐书记戴上 说柳树上面毛毛虫 最多最多 钓一条到脖子上 辣得跟火烫过一般的难受 雷东宝出来前 宋运平已经吩咐过他 人家书记是来找清静的 要他别多嘴 一边自己玩 他一言 各自坐下后 他就不打扰 但钓鱼这等水墨活 实在不是他这种 没耐心的人能做的 他早有自知之明 撒一把虾干 盐河堂放着 就地掘来的蚯蚓 粗地给徐书记钓鱼 细地他钓虾 徐书记拿出来的钓杆 乌黑增量 可以伸缩 据说是日本货 可钓了半天 没见一条鱼上钩 雷东宝的虾干 是临时问人借的 反而忙得不亦乐乎 净见他在草丛里窜 不过长钓上的是 偷吃的小指头长的小鱼 金风徐徐 吹得河岸边的炉花 漫天飞舞 沾上人的头发 也有些被淋浴的 小浪花一把揪住 立刻就由小鱼窜上 一口吞噬下去 疏忽一下又潜入河底 在荡漾的水草间悠游 水面似玻璃一般 呆在天上白云 遮住阳光 水又变成通透的绿玉 纯粹的不像是真的 过了也不知多久 徐书记才开枪 东宝 钓多少了 有二十多只 中午拿回去煮前水架 我们喝点酒 徐书记 你雕工上的蚯蚓要不要换 江泰工钓鱼 愿者上钩 东宝啊 考你一个问题啊 你们这里春天的时候 什么叶子先绿啊 考啥不好考这个 这一年四季不会断绿 毛竹不说 即使大前年雪下那么大 抛开雪下面的草也是绿的 我的问题有错 不严谨 我说的是我们头顶的柳树 还是我爱人说的 春到江南 别的树还没发芽的时候 柳树已经像一盆鹅黄的烟 只是秋天的时候 却是柳树最先掉叶子 刚掉下来的叶子也很漂亮 鹅黄色的 你看啊 这一地的黄叶 看到就想起我爱人的细致了 雷东宝心说 女人怎么都差不多 我家平平也拿后院 什么树掀开花来考我 我答不出来 他就得折腾我 徐书记 你与爱人也是自由恋爱 是啊 你怎么看得出来 徐书记与雷东宝讲话虽然不多 但人与人之间有种默契 知道有些人可以当朋友 可以有话直说 雷东宝对徐书记也是这样 当然看得出来 我跟平平也是自由恋爱 我们结婚后还特别好 比人家相亲结婚的好得多 我们谈的时候 我还是穷国难 连房子都还是漏风的 平平长得好 又是居民护口 他就要我了 他是倒贴嫁我 我跟他发誓 我这辈子 就只他一个老婆 什么都依他 家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全听他的 你做得比我好 我当年也是这么跟我爱人说的 可最终 我又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 跟他长期分居两地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东宝 你说到做到 是条汉子 也不是 现在他怀着我们儿子 每天烦得不得了 我有时很想骂过去 心里早把他骂上不知多少遍 我也不是说到做到 女人怀孕的时候生理变化大 那是身体里有些变化 导致性格变化很大 倒不是他故意难为你 你做男人的 别与他计较 东宝 我打算 调回北京去 估计调令春节左右可以下来 以后 不能常跟你见面了 第三世纪 雷东宝想着 原来女人怀孕性格变化大 是有原因的 那他还生气 就是他的不对了 没想到徐书记 后面来句狠的 他愣了好一会儿 徐书记啊 我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去 原来住的三层楼 我知道你想你爱人 可你是男人 你也不能从此不做事吧 一方面 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另一方面 我在北京 还有财商幼儿园的 儿子需要我 可我舍不得你 不过你回去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儿子以后生下来 我每天得把他 拴在我身边 自己骨肉自己疼 以后 我去北京看你 我们是朋友 你什么时候 去北京找我都行 别用门口派个秘书当我 我可不是花言巧语的人 没事我不会找你 徐书记听了反而笑 雷东宝要不是这么直说 才怪了 不一样 前一阵子如果我放你进门 就不好意思拦住别人了 否则是不给别人面子 我还不烦死啊 我相信你也不会与我计较 那倒是 我走以后 陈平原这个人 如果用得好 他是个很能干事的人 如果没人约束他 他这个人手脚放开了 也挺难弄的 以后没我在 陈平原对你的态度 应该会有变化 你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 是以后离他远点 别让他手指抓得到 你不是个能跟他这种人 混到一起的人 一条是偶尔送点好处出去 别吝啬 至于你在做的事 尽管放心大胆地做 国家政策应该是越来越活 如果有什么反复 我会来心通知你 听你的 嗯 你小舅子 在荆州总场做得不错 水书记跟我说 这孩子做事脚踏实地 有能做大事 是个可造之才 可小孩子还没定性 不能给他太多光环 太捧着他 会把他捧得不知天高地厚 反而扼杀了他的发展 如果你小舅子回家吐苦水 你鼓励他一下 不过 你别把水书记 一直注目他的事告诉他 早就说过了 我要我小舅子 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听我的 哼 那就好 有你这个榜样在 他学着就是 东宝啊 我还是最担心你 你性格太冲 狡猾太少 容易得罪人做错事 以后做事 多想想以退为进 要不 以后撞到南墙了 来电话问我吧 好 我家平平也一直管着我 我现在起码 已经不会再拔出拳头就打 徐书记笑笑 看看手表 叫上雷东宝 一起上雷家吃饭 进村时候 不时指点雷东宝 怎么改造村落 怎么真正提高 大家的生活层次 达到某种超前高度 雷东宝一一答应 徐书记说的 有些东西 他想都没想过 徐书记看到宋运平 再看看雷东宝 发觉这两人对比太大 不由失效 跟雷东宝说 他确实应该对爱人好一点 这样的人当年肯下架 可见是对他雷东宝非常好 宋运平看到徐书记 则是肃然起敬 徐书记身材轻渠 长相出色也罢了 电视电影上 又不是没见过好看的男人 只是这个徐书记 看上去说不出的高贵 十二月份 在国人心中 或许不算是年底 可对于工矿起义而言 十二月是个辞旧迎新的 关键月份 对于整顿办而言 尤其如是 全场上万人 都等待着整顿办的 经济考核责任制 将怎么脱稿 不时有风声传出 有条可疑制度不得民心 全场上下大滑 那些平时面无表情 盯着仪表八个小时的 倒班工人 顿时每天都有了话题 以往只闻机器响的控制室 每天人声鼎飞 大伙一起讨论 所有来自整顿办的吹风 水书记顺应民意 组织值代会 全面介入整顿办的工作 也就是说 整顿办所有成文规章 必须经过值代会的讨论 否则人民群众不答应 费厂长本来意图 以整顿办的工作为起点 借整顿工作之名 废弃或替代 原本属于水书记的 根深蒂固的管理架构 大幅度调整全场管理结构 以逐步建立起 属于他自己的 从上到下的干部班子 开创属于他费厂长的新事迹 不料水书记会以值代会的名义插手 而因此 他所有的个人意识 都无法在整顿办的文件中体现 否则只有遭到被值代会否决的命运 值代会身后 完全是水书记高大威额的身影 一如厂长负责制之前 水书记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 依然牢牢掌控着全场的主动权 费厂长的手脚完全无法施展 整顿办的人也郁闷 费尽心思 写出来的东西被值代会议讨论 总是支离破碎 热情是最容易被消磨的 大伙早没了开始时 赶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宋运辉也是时刻 关心着整顿办的工作 那儿现在属于于山青的位置 原本应该是他的 他现在倒是庆幸 如果他没下级层 在整顿办每天将如处于风暴中心的小州 谁知道什么时候轻负 不像现在 他可以主导自己的学习方向 工作方向 与大家又和睦团结 这南墙算是撞对了 只是宋运辉对水书记这人挺反感的 一个人怎么可以以一己之私 发动内耗极大的职工运动 阻挠这么大工厂的前进步伐 他心进 他还不知未来做什么 所以他只能旁观 正因为他旁观 他才能客观地看出 值代会背后水书记的影子 反而是那些值代会代表的职工 都被人有地放使释放的风声的魔棒 搅得群情激荡 即未来权力划分方案 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极大支持了值代会的权力行使 他有时候很想告诉人们 你们被利用了 可他终究没说出口 他太深知 言多必失 可正在宋运辉反赶水书记的时候 车间忽然将他抽调到技术组 给他一间小办公室 指派两名技术员给他 让他带领这两个 刚考取技术员的年轻人 一起整理完善车间技术资料 后来听说 原来是水书记指示 这令宋运辉心中感想复杂 他只有更紧闭双唇 两个技术员 虽然年轻 却已是老资格 并不服管 主要的还是质疑宋运辉 并没经过大设备 故障考验的技术水平 而且都还很不服气 抑制大学文凭的效用 认为宋运辉 能领导这样一个三人小组 无非因为他是比较幸运的 最受重视的文革后 第一届大学生 再说了 做多做少一个样 宋运辉这种连身份 都没明确的人 当然不可能 对他们的工资奖金造成影响 做少还留点力气 可以回家打个沙发 都是等着结婚的人 宋运辉第一天安排工作 就遇到消极代工 他已经客气 每人只安排他半天工作量 可两人一天下来都没做完 宋运辉在下班前五分钟问他们 为什么没完成 两人还挺不耐烦 都说大学生做事何必太认真 这儿做事做死了也没人看见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宋运辉很认真地跟他们说 做事虽然辛苦 可学得的知识是自己的 做事的过程虽然累 可最终完成一件事的喜悦 也是自己的 即使眼前看不到钱的回报 可自己获得的喜悦和提升 不是金钱可以衡量 但宋运辉真心实意的话 被两个技术员取笑了 宋运辉很无奈 名不正则言不顺 出现这种局面在意料之中 他早已知道他不是雷东宝 不能像雷东宝一样 布置任务的时候当仁不让 遇到谁敢反对拳头过去 他只能说理 但对于不讲理的人该怎么说理 宋运辉找到上中班的师傅 师傅想出面跟两个技术员说说 两个都是以前在他手下待过几天的人 会卖他面子 宋运辉想想 不妥 即使小学时候他受欺负 都不去告老师 现在怎么就越活越回去了呢 他回到寝室另想办法 今天与两个技术员的交手 让他想到一点 口说无凭 他今晚上索性其他什么都不干 用寝室里的图板 画了一张工作任务分解图 每个人每天的工作 细画到画一个螺丝 都放在一张二号图纸上 三个人的工作量一目了然 三个人的工作进度 也是一目了然 每天下来 只要打勾勾掉 已经完成的工作就行 后面的备注则是说明 为什么完不成工作 为防万一 他画了一试两份 等寻建祥中班回来 他才做完 寻建祥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干脆的说 客气什么 他们完不成就骂 他们敢反抗 就找他寻建祥 他拳头正痒着 宋运辉笑着答应 寻建祥的友谊 虽然另类 可友谊都给人勇气 第二天上班 宋运辉完全改变态度 挂出图表 然后明确告诉两个帮手 他丑话说前头 跟着他宋运辉做事 绝无你好我好 敷衍色泽 不愿意可以要求调离 不调离就得依照图表干 他看出两个技术员 嘴巴不说 心中不以为然 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动手时间 时刻关注两个人的工作 不行他开口骂 他话不多 骂人也不是泼妇骂街板 一骂就是半天 他以当年当狗仔子时候 没法多说话而练出来的精准骂人技术 一句一个黑虎掏心 噎得人难受 想不挨骂就好好做 两个技术员先后向车间主任和书记告状 但等领导问他们究竟委屈在哪里 挨了些什么吗 他们又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发现当时被气得噎死 现在说出来的话听得出调性 这也是宋运辉从小艰难环境中 自我培育出来的技巧 没办法 他不能落人口时 所以骂人总得有点技巧 两个技术员只能乖乖跟着干活 就算两人加起来 只有宋运辉一个人的工作量 可三人乘邦 工作进度还是大大加速 期间 水书记过来巡视了一次 领导关心一线中的重点车间是常有的事 一个月看上一两回是正常 他在车间主任书记陪同下 到设备运行那看看 又到总控看看 然后到车间办公室听取汇报 左右走走 似是有意无意间 走进宋运辉所在的小屋子 然后有意无意的看到墙上 拿图钉钉上去的工作进度分解表 他仔细审阅 问了宋运辉几个细节问题 又问他具体怎么推行 宋运辉当然不会说他尖酸刻薄的骂人 只说是大家自觉 水书记当然知道这不可能 他是个人精子 但他也没多问 他要车间主任打电话 叫整顿办的所有人来 就在这么个小房间里挤得差点密不透风 对着宋运辉的工作进度分解表 开现场会议 告诉他们要走下来扎进去 只有端正态度深入了解一线工作 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责任之方案 而不能坐在总厂办公室建造空中楼阁 他说职工大会的否决 正好说明大家对空中楼阁的反对 也正好说明整顿办这半年多来的指导思想有误 他要所有人回去好好反省 不能再沿旧路走下去 第31集 众人被水书记骂得灰头土脸 但没人敢吱声 更没人说旧的指导思想是费厂长制定 你们书记厂长两个口子说话 下面的人该听谁的 宋运辉在一边看着心想 这就是地位 他看到于山青也在列 而且是只能站在屋角 因为于山青只是个不起眼的心境 等整顿办的人被水书记赤回 水书记带着宋运辉单独漫步在塔冠丛林里 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八个字 因人成事 因人废事 水书记说 有些人即使有再好的想法 可不会管理 不能将自己的思想贯着下去 最终想法都成空话 而最可怕的是 有些人做不成事 却埋怨社会不公 奸人当道 给自己找失败理由 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 一个人想做成事 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人 而是很多 形形色色的社会人都能遇到 社会这样对这人 也这样对那人 没太大区别 有些人就是不能回头思考 为什么就他面前奸人特别多 社会特不公平 究竟错在哪里 他肯定宋运辉这半年来做的成绩 但也指出 做任何事不要一厢情愿 急于求成 必须有进有退 有所迂回 保持弹性 一方面要督促手下干活 一方面也得团结手下众人 不能强硬到底 制造对立 否则物极必反 终会有人反弹 或者就像弹簧天天被放在弹性极限使用 总有一天失去弹性 最终废弃无用 水书记告辞时候 问宋运辉 有没有写过入党申请 宋运辉一点就通 这是水书记让他写入党申请的 可他想到目前总场两帮公然对抗的局面 他如果此刻交上入党申请 找谁做介绍人都是问题 都会敏感 而主要原因是 他不是很赞同水书记的为人 明明整顿半的工作是被水书记卡着 可水书记确实将责任都推到费长长身上 为人很不地道 他不愿在这时申请入党来支持水书记 虽然他的支持力量渺小 但他在水书记面前貌似单纯地说 他想将手头事情整理出来 以完美工作答卷向党递交申请 水书记倒也不反对 有时越是成熟狡猾的成年人 越是看着年轻人觉得异常单纯 容易被年轻人的小花招骗过 再说 以这种成年人的地位 他们也不愿费心机思考年轻人可能的花招 因为那些花招伤害不到他们 他们不必多此一举 水书记走后 宋运辉想好久 才能理解 因人成事因人废事这八个字 仿佛说的是他宋运辉 是在赞赏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干活 可似乎也是在暗讽费长长 即使大权交给费厂长也用不好 宋运辉不知道水书记说这八字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他虽然感觉受益无穷 可还是无法因此改善对水书记的印象 可又想到 这会不会冤枉了水书记 费厂长指导下的整顿办 绝不是只面对水书记这一个障碍 而是很多 空中楼阁就是其中之一 整顿办如此被职工反对 真能全怪水书记吗 可无论谁对谁错 这种政治斗争真是丑陋 都是不惜牺牲工厂利益 换取个人私欲 这种现象在小雷家大队就看不到 在小雷家大家围绕有饭吃 吃好饭一个中心 那是真正的大干快上 两者工作氛围的对比 让宋运辉好生别闷 宋运辉又想到 以他目前对政策的理解 估计荆州总厂的同龄人里面无出其右 他当年认真研读政策的目的 是避免重蹈父亲的命运 可面对水费之间的争权夺利 他想到自己 如果把他放到父亲的位置上 即使他那么理解政策 他能做到为了解脱自己 踩别人头顶上位吗 他做不出来 他既然做不到 他还如何因人成事 想到这些 宋运辉有些灰心 元旦 一工段有个导办工人 需要调休参加家里弟弟的婚礼 宋运辉好心顶替一下 新年一时 他就得来两天调休 元旦过去没多久 总厂召开团代会 宋运辉也不知自己怎么就成了 一车间的团员代表 有幸参加总厂的团代会 想到以前入个团 就像偷袭一般艰难 而如今水书记竟然亲自暗示 他可以写入党申请 而且还可以作为优秀团员代表 参加团代会 凭此他相信 成分问题以后 在金州可能再也不成为问题 再想到目前小办公室 是水书记指示安排 他怀疑参加团代会的资格 即使水书记没支声 车间团支部书记 在车间党支部书记指示下 也肯定是受了水书记的影响 对水书记 他感情复杂 早在知道要参加这个会议时 巡建祥就提醒宋运辉 穿好一点 说这种在厂区外召开的 托产会议是变相相亲场 穿好一点 调一个女朋友来 这是最好机会 宋运辉想在意也没法在意 进工厂近半年来 他心思全在工作上 根本没有去哪买些衣料子 做件好看衣服的心思 他还是穿着工作棉袄去开会 一进冲作会场的电影院 不得了 闪亮灯光下 年轻男女睁眼斗眼 女同志雪花泥的大衣领子上 更是围着香金银丝的玻璃丝杀金 看上去好像只有他一个穿的是工作服 好在宋运辉对于穿着打扮不很在意 觉得太花少没必要 于山青作为生技处的团代表 也出席会议 他穿一件半身长 烟灰色雪花泥大衣 黑色鼻挺的裤子 黑色正亮的牛皮鞋 大衣下面是雪白的衬衫领子 也不知是真衬衫还是假领子 头发是心理的 病脚血清 脸庞洗得干净 胡子刮得干净 整个人挺阔精神 于宋运辉坐在一起反差强烈 于山青处于生技处和整顿办的干部身份 以及他出色的长相打扮 为他引来无数姑娘火热的目光 于山青年纪比宋运辉大得多 他自然知道自己的魅力 坐在椅子上顾盼生姿 宋运辉便是缺乏了这方面的技术手段 他只会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姑娘们的眼睛瞧过来 他的眼睛看回去 宋运辉没看到几个入眼的 上面开始讲话时候 下面聊天开始 快半年了 有什么感想 累 比读书时候累 你呢 唯一感想 当初真不该跟你换来整顿办的位置 整顿办被水书记拎到你办公室 骂一顿后一直瘫痪 做事还水书记骂 不做事还费场长骂 嗨 总比三班岛强 三班岛也看三班岛 像你这样有上的撑腰 走曲线到下边沉上几天 上来就是资本了 我哪有谁撑腰啊 又不是长子弟 前几天还有人说 你找了个长子弟的对象 是那个谁的女儿 再谁的女儿 能和你跟定水书记别 我 又没弄错呀 余山清不满地瞥宋云辉一眼 这否认也太不低道了吧 现在谁也不知道 你是水书记嫡系中的嫡系 要不是水书记在你办公室 臭骂我们一顿 我们的工作怎么会停止 你画的工作分解图 可做得真用心 跟水书记的骂配合得猪脸比合 宋云辉文言不由爱了一声 一时无言以对 难道人们误会他的工作分解图 是配合水书记 而精心制作的一个道具 他很想追问一句 大家真都这么说 可问不出口 电光石火间已经想到 别人正该这么想 早在他进场时候 已经被与水书记联系在一起 他一路的脚印 都带有水书记的指点和牵引 他虽然颇为反感水书记 意图与水书记保持距离 可他无法否认 他个人身上 无可避免地 烙上或明或暗的 水书记的水意 他无法掩耳盗铃 别人也都看着呢 即使工作分解图 不是与水书记的合谋 但他依然不能得了便宜又卖乖 对他 对外人而言 这都已是既成事实 他无法解释分解图 与水书记无关 只是简单地说道 倒是真没想到 会成为害你们挨骂的导火索 于山青定定看了宋云辉一会儿 我现在很矛盾 整顿半继续待下去 做什么机关的领导 划而不识 没有前途 但如果像你一样下基层 我与你毕竟不一样 你在年龄是耗得起 我不想 而且现在再下去 不是一开始就下去 你可以料想到诸多猜测 可是整顿半处在风眼 如今更是人心惶惶 小松 换你还有心思找女友 宋云辉心想 既然那么多矛盾 那还犹豫什么 跳出来做点实事 来日方长 用事实说明问题 但一想也果然是 于山青已经三十来岁 还怎么来日方长 他只有安慰 整顿半不会永远无序下去 国家对整顿年限 是有规定的 于山青再次 定定地看着宋云辉 你年轻也好 没复杂想法 别人也相信你没复杂想法 反而会培养你 信你 塑造你 出事也不会找到你头上 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政策制定敏感部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事 最容易出在我们头上 你看看现在这局势 整顿半所有人 都在谋划着改弦更张呢 对了 基层就没这种事 如果不是你今天 跟我说分解图啊 我还不会很有感觉呢 宋云辉竟看见机关里 在斗来斗去 下面基层的看热闹 如今不是全民皆兵的年代 被选做对手 还得看有没资格 唉 你年轻 你是天然免疫 于山清看看宋云辉 见他并不在意的样子 这才继续说下去 再一个月到春节了 小宋 你哪天有空 我们一起去水书记家拜年 宋云辉心想 难怪于山清 今天跟我说的那么多 原来就为最后一句话 他本来有现成的建议 建议于于山清 递交入党申请书 以向水书记表明态度 但他直觉于山清太钻掩 他有点忌惮这种人 过去的经验告诉他 这种人往往是踩着别人头顶往上爬的人 他不想做他父亲第二 他微笑一下 视之以弱 我不敢去水书记家 于山清本来想搭一把宋云辉 这个新贵的顺风船 没想到 这个新贵还真是年轻不懂事 不 是不懂做人 居然说出如此孩子气的话来 他当真是哭笑不得 怎么这天下竟是傻子拿大牌啊 话不投机 于山清懒得再说 继续打量周围人等 宋云辉也就不说 心不在焉的听上面主席台有人做报告 水书记也在主席台上 身架子依然瘦小金干 可身形不能说明问题 水书记做哪儿 哪儿就是重心 宋云辉看着水书记心想 他真被公认是水书记的人了 第32集 回到寝室 问巡建祥 巡建祥也说大伙都这么说 但他看宋云辉 不是那种攀附权贵的人 巡建祥说他曾跟人解释 说跟他同寝室的大学生 纯粹靠本师吃饭 做事不知多辛苦 傻得不得了 可别人都说 没人撑腰 做死也没出头日子 都说巡建祥没看到本质 被大学生蒙了 巡建祥最后嬉皮笑脸总结说 说你是 你就是 不是也是 跳进黄河洗不清 干脆实至名归 从了吧 从了可以早点混个小领导做做 把兄弟救出苦海 宋云辉听了善笑 可见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不想攀附权贵 他只想把事做好 凭实力进取 不错 他有野心 但他只想凭自己苦干加巧干 以实力实现野心 而不是投机取巧 做拉帮结派的歪门邪道勾当 可没想到人们不信他 他跟巡建祥说 还是那四个字 来日方长 立刻爱巡建祥一句骂 要他别傻了 县城的阶梯为什么不爬 还等人端到面前跪地上请他爬吗 谁那么傻 以为他宋云辉是大爷吗 宋云辉也觉得巡建祥说得有理 可他跃不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于是又挨巡建祥骂了 不过两人心无芥蒂 骂来骂去不伤感情 巡建祥骂人没几句 骂过就雨过天晴 忽然两颗门牙刨在下唇外 兔子般的尴尬笑着 对宋云辉说道 你饭后抽一个小时给我啊 我带你去见个人 谁啊 宋云辉感觉巡建祥今天奇怪 男的还是女的 巡建祥哼哼唧唧地笑 硬是不打 呼噜呼噜将饭吃完 扯起宋云辉扔上自行车后座 驮着飞快往市区赶 半路上才不情不愿地招了 女孩叫张书化 刚顶替他妈在饮食店工作 去晚了人家就关店门了 大学生 你帮我参谋参谋 怎么攻下来 宋云辉在后面大笑 但笑完为朋友负责起见 不得不老实地说道 我更没经验啊 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还有他妈在店里安插眼线了 我找上去他妈不让 愁得他什么似的 你找上去保证没事 他妈把女儿倒贴架你都愿意 你今晚帮我带他 逃过他妈的眼线就行 行 怎么跟他说呀 你们有没有什么暗号之类的 暗号 没 我就远远指给你看是哪个 你进去跟他说 你是谁就行了 我常提醒你 然后你帮我在店里 等着接他下班 把他带过来 后面的事我接受 行嘛 他妈会不会杀上来啊 看你福气 看在兄弟份上 你扔掉脸皮也得把他约出来 你不知道 我有多想他 再不见他 我就 再不见他会怎样 寻见祥没说 但自行车骑得飞一样 可见激动 宋运辉没见过哪个天仙 能让他激动至极的 对寻见祥的激动 不是很能感同身受 但一定帮忙 饮食店大门朝马路开 寻见祥不敢走近 远远指着对面马路 昏暗殿堂里面的一个女孩 告诉那就是张书画 宋运辉摩拳擦掌穿过马路 要帮寻见祥完成这一使命 他走进殿堂 就找到张书画 轻声直说 他是谁谁谁 谁要他来 谁在外面等着 张书画忙安排宋运辉 坐到一个角落 要他等到七点半 只要那时候他妈没出现 他就可以自由跟他走 说完他就欢喜跳跃着走了 宋运辉看着张书画 只觉得他像小麻雀 人小眼睛圆嘴巴尖 看上去挺时髦 短头发垫烫过 发卷满头跑 这么小的人 寻见祥一个指头可以拎起来 都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对上眼的 但宋运辉几乎没坐稳 当然是还没喝上一口张书画真来的茶 一个胖女人出现在他身边 胖女人查户口似的问他问题 他只说了他叫什么名字 来找谁 其他都是微笑不答 客气是客气 可就是刀枪不入 胖女人拿他没办法 走了 但过了没多久 又来一个微胖妇女 一来就说是张书画的妈 而张书画在别处紧张的直起 没弄眼 宋运辉规矩地起立称呼 反客为主地请张书画妈坐下 偷眼看出去 对面马路的寻剑翔早躲得没了影子 轮到张书画的妈查户口 宋运辉依然彬彬有礼 交代自己姓名 籍贯 民族 学历 然后再问 他就说阿姨可不可以让交往一阵子 彼此熟悉了再问 这是对彼此的负责和尊重 张书画妈被宋运辉的道理正好震到心口 再看这孩子一脸正气的书生模样 喜欢不过来 拉着他没话找话 硬是说到他的家教 说他管女儿管得多严 那种不三不四小流氓一样的人 别想靠近一步 从张书说的不三不四人的分类来看 其中就有寻剑翔 宋运辉问 可不可以下班后带他女儿逛半小时街 张书一口答应 但另三个年轻人都没想到的是 张书答应是答应了 却远远跟在宋运辉和张书画后面 寻剑翔半路无法掉包 大冷天里走了半个小时 宋运辉无奈地将女孩交到张书手中 宋运辉回头看着无精打采的寻剑翔只会笑 把事情经过跟寻剑翔一说 寻剑翔气得一脚踢翻公园门口的一排自行车 回程是宋运辉载着蔫蔫的寻剑翔 宋运辉让寻剑翔剃掉大鬓脚 穿上正经衣服 买几条宽松点的裤子 即使像他一样只穿工作服也行 寻剑翔不肯 男子汉大丈夫 这么去就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他谁啊 他是全金州大名鼎鼎的寻剑翔 但第二天寻剑翔自己过去饮食店 无果 第三天做中班的白天悄悄把头发理了 理了头发后的寻剑翔戴着安全帽不肯摘 怕人笑话 可宋运辉观察着打探着 直到寻剑翔理了头发也没得逞 一个月后 寻剑翔的头发又长回老样子 但人消沉了不少 宋运辉想找张书画的妈奖礼 被寻剑翔阻止 原来张书画也不要他了 宋运辉挺替寻剑翔不平 就说什么都别说了 玩就玩 天涯何处无芳草 走出去买了猪头肉和花生米 破例又去小店买了两瓶白酒 陪寻剑翔喝一顿 他不会喝酒 硬称着舍命陪君子 后来不知道酒后的两人怎么了 第二天醒来 全骨一块乌青 问寻剑翔 两人是不是昨晚喝醉打架了 寻剑翔说 这点白酒对他寻剑翔算什么 是他自己壮的 两人此后还是老样子 可心里都知道有些什么不一样 以前是朋友 现在是兄弟 而余山青则是速战速决 团代会后就地上入党申请 他更是很快确定一个女友奋起之坠 该女孩正是与水书记关系不错的 积修坟厂成厂长的女儿 春节在女人们降价降价的喧闹声中到了 中央送给全国人民一个新年大礼物 全国化鲜品价格大降 好多人不信天下真有这一等好事 可商店明码标价这么写着 毋庸置疑 大家都担心这会不会是昙花一现 除了流出买瓶票供应年货的钱 抢着将家中有限的布票 都换来花花绿绿的化鲜布囤进板箱 宋运平也买了很多 他更留意的是婴儿用品 他抢买了很多蓬体纱 小袜子等降价东西 可他体会到孩子更需要的 做小罐用的棉布却涨价了 于是春节大伙见面时候 宋运平手里忙不完的编织活 回娘家一天 竟然与他妈一起织出一条 鲜红的蓬体纱小儿开裆裤 裤子小得可爱 被那个即将当爸爸的雷东宝 拿两枚粗手指插着玩 宋家一家人看着笑 宋运平的肚子已经显形 他这会儿脾气好了许多 不过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更是尽小甚微的厉害 怕有个闪失伤到肚子里的宝宝 李东宝一样的 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提心吊胆 宋运平出门 他恨不得找个人来名罗开道 虽然宋运平满心的儿子儿子 却没忘记还有个回家过春节的弟弟 他早就托人往娘家烧去几本他新买的小说 怕弟弟回家寂寞 结果等见面时候 听着父母与弟弟议论那本李自成 说里面的九宫山还不如直接写成井冈山 李自成与张献忠会面不如写成井冈山会诗时候 他略为枉然 这些小说包括冬天里的春天 高山下的花环 芙蓉镇 沉重的翅膀等 都是他去县里买婴儿书籍时候陆续买来 可他最近忙忙碌碌 都没时间看这些书 他能云出的一点点时间 是用过十年画给每本书包了封皮 如今听着父母弟弟议论着的话题 他心里有些羞愧 回家与雷东宝说起 他没想到丈夫居然跟他说 家里的地可以少扫几次 菜可以少做几碗 可人的文气不能丢 时间别多花在家务上 他虽然是个粗人 可他敬重徐书记小舅子这样的人 他自己是不成了 没那天分 可他希望有天分的人 别忘记读书 他对雷诗根和史洪伟也是这么说 他可不是看到他文文气气的娘子 非变成大寨铁姑娘才高兴的人 这一话宋运平想了一天 回头跟雷东宝说起 说他的丈夫虽然文化不高 可见识过人 这也是天分 雷东宝刀枪不入 却最销售娘子的夸奖 听了表扬 简直跟喝了老酒一般 眯起眼睛高兴好一阵子 宋运平也是说到做到的人 想明白后就合理安排时间 有取有舍 有些恢复新婚时候的生活调子 他看了书 看到精彩的就逐来雷东宝讲解给他听 雷东宝虽然一只耳朵近 一只耳朵出 可他喜欢 他喜欢的就是这种调调 甚至喜欢妻子 笑他不懂得无伤大雅的玩笑 也喜欢妻子天刚暖时 在家中十来只瓦花盆里 下得跟豆芽似的花秧 为此他积极帮忙 每天早上出去前 帮行动不便的妻子 将花盆搬出去晒太阳 晚上回家将娇嫩的花秧 端进门免受寒流柔力 他一辈子看得多的是柴火牛一样的同伴 他就是喜欢说话细声细气 皮肤白白净净 干不来粗重农活 却把书读得很好 很有见识的妻子 而且他现在钱多了 他愿意把妻子捧在手心里疼 妻子娇嫩 他有面子 去年他听徐书记赞扬他妻子 比他气质好 他还得意呢 对于乡人 说他妻子不会做农活 不能吃苦的议论 他不屑一顾 春天来了 宋运萍的身子越来越重 很多看着他肚子的人 都转身恭喜雷东宝 说书记娘子肚子里一定是儿子 雷东宝是如此期盼 那一天快快到来 宋运萍也期盼 雷东宝一天忙碌后回家 两人常跟新婚夫妇一样的依偎在一起 憧憬孩子出生的一天 两人指着搬进屋的花秧们说 等孩子出生的时候 有些花正好开放 迎候儿子的降世 等花结籽的时候 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喊爹妈了 但毫无疑问 等明年花开时节 孩子肯定是会跳会笑的 雷东宝还最喜欢把妻子做的那些小的不可思议的衣服拿出来玩 瘫得满床都是 一边玩一边笑 非得睡前才肯拿进箱子 那箱子还是他找来上好章目 特意叫大队里跟着他干活的最好木匠细心做出来的 那木匠好心思 做好张木箱 又拿电烙铁在箱面烫了一幅画 画面是个骑着鲤鱼持一朵莲花的大胖小子 孩子的小衣服都放那漂亮的张木箱里 第三十三集 但雷东宝在家一直乐呵呵的 在外面却遇到烦心事 徐书记年前已经回去北京 回去前徐书记亲自出手 为他做了很多事 他被评为82年的省劳模 又被补选为世人大代表 小雷家大队成为全县骄傲的这个调子 几乎无法被改变了 当然雷东宝遵照徐书记的指示 与陈平原加以结交 同时继续被陈平原的政绩增光天才 只是徐书记一走 雷东宝心里空落落的 一下少了支撑 以前徐书记虽然没怎么出手帮忙 可他总感觉有徐书记在 天不会变 还有 他给市电线电缆厂做的一个职工宿舍工程 等去年工程结束 那些职工赶着搬进还没干透的房子 电信厂宿舍的包工费和从小雷家 拿钢筋水泥预制板砖瓦泥沙的钱 却拿不出来 那厂长与雷东宝商量 先给职工过个好年 年后工资不发 也得找二清局婆婆出面 到银行贷款将钱还上 雷东宝不是黄世人的黑心厂 想着总不能不让人家过年 再说也相信国营单位的信用 怎么说人家都有国家管着 不愁他们不还 但没想到 过了年再让人去讨钱 厂长一直避而不见 那些住上新宿舍的职工 将上门讨债的轰出厂门 雷东宝找上级反应 找电信厂婆家二清局反应 可上级部门领导说 电信厂确实没钱 没钱你难道能吃的那厂长 雷东宝不干了 没钱造什么宿舍 没钱住什么宿舍 这不是骗他们小雷家的钱 为他们自己谋福利吗 雷东宝发狠 叫几个没事的老头老太 去电信厂附近盯着 只要看见厂长进出 立刻回来报告 果然那厂长躲了几天 见风平浪静了 中午趁人吃饭时候 悄悄从后门回场 小雷家警局的老头 立刻骑车回来通报 这老头正是老胡孙 老胡孙是个明白事的 心中算盘子一打 这么大笔的钱被赖 往后肯定影响到 他们这些老人的 劳保工资和医疗费 他心急 积极向队长要求去逮那厂长 队长也怕那些 没见过世面的老头老太 完不成任务 想这种小事 老胡孙别想到处花样来 就让老胡孙负责去了 老胡孙果然负责 他有本事 他能煽动老头老太们的积极性 他又能合理安排 盯梢位置 白天忙忙回来 他还不先累的捧着饭碗 到晒场向大伙宣传 那个电线厂厂长不是东西 都不用雷东宝拧开广播喇叭 做解释 小雷家上上下下 早被老胡孙的思想工作 做得同仇敌忾 群情激愤 知道有人敢喝小雷家人的血 因此 老胡孙回来一吆喝 说电线厂厂长回场 大伙赶紧去抓 不用雷东宝招呼 大伙自发抄起家伙 跳上一辆中型拖拉机 三辆手扶拖拉机 满满四车壮年汉子 加后面跟着骑自行车的 黑压压涌向试电线场 宋运平一见这驾驶 大惊 可他舔着肚子 哪里能跟得上雷东宝 又哪里能骑车赶去劝阻 只有急急去兔毛收雇站找试根 没想到试根也超级家伙 正想冲出门 听到宋运平的忧虑 试根却让他别担心 他有数 他会盯着 宋运平知道试根 是个极其稳当的人 见他这么答应 这才稍微放心 可回到队部会计室 他还是度日如年 如热锅上蚂蚁一般 等待着来自前方的消息 他更关心小宝爸的安慰 他很怕雷东宝 抑制不住怒气 指挥小雷家黑压压的农民 大打出手 他见过以前那些群情激愤的人 一旦动手局势便无法控制 什么事都会发生 到时可能得流血了 无论哪一方流血 都不是他乐见的 他担心 是根真阻止得了雷东宝吗 宋运平急得双手微颤 无法算账 他坐立不安 时时站到窗户前看他们回来的必经之路 可那条路现在遮满果树 果树上开着粉红粉白的花 就是没大队人马回来 有见一个两个那还是赶着出去的 他双腿酸软没力气 没法多站 可又坐不住 扶着窗户勉强站着 他现在哪还有心思欣赏满眼的春花 忽然旁边对部办公室有电话铃响 他忙过去打开空无一灵的办公室的门 接起电话 没等电话筒放到耳边 那边霹雳式的一声喝 自爆家门说是县公安局的 叫雷东宝听电话 宋运平忙说领导们都不在 问是不是谁闯祸了 那边又问一大帮人去市里干什么 宋运平不敢隐瞒将原委说了 公安局那边大叫胡闹 骂这是闯大祸 没说完就重重挂了电话 宋运平更是担心的手足无措 公安局的人都给惊动了 而且都没顾忌雷东宝的老模和人大代表身份说胡闹 不知道雷东宝那儿究竟闹成什么样 他真想骑上车飞快过去看 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干着急 报纸上一直说要清楚干部队伍中的三种人 不知他们会不会把东宝当作三种人之一的打砸抢分子处理呢 宋运平愁得脸都绿了 但没等他走出队部办公室 电话铃又响 这回来电话的居然是陈平原县长 陈平原在电话那端大叫胡闹 宋运平按耐担忧 忙替自己丈夫辩解说电线厂耐账太无理 今天听说厂长偷偷回来 大家都激动 雷东宝知情后忙跟去阻止了 陈平原严厉说 等雷东宝回来就去县里见他 宋运平放下电话 揉着胸口喘不过气来 事情都闹到县里了 会不会有善终 最要命的是 小雷家的农民会不会与电线厂工人打起来 都是手里有家伙的 真打起来 那就不可收拾了 他扶着墙回去 瘫在椅子上起不来 正胡思乱想着 四宝媳妇冲进来 报说有汽车运钢筋来 预制品厂能做主的都去市里了 依规矩只有大队会计能出面代替去点数 宋运平不得不硬撑着起来 跟四宝媳妇过去 四宝媳妇极其殷勤 当然 宋运平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现在出门到处看到笑脸 还不是因为小宝吧 唉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 宋运平赶着来到预制品厂 幸好 厂里还有别个大队招来的临时工 他拿着送货单让人爬上去点数 正确无误后 他让四宝媳妇请司机到厂办公室休息喝茶 他指挥着临时工们装谢 卸下来的钢筋卷 他还得仔细对照一下挂台上的数字 这些程序 他以前来这儿看一次就会了 不用人教 如今的预制品厂已经鸟枪换炮 装上一架旧炉门吊 装谢再不用像宋运辉在的时候 需要动脑筋 巧用三脚架和手动葫芦 现在只要有人在下面按控制器上的红绿按钮就行 但是那些临时工屏时没有用炉门吊的机会 不很懂得操控炉门吊的速度 走顺走快了却一个急杀 惯性使得钢筋悬在半空乱晃 吊着钢筋卷的钢丝缆嘎嘎坐下 宋运平感觉吊着他的心脏的那些血管 也在雄枪嘎嘎坐下 有不胜负荷之事 他担忧着冲去市里的那人 无时无刻 欠债还钱 那是天经地义 每个冲向市电线厂的人都这样想 包括雷东宝也这么想 雷东宝还想 欠他们小雷家的 等于踩他雷东宝的力 这不反了吗 更有老胡孙献计献策 说讨不来钱就搬他们的设备 搬来设备才能逼他们拿钱来赎 也有人说扣了那狗娘养的厂长 不拿钱还债不放人 所有朴素 却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讨债办法 都被大家拥护 大家一路奔赴现场 一路讨论得出结论 前车传后车 后车传前车 拉大嗓门传递的讨论 异常能说服人 渐渐的 大家打定同样的主意 口出同样的声音 挂上同样的表情 一路跋涉 一路呼和 赶到市电线厂已是下午 大伙还没下车 就看到紧闭的市电线厂 大门内工人们同样 操着家伙严阵一带 激动情绪 不亚于小雷家农民 隔着工人与农民 是穿绿警服的警察 也是严阵一带 老胡孙一见就大喊 他欠我们钱还有理了 他们还找警察保护来 活该我们小雷家倒霉来 老胡孙这性格 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越乱越兴奋的 这等场合 他如鱼得水 也没法计较这事 对自己有利无利了 只拍着脑门 凭本能做事 眼下干柴烈火 这一点火星子 正好点燃 看见严峻场面 有点犹豫的农民 所有的农民 都指责痛骂警察 包庇恶意赖账 警察请大家安静理性 有话商量 可没人听他们的 因为里面的工人 也一起鼓噪 与农民对骂 对骂的声音掩盖理性 双方的阵营 越来越压缩 警察限于两阵夹心位置 难以施展 雷东宝也是热了脑袋 因为他看到 那个欺骗他的厂长 也在紧闭大门内 冲他吆喝辱骂 厂长辱骂的话 通过工人的口号 传递出来 就是骂他傻 自己上当撞枪口 雷东宝打小梅 受过这样的欺骗 气得头昏脑胀 抄起手中木棍 想扔那厂长 被视根死死抱住 提醒雷东宝 千万不能动手 不能伤人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违法落人口实 雷东宝哪里肯听 他不把手中木棍扔出去 出不了心中那口恶气 他春节以来 到处求爷爷 告奶奶的要钱 处处被人踢皮球 打关枪 心中别提多少怨愤 他身强力壮 是根哪是对手 眼看就要挣脱 又一个人 伸手一把抱住他 他回头一看 居然是陈平原县长 陈平原的出现 让雷东宝稍微收敛 可他依然大力挣扎 向陈县长诉说不公 陈平原明确表示 讨债可以 不许泄斗 不许闹事 雷东宝说 那还有什么办法 能把钱讨回来 电信厂明显是恶意赖账 陈平原说 他负责联络各部解决 是根见此 忙大声告诉湘林 说县长说话了 大家收起锄头 倒退十米 雷东宝虽然不情愿 可在陈平原的催促下 还是回头大声吆喝 大家倒退 他的话不仅声音响亮得多 比试根的号召力也大得多 大家虽然一样的不情愿 可还是乖乖倒退 倒退中有人高喊 不让冲进城里 又不还债 不如扒了新宿舍 大家都别想好过 此话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 众人一起高喊 扒了宿舍 扒了宿舍 这一来 犹如唯唯旧照 原本以为守住大门 固若金汤 以意代劳的工人 在里面急了 电信厂宿舍 一造就是几十户 这里面的人 几乎大半 与新宿舍有关 扒了工厂可以 扒宿舍 绝对不可以 见到小雷家人退后 还以为小雷家人 敢去扒房 这下轮到工人 叫嚣着要冲出来追打 名为保护家园 警察不得不全力 封住工厂大门 不过好在那些工人 也不敢从窗户 跳出来落单 这时 市里的各级领导 也纷纷赶来 赶来的大领导 一见陈平原在场 都不愿而同 冲他大喝一声胡闹 搞得陈平原 也是上了干货 扣住雷东宝的那只手 跟刚箍一般狠 雷东宝浑然不觉得疼 物资大声 向各级领导 解释其中原委 说电线厂骗的是 小雷家人的血汗钱 那些钱 都是要拿来看病养老的 说电线厂按计划生产 按计划购销 有多少钱 他们厂长自己心里清楚 他们这是存心赖账 整死小雷家 雷东宝说 身边农民们响应 农民们天生的大嗓门 震得领导们 恍如身处惊涛骇浪之中 而在惊涛骇浪之中 雷东宝捕捉到一个声音 那是曾在小雷家现场办公 帮助解决问题的 副市长的声音 副市长也说 赖钱问题 他主导解决 雷东宝立刻杀出 所有含冤的话 转头指挥大家回去 而那些在里面 正与警察对抗的工人 一看不好 以为农民们 争取八宿舍了 大急 有人拖来消防水管水枪 悬开消防龙头 高压水喷向门外 所有人 这一下 把现场领导和警察 也打火了 乱象中 只听喷喷两声爆响 别人可以不知道 当过兵的雷东宝 却是听得清楚 那是枪响 他这会儿彻头彻尾清楚 忙顶着水柱冲击 指挥小雷家大队 大伙回去 立刻回去 谁不回去 他当头就是一棍子 小雷家上下 本来就听他的 即使有干火上涌 不肯退走的 被他一棍子也敲醒了 纷纷退走 依然上窜下跳的老狐孙 也挨了他一棍子 领导们也被高压水冲得回撤 跟着小雷家大队众人一起走 看雷东宝提棍子 将众人赶上拖拉机回家 这时工厂工人也看到黑洞洞的枪口 连忙关了高压水 两下里平静下来 交得透湿的各级领导 车上雷东宝和电线厂厂长 回机关开会 雷东宝想跟世根说几句话 做个交代 被气急败坏的陈平原 一脚踹进车里 紧跟领导将车开走 世根见此 连忙踩上自行车赶回家 焦虑的宋运平 一直神思不定 两眼实实 看向外面大陆出神 那些零师工 到底是手势不熟练 卸妆工作进展缓慢 那个开车来的司机 不时跑出来看一眼 嘀咕几句 又被四宝媳妇敷衍着 拖回去喝茶 眼看着天色暗下来 四宝媳妇也坐不住了 出来抓住宋运平 问男人们会不会出事 会不会跟电线厂的 打起来闯大祸 宋运平虽然安慰四宝媳妇 说政府会插手 只要政府在 打不起来 可他心里忐忑 他想着 既然公安局已经知道 应该早早把小雷家的农民们 从半路上拦回来 怎么会到现在 还没见有人回来呢 这时 林时工终于报说 装卸结束 宋运平原地站着 让他们回家去 那些人 关掉罗门调上面的电灯 收工回家 里面坐着喝茶的司机 见外面灯光一暗 忙跳出来看 问收拾完了吗 收拾完了 他得赶着回去找加油站 四宝媳妇嗓门打 回声行了 那司机听了就准备走 宋运平忙走回去 想给司机签字画鸭 没想到场地上关了灯 没看清 自己又心神不宁 没小心 一脚踢到 撕冷的钢筋 手脚无助 合身跌到一卷钢筋上 四宝媳妇走出一阵 没见身后人跟上 回头一看 吓得脸都黄了 帮回来扶起宋运平 伸手 往他全身乱没 借办公室灯光 看看好像手掌上没血 可眼见着宋运平 却是五官愁紧 满头冷汗 四宝媳妇怕了 叫上宋钢筋的司机 将宋运平送往卫生所 一路没觉得有意 可等到了卫生所 将人从车上抱下来 却见宋运平下面 就像开了闸式的 鲜血如鲤 卫生所不敢接 值班医生 直接跳上大卡车 跟着一起去县医院 没想到 半路卡车没油了 雷东宝跟着领导们 来到市政府 一路感觉心惊肉跳的 他当然不会承认 自己害怕 他怎么可能害怕 所以他无视这种感觉 又哼了一声 给自己打气 理亏的是电信厂 不是他们 全都湿漉漉的 在会议室坐下 都没问清缘由 市长对着雷东宝 劈头盖脸 就是一通骂 骂雷东宝 作为共产党员 不寻正常途径 解决问题 带头组织群众闹事 造成极坏影响 下面食堂 端来浆汤 但市长闭嘴前 谁都没敢碰一下杯子 等市长的批评 终于结束 雷东宝一口喝下姜茶 大声反驳 市长 我们农民没文化 心执口快 市电线厂 故意赖我们的钱 那钱都是小雷家老人 老保工资和医疗费 市电线厂已经从年前拖到现在 我们去讨钱的人被赶出来 很快我们就没钱给老人开工资 现在青黄不接 地里也没东西能吃 那些老人得挨饿呀 市长 你也看到了 今天老人们都来了 他们担心没饭吃 他们的钱 让电线厂黑心魅了 那狗屁厂长 年前告诉我 就是不发工资 找银行贷款也要还钱 年后躲得人影都不见 害我们大队老人 天天跑那么远路 守着厂子宰他 老人们吃口饭容易吗 他们都穷那么多年了 他们只想吃口饭 陈平原皱着眉 看着雷东宝不语 市长书记都在 没他说话的份 但心说小雷家 一向有闹事的光荣传统 当初县前任公书记 组织的清查组 就是被那些老人 闹得一天都待不住 谁说这其中 没雷东宝的山峰点火 但这仗往后跟他担算 今天怎么说 也得保住先进大队的牌子 市长骂说 没文化就可以闹事 就可以堵塞交通 但因为雷东宝 说的也是实话 他便开审视电线厂 没钱造什么宿舍 怎么拿来的批味 矛头直指 主管单位二星局 二星局连忙解释说 他们没批电线厂 大规模造宿舍 只根据他们 现有资金情况 批了200平方米的 集体宿舍 甲方乙方 上级下级都在场 事情抽丝剥剪 很快搞清 原来是电线厂 闻说要立改税 又不知道会怎么改 便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 赶紧将所有两年来 扩大企业自主权 挣来的计划外利润 用掉 盖房子分了 既成事实 以后拿来利润 都贴房子上 就不用上交了 他们没敢找 国营建筑公司欠钱 怕被上告 没想到 小雷家建筑工程队 这个设队企业 更不好惹 接下来 轮到市电线厂厂长 书记遭殃 还是第一次 见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么大的官 却是看着 湿漉漉的书记市长 骂他们 市长是个老干部 特能骂 连二清局的都挨骂 陈平原看了 心中虚口气 好歹注意力 只要不集中到 他头上就行 正骂着 有值班人员 推门进来 小心说 小雷家大队 雷书记家人来电话 说他妻子送医院了 雷东宝一听就跳起来 预产期不是今天 今天进医院 肯定有问题 他冲上去 就凶神恶煞地 推着值班人员 去电话室 电话那边告诉他 宋运平早被送去卫生所 可是大队里留的 都是老弱病幼 没人知道 该怎么找他 直到去市里 闹市城拖拉机的人回来 才由红伟 联络到市里值班室 红伟说 市根已经亲自 开着拖拉机去卫生所 很快会有消息来 但具体 宋运平出了什么事 没人说得清楚 雷东宝心急如焚 虽然被吩咐 守着电话等消息 他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 立刻飞回家里 但没让他等多久 几乎是殿下 搁下没几分钟 红伟又来电话 红伟这回变着声音 红伟告诉雷东宝 市根从卫生所 借电话打来 说宋运平大出血 被送往县医院 市根正开着拖拉机追去 雷东宝晕了 大出血 平平本来就缺血 他怎么经得起大出血 他跌跌撞撞冲出值班室 穿过走廊 爬上楼梯 撞进会议室 一把抓住陈平原 直着眼睛说 他妻子大出血 问陈平原借车子 陈平原趁机 向书记市长要求 陪雷东宝回去 说雷东宝那样的回去 得闯祸 于是陈平原脱了身 与雷东宝一起 乘一辆吉普车 飞速赶回县里去 宋运平还是被后面赶来的 雷石根的拖拉机 送进县医院的 等雷东宝赶到 看到的已是白布蒙头 白布中间是高高隆起 那是另一条 未见阳光的小生命 整个县医院的人 整夜都听到一个男人 野兽般的嚎叫 一直叫到破了嗓门 陈平原一向 自诩心肠最有原则 见此也不忍看 站在急诊室陪了一夜 回头 他将此事 向市里做了汇报 宋运平一条命 换来雷东宝 免受处分 宋运辉第二天 就接到电话 什么都来不及待 寝室都没回 穿着厂服就往家里赶 半夜才从市火车站 走到小雷家 见父母早哭叉了气 软倒在一边 雷东宝红着还眼 直挺挺跪在临床前 宋运辉在灵堂门口站好久 才梦游式的走进去 揭开白布蒙头 看上最后一眼 里面的姐姐在昏暗中 很是安详 像是睡着似的 宋运辉已经在火车上 流了一路的泪 想着小姐弟艰苦的过往 想着姐姐一辈子对她的照料 一切一切的细节 如放电影一般 在她脑海里重现 她一路流泪 此刻看见仪容 她再次泪如雨下 回头揪住雷东宝 哽咽着大声斥吻 我把姐姐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答应了我什么 啊 你说话算不算说 雷东宝被宋运辉揪得 不得不抬头看上去 她直直看着这个渔王妻 长得有点像的小舅子 斩钉截铁 说了几个字 但她的嗓门早喊哑了 宋运辉指纹嘶嘶声响 听不清她说什么 宋运辉不知雷东宝搞什么鬼 你好好说话 你怎么说 旁边与她在玉制平场 意气忙碌过的红尾 上来抱住宋运辉的手 对宋运辉复耳倾道 东宝书记 好了一晚上 现在没法说话了 宋运辉愣住 却见雷东宝又是私生在与她说话 还是没法听清楚 她干脆掏出口袋里的笔给雷东宝 雷东宝取来 在手心重重写上 我 这辈子 不取 手递到宋运辉眼前时候 笔尖刺穿掌心渗出的血 几乎模糊了这六个黑字 宋运辉无法再说 她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比她更伤心的人 她只能问抓住她的红尾 我姐林中 说了什么 听闻雷东宝不由垂下头去 还是红尾帮着说 四宝媳妇一直跟着 四宝媳妇说 你姐最后清楚的时候一直说 她真不放心走 真担心她走后 留下东宝书记一个人怎么办 宋运辉死死盯住雷东宝 眼睛里满是悲愤 事后 雷东宝趁一个阴雨天 将宋运平培育出来的花秧 绕土屋种上一圈 夏秋时节 各色鲜花不断地开 不断地结籽 而她的花 她的紫 却已经成为 消失春天里 一抹最深刻的记忆 雷东宝变得沉默 第三十五集 宋运辉回到荆州 破天荒的手头什么事都不干 只躺在床上发呆 寻见祥下班 顺路买了饭菜回来 见宋运辉已经在 随意问了一句 吃了吗 好久没见回答 也没在意 因为宋运辉 有时干事情认真了 也是两耳不闻的 但寻见祥 坐下吃饭没多久 就觉得不对 床上躺的这个人 怎么眼睛发直呢 他吃上两口饭 才见床上那人 眼睛眨一下 跟傻瓜似的 他想到宋运辉 这回请假 是去奔他姐姐的丧 估计这小子 现在还难过着 他没多说 扔下吃一半的饭碗 拿宋运辉的饭碗出去 当然不会去 只剩餐羹冷制的食堂 他在荆州熟门熟路 他到朋友家 要朋友炒了花生米 红烧肉 又硬搜刮一包 人家珍藏的金沟海米 到小店买一瓶白酒 回寝室 硬托起宋运辉 与他对着 他知道宋运辉 只那么点酒量 都不屑买两瓶酒 他将一瓶酒 均分两杯 一杯给宋运辉 果然 宋运辉才喝一口 一股火气 便腾腾地 从肚子直言烧到脑袋 仿佛有人忽然 一把拎起他两只耳朵 他一下坐纸 终于有了精神 第二口下去 热气迅速蔓延全身 全身细胞复活 眼泪杀不住车的流出来 比喝下去的酒还多 云运辉 你不知道 我们家 我从小 爸妈双职工 我几乎就是我姐待大的 这辈子我跟谁 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我姐 我姐从小懂事 爸妈给我们的早点钱 有声的时候 他只给自己买过一次眼干辣 其他都给我买了玻璃担子 否则你说我家成分那么差 哪个小朋友肯理我呀 还不是看中我手中的大把玻璃担子 我姐最胆小 可碰到谁欺负我 他豁出去的时候比谁都胆大 有此我爱人走 姐姐看见冲过来保护我 他不会打人 他只会护住我 让拳头落在他身上 我都能听见 拳头落他背上 砰砰的声音 好人为什么不偿命啊 寻见祥看着一向镇定的宋运辉 两口酒下去 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情绪激动地敲着桌子 生死力竭 用眼苗苗打开的气窗 忙起身不动声色过去观赏 但站在门边 却依然能清晰听见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 现在正是晚饭过后的时间 寝室走廊人来人往 寻见祥想了想 索性找来榔头钉子 将他朱竿红的厚毛毯 定在门上隔音 那边宋运辉浑然不觉 物字疯狂着喋喋不休 我姐鼓励我 不要像她那么胆小 鼓励我跟欺负我的人打架 她陪我练打架 可那时候我小 下手没轻重 她不知挨了我多少 没轻没重的拳脚 徐建祥 你没见过我姐 我姐是个弱不禁风的人 可她挨我拳脚的时候 无怨无悔 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还比姐姐挨挨 我们姐弟一起去河边挑水 一向都是姐姐连水桶去河里取水 她贫血 起身的时候经常站不稳 可她就是不让我去取水 怕我不小心滑到水里淹死 我下的扁担当中画着一条黑线 姐姐比我大 可我是男孩 我要求水桶放黑线位置平均分摊重量 可每次啊 从河边挑到家里 我走前面 水桶绳总是偷偷被姐姐一偏 姐姐总说是水桶绳自己走的 可那时我矮塌高 水桶怎么可能自己往高处走啊 她处处为我着想 为爸妈分担家务 她最后才想到她自己 她连找个丈夫都要先想到 能不能替娘家撑腰 可我是那么没良心 我在给姐姐做了多少事啊 我只拿回去一斤毛线 寻建祥 你说我是不是东西啊 寻建祥一只手照自己的酒杯子上 怕被宋云辉抢去 两眼眯成一条线 难得严肃地听宋云辉忏悔 但心中不以为然 心说全津州的老娘都巴不得 有宋云辉这样一个儿子 这小子够是东西了 宋云辉只模糊看到寻建祥 认真听着 心中欣慰 抓起毛巾擦把眼泪 我从小年后来 打钉的主意绝不放弃 一点不考虑姐姐的良苦用心 我那个时候 我一定让姐姐操碎了些 我夏天要下水游泳 姐姐怕水不敢跟我下去保护我 她只能想办法搓了条细麻绳 一定要绑在我腰上 她在岸上牵着才肯放我下水 我不敢 那多失面子呀 姐姐就苦口婆心地劝由我 又把麻绳染成黑色 说这样在水里别人就看不清了 我还是不敢 我不曾下水了 自己玩得高兴 姐姐在岸上急得打转 眼泪都急出来了 又不敢想爸妈搞发 怕爸妈骂我 我姐姐是在上小学 你说现在 哪个小孩有我姐这么懂事的 他们现在连鸡蛋壳都不会保 我家成分差 不是一点点差 而是很差 我初中毕业就没法升高中 我姐难过得跟什么似的 只说是她占了我读书的名额 所以考大学她也上分书线了 你看公社卡我们 她立刻将名额让给我 我现在真悔 我应该让我姐去读大学 我还小 我在复习一年一定也能考上 我姐就不一样 她如果读了大学 就不会遇上雷东堡那次 她就不会变本加厉的操心 我早知道雷东堡胆大化味 我为什么还亲手把姐交到她手上 我当时如果反对到底 拿姐弟关系做筹码 我姐一定会退步的 我怎么没有反对到底呢 现在这次是被雷东堡的胆大妄为害死的 我后悔 我后悔 寻见祥没嘴 看着宋运辉拍桌打凳 心里一犹豫 将他杯子里的酒倒到宋运辉杯里 一向知道宋运辉话少 闷屁 看今天这情况 能让宋运辉发作出来也是好事 宋运辉不知旧理 他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不能自拔 看见杯中有酒 拿来就喝 渐渐的他花少了 眼前的景象却越来越清晰 那是他小小的姐姐 穿着小碎花的罩衫 梳着两把小扫帚似的辫子 脸上挂着甜苹果般的笑容 嘴里嫩嫩的喊着 小辉 小辉 寻渐渐渐辉 不知既然 看宋运辉 难难念着 姐姐 姐姐 脸搁在桌上垂泪 不由也鼻子酸酸的 可男儿有泪不轻痰 他扭扭鼻子 呼吱几声 对着宋运辉嘀咕 差劲 半斤酒就能料到 可惜这红烧肉 一块都没吃 我来吃吧 这都凉的 寻渐翔嘀咕几句 吃几口肉 却忽然看到宋运辉 跟没骨头似的 软软滑下桌去 寻渐翔看得目瞪口呆 大男人能如此柔弱无骨 他自己试了下 没办法滑得如此行云流水 一时哭笑不得 起身将软瘫的宋运辉上床 指着宋运辉的鼻子 以后我这个当哥的来管你 你这没长毛的皮蛋 怎么就没人那么疼我呢 说完花枝乱颤的甘笑两声 终是没发真笑 回去摘了门上的毛毯 洗漱睡觉 没精打采的 心说他怎么就没人那么疼他 宋运辉第二天起床 除了眼圈还肿 其他什么都看不出来 戴上眼镜 几乎可以湮灭证据 他知道自己 昨天又哭又闹 依稀记得说了什么 又不是全清楚 问海赖床上的寻建祥 寻建祥却只闭着眼睛 懒洋洋说 要他放心 没旁人听见 宋运辉没追问 下去跑了一圈 又帮寻建祥带来馒头 宿醉之后 脑袋开裂似的疼 可宋运辉顾不得了 他得先骑上他新买的二手自行车去车间 检查两个手下的工作进度 布置任务 然后他到图书馆翻查资料 照旧工作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别人提起他也是敷衍过去 他的家事 他不想敲锣打鼓地说 图书馆有些书是不让借出来的 可又有很荒唐的规定 进阅览室阅读者 除了纸笔之外 不得携带其他东西 宋运辉在阅览室查阅英语资料 最先不让带字典 遇到疑难词非常麻烦 他整句记录下来 带回寝室查了字典礼物 一来二去 与阅览室那些婆娘面熟了 在家有关她是谁谁低气的传闻增多 管理员婆娘们网开一面 对她格外开恩 但今天进阅览室 又被拦了 来人温柔而坚决地说一句 不得拿其他物品进入阅览室 这声音这腔调是那么熟悉 依稀就是陪伴她二十年的姐姐的口吻 她猛地抬头一看 是张新面孔 在被窗外绿树绿过光线的映尘下 这张新面孔皎白如玉 甜尽情丽 宋运辉只觉得心头有个小声音 宠她使劲地喊 就是她 就是她 她忘了应答 愣愣盯着那女孩敲 那女孩瞪她一眼 结果宋运辉已经放在柜台上的解书证 将牌子换给宋运辉 但见此男色眯眯看她 她生气 抓起牌子在柜台上敲了几声 宋运辉这才惊悟自己失态 她忙慌张地捡起牌子就走 女孩等宋运辉进去才想起 她三令五身不让此人将手里东西带进去 此人还是带进去了 她想去拿回来 可想到此人盯着她看的眼光 她讨厌 她走过去自讨没趣 只得忍了 等会准备告诉师父 让师父帮忙去赶此人出去 她无聊间取出宋运辉的解书证看 不认识 是个一车间一工段的工人 名字不好听 人更是怪 眼睛种种的 像桃花眼 她将那只解书证扔回草里 宋运辉以往都是选择背对着大门的位置 免得受走近走出人流的干扰 今天忍不住对着大门坐 抬头就可以看见那女孩温婉的侧面 眼睛累了 以前是往窗外看 现在是抬头看 看来她回家这段时间 图书馆里换了人 这样温婉的侧面很昙花一现的声音 悄悄弥补她心头刚刚出现的空缺 令她产生丝丝依恋 过会儿 女孩的师父来了 女孩立刻就向师父告状 说有人带东西进阅览室 她拦都拦不住 她师父一瞧 老熟人 笑说这小宋是规矩人 她要带什么进来就随便她吧 又说想祖也未必阻拦得了 人家急了找水书记开张条子 这儿照就得放人 老管理员大致向女孩介绍一下宋运辉 女孩这才明白过了 不过想起宋运辉刚才直愣愣的眼光 心里隐隐有点不屑 什么大学生 这么没修养 比起另一个他认识的大学生余山青来 可差远了 老管理员坐了会儿便四处张罗 走到宋运辉身边时候 问了一句 你姐姐过了 难怪这几天没见你 说话时候 一眼就看出宋运辉眼皮浮肿 哭过的样子 看来是个重情的 是 让阿姨牵挂了 宋运辉照旧没多说 但拿手中的笔直指女孩 阿姨 新来的管理员 怎么称呼啊 小刘 刘启明 刘总公家小女儿 刚从化验室调来 刚冲突了吧 你放心 我听你说了 谢谢阿姨 还正想着跟您说一声呢 如果手上不让带工具 有些书看起来不知所云 你别谦虚了 我看你翻字典的次数不多 这些书 说实话 买的时候 胡乱买来 买来就是胡乱放着 不是你帮忙 都还不知道归到哪类 除了你 我也不清楚 还有谁看这些书 有几个老高工过来看看 翻几页就走 你们一起分来的 我都没见过几个 还是你最认真 宋远辉 微微微笑了一下 可他今天实在不是很有心情真笑 谁都看得出来 他笑得勉强 老管理员打了个招呼 说上几句就走了 宋远辉又将目光转向刘启明 原来是刘总公的女儿 难怪年纪轻轻就可以脱离倒班 也难怪气质轻力 原来是来自书乡门第 宋远辉想到刘总公倒是常来阅览室 不知道妇女见面是如何近况 但无论如何 他决定等下换牌子时候 与刘启明说上几句 不为别的 就是听听他说话声音也好 但他不得不想到 像于山青一样急巴巴的地上入党申请 表明态度 他如果在此时与小刘搭讪 会被视作什么样的表态 这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 就被他扔到脑后 什么荒唐想法 第36集 说曹操曹操就到 刘总公居然这个时候来 宋远辉最先没在意 直到感觉身边有人 才抬头一看 见刘总公在看他查阅的资料 他忙起身招呼 顺便看一眼刘启明 果然他看着这边 他不知是不是看到他的视线 偏过头去不理 刘总公让宋远辉坐下 请问 我要查这个资料 你帮我想想 你心里有没有印象 刘总公递过来的字条 上面是一种 国外七十年代成型技术的名称 宋远辉在大学时候接触过 厂图书馆应该没有介绍这方面的书籍 国外专业期刊有过介绍 我寝室里有原始翻译稿 根据我看到的资料 这种技术应该性能稳定 国外有成熟的设备投放市场 你方便的话 找个时间拿翻译稿过来给我看看 你以前在学校里接触过国外专业期刊 是的 老师让我帮忙翻译 我今天中班 中班后我把翻译稿拿去刘总办公室 不过因为是初稿 当初我对设备也没有现在熟悉 里面有很多纰漏 大框架在就行 你怎么还在倒办 我跟着调度了解一车间总体运行 运行跟设备一起了解后再查阅这儿的资料 更能吸收 刘总公看着宋运辉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不过又摇摇头 改了主意 你把翻译稿拿来 交给我女儿吧 就门口那个年轻的 这个时候 你还是别来我办公室凑热闹 你还年轻 有些事你担不起 还是避避闲 好 巴不得呢 其他就不多说了 他知道刘总公指的是什么 还不是水书记与费厂长的关系 而刘总公看来是费厂长一派的 他感谢刘总公替他考虑 刘总公没想到宋运辉没有花言巧语 不由更仔细打量这个小伙子 这孩子的档案他看过 很欣赏 不过当初被水书记欣赏了去 他无奈只有拱手送上 如今看来 水书记的御人手法还是正确的 小伙子下基层锻炼 看来成效很不错 不像于山青那几个 几乎一年下来一事无成 他手中要的资料 前几天来图书馆找 还动用权力发动其他人帮忙 所有相关人等都说 这种有关一车间的技术问题 还是等宋运辉来的问 管理的俄语资料是早就整理出来的 英语资料小送最清楚 果然一问便见分晓 这样实干的小伙子 刘总公喜欢 他都已经来了 索性坐下多问几句 听说你在整理一车间技术档案 是的 不过有些设备内部无法测绘 好在那些主要设备图纸 基本齐全 但听说有过一些小改造没记录 得等大修的时候爬进去核对了 一车间一工段的设备档案 基本整理出来了 目前在整理二工段的 现在唯一遗憾的是人手不够 在家我运行经验不足 否则我想把原有的英知英会 根据现有设备重新整理一下 按照每个工种 整理一本新的英知英会 都说百费待兴 可我们荆州的一年时光 唉 我们该学你的脚踏实地啊 宋运辉谦虚的一笑 不过对刘总公的话不以为然 他对车间越熟悉 越觉得整顿半的工作荒唐 连英知英会都还不成文 现在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老资料 怎么制定岗位责任制 职责都没明确 责任如何落实 这不是无根之木吗 但他当然不会结问 他知道自己对荆州了解有限 谁知道技术部门手中 是否真的掌握着一手资料呢 或许他们只是没拿给基层而已 刘总公把责任推给动荡的一年 似乎理由不足 在他看来 好像应该是工作总体思路成问题 刘总公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到 一车间所有设备改造 我手里都有记录 下午我让我女儿拿给你做参考 太好了 谢谢 宋运辉一听 眼睛都能放出光来 有时间 最好先把所做的工作都做个记录 方便以后查阅 你 你现在这样挺好 年轻人千万别野心勃勃 技术没学好 先卷入勾心斗角 我们做技术的 最好是踏踏实实守住书桌 否则别想干成一件事 我走了 你继续 看来你英语不错 宋运辉起身送走刘总公 虽然刘总公不计较 他似乎是水书记的人 而清心相待 但他还是不认同刘总公的观点 比如他 如果没有权威的水书记的观照 他能有平稳的书桌吗 此刻 宋运辉似乎对阴人诚事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懂行的 未必能诚实 中午时分 阅览室清场 宋运辉的字典之类 照旧扔在位置上 反正下午还得过来一会儿 他到柜台换借书证 见里面放着一本书 便伸手翻了翻 见识外国小说 捡奥斯丁的爱马 他估计这是刘启明在看的书 接了老管理员递来的借书证 他忍不住多了句嘴 我姐姐以前也喜欢看书 说了又心酸 不等老管理员回答 就急急转身离去 都忘了留意一下 刘启明在哪里 老管理员惊异地 看着宋运辉的背影 转出门去 忽见刘启明关了窗户过来 不由唠叨 没想到 小宋对他刚去世的姐姐 这么好 这么大男孩子 说起来就会流泪 哎呀 没想到 刘启明依然不以为然 看着师父出去 将门锁上 回到家里 他把将过去的笔记翻出来 让他下午带给宋运辉 又说这小伙子踏实 是个好样的 刘启明心里迷糊了 宋运辉回到寝室 见寻建祥头发凌乱 就着昨晚的菜 吃今早的馒头 早见怪不怪 才起床 废话呗 寻建祥眼皮都不抬 才不理会 宋运辉的面部表情 他认为 男子汉大丈夫 如果悲悲气气个没完 那就废了 宋运辉如果还想悲气 他就不管账了 眼不见为敬 你不会还没洗脸刷牙吧 宋运辉有点存心逗他 寻建祥拿眼镜斜腻上来 挺小的 捡到一分钱了 宋运辉顿时有点羞愧 他现在好像不应该那么鱼了 可又是忍不住要说 你知不知道刘总公的女儿 小女儿 寻建祥顿时来了精神 立马坐直了 目光炯炯 那妞 眼睛长头顶上了 怎么 有人给你做没 哥们这辈子 唯一的要求 你得给我很命地拒绝他 给在全津州的光棍儿争口气 宋运辉一时红了脸 才见到 白问问 寻建祥一拍桌子 指着宋运辉 哎呀 指望不上你 瞧你这阵势 得让人逗着玩 那刘家 一窝的知识分子 一窝女儿 他家女婿各个像面条 又白又细 风一吹就倒 你 你不像 你实打实 还是别凑热闹了 听哥们的啊 你要是再让刘家女儿给涮了 金钟男人的脸面都丢光了 宋运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我打饭去 还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 不要 寻建祥不放心 又追上一句 哎 你说什么都得骑马苦上一个月 才能找乐儿 宋运辉听了在门口一正 忍不住回头看寻建祥一眼 索性走回来 将门关上 他除了心高气傲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寻建祥一脚踩到凳子上 猴子似的坐着 实事求是的说道 哎呀 没别的问题 作风正派 没病没灾 但我丑话说前头啊 你要是找了那么个牛 以后 我都不敢上你家了 那么严重 为什么 看在我昨晚漏看 资三四郎的份上 你也得听我的呀 你跟他不是一路货色啊 没 他像我姐姐 都爱看书 寻建祥愣了一下 随即摆着眼睛不理 心里着实想一拳奏醒那只 据说挺聪明的花岗眼脑袋 但现在两人都没喝酒 诗出无名 他只得咬牙切齿地 从喉咙底唱着 打开门去水房 宋运辉不知道 寻建祥为什么 找尽理由反对刘启明 回头也问不出别的 寻建祥说不出刘启明的坏话 两人更没心仇就恨 但寻建祥一口咬定说 两人不合适 说他看人其准 谁合适 谁不合适 他最清楚 中范后 整理出刘总公钥的翻译资料 又重新看一遍 将其中明显不合理的部分 修改一下 修改痕迹很明显 原来是蓝黑墨水 如今是碳塑墨水 宋运辉想 这只是他一贯做事精益求精 而不是单纯 想给刘总公一个好印象 下午去阅览室 他将翻译资料交给小刘 看着刘启明 用一双嫩白纤细 明显比姐姐细致的手 将一本黑皮大笔记本递来 宋运辉意道 刘启明用的是双手 就像早上他接他的借书证时候 也是用的双手 那是教养 宋运辉很想搭话 但想起姐姐 喉咙一通 说不出来 回去早上那个位置 老老实实看书 他暂时没时间看刘总公的笔记本 照旧的 到三点半时候 老管理员过来 跟对付他自家孩子似的 拍拍宋运辉的背 催他该上班去了 宋运辉收拾东西 再次从刘启明面前经过 微笑 冲他点点头 便离开 他才走 老管理员就闲不住 议论起宋运辉 前几年好不容易不打打闹闹了 年轻人开始想读书了 结果又什么 加里森赶死队 资三四郎的方 学的那些小年轻 个个跟赶死队里的小偷 抢劫犯一样 看见父母都叫头 现在却是到处拳打脚踢 晚上都不敢去电影院看电影 自家厂里的电影院都不敢去 最怕看见那些年轻人 一言不合跳起来 叫出去外面做体操 女排的拼搏精神 都用到拼命上了 所以看见小宋运的年轻人 就喜欢 稳稳气气的 做人那么刻苦好学 要是自家儿子 也是这样肯读书就好了 刘启明嬉笑说他也爱看书呢 老管理员立刻大不以为然 说看的书不一样 小说谁不会看 看了也没用 刘启明还是不觉得 宋运辉有多出色 会看书 他家多的是这样的人 而且姐夫们个个温文尔雅 多才多艺 宋运辉到了班上 才看刘总公的笔记 一看 顿时背后直冒冷汗 这本笔记真材实料 内容详实 不 厂里的工程师 并不都是他以为的被耽误的一谎 被荒废的一谎 不是过去社会荒废他们 现在的他们荒废社会 他们是茶壶里煮饺子 肚里有料 只是没法倒出来 宋运辉为自己过去的浅薄认知汗颜 相比刘总公对设备的了解 他算省了 可他不知有多少趾高气扬的行为 落在别人眼里 他这半瓶子醋晃得太响了 但宋运辉好歹是内行 对一车间设备的了解 让他看刘总公笔记的时候 一目是行 一点就通 最让他受益的是刘总公 记录在后的思考 那些思考 盗禁刘总公对设备更新改造的深思熟虑 宋运辉只是不明白了 他是总公 他有权 他懂 可他为什么什么都没做 当然 79年前他还没被平反 可以理解 80年到现在可已经是两年多了 这不能不说 是刘总公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一直在茶壶里煮饺子 也不会换个大口的容器 但这些想法 宋运辉只在下班路上考虑 一回到寝室 他又全身心投入到黑皮笔记本里去 好多的疑问 在黑皮笔记本里找到答案 豁然开朗 通过黑皮笔记本 他仿佛可以与过去的施工人员对话 为什么这根管道要转一个弯 为什么那里要装一只输水阀 为什么悬空地装一只碍眼的压力表 原来都有答案 因为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水击 共振等不可预见的问题 宋运辉掏出他自己的笔记本 将好几条原先准备在五月春季大修中 提出来的改进条款删了 余下的他得再综合考虑审视一下 刘总公的黑皮笔记本 带给他全心的思考 第37集 寻建祥不知在哪喝得最熏熏回来的时候 宋运辉还在看笔记本 被寻建祥哐当踢门进来的声音打扰 抬头见寻建祥又不知喝酒后与谁干了价 那么结实的工作服都会撕碎袖子 宋运辉也不知他们都哪来那么多精力 听说已经有好几个人打架给送进厂医院 女孩子下夜班不敢独自回家 虚人接送 这还是在厂区呢 他上去将瞪着眼睛还扯着嗓门胡说的寻建祥撂上床 替他放下窗帘 里面一按 寻建祥就安静了 每次都这样 宋运辉替寻建祥脱掉鞋子 却见寻建祥的臭脚呼一下伸出窗帘 他不客气 一脚踢进去 否则这双不知几天没洗的袜子 会增加寝室的干臭味 宋运辉有时挺不明白 为什么寻建祥本性不错的一个人 生活却总是那么没有追求 每天得过且过 寻建祥即使能像机修车间那些 偷偷拿公家材料做自家沙发弹簧的人 也算是生活有点笨头 可他就是喝酒打架 宋运辉能体谅寻建祥的生活方式 可就是不能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明白人怎么舍得浪费自己的生命 没多久 费厂长被抽调去党校学习 很多人在背后议论 费厂长终于顶不住水书记的火力 找借口撤了 对于费厂长的去留 大伙都像是在看戏 仿佛剧情与自己无关 如今悬念终于揭晓 大家都还有事后诸葛亮的愉悦 宋运辉本来还有些将信将疑 可很快就看到水书记开始借五月大修密集开会 指挥设立临时工作组 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 他这才相信大伙的议论 年轻人中也因着五四青年节的即将到来 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展 正当新长征突击手 争作似有新人的运动 自费厂长一走 整个荆州仿佛改了面貌 真正从七十年代一步跨入八十年代 宋运辉当然无法摇杆水书记的心理 也没精明到能推测水书记借临时工作组 孤立两年来新窜气势力的意图 他只是感觉 他骂了 终于可以做事了 他已经快被压抑坏了 每天都有骂粗口的心 他真不愿看着堂堂荆州 连小雷家这等农村都不如 看着寻见祥等一干年轻职工浑浑噩噩 好了 现在老天终于站开一条裂缝 吹进一股属于八十年代的新风 但他又有疑问 可是水书记这不是公然挑战厂长负责制吗 这样也行 但无论如何 他有事做了 他在寝室几乎不眠不休 挑灯夜战 三天时间就拿出一份报告 关于一分场一车间成立青年突击队的设想 他多看社论 对于官样文字的过门驾轻就数 字能写得多快 成文也有多快 后面的目标安排 才是真强实弹 总体目标有哪几项 目标如何分解 目标如何实现 他依然按照以前的办法 以表格形式画在绘图纸上 他很有将人员如何安排也写进去的冲动 可扼腕再扼腕 才将这冲动压抑住 留出备注一 备注二 这样的空格 留待领导决定人事安排这种大事 他在大学学生会就曾经吃过一次苦头 他愉悦了 辅导员愤怒了 他吃一欠 掌一掷 报告完成后 宋运辉占了寝室两张桌子 将报告摊在桌上 又思考修改了三天 看得寻建祥只嘀咕 这什么鸟人 拿的工资比他寻建祥还少 连助攻都还不是 每天就忙得昏天黑地 谁蒙他的情了 累不累 到时还不是与其他大学生一起 按部就班升级涨工资 不知他忙个什么 累不死的傻瓜 神经病 但寻建祥还真是有点扶着愣小子 累不死闷不死的尽头 佩服这小子除了工作时间 一个人可以关在寝室 对着一张绘图纸 敲上三天 谋定而后斗 宋运辉一点没犹豫地 将装满报告的厚厚一支文件带 交给车间 选在车间书记和主任都在的时候 免得有厚此薄彼之嫌 他得逮住时机 迅速出击 类似当年大学时代 毫不犹豫 交上入团申请和小学辅导员申请 车间书记和主任都清楚 这个宋运辉别说是编制不在车间 即使在 他们也没权指挥宋运辉的一举一动 都是水书记在上面遥控 因此他们当然是不会 对宋运辟递上来的报告 深思熟虑后 拿个意见再给水书记 他们就看一下 熟悉一下 直接打包交给水书记 自己去看 去决定 不过他们看了之后 心里都想 这个小年轻 也心不小 水书记一点不含糊 还没打开资料袋 就打电话给车间 让宋运辉自己上去解释 宋运辉正好夜班后睡觉 被总务从被窝里揪出来 塞进总厂办公楼 宋运辉扒了一下头发 就被推门出来的水书记秘书 推进书记室 水书记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还是关心地问一句 夜班 没关系 脑子还能使 见水书记抽出资料袋里的内容物 他接来将图纸铺开 你别坐下 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宋运辉心说 要是刚下夜班就叫来说话 可能脑子还好使 可睡了会之后被揪出来 现在站着连腿都有些软 不知会不会说错 他尽量集中心力 颇为艰难地向水书记解释计划分几个大类 为什么产生这种考虑 估计将使用的人力于时间 但因为他没有管理经验 不敢写上等等 说完了 水书记让他坐在一张军绿色布沙发上 宋运辉这还是第一次坐沙发 本来脑子就困 一坐上宽大柔软的沙发 他更是脑袋发晕 水书记看上去挺欣慰 笑着说 看来下机层锻炼很有好处 沉下去静下心 就能发现不足 知道如何改进 对了 你最近在学什么呀 在跟车间调度 基本上把三个运行工段的设备 都认清了 好 大家反应也不错 来 我先泼你一盆冷水 你这份计划 我不可能批准在一车间独立执行 因为一车间是全场的心脏 一举一动影响全局 即使是试点 也不能找上一车间 但是 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啊 你这个思路 以及你去年定在墙上的工作安排 让我考虑到 应该修整整顿半的工作模式 从过去的由上而下的工作方法 改为总场制定框架的由下而上的方式 这个问题我们另找时间开个专门会议决定 会议时间会提早通知你 你到时推掉夜班 你回去有时间啊 再将眼光放开一点 人站高一点 统筹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是 书记 宋运辉一时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失望 他现在脑子有点犯困 反应比较本能 看见水书记起身 他也跟着起身 水书记过来 满意地拍拍宋运辉的肩膀 看宝贝似的将宋运辉上下打量半天 回去好好睡一觉 睡足了 立刻给我开动脑筋 最迟不出三天会通知你 你做得很不错啊 进场不到一年 能对衣车间有如此深的认识 甚至能提出一些改进思路 你这日日夜夜 没有白花呀 宋运辉有点受宠若惊 被肩膀上水书记 那只温暖的手鼓励得更晕 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谢谢水书记 我肯定考虑不成熟 这是必然的 你的阅历摆在那里 你所看到的和所思考的 必然受你阅历的局限 水书记亲自送宋运辉出来 两人一起站在走廊栏杆点 下面人流来来往往 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阳长臂短呢 你们年轻人精力充沛 思想活跃 相比我们年长的 你们敢于接受新事物 善于接受新事物 如今啊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是设备落后 工艺落后 产品跟不上国家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 发展轻工业原料的要求 诸如此类 作为年轻人 更应该在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方面多下功夫 另辟蹊径 寻找突破口 我需要你考虑的问题 也是这新的突破口 你不需要给我完美答卷 不必做得跟资料袋里那些那么完善 你回去好好查阅国外先进资料 金钟目前最需要的是这些 是 我会做到的 宋运辉心喜 他是年轻人 他早在进场初期 就已经布满工厂的设备运了 他早就等着这一天 没想到水书记高瞻原主 新人一步提出 水书记 那我能不能请假 回学校去查阅资料 金钟的相关国际资料 已经落后了 前年开始 图书馆已经引进国外先进资料了 你看了吗 都看了 不过已经比我在学校接触的落后了 书和杂志在实效方面不能比 那还等什么 今晚别上夜班了 明天出差 我先给你批张条子 你去财务预支差旅费 明早再来找我 你直接去北京 我给你开介绍信 找人进内部查阅资料 水书记一边说 一边已经返回办公室 找笔写批条 宋运辉没想到 水书记做事如此迅速 令人耳目一新 想到即将去北京 境内部查阅资料 他心滑怒放 简直想蹦起来 他跟着水书记进去 水书记 中午就有一班去北京的火车路过 我今天就去 来不及 有些信件 我晚上才写得出来 你今天夜班别上了 好好准备 明天走 水书记带上老花镜写字 他的写字速度不如办事速度 一笔一画有些慢 但看上去 利透纸背 总工办也在研究 国外技术动向 他们还跟我说 厂图书馆资料充足 你要是拿不回来 足以证明厂图资料落后的资料 我找你算账 宋运辉正激动着 胸有成竹地说 水书记没有找我算账的机会 我手头的翻译资料 已经比厂图超前了 刘总工想了解的F2C技术资料 还是从我手里拿去的 水书记挺比 看着宋运辉若有所思 好一会儿 才抬手将原来那张P条撕了 重新开写 写的时候不肯连贯地道 你回去准备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替换衣服 不把衣车间关键设备的 国际技术走向搞清楚 你别回来 这件事没有先例可循 你和升级处的几个新大学生 分头执行 自寻出路 我和总工办给你们提供便利 你记住 必须解放思想 打破条框 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产品方向 但也必须与原油辅助设备合理配套 而不是另造一个新工厂 我们资金有限的 明白了 宋运辉这才知道 他在基层山中方七日 金州领导层世上已千年 水书记才刚接手 金州厂全体上下顿时全速运转 而不单是他一个人有所动作 他忽然惊醒 如果不是他自觉找到切入点 递上计划书 是不是没今天的机会 是不是将被分在生技处的几个 铜镜工厂的大学生抛在身后 他顿时有了分秒必争的急迫心情 水书记写完批条 交给宋运辉 上面是预知差旅费用 宋运辉大约三年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水书记这回没起身相送 但坐在位置上很严肃地说道 小宋 你是小徐介绍给我的 我对你期望很高 你不要辜负我 宋运辉答应了出来 见于山青已经等在外面 两人见面没有说话 都是相对微微一笑 但高下立险 宋运辉衣冠不整 头发凌乱 眼皮浮肿 而于山青则是荣光焕发 眉目阴体 看着走进书记办公室的于山青 宋运辉不由地想到刚刚水书记的话 难道于山青早就开始着手设备的改造改良研究 他有没有找到方向了呢 从刘总工对FRC的陌生 和水书记对场图资料落后的陌生来看 于山青的研究并无成效 但是也难说 或许于山青走的是另一条路 而条条大路通罗马 谁知道于山青究竟做得如何呢 眼下形势 他必须分秒必争 现在想让宋运辉睡觉 他也睡不着 他去财务领钱 又到总务换全国粮票 然后骑车去火车站买火车票 回来哪都不去 就在寝室将手头所有笔记和翻译稿 都粗粗看一遍 做到心中有数 只是没想到 晚上宿舍楼后面 灯光篮球场 举行春之声歌勇晚会 宋运辉探个头 看一眼就缩毁 寻建祥一直趴窗户边看 但主要是看花枝招展的女孩 以及对面女工楼探出来的头 看上一会儿 寻建祥拿脚踢踢宋运辉的桌子 说刘总公家小妞来了 宋运辉丢下书本就探出脑袋去 寻着寻建祥的指点 果然看到刘启明 刘启明穿一件钩花线衫 脑后松松挽着头发 闲静得不得了 周围那么热闹 刘启明却是淡淡地微笑着 不热衷 也不疏远 寻建祥在一边说 操 这素质是真好 跟人到中年里面的攀红似的 就是人难弄 宋运辉立刻反驳 哪有那么老 宋运辉近看着刘启明 寻建祥依然四处乱看 忽然又叫一声 操 这小子学成方圆啊 宋运辉 看去 见于山青竟然扛着一只硕大的吉他上台 罕见的大格子衬衫 黑长裤 卓尔不群 心说怎么又是他 他怎么无处不在 下意识地看向刘启明 竟见刘启明一只手两枚手指抠住下巴 神情非常专注地看着台上 灯光下眼波流转 宋运辉心头烦闷 忍不住学着寻建祥 骂了声操 一声不够 又是一声 寻建祥闻声看去 大笑 笑得都有人抬头来看 而于山青在台上唱得高兴 第一首是 Case me goodbye 赢得满堂喝彩 第二首是 Yesterday 两首唱完 大家热烈地在下面拍手叫再来一首 刘启明一改刚才的弹哑 也是热烈地拍手 宋运辉无论如何都不拍 两首死死撑在窗台上 咬牙切齿 而于山青的第三曲已经响起 是很多人熟知的 连宋运辉都知道的 像树上的黄丝带 依然是英语歌曲 宋运辉忍不住对寻建祥抱怨 说于山青英语比他差得远 偏偏盯着唱英语歌 要不要脸 寻建祥说 人家那是本事 宋运辉不要看 缩回头看资料 但哪里看得进去 一会儿又探出脑袋去 台上已经换了人 可刘启明依然手指抠着下巴 两眼痴痴追踪着下台了的余山青 宋运辉上面看着非常无奈 然后眼看着刘启明一个人离开 推上自行车走了 原来他只来看一眼余山青 可人家余山青追求其他女孩的事 是全金州家喻户晓的 刘启明未必不知道 原来他对余山青单相似 这什么事 宋运辉带着挫败感上火车了 带着挫败感的宋运辉 老想着假想敌余山青 发誓说什么都要把余山青赶超了 而寻建祥虽然嘴里取笑宋运辉 可心里竟然比宋运辉还几分 操 刘小牛 无法无天了 不就是个总公女儿吗 有什么了不起 他被激起的那叫义愤 妻子去世后 一向睡觉踏实 打雷都不行的雷东宝 好几夜失眠 失眠时候他索性一咕噜起床 就着小土窗透进来的月光 打开烫花张木箱 检阅里面的小衣服 当初他妈要把这些小衣服拿去烧了 他不让 这是他妻子和儿子的遗留物 看这些小衣服的时候 雷东宝虽然沉默 可整个人清楚 清楚地能回忆起 与妻子相识后的点点滴滴 可白天时候 他就蔫了 他睡眠不良 整个人灰头涂脸 两家轻客消了下去 雷母看着不妙 收拾收拾 搬回旧屋 但雷东宝吃惯 宋运平做的菜 先老娘做出来的菜 只一个味道 都只有一股蒸饭味 气得他老娘 想料挑子 可终究是心疼自己儿子 儿子再不爱吃 他也旁边苦口婆心盯着 被儿子顶几句 都无所谓 生一会儿气 转身就好了 可儿子老是没胃口 也不是办法 雷母想了又想 试了又试 无计可施之下 竟然一个人走老远路 找去宋家 讨要烧菜秘诀 宋母怎么也想不到 亲家母为这种小事上门来 便立即炒了个蛋炒饭 烧一碗青菜汤 拌一碗土豆丝 招待雷母吃 两人哪有胃口吃 尤其是宋母 一看见雷母就汪出眼泪 一碗蛋炒饭 吃到后来差点成泡饭 雷母总算学了一点 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生起他以前反对的煤囚炉 这生煤炉的事 他还是叫来个邻居才做成 便一样画葫芦的炒了蛋炒饭 烧一个菜汤 又蒸了几个萝卜 筋皮力尽端给儿子吃 雷东宝没想到老娘 竟然为了他吃下饭去 到宋家取经 说什么也把炒焦的饭 塞进肚子里 把汤兜底喝了 只是这萝卜再也吃不下 雷母看着儿子把饭吃完 又高兴又难过 眼泪管不住的直流 雷东宝拿不出话来劝 陪着老娘静坐 此后雷母就到处找 煤囚炉烧饭的人家取经 取来经就给儿子坐着吃 雷东宝知道老娘辛苦 就算舔鸭子也得舔进肚子里 总算人不再瘦下去 雷东宝虽然人没精神 发起脾气来却更暴 大伙即使有心劝他 可又怕劝错地方 遭雷东宝拳打脚踢 都只有避着他 只有势根于宏伟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小雷家群龙无首 迟早得乱 得先从摊子铺的最大的 建筑工程队乱起 万一工地出个故障 出条人命 那就糟了 势根于宏伟合计着找上雷母 可雷母说 自打儿子长大后 从来就不怎么听他的话 结婚后就只听媳妇的 现在更是碰不得 一碰就跳 雷母让两人去找宋家 说儿子看在宋家女儿份上 会听宋家二老几句话 势根于宏伟 立刻找去宋家 一刻都不耽误 宋济山夫妇虽然跟着儿子 怨雷东宝毁了他们女儿 可究竟雷东宝 以前也孝敬他们 夫妻俩答应了 但要求势根和宏伟跟着 怕出什么岔子 毕竟他们都知道 雷东宝的暴脾气 势根于宏伟将地下工作做足 才敢去找雷东宝 找到雷东宝也不敢说别的 只敢说他丈人来过电话 要他星期天过去说说话 雷东宝不知道丈人叫他有什么事 当天晚上就去了 势根都来不及跟上 骑车到宋运平长大的家 有临阵胆怯 从窗户望进去一看 二老正清清凉凉的吃饭 头顶一盏昏黄的灯泡 他敲门进去 这敲门还是宋运平扭着他扭出来的习惯 以往只要去得人家门开着 他都不敲门 抬腿就近 见了面 宋极山一声 东宝啊 雷东宝叫了 爸 妈 相对无语 好久 还是宋母问了句 东宝吃没吃饭 没吃 听说你们有事找我 两夫妻看见雷东宝这样子 又怨不起来 宋母上前 拉雷东宝坐下 宋继山去厨房盛饭 都没说什么 雷东宝坐下就吃 吃上几口 雷东宝忽然冒出一句 我第一次来 平平给我盛的第一碗饭 足 足够了分两碗 宋继山夫妇对视 宋母先落下眼泪 宋继山忍了又忍 才对雷东宝说道 你妈说你现在想成仙 不吃饭 今天你怎么也得吃两碗 人都已经去了 你再有个好歹 我们心里更不好受 我去找个蛋来 东宝你慢慢吃 不用 才够吃 不是够不够 看你收那么多 平平知道会怨我们 我今天做多少 你吃多少 就当是平时平平做给你吃 雷东宝这才放手 宋母心中嘀咕 只要扯出女儿的牌子 雷东宝就听话 宋继山富有 说服雷东宝的重任 原本约在星期天 没想到雷东宝当天就来 令他措手不及 他还没想好 要跟雷东宝说什么 可人都来了 他持有灵场发挥 他不是个能说的人 琢磨半天 才想出一句 又不出卖是根 宏伟又自认 比较得体的话 东宝 不管怎么说 饭还是要吃 食 还是要做 雷东宝抬抬眼睛 看看老丈人 非常郑重地答应 知道 宋继山觉得 雷东宝太厉害 他又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 想了会儿 才又鼓起勇气 仗着丈人身份说道 雷东宝还以为 这些都是他妈来告的状 换成是他自己嘛 他早从喉咙底 呼一声表示反应 但对丈人 他只好还是顺从地 来一句知道 因为他对不起梁老 宋继山一下没了下巴 该说的都说完了 他又不敢逼着雷东宝 答应以后睡觉 睡足八小时 吃饭每顿起码两碗 不 三碗 人家都已经硬了知道 他难道还要表示怀疑吗 他又陷入沉默 宋母炒了三个鸡蛋出来 也端了饭锅出来 将饭锅所有的饭压的又压 全呈到雷东宝碗里 与当年宋运平 呈给雷东宝的第一碗饭 差不多结实 宋继山 看看那么多饭 再看看桌上的菜 下桌去做紫菜汤 宋母将鸡蛋 往雷东宝面前推 多吃点 今天不吃完别下桌 听你妈说你 我们常想着找你来劝劝你 可又怕你忙 我们老的都挺过去了 你小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要再每天这么没精打采的 我们老的活着 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小灰离得远 我们和你妈往后都靠着你了 你可别倒下 你要是倒在我们前面 以后我们别说没脸去见平平 也没法活下去了 宋继山端着紫菜汤出来 听着心说老婆说的比他在里多了 雷东宝听着也觉得在里 不错 他以后身上背着三个老人 他怎么敢倒下去 可问题是 他身不由己 我睡不着 这几天饭已经尽量多吃了 那就好 慢慢 慢慢会过去的 唉 想到慢慢过去了 就意味着雷东宝忘记宋运平 宋母不由地叹气 睡不着就骑车来我们家吧 骑累了躺哪都睡得着 我明天去工地转转 哪儿累 爸妈你们不怨我就好 以后我会孝敬你们 我们老的还能有什么指望 只要你们小的祸蹦乱跳 我们就高兴了 以后想到就来看看我们 别以后当陌生人就行 妹 我担心你们看见我生气 以后会常来 雷东宝松口气 一直觉得岳父母和小舅子都在怨他 他怕一来又惹他们生气 所以一直有些犹豫 不敢过来探望 今天见岳父母没怨他 他好像就跟被王妻原谅了似的浑身轻松许多 你得常来 我们小灰一年不能回家几次 我们太寂寞 是 我会来 会来 雷东宝人一轻松 吃饭快起来 宋母看着他大口扒拉饭 心里真担心他噎死 忙将紫菜汤推到雷东宝面前 雷东宝吃完饭 见梁老早就吃完 便端起所有菜碗菜盆都清了个底朝天 这样好 这样好 宋母看着放心 便收起碗筷进去洗 宋记山犹豫了一下 东宝 以后做事别太莽撞 政策多变 人心叵测 防不胜防啊 知道 雷东宝心说 都已经害死妻子 害得妻子到死都不放心他 为他操心 他以后做什么事 说啥都得先在脑子里盘三圈才决定 宋记山不知道这个知道 是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 但又不是很敢问 还是将另外一件要紧事也说了 以君子不如使命 对得起士根 宏伟上门求助 还有啊 你脾气也得改改 别动不动就生气发火 做人要团结群众 互助有爱 不能一个人霸王似的 那会失道寡住的 这条做不到 天生的 没办法 第三十九集 宋记山觉得有理 脾气这东西果然是天生的 那是一天两天可能改变 他摁了一声 准备人质易尽地撂开手 回头也够像士根宏伟交代的 但忽然一想 觉得哪儿不合逻辑 一时较真起来 对着雷东宝认真地说道 东宝 这脾气一定得改 坏脾气必然导致莽撞 莽撞怎么会产生 都是脾气克制不住 血气上头 做出不经大脑考虑的决定 说起来 莽撞的源头还在脾气 你答应改改你的莽撞 这是好的 可你如果不改改你的脾气 你的莽撞永远也改不了 东宝 你现在是领导 学学克制自己的脾气 雷东宝没想到 平日沉默寡言的丈人 会说出如此头头是道的一席话 不由抬眼 若有所思看住丈人 宋记山为人谨小慎微 本就是一边说一边担心 见雷东宝一双还眼 紧紧扣住他 心底不知哪儿生出虚软 芒噤声不言了 倒是宋母从厨房出来 没关注到桌面风云变换 很是赞同 对 莽撞的根源是坏脾气 不能纵容坏脾气 根源不变 其他什么都白说 宋母说着走到灯下 忽然看到雷东宝的还眼 刷得扫过来 不知怎的 心头一慌 后面的话也说不上来 善善低眉坐下 雷东宝不知道自己的眼神 对于两个躲在暗处 做人多年的老人来说 杀伤力有多大 见宋家两老忽然又不说话了 他还以为两人想起他们的女儿 爸 妈 我以前对平平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你们放心 那好 那好 宋记山难难地回答 又觉得这样回答伤体面 又补充道 肯定不会的 你们那么要好 倒不是 平平一说就哭 我哪里敢在他面前大声 不会 我们平平从小坚韧 长大后哭得次数屈之可数 三个人错愕以对 他们说的真是同一个人 雷东宝忽然有种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感觉 嗓门都极高了 我真没欺负平平 只有他欺负我 我爱他揍 他揍了我他还哭 他还说这是鳄鱼的眼泪 宋家两老对视 若是三个月前 雷东宝说这些话 他们得笑得揉肚子 现在停了 先是忍俊不禁 然后又悲从中来 想到女儿好好的才过上几天 有人顶着天可以撒娇的好日子 却又撒手惜归了 如此福宝 两人的眼泪忍不住又掉下来 雷东宝看着心说 宋家一脉相承 都爱掉眼泪 连宋运辉这个男子汉 也会掉眼泪 都已经被他看见两次 他不会劝 看见丈人丈母娘垂泪 他就一边目光灼灼的看着 还是宋继山早受眼泪 想了会儿 叹了生气 对老伴说道 平平在家 都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我们害得他从小吃足苦头 总算嫁给东宝 他过了几年扬眉吐气的好日子 东宝啊 东宝啊 是啊 平平做人有蠢头 他自己选的东宝 他自己心里有数 哎 东宝 人死不能复生 你想开点吧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 宋母想到雷宋两家结亲后 女儿一直那么欢喜 她也不忍再怨雷东宝 做人得讲道理不是 雷东宝没想到岳父母这么说 原以为两人当面不骂他 那是两人有教养 没想到竟然还说女儿跟了他 也算是过到好日子 这反而让他内疚 一直都觉得二老懦弱 没想到二老竟是这么奖励 二老为他开解 他反而没法对自己开解 二老对他奖励 他觉得自己更应该跟二老奖励 本来对于二老的话 他答应就答应 并没打算花十二分力气执行 现在他当然得更奖励 否则还是人嘛 他重重又应了声 知道 他没豪言壮语 花言巧语 反正他想 说了有什么用 看他怎么做就行 雷东宝虽然还是失眠 还是白天没有精神 可他好歹打起精神做事了 只是诸事不顺 那家电线厂没法立即还钱 市二京局虽然给了点 可终有一部分的钱 还得拖后再还 陈平原县长因为此事而对雷东宝起了戒心 一个没法妥善控制的人 一个随时可能报大问题的人 他哪里还敢捧在手心当模范供着 他退却了 开始重新在县里物色先进点心 随着陈平原的退出和陈平原的示意 县建筑设计院也跟着退出 他们说如今把小雷家帮扶起来了 他们现在需要集中精力 搞自己的建设 这一来小雷家建筑工程队 没了技术支持 在建筑市场上就少了优势 雷东宝原本想找几个合作良好的设计师 请他们业余时间帮忙 但那些设计师都很诚恳地 向他说抱歉 说设计院刚给他们开了会 再次传达了去年关于制止企业职工 从事不正当经济活动 谋取额外收入问题的通知 说设计院严厉禁止职工 八小时外赚外款 要雷东宝先给他们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去 他们再给他帮忙 雷东宝手头正有一个工程 需要技术指导 失去了县力的支持 小雷家举步维艰 雷东宝回头于世跟宏伟合计 大伙都觉得 什么先进 什么人大 都是虚的 领导能把这些给你 也能把这些取走 轻易得很 可享受过政策优待的人 怎能忘记那甜头 大家嘴里没说什么 心里却时时挂签 领导既然如此对待 小雷家人也没了面子 雷东宝派几个年老的社员 轮流着每天去二清局要站 从局里盯到家里 盯着他们领导 盯着他们鸡飞狗跳 快快讨到所有的钱 他们不再大规模发动社员 而是选择重点击破 领导打电话找雷东宝骂娘 雷东宝装赖皮 告诉他们老人们 讨的是他们自己的活命钱 他想拦都拦不住 他除非拿出钱来了 可他没钱 老社员们每天在家属楼 敲着主板唱快书 烦得领导们鸡犬不宁 领导们想抓他们 他们又没犯什么乱子 无奈之下 将电线厂的一套旧设备 硬扔到小雷家 算是抵了欠小雷家的钱 对着这么死沉死沉 漠黑漠黑的铁疙瘩 小雷家上下一筹莫展 怎么用 没人会用 可是敲了当废铁卖 又不舍得 好歹这还是设备 如果不要这些设备退回去 市二清局又拿不出钱来偿还 怎么办 市电线厂的人已经成死对头了 不能找 雷东宝要宏伟找林市的电线厂 找个工程师来看设备 看能怎么用 又叫市根去上海送兔毛时候 也问问上海有什么电线厂 看能不能找人将机器开动起来 好在这年头人人都想着赚钱 社会上诱惑太多 原来的三大件都快过时 现在家家捞到着电视机 收录机 沙发 三门大厨 五斗厨 逼得会点手艺的 要不是凯集体的油 上班时候打个弹簧 估支铁皮筒 就是出门寻外快 找八小时以外的发展 什么国家规定 不许从事八小时以外的工作 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不能鸣刀鸣枪 就不会暗度陈仓吗 宏伟请来林市电线厂的 一个中年工程师 用首幅拖拉机连夜再来 晚上于预制品厂 雪亮灯光下验着设备 工程师说 完全能用 但安装和开启实在需要 费一番功夫 看完设备 雷东宝用一只猪腿请客 又让从鱼塘捞一条草鱼 做三吃 开了两瓶洋河大驱 好好招待工程师 几乎吃到天亮 又让烧上两只 正生蛋的肥活草鸡 要四宝开拖拉机 悄悄将工程师送回去 工程师回去一边聊 这外快得赚 不赚是猪头三 他悄悄找上几个好兄弟 每周星期六下午一下班 就骑自行车飞快离场 到屁颈处 甩上小雷家接应的拖拉机 赶到小雷家帮助安装设备 星期一早上 才筋疲力尽的回厂 迷糊着眼睛上班 在厂里上班可以休息 到小雷家做事 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分钟掰成两分室 坐到要紧处则是试驾并驾轮着起 小雷家农民坐惯农活的手 扶上机器的时候 怎么做怎么错 临时师傅们来的时间有限 走的时候留下明确的作业 让一周内完成 可等师傅们第二个星期天来 他们要么没做完 要么做错 总是完不成作业 雷东宝自己也耗在设备旁 除了搭设备上面的临时厂房 和设备下面的水泥基础 他别的都不怎么帮得上忙 两个星期折腾下来 他这才意识到 文化程度太差 是主要原因 可他作为大队之术 他得硬着头皮 带头学习知识 带头忙碌在安装现场 可惜是跟红尾两个知识水平高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已经安插在其他重要位置 小雷家现在正当危难之际 需要这两员大将 守住赚钱阵地 雷东宝只能满大队 筛找高中毕业生 好歹这几年 都有小年轻 正正规规读了高中出来 可那些高中生 大多眼高手低去县力 势力做临时工拿死工资 雷东宝动员回来三个 其他不肯回来的 雷东宝发狠下了死命令 谁敢不回大队做贡献 大队收了谁家的承包地 雷东宝一发狠 谁都怕 又是本队本家的 谁都不敢去公社告去 怕以后在老家里待不住 那些高中生 各个怨声载道地回来 高中生们到底是容易学会 再加上雷东宝凶神恶煞般地盯着 坐着坐着 大伙终于可以顺利完成 工程师们布置的作业 小雷家好像是像模像样的 有了正经八百的工人 其中一个雷正明 小伙子一交就会 还能举一反三 不久就被雷东宝指派做小头目 雷东宝天天挂心小雷家电线厂 又不得不带头钻研技术 没时间想别的 也没力气想别的 每天都是筋疲力尽 倒床上就睡 睡眠质量开始恢复 倒是把丧气之痛 稍稍淡化了一点 偶尔堵物私人 可屁股后面穷追的都是火 哪里容他多想 他只能像头老牛似的拼命工作 雷东宝不得不操心 一套电线生产设备之外 还得有水电器设备配套 买设备都需要钱 为了省钱 他开大队会议 以命令口吻 与全队社员商量 暂时断了劳保工资 暂时不报销医药费 暂时不支付设备安装人工工资 大伙虽有怨言 可也都只能理解 大队的账目一清二楚 最有怨言的是那些被逼回来的高中生 可小年轻们经不住雷东宝一声沙哑的吼 都只有老老实实干活 电线设备投产时候 小雷家几乎山穷水尽 连原材料都买不起 当然 临时车间只有上面遮光挡雨的一个顶棚 没有墙 自然也没有窗 没有门 唯独从临时请来的师父们的工钱一分不少 请师父们吃饭的鱼肉也顿顿不解 雷东宝发火更是不会发到他们头上 雷东宝现在牢记着血的教训和岳父母的话 发脾气克制得很 不过发出来依然霹雳 那些师父当然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有心送佛上西天 帮忙帮到底 他们牵线 雷东宝大大方方送钱送物 拉拢了临时电线厂厂长书记 小雷家电线厂成了大红公章敲定的临时电线厂连营厂 用临时电线厂的原料技术人员开自家的机器 产自家的货 货色交给临时电线厂 挂临时电线厂的牌子销售 临时电线厂因与小雷家联营 私下设立小金库瓜分了做奖金 小雷家电线厂则是在联营的扶持下 得以跌跌撞撞的上路 虽然加工费用不高 可总是把那些设备开动起来 培养出农民技术工人 又可以支付工人工资 还第一次难得的没有找信用社借钱 电线厂门口挂的牌匾 写的是某某电线电缆厂第一连营厂 大家谁也不在乎 挂了那么多心血的电线厂 没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一样的卖电线 既然挂人家名下能走得更好 那还计较什么姓慎名谁的问题 大伙要的是实惠 从电线厂的联营中获得启发 雷东宝开始为小雷家建筑工程队找联营单位 这时候整顿的风暴刚刚腿烧 社会上又刮起大建设的风 小雷家建筑工程队搭上大建设的风潮 花了些买路钱顺利找到世界二公司的依靠 这下名正言顺的有了技术保障 而且工程业务量更大 只是利润要比原来薄一些 不过东山不亮西山亮 小雷家建筑工程队不挣钱 可小雷家自家出产的砖头 瓦片 预制板以及新出品的电线都有了更多的去处 电线厂开了三班 一半的产品给林氏电线厂 一半的产品自己用到工地上 雷东宝还让洪伟想办法将电线与水泥 钢筋 预制品之类的搭配销售 整个小雷家挣的钱又上一个台阶 到夏日炎炎时候 终于小雷家的一切都又回到正常轨道 老宝工资补发了 医药费补报了 队里又有闲钱了 可雷东宝倒下了 他在招呼事件二公司领导 到雷中复承包的鱼塘钓鱼吃喝时 未出血住院 好多人争着去市卫生院给书记书血 大拖拉机拉一车人去 总有几个能配得上雷东宝的血 有那么多心甘情愿的血补充 雷东宝恢复很快 也免遭一刀之灾 经历一场劫难 小雷家更加兴旺 所有社员都看在心里 从此铁了心的相信雷东宝的领导 跟着他本质附路 即使看到雷东宝看似荒唐的主意 也没人再会反对 他们有点迷信雷东宝 陈平原也看在眼里 又看到雷东宝似乎有吃一欠掌一掷 改邪归正的倾向 似乎收敛脾气不在诈乎 他也有回心转意的意思 还特意去市卫生院探望了正住院的雷东宝 可雷东宝装病 表情淡淡的 陈平原拉不下脸 也只好淡淡的结束探访 雷东宝趁岳父母一起来探望时候 请诗文段字的岳父帮忙 给徐书记写信 汇报最近半年多的情况 宋记山听着雷东宝 轻描淡写般的描述 心下佩服 这孩子 这半年遭逢这么大变故 不仅挺过来了 而且还做了那么多事 最关键的是 那些做出来的事 都有些匪夷所思 追赶在潮流最前头 宋记山自是在写的时候 添油加醋了一些 没办法 他有点为女婿自豪啊 雷东宝一直对岳父母歉疚得很 除了爸妈爸妈的叫得响亮 很想物质上补偿老两口 他说他给他妈造了新房 也想替宋家将房子翻新 宋记山夫妇硬是不答应 说给父母翻房子是儿子的事 女婿没那责任 雷东宝拿着两个又懦弱又顽固的老人 没办法 岳父母走后 世根被雷东宝让人叫来 世根如今已经递了申请入了党 被雷东宝安排为副队长 只等着并不见太起作用的队长到年龄退休下台 而其实在小雷家 世根已是众望所归的二号人物 雷东宝身体生病脑袋没闲着 一见世根就解决工作 世根哥 这几天我不在都是你顶着 我想啊 你脑子好 只管这时候兔毛可惜 现在开始你再管上电线厂 兔毛叫老五去做 大队总会计这一项 四只眼不行 平平去世后他顶不上 这几个月的账搞得稀里糊涂 你回头去学一下会计 也你顶上 以后工作就这么分配 我跟戏文里皇帝一样打下江山 你做宰相替我管劳 对于雷东宝的皇帝宰相之说 是根忍君不惊 不过没笑出来 因为他知道雷东宝说得实心实意 这事不急 你反正也很快回去的 回去你再喇叭里喊一下 或者开会宣布一下再定 反正这几天 即使没有你的任命 我也会管着电线厂 再说证明这小伙子领悟得快 也能助我一臂之力 你这回倒是不叫我 着急大队干部开会 研究研究讨论论了 反正讨论来讨论去 还不是你说了算 我好心好意让大队开会集体决定 万一出事 有集体帮你顶纲 你还不领情 你想的太多 你说 小雷家有事 上面哪次不是找我 谁找集体啊 别等宣布 你先坐下来 我出院 再大喇叭确认一下 好吧 我旁观着 老书记管砖厂那块有点累 他重面子 定价时候太客气 不如让红伟全面负责建材类的供销 红伟嘴巴油滑 卖出去的总是好下去 不行 砖厂就让老书记养老 他再重面子 也不舍得定价太低 老书记要么自己提出不干 他只要干着 就得充分给他全力负责全部 今年又有三个高中生毕业 两个女的全给你用 用到兔毛收购站里 男的还是进电影厂做缺图 现在电线有些工不应求 你得开始给我考虑电影厂填设备 我枕头下面有本书 他们工程师给的 我看了等于白看 你拿去看 看看下批设备买什么 你决定了跟我说一声 试根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书 看了看 我还是先看两个月会计书后 再看这本 不能急 今年折腾大了 伤元气 连你都住了院 大队也才刚缓过气来 你等大队存足点钱 再考虑添加新设备 我保证 年底钱给你提供方案 八 九 十 三个月 你十月份告诉我天杀设备 你回吧 叫红伟来看我 试根没与雷东宝争 知道争了也没用 也奇怪 往往雷东宝给他很大压力 对于试根深思熟虑的意见 雷东宝一向腰斩后做出决定 他反而总能揪着时间的尾巴完成 反正他不争了 试根告辞回去 下午红伟来 雷东宝对红伟不如对事根客气 没有商量 便要红伟帮他缠衣裳 让他出院 红伟坚持原则 不肯帮这忙 气得雷东宝不理红伟 让红伟带了雷姆回家 一个人清静下来 雷东宝看看一屋子二十来个床位 大多不是丈夫陪妻子 就是妻子陪丈夫 他看着心里奄奄的闭目装睡 他生病后 有大姑娘趁机跟着家里人来送汤送水 表示关心 都被他拿眼睛瞪回去 他当年没钱没权时候 怎么就没人宠他殷勤呢 那时只有平平对他好 所以他只认平平 他很想他 宋运辉拿着水书记亲笔写的介绍信赶赴北京 正是北京最灿烂的春天 有水书记的信件敲门 相关单位人员对他的态度也是灿烂的很 还有科室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 宋运辉每天骑着自行车 招待所与资料室两点一线 晚上和星期天整理看书笔记 思考总结阅读资料的体会 只抽出一个星期天去看了天安门 一个月下来 研究所和部委的相关资料被他看得差不多了 心中基本对当前本行业技术发展有了明确定位 什么FRC 看来是个过路神仙 他通过电话向水书记汇报 准备打包回家 水书记让他等在北京 第二天水书记就飞来北京 带上宋运辉找部委的老友 商议金州设备改造的问题 都是宋运辉先介绍技术参数和设备大制造价 然后领导们开始讨论可行性 宋运辉旁听着眼界大开 这才知道 技术参数和设备造价之外 原来还得注意无数其他社会因素 但是会谈结束 水书记便抓着宋运辉 根据会谈精神做出会谈总结 可怜宋运辉 他对设备技术参数如数家珍 但是对于运行成本 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一窍不通 怎么写 写什么 都是个问题 他虽然已经被讨论指点前面还有大陆1234 可怎么走 确实缺乏手段 只好厚着脸皮问水书记 可水书记只能记得金州的一个大概 他让宋运辉自己打电话回去问 可宋运辉这样也才只能了解到金州的数据 而国外新技术新设备方面的资料 他当时看的时候没留意 也不知道报章在那方面有没有披露 好像不太多 他只能先交出半辣子的报告 水书记回去金州时候 把半辣子报告拿走了 要宋运辉再待北京几天 把这问题搞清楚 又给他一个小徐的地址和电话 让宋运辉回去前上门拜访讨教 虽然水书记没有责怪的意思 但宋运辉自己惭愧不已 他怎么就没考虑到这些未来经营方面的情况呢 送水书记回去后 他一个人坐招待锁床上 打坐式的想了半天 将水书记来北京这几天 接受的新思想好好整理一番 以前还以为知道的很多 原来还是管亏 依然是井底之蛙 最令他受打击的是 水书记与那些领导讨论的东西 他压根连想都没想到过 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可他却表现的那样自以为是 哼 不知多让水书记笑话 宋运辉心烦意乱 虽然知道这时最应该做的是回去再翻资料 找出数据 可他有点不自信 他找出来的数据是很针对的数据吗 他想到水书记嘴里的小徐 雷东宝嘴里的徐书记 那个被大家交口称赞的人 那个推荐他去金珠的人 作为一个前辈 没差太多年纪的前辈 会给他什么样的提示吗 宋运辉第一次觉得 他需要有人在背后拎一把领子 帮他站直了 徐书记跟宋运辉在电话里约定在家见面 边吃边谈 徐书记说话声音虽然权威 却很温和 让宋运辉听了似乎看到希望 他早早顶着烈日找到徐书记家 怕徐书记还得等他 四点多就已经等到一处四合院外面 这一条巷子很是幽静 不似北京别处的人来人往 这里地面干净 墙面干净 屋顶也干净 都没长着什么瓦楞草 而徐书记家的四合院 与别家的没什么不同 敲门进去 在一张本身木头油光闪亮 上面嵌的东西 也是闪闪放出宝光的桌子边 等了好一会儿 才见徐书记回来 看到徐书记 宋运辉心里忽然很是高兴 余山清啊余山清 徐书记才能真正诠释 风流儒雅这四个字 徐书记微笑对宋运辉说道 比我两年前在御制品厂 看见你老成许多 东宝和你姐姐都好吗 我姐两个月前去世了 见徐书记好像并不了解 情况的样子 宋运辉将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徐书记听完 也是想到自己的妻子 好女子是宝 连上天都嫉妒 没想到东宝这个鲁之身 会做出一件李逵才会做的傻事 你们一家愿不愿他 宋运辉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实事求是的点头 愿 可看到他那伤心的样子 又没法责怪 我了解东宝 替他向你和你爸妈求个情 现在即使你不怨他 他对自己的责怪已经能够压垮他 以他跟你姐姐的感情 断他四肢都不如你姐姐去世 对他的伤害更大 徐书记说着拿起电话 想了想 拨给雷东宝 没想到小雷家大队这个时候 没人接电话 宋运辉惊异地听着徐书记的求情 又惊异地看着他给小雷家打电话 虽然嘴上没说 心里却并不打算原谅雷东宝 但他答应不会去责怪 仅此而已 第四十一集 徐书记放下电话 便改了话题 在荆州适应得还好吗 跟我说说 你这一年怎么过来的 别人如果这么居高临下的那样问 宋运辉会反感 但徐书记这么问 配合着他的语调 宋运辉竟觉得自然不过 对着徐书记将这一年来的经历 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 他看得出徐书记听得认真 徐书记也还偶尔发问 问问宋运辉提到的谁谁 现在好不好 一直说到外面天暗 保姆送上韭菜 两人对拙 老先生与小男孩在里面自己用餐 这两天 跟水书记跑了几个机关 咨询荆州设备改造方面的问题 这一乘下来啊 才知道我一直在荆州坐井观天呢 你这一年学的东西做的事 已经是旁人几倍 不过边打快牛 水书记对你的鞭策还是正确的 你吃菜边吃边聊 夜晚还长 足够我们把酒说话 你们改造设备准备从国外引进 还是委托国内设计院自行设计 水书记有引进设备的意思 已经组织几班人马分头调查 我是其中一路 在北京搜集资料 可这几天下来 我发现以我有限的见识 有限的视角 搜集到的资料存在严重局限 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很想请您指点我 这是我今早刚做的小节 第一页是对已收集资料的小节 第二页是我察觉到的资料收集中存在的不足 可这些不足以我的见识 目前无法寻找到搜集的途径 请您不吝指点 宋运辉一向强硬 说着软话是拼足内力说的 说完时候脸一直红到脖子 徐书记一直看着宋运辉说话 等他说完见他面红耳赤的样子 不由一笑 收回眼光 看手上的资料小节 宋运辉忙双手拿起红葡萄酒瓶 帮徐书记的高角玻璃酒杯满上 徐书记认真看完第一页 看到第二页时候 慧心笑了 放下手中的纸 却打了个岔 小宋啊 以后叫我老徐 我现在不是徐书记 教你一条常识啊 喝红葡萄酒 一般用这样形状的玻璃酒杯 倒的时候不能全满 最好是这个高度 手这么拿 对 以后 你可能会经常接触外宾 这点得记住 嗯 你还年轻 接触的事情有限 随着你工作 向纵深发展 十千尽移 一扇一扇过去从不熟悉的门 将向你打开 你切不可因此妄自菲薄 毫无自信地说 自己是井底之蛙 辩证唯物主义说 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 也不可能胎里带来 你今天遇到的平静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你接触到的 是最基层的运行维修 而没有接触到车间之外的 供销管理体系 你若是能清楚地了解 第二页的内容 那是不可思议的天才 得轮到水书记拎着两平茅台 上门来谢我举荐之恩 你已经很不错 没塌了我举荐人的胎 宋运辉被徐书记说得善善地笑 可心里暖暖的 总算有点恢复元气 老徐 您过奖了 费厂长与刘总工的技术 都很出色 你收集的资料 有没有跟他们 统一一下思想 老费最近也在北京 我一直在机场 对领导层上面的工作 不是很清楚 只了解一点 刘总工曾经在图书馆 向我询问有关F2C的情况 我收集资料给过他 然后我就被水书记 抽掉来北京了 不清楚他们的进展如何 老徐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从荆州出来 对上层情况的了解 比宋运辉清楚 知道荆州出现龙虎痘了 早在他离开荆州前 刚平反的那些知识分子 就已经对水书记的领导 有所不满 说他外行领导内行 他摇了摇头 满脸遗憾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外界和知识分子本人 都一直没摆正位置 工人老大哥们说 对知识分子要管得严厉一点 不能太放权给他们 否则不容易领导 知识分子们 有些则是一招翻身 就嘲讽在位的领导 有权的不懂行 彼此不能良好沟通协调 你有没有遇到这情况 有 但我还没遇到真正困难 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在基层 另一方面是大家都照顾我 老徐点头 心里却想 什么照顾 都是因为前十几年出现知识断层 荆州技术力量清皇不解 如今两边看到一个年轻有知识 吃苦肯干 又说话口风极严的孩子 想竭里拉拢 就像他当初在荆州的待遇 刘总公透露FRC研究方向调小送 而水书记更下血本 直接将重任压在这小孩子身上 都不怕这小孩子受不起 难怪这个认真的小孩子 会困惑的上门找他求教 你今天参与设备改造项目 回去不得不站队了 宋运辉没想到老徐 竟会直言指出他现在的困境 不由愣愣看了老徐会儿 他信任老徐 事实是由不得我站队 我早已被归类了 老徐拿起酒杯 示意宋运辉碰杯 喝了一口 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类似 我当时选择站到能做事 做得成事的一方 年轻的时候总希望多做点事 泪不死人 闻言 宋运辉那只搁在唇边的酒杯 似是粘住了一半 久久没有取下 好久才呼出一口气 我明白了 两人心照不宣 但老徐心想 这个小孩真是不简单 这么小年纪 嘴巴竟是沿到一点不露 他究竟是准备站到哪一边 他不知宋运辉家境使然 从小话少 因此对宋运辉 老徐又有点心上 又有点忌惮 他这个人精说话 不眠也小心了起来 荆州改造的是 我离开时间长 具体已经不确定 什么最适合荆州 不能帮你提出参考意见 不过 对于第二页的内容 我看你还是考虑得不够全面 我给你列个提纲啊 回头你做一份 正式的可行性分析 至于数据 你不必再去档案视察 毕竟不很针对 我介绍你 去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问问 你们以后的设备 有可能通过他们进口 他们知道 有些设备的生产厂商 在北京设有常驻点 你不如直接找上门 去问外商要资料 你最了解荆州的技术参数 这样拿来的资料 也能有所针对 老徐酒量很好 可宋运辉却不胜酒力 只好投降不喝 老徐一手拿杯子 一手写字 一边写 一边还问宋运 这个意思懂吗 那个名词懂吗 非常周到 从问话里 宋运辉已经了解到大概 心里一直嘀咕 老徐这是怎么知道的 宋运辉忽然很想问问 老徐是看在雷东宝的面上帮他 还是看在水书记的面上帮他 更疑惑是看在他宋运辉 这个后劲后生帮他 但他终究是没多嘴 从徐家告辞出来 宋运辉一会儿愁愁满志 觉得现在天清玉明 终于明白路该怎么走 一会儿又为老徐惋惜 惋惜他儒雅笑容后面 掩不住的寂寞 他爱人去世 对他打击真那么大吗 宋运辉想到雷东宝 再想到老徐为雷东宝求情的话 难道老徐也自责被自责压垮 可无论如何 宋运辉都为老徐这样有才气的人惋惜 而他也真羡慕老徐收放自如的倜傥 那种风度让他忽然想到远在彼岸 同样也是高干子弟的梁思深 小姑娘的信倒是常来 通过梁家转到荆州 经常骄傲地向他汇报读书进度 而且已经全用英文 信的末尾总是自信地来上一句 我距离NIST SONG越来越近 很快赶超 宋运辉则是直接寄信出国 简要介绍自己的工作 并没拿梁思深当小孩 尤其是姐姐去后 他给梁思深的信内容更多 按照老徐的指点 宋运辉拜访了在北京的日商和法商 他的简单穿着 在外商的西装领带面前相形见处 但是当谈论起技术问题来 他胸有成竹 自有气象万千 他的英语日常对话不行 结结巴巴 词不达意 可说起专业英语 最先也是口语不行 可一会儿就飞快流利 像是换了张嘴 他从外商那儿 直接取得口头和书面资料若干 在北京的招待所 先精心整理出一份草稿 交一份到老徐家四合院 这才放心回去荆州 寻建祥正睡午觉 一见宋运辉开门进来 一咕噜起来 小孩似的嚷道 诶 带什么吃的回来了 要不要脸啊 一见面就讨吃的 给 惊八件 听说把北京小吃一网打尽了 宋运辉盒子过去 寻建祥一把揭了 打开看看 满意 倒是没吃 起身钻出窗帘 对油光发亮的宋运辉道 你床上也有一个小姑娘送来的东西 寻建祥 你怎么能帮我收小姑娘的东西 宋运辉将行李一扔 拿出毛巾脸盆衣服 准备去洗澡 你不要 就好给我 别说你不要啊 别说 是你那美国学生特意送来的 你别说你不要啊 梁思深 宋运辉东西一扔 窜回床边 拿出一包 拿黑色塑料袋包装的礼物 他什么时候来的 长大了吗 留下什么话没有 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哎呀别管了 你快拆快拆 我看看美国货 那个小姑娘很漂亮 气质一流 还帮我干了几件好事呢 哎 这是什么呀 宋运辉将礼物推给寻建祥 先看书信 信封上梁思深说 他跟爸爸的车子一起来开会 但很遗憾 没遇见他 跟着寻建祥在外面兜了一圈 见识一下张小姐 刘小姐 又跟爸爸回去了 宋运辉信说 张小姐刘小姐是谁 但来不及细想 迫不及待 就拆开信看里面的 寻建祥探头过来一看 都是英语的 放弃 梁思深在信中写道 他依然在美国跟外公外婆住一起 在私立中学读书 课程依然紧张 但依然成绩名列前茅 两个舅舅依然不待见他 外公外婆依然不是很亲 舅舅的儿女依然与他有隔阂 他这回又照着 Mr.宋的最新办法与他们沟通 依然无果 他只有发愤读书 拼命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 以不让他们笑话他 他今年考试下来数学跳级 开学后将跟高年级的学生 一起上数学课 这回好不容易回家 跟爸爸妈妈当面说 妈妈说 肯定是舅舅嫌他去了美国 就得分外公外婆的家长 他是跟着意外做出 回国决定的外公外婆回来 很快又得回去 他真不愿回美国 等他大了 他可以自己回来 到时他再来看Mr.宋 第四十二集 宋运辉自己虽然从小吃苦 却从不以为苦 可每次看着梁思深的信 却总为小小女孩揪心 看完就问寻见相 哎 梁思深看上去快乐吗 有没有可怜巴巴的样子啊 他可怜巴巴的 小姑娘能得不得了 别人别被他欺负的可怜巴巴才好 放心 他快乐着呢 坐着他爸车子来的 别提多威风了 穿得也帅气 不说了 还有很多事 你洗完走 一起跟你说 你们怎么一路货色呀 这小姑娘什么不好送 送书 宋运辉忙拿起厚厚六本书 都是英语的 看封面似乎是一套 上面写着作者名字都是同一个 阿加沙克里斯蒂 宋运辉除了沙士比亚 巴尔扎克之类 很出名的国外作者之外 很少知道还有别的 不知道这位阿加沙克里斯蒂是谁 那么值得梁思深 不远万里从美国 为他特意背来这么厚厚一堆书 想到分别三年多 梁思深竟然还特意抽回家宝贵时间来看看 又背来这么几本书 宋运辉异常感动 他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妹妹 他觉得这是正常的 成年人都会记得一个要好的人 可小小的梁思深三年多后 也还惦记着他 让宋运辉倍加珍惜 他想 无论如何 他都得把这六本书好好通读一遍 寻建祥其实早憋不住 等宋运辉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洗澡回来 才进门 他就机关枪式地打开了 你还记得那个张书化吗 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 转到我们厂生活区一条街上的饮食店了 你这下便利了 他便利你还是便利我呀 他一来就到处打听你 原来他后来看不上我 是因为看上你了 靠 正好你的梁思深来了 梁思深头发比你还短 戴一副老大蛤蟆镜 穿一条牛仔短裤 黑色弹了背心 这脖子上挂着叮叮当当的 不知什么玩意儿 就是漂亮 就是没见过 我跟他一说 有个花痴迷他宋老师 他一听就来劲了 跟我去饮食店吃中饭 结果再巧没有 还遇上了再一桌吃饭的 于山青和刘启明 咱哥俩配合的那就好啊 一锅把三个男女都给会了 宋运辉听得目瞪口呆 无法想象梁思深的打扮 怎么感觉很有小流氓模样 至于张书画跟他在公园 有他妈妈叮烧地逛了半小时后 竟然会找上他 宋运辉反而没有感觉 只觉得对不起兄弟 哎 梁思深穿成那样子 不狠阿飞吗 你说明白点 梁思深肯定不会胡乱穿衣服 哎呀 小姑娘哪会像阿飞呀 小姑娘一亮相 人家就想到高级 没别的 往刘启明旁边一站 刘启明声响都没了 别看他平日里眼睛长头顶上 于山青这老花贼 一看见小姑娘就移不开眼睛 好 好 宋运辉早已为自己 竟然在北京 没能见上一眼梁思深而郁闷 听闻小姑娘很好很像样 心里比别人赞美她还开心 当然好了 再告诉你 这几天厂里风水轮流转 费厂长时不时回了一趟 主持设备改造大会战 说是要拿出一个好方案来 总工办最近那个忙案 我下了中班 还能见到总工办亮着灯 水书记参与没有 宋运辉心下一沉 想到刘总工的FRC 想到老徐 有关知识分子的点评 想到去北京出差前 常理高层的名争暗斗 没想到出门两个月 回来山河变色 那还不是对着干吗 整顿办全体归入生计处 归总工办分管 那个于山青 见风使舵 这就与刘总工的女儿好上了 他追成长长女儿 一直没追成 追刘启明倒是一炮打响 两人现在初双入队的 中饭还一起到饮食店吃 嘿 正好让我们也撞上了 我告诉小姑娘 刘启明看不上你 小姑娘气愤了 一张小嘴 把刘启明损得捂着脸跑出去 小姑娘对你满嘴都是好话 小嘴跟擦了蜜一样 看到这种破寝室说 你床上就是比我的干净 还说这回条件改善了 以前大学时候 住的是七个人的寝室 小姑娘以前 是不是暗恋你啊 宋运辉脑袋里 非一般梳理 分析来自寻建祥的信息 忽然听到最后一句 猛跳起来 胡说 梁思绅才多大 小妹妹一样一个人 我们认识的时候 她在小学 心虚了吧 心虚了吧 跳什么跳啊 小姑娘不小了 足有一米六七十那么高呢 比张书画整高出一头 什么 都长那么大了 宋运辉目瞪口呆 他以为梁思绅 还是那个小小的小学生 刚见面时候 门牙才长出一半 没想到长那么大了 他想着都欣喜 更是惋惜没有遇上 反而对于刘雨两人 走在一起淡漠了点 当然了 我骗你干嘛呀 你听我说下去 不说我难受 不是说我们去饮食店吗 这一进门就看见刘启明了 我高兴了 今天一枪打俩 立马坐到他们旁边一桌 我悄悄告诉小姑娘 刘小妞是谁 小姑娘火了 见刘小妞偷偷瞧她 就说心正眼正 看人斜眼偷眼的 那都不是好人 我看刘小妞红了一张脸 不再偷看了 就故意告诉小姑娘 是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 大姐姐在偷看 你猜小姑娘怎么做的 小姑娘真太绝了 气得刘小妞吃了亏 还得死人 寻见祥想起那天的情形 忍不住拍着腿又大笑 宋运辉心说 原来梁思绅中文口语还挺好 寻见祥早不等宋运辉发问 小姑娘就这么走到 刘小妞的身后 背起鼻腾 跟女王似的 趁得刘小妞乡下压头一个 寻见祥说着还比划 做出一个梁思绅站立的姿势 但宋运辉怎么都看不出 什么风度 小姑娘自保家门 说听寻先生说 刘小姐和于先生 都是Mr.宋的好朋友 她说她跟Mr.宋 有四年的老交情 现在回国第一个 就是来看Mr.宋 Mr.宋的好朋友 就是她的好朋友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听 这话跟绕口令似的 刘小妞跟于山青两个 客气得不得了 要她一起坐下 小姑娘说她不坐 她作为好朋友 向刘小姐提个醒 说女孩子穿无袖的衣服 得剃去叶毛 否则稍微张开手臂 就很不哑观 这话一说出来 刘小妞和张树化 都夹紧了手臂 小姑娘装傻 继续说 穿有点透的化仙衣服 最好不要戴白色的内衣 否则透在外面 一清二楚 也很不哑观 宁可露不可透 夏天穿比较薄的衣服时候 里面内衣不能太厚 否则一眼就能让人 看清内衣粗糙的轮廓 还是非常的不哑观 宁可外衣穿的差一点 女人的内衣 一点都马虎不得 这话一说出来 店里的所有女人 都弯下了腰去 不敢再挺起胸膛了 刘小妞羞的一张脸 红一阵是轻一阵 又不好说人家小姑娘 捂着脸跑了 小姑娘还不放过她 非要在后面 又好心地提醒 劝刘小妞 千万别做那种 小城市的摩登姑娘 落伍的时髦 香气的都市化 可怜哪 刘小妞在我们面前 那是多么心高气傲 我们都拿她没辙 硬是让我们 两小姑娘给发落了 痛快 无比的痛快 为了这 我也得把梁小姑娘 伺候得跟皇后一样 张淑化也是多得没有了 以前满殿堂 那都是她小麻雀一样的声音 今天啥声音都没有了 看她还敢打听你不 也不掂掂自己的身份 宋运辉听了也笑 知道这种装傻的本事 梁思深从小就会 以前常告诉她 怎么装傻 调戏了爷爷奶奶 伯父伯母 现在当然更是炉火纯青 虽然小孩子做事 没有准头 听寻剑祥挑拨乱咬一气 但她没法生梁思深的气 怎么可能生一个小妹妹的气 哎 你要是为了刘小妞生小姑娘的气 那你就太没肿了 哪会啊 我只后悔没见到梁思深 哎 徐建祥 谢谢你啊 那天您请客花多少钱 我来付 哎 看不起我还是咋的 去 贴别贴 可惜小姑娘吃了饭就走 否则 我请假陪她看电影 这小姑娘对我也很好 哎 别吃醋啊 对你更好 宋运辉将钱包塞进口袋 好兄弟 哎 我得赶去总场交差 回头我去车间找你 干嘛干嘛 遗言吗 有没有党费要我替你交了 不 你还没资格交党费 团费拿了 说那么严重干嘛 大不了 每天上刘家费家门口去吵 怕什么呀 我没怕 我回来之前就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 虽然违心 但不得不 可要是没你提供的消息让我知己知彼 我走进总场的腿是虚的 你给了我这么多好消息 你等着 我会做出来给你看的 甚真傻呀 读书人就是麻烦 两小姑娘就正常的很 去吧 还等着你升官发财 帮我脱离倒班呢 我今天是大夜班 睡觉了 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啊 寻建祥说完就钻进床帘 头顶的吊扇吹得床帘一样一样的 如翻彩浪 宋运辉在屋子里站了会儿 想了好久才转身出去 寻建祥在里面听着动静 一张脸也是严肃的 宋运辉与寻建祥想得差不多 费长长时常回来 对于宋运辉目前所做的事来说 绝不是好兆头 而工厂上层目前的动向 寻建祥在基层 不可能太清楚地知道 但于山青知道 于山青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 迅速与刘启明站在一起 已经很能够说明 上层目前势力较量的风向 虽然梁思深特意来看他的事 令他非常高兴 如果换个时间 他会高兴地跳起来 可是如今是黑云压城 他是覆巢下一枚刻着水渍的卵 他及时想跳 上面也有沉沉阻力 但寻建祥和梁思深的友谊 给他极大的动力 既然认定 那就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宋远辉骑上自行车 一脸淡定地背上早已磨损 从大学背到荆州的军绿色书包 顶着七月下旬的烈日 不骄不躁地赶去总场 经过图书馆时候 他朝内撞掩在绿树丛中的 三层楼建筑瞧瞧 又淡然地转开眼睛 寻建祥一直在劝阻他 连小小的梁思深都为他打抱不平 他可得争一口气 做出点人样来 第四十三集 宋远辉先去车间打招呼 向考经员确认自己结束出差 但还没等他走出办公室 车间副主任过来一把抓住他 把他拖到外面太阳底下 告诉他刘总招找他 让他一回来就立刻过去一趟 宋远辉答应 骑车赶去总场办公楼 但他直接进了水书记的办公室 水书记办公室开着门 看进去水书记正扶案而书 宋远辉敲门 水书记抬头 脸上露出笑容 拿手掌勾勾叫宋远辉进去 靠到椅背上 长长伸了个懒腰 这个懒腰看得宋远辉目瞪口呆 这是书记的风范吗 水书记却若无其事地又坐直了 精神焕发地对宋远辉道 年轻人抵制好 下火车不用休息一下就上班了 你的草稿 小徐已经跟我说了 我不用看也不看 完全相信小徐和你 你跟我说说 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宋远辉从书包里拿出稿纸的手将在半空 可是 水书记 内容已经与北京时候有很大不同 您看一下才好最后定夺呀 你看过史记没有 没看 我文学历史方面很差 水书记起身 打开文件柜 取出一本厚厚的书 翻了几页 找到他想找的 指着其中一段要宋远辉看 宋远辉一看是古文 居寝之 孝文皇帝既一名习国家事 朝儿问右丞相伯远 天下一岁绝遇计何 伯谢曰不知 问天下一岁前古出入计何 伯又谢不知 汉出瞻辈,愧不能对 于是上义问左丞相平 平曰 有主者 上曰 主者为谁 平曰 陛下既问绝遇 则庭位 问前古 则至宿内室 上曰 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谢曰 主臣 陛下不知其奴相 使戴罪宰相 宰相者上左天子李阴阳 顺四时 下遇万物之矣 外镇俯四夷诸侯 内亲父百姓 使清大府各得任其职严 孝文帝乃成善 宋运辉看得磕磕绊绊 却也能大致明白意思 又前后看了一遍 想了好久 谢谢水书记信任 可责任太重 我心里没底 我不是搞技术的 你给我看 我也看不出什么 我已经看了小徐 传给我的框架 大方向就是这样 没什么需要改变的 不用再看了 我的任务是管人 是调度人力 物力 为一个一个的目标服务 你相当于庭位 致素内室 你掌管的是实际工作 大家各司其职 既然你有能力 又做得不错 我放手让你去发挥 你自己也放开了去做 别拘泥于年资 懂吗 宋运辉重重点头 他懂 他想到老徐对他说的话 厂里的知识分子 不符水书记 所以可想而知 水书记得培养 自己的知识分子势力 他就是 这是机会 但这也是逼上梁山 如果他做错 不 他不能做错 他作为水书记的军前大将 出马必须得赢 水书记静静看了宋运辉一会儿 对于眼前的年轻人 他属于鸭宝 但是他到底是信任 多年合作融洽的小徐 信任小徐的肯定 小徐对方案的肯定 让他重用小宋 但他将手搁到电话机上时 还是叮嘱了一句 要自信 看到宋运辉又重重点头 他才拿起电话 打给总厂办公室主任 立刻通知开会 一会人员 总厂各分厂厂长 书记 总工 生计处 整顿办 会议议程 讨论确定设备整改方案 下午四点 大会议室 宋运辉惊讶地看着水书记 放下电话 瞠目结舌 这就开会 这就磨刀上阵 这么快 如此急促 如此重任 却令年轻的宋运辉 兴奋得跃跃欲试 这就是速度 这就是做事 比至刘总工那边 地下党式的接触 这种速度 才让人痛快 水书记一手 还是捏着电话 眼镜看着手表 你先去会议室 再复习一下 宋运辉想到 水书记肯定 还要打几个重要联络电话 他不便旁听 虽然他清楚自己 对资料上的数据 一清二楚 不需要再复习 但没解释什么 告辞出门 顺手将门带上 水书记看着宋运辉 带上门这个细节动作 不由想起 昨天与小徐通的电话 他最欣赏 曾经想培养为 接班人的小徐说 这孩子有心机 有野心 但好在尚且智能 比较忠厚 做人做事 颇有原则 水书记心说 这就好 他才不要忠厚老师的 像头牛的人 他自有办法克制 这小孩子的野心心机 宋运辉去会议室路上 一路告诉自己 他只为工作 他想做事 他不是搞派系 进会议室后 没东张西望 自己低头闭目沉思 重点考虑 如何反对 FRC技术 过会儿 有人碰他手臂 他条件反射似的 实相地将搁在 把手上的手臂放下 却听旁边 传来扑吱一笑 他抬头 却见是虞山青 对虞山青 他以前是做竞争对手 现在有点不迟 终于见到熟人了 这么憔悴 可打瞌睡 也别打到领导眼皮子底下来啊 刚下火车 一路没睡好 哼 听说要把你调进整顿半 你看 今天预先就让你参加会议了 见宋运较眨巴着眼全部知情 虞山青笑道 算了 这是后话 不提 三年前 动力车间差点出事 你知道吗 当时压力急速上升 安全阀差点起跳 宋运辉学过医车间的调度 作为分场心脏的调度 自然对其他车间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 全场领导都得扑过去啊 你说对了 虞山青舒服地靠着以背神秘的笑 现场内行外行一目了然 有人就出了阳相 工人上下议论纷纷 没听说 不知怎的 宋运辉立即想到 那个出阳相的领导可能是水书记 但他不问 他不很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即使不是水书记 他也不会问 再说是问虞山青 他对虞山青的为人不很肯定 很担心什么话到了虞山青耳朵里 得被断章取义的散发出去 他学着水书记伸了个懒腰 但不敢伸大了 只轻轻打了哈欠 你替他谈得真好 我什么乐器都不会 虞山青轻轻饿 不知道宋运辉是有意还是无意 扯开话题 他不由自主回了一句 这算什么 也许爱好而已 又想到一件事 请问 前几天你不在的时候 来了个据说是你好朋友的小姑娘 你还有那么小的好朋友 有 梁思深 才初中呢 我三年没见他 回省室看到他留在我桌子上的信 毁得不得了 怎么 你见过 小姑娘长大了没 你确实得毁 什么叫长大没有 长得太好了 虽然五官不是最出色 可整个人气质一流 回眸一笑百媚生 金粥粉黛无颜色呀 那是必然的 梧桐树上落凤凰 不是我们金粥水土能比的 这时刘总公进来 坐下时候特意留意了一下这边 费长长也进来 也是往这边看了看 宋运辉然 一车间副主任 肯定已经通知到刘总公 他既然没第一个去见刘总公 接下来会遭受什么 他已经有所准备 但他庆幸 他面对的是刘总公和费长长 若是面对的是刚走进来的水书记的话 估计水书记会眼睛一扫 喝一声 宋运辉出去 将他置于尴尬境地 好在知识分子不会这么嚣张 但宋运辉又想到 等会儿水书记必然要他反对FRC 他发言时候需要用于身份符合的知识分子手段呢 还是用水书记雷东宝一类人的手段 显然 用后者 他的发言将爆发更大的影响力 但是 后者 宋运辉虽欣赏 却不喜欢 他性格里 多少带点读书人的头巾气 于山青也感觉到 三大头进来时候 都有意无意地关注了一下他这边 他当然清楚 他们关注的不是他 而是他身边的这个小毛孩子 他心中无法不嫉妒 嫉妒水书记台山倒海班 送予宋运辉的好运 换作他做领导 他也愿意培养宋运辉 那种白纸一张的小年轻 而不是他这样 已经有人生阅历的成年人 他的所有 只有靠自己双手争取 而不能等幸运从天上掉下来 可是 争取这种事 往往事倍功半 好在 他通过刘启明 总算打开通往管理核心的大门 于山青不露声色的一笑 笑意只在他嘴角显露一下 便告消失 他当着刘总公的面 做出主动拉拢宋运辉的表象 他感觉 刘总公言语中 有欣赏宋运辉的意思 很想拉宋运辉为我所用 人人都喜欢白纸 他又瞥了眼闭目养神似的宋运辉 又打盹了 你的小朋友 小梁的爸爸 是做什么的 宋运辉看一眼于山青 挺反感这个问题 不愿回答 还说我打盹 看你的眼睛也是熊猫眼 最近干什么 于山青当然不会坦白整顿半的工作 谈恋爱啊 恋爱 宋运辉挺了 恨不得挥拳照鼻子揍过去 心里不由想到梁思深为他出的气 嘿 小姑娘就比他有策略的多 可见是每天在家努力生活 努力实践的结果 臭那小家伙 在饮食店端着女王架子 说出来的损话 可见他所谓学贵族礼仪 不过是为自己披上一张羊皮 宋运辉想到这儿不由一笑 每个人身上都深深刻有生活的轨迹 相比梁思深之余饮食店 他在眼下这场合 又何尝不是小孩子投入成人社会 他也装傻即可 他又是不由一笑 他这个辅导员 Mr.宋 还得向小小梁思深透照 按说 今天的会议并不是党务会议 由水书记同志召开 已经不符合规程 但费厂长他们却赴会了 还不到四点 水书记先开口说话 将会议主持权也抢了过去 人都到齐了吧 趁费厂长明天回去北京之前 把近期有关设备改造的工作提出来 会议上理一下思路 统一一下思想 确定未来工作方向 实不我待 今天的会议必须形成决议 本次决议将成为设备改造的指导纲领 指导未来设备改造工作的进行 因此 我们的讨论有必要全面 深入 细致 今天会议按照以下议程进行 第一 运销处就目前国家计划政策情况 从计划为主 市场为辅角度 谈设备改造的必要性 第二 厂办介绍我厂设备改造提请审批的程序 和预期可能获得的资金划拨 第三 总工办详细介绍已经完成的工作 以及进一步的工作方案 第四 讨论确定最终改造方案的框架 并就下一步工作做出人事 行政 财力上的安排 确保下一步工作 平稳有序的展开 事不宜迟 老飞 开始第一项异常吧 水书记有没有私信 起码宋运辉看不出来 估计费厂长也无话可说 反正费厂长点头同意 让运销处长开始发言 所有的发言 宋运辉都是认真的听 认真的做笔记 有些内容简直是 弥补他可行性报告中的不足 如果宋运辉自作多情一些 都会以为这是水书记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给他提供资料 旁边的于山青也听得极其认真 他也明白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很可能他们未来将所作方案 形成拿去审批的文字 就需要拿今天的会议决议做指导 但他没像宋运辉那样详细记录 而是融会贯通的记忆 前两项每完成一项做一番讨论 几乎没有意义 第三项开始时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竖起耳朵 竖起几倍 看一位副总工在黑板前介绍 为什么选中FRC FRC技术相对现有设备的先进性 FRC与现有设备的配套便利 金周现有技术力量 对FRC技术消化的便利 宋运辉倒是没想到过 这个技术消化的问题 意识心理难以取舍 究竟是应该技术适应工厂现状 唯我所用 还是工厂适应甚至引导技术潮流 不过有一点他是肯定的 很奇怪 在行前刘总工找他了解FRC资料至今 两个多月 他们竟才做了这么些事 当然 他们工作的细致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拿出来的数据面面俱到 副总工讲完 费厂长对水书记说道 老水 你看看 有什么需要修改补充 这话出来 好几个人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都知道水书记不熟悉技术 费厂长这话是接水书记的短 宋运辉正考虑他要不要站出来说话 却听水书记开口 哦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有没有谁需要修改补充的 小宋 你刚去北京查来资料 年轻人给我们提提意见 宋运辉听得出水书记话里的讽刺 有 我对FRC技术的先进性有几点补充 他的话说出口 在场大多数拎得清的人都惊恶 包括水书记 一张脸都黑了 全场沉寂 宋运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脸上虽然沉寂 可宽大裤管里的两条腿却色色轻颤 比第一次走上小学讲台做辅导员时候紧张百倍 唯有刘总工开口 小宋 上来黑板前说 人人都看到宋运辉犹豫了一下 但只有宋运辉自己知道 他没犹豫 只是他的腿有点僵 忽然走不动了 使劲才能迈步 但走出一步 便似血脉畅通了 下一步就不再难了 他走到黑板前 面对一片亮闪闪的眼珠 那些都是酒精沙场老将的眼珠 他需要运足内进 才能正常说话 我补充一下F2C技术的先进性 就目前来看 F2C技术下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属于顶尖 产品一轻工业 副产品一重工业 符合当前国家倡导轻工业 加速发展政策的大前提 宋运辉对站在这么多人面前 非常不适应 就好像是普通人 套上戏装跳大神 怎么也施展不开 他干咳一下 才能接着说下去 就国际市场而言 如果设备运行良好 产品应可以达到中到中高档 这种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需求 可以考虑出口创汇 为国出力 将购买设备的外汇挣回来 宋运辉话音未落 下面刘总工就提了一句 好 这点我们没考虑到 应该补充进去 我这有数据比较 我在黑板上画出来 他转向黑板 今天他的版书 前所未有的难看 他笔下的字跳跃无序 他身后 水书记虽然强自镇定 可胸膛剧烈欺负 往往数据 是说明问题的最佳手段 何况是表明出处的数据 宋运辉一边写 下面一边交头接耳 大家纷纷议论 黑板上的数据 为总工办的方案 提供最佳作证 宋运辉最后落笔转身 费厂长抢在他前头 对水书记说道 老水 看来产品定位合理 我们把方案确定下来吧 下面开始讨论 审批和配套工作 我看 也不用再另立班子 依旧总工办和生计处负责 原班人马重新组合一下 开展下一轮的工作 人手不够 从各处使抽调 目前设备改造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 除正常生产运作之外 其他工作 都必须围绕设备改造 这个中心展开 我们确定一下下一步工作步骤 老刘 刘总工 你介绍下一步工作的思路 小宋 你资料搜集得很齐全 现在你下去听着 宋运辉照梁思深的思路 一本正经地对刘总工说道 可是刘总 产品的正确并不意味F2C技术的最合理 这就比如同样是到达河的彼岸 一种办法是造桥 一种办法是用滚装船实现车刻度 造桥的办法是一劳永逸 并小成本运行 而滚装船却有较高运行成本 遇到气象因素还得停开 F2C就是属于滚装船这样的过渡技术 有成熟设备 却非成熟技术 根据我搜集的资料表明 少啰嗦 这是技术会议 不用比方来比方去 直接说结果 下面水书记终于明白宋运辉的策略 以很不客气的语气配合一句 刘总工一时站在黑板前很是尴尬 赞扬小宋资料搜集的话是他说的 他当然不便立刻当众收回 又不让小宋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会场上毕竟是两股势力在纠缠 而不是他的一言堂 对不起刘总 请让我说完 根据我对F2C生产厂商代表的访问 我们原设备与F2C技术配套的最大问题 在于动力车间 关键辅料和运行技术掌握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构成未来设备运行成本的居高不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预先考虑到 预先考虑没错 可有没有成熟的替代技术 任何技术都有无可避免的缺陷 刘总 对不起 替代技术的问题我后面会说 我有点紧张 我第一次上讲台 您得让我一步一步说 刘总公无奈 他不是仗势欺人的主 他讲理 他不能欺负小年轻 他只好回去坐下 宋运辉松口气 感觉有汗水从耳边滑落 他顺手擦了一把 于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的紧张 你先说动力车间 这个临界压力蒸汽工作环境 前面已经提到过 可没提到我们目前的动力车间设备 没一台锅炉能提供临界压力蒸汽 如果采用F2C技术 我们还必须打上临界压力锅炉的设备成本 这笔成本相当巨大 还有在未来运行中 动力车间设备配套使用电力大幅上升 导致运行成本的上升 必须考虑 说着他转身到黑板上写字 这是我从应用F2C技术生产设备的 两家厂商那初步了解到设备大致价格 根据参数变化 变化范围可能是20% 我这儿再加一台临界压力锅炉大致价格 这是设备成本 然后我说关键辅料 F2C设备的特殊性 决定他使用的关键辅料必须进口 虽然量不大 但是考虑到外汇和未来的运行成本 这也是个问题 选择时候必须考虑 再一个是运行技术问题 F2C设备在运行中的不稳定 导致需要高成本培训运行工 以上是F2C技术的优点和缺点 宋运辉说完 也在黑板上写下密密麻麻的数据 才顿了一下 等待有人提问责呢 但奇怪 没有 他不由看向刘总工 发觉刘总工脸色铁青 他怀疑刘总工心里在想 这宋运辉臭小子 竟敢拿一份大学翻译草稿误导他们 事后又据此推翻他们 他等了会儿 见没人发话 就继续讲下去 信心开始一点一滴的 从脚底慢慢注入心脏 另有两项成熟技术 就是我说的类似造桥这样的技术 虽然任何技术站在历史角度来看 最终会被新技术赶超 可在目前阶段 这两项新技术有可取之处 从设备先期投资来看 有不需要改造动力车间的优点 虽然单个主体设备的造价高于F2C 但总体造价相对较低 请看图表 他们最终产品标准比较 请看表4 产品性能与F2C基本保持在相同级别 对于类似产品优缺点的阐述 前面已经说明 他们运行参数比较 包括F2C技术 请看表5 他们运行成本大致产生于以下环节 请看表6 以上是三种技术的全面数据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 其中运输成本参照的是 运销处长刚才的说明 运行成本 我只能说出成本产生于什么缓解 但我不知道荆州的具体数据 设备进口关税等费用取自中级进出口总公司 有遗漏处 还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宋运辉说完 站在黑板前 看了看众人的脸色 非常复杂 有灰头土脸的 也有兴奋的 还有漠然的 强持镇定的 等等 每张脸后面都有各自一段心事 宋运辉看看没有表情的水书记 便自动走回自己位置 但还没等他坐下 胡听身后啪一声中响 他惊得往前一冲 小腿撞椅子上 撞得生疼 他忙回过头去 却见水书记 虎着脸呼一下站起来 大声责问 我只问你们一句 你们看看黑板 再扪心自问 两个月了 你们在做什么 告诉我 宋运辉心想 水书记借题发挥 动刀子了 他忙坐下 一手轻柔痛楚 耳朵听水书记 扫机关枪式的大骂 从设备改造方案论证中的 经验主义作风 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到整顿办的教条主义作风 不接近基层 造空中楼阁 一年依然一事无成 虽然口口声声 总工办生计处 可矛头直指费厂长和刘总工 虽然宋运辉 是水书记扭转局面的功臣 可水书记刀刀见血的痛骂 还是听得他心惊肉跳 何况被痛斥的那些人 再看于山青 也是面如土色 于山青的心情可想而知 宋运辉微微低头听着 与大多数人一样 他眼中的水书记 除了那次在车间小办公室 对着整顿办的人发火 其余时间都和蔼可亲 是个提携后劲的长者 没想到 火山不爆发的时候很温和 火山爆发就是灾难 绝对是场灾难 宋运辉偷偷看着手表 一刻钟了 水书记还没有停歇的意思 水书记与雷东宝不同 雷东宝骂人脏话粗话一起来 甚至拳头也来 但水书记什么脏话粗话都没有 大意凛然 却令人无从辩驳 然后 在敲定总工办生计处 整顿办等罪状之后 水书记开始隶属 费厂长领导无方 说得出做不到 好大喜功 隶属刘总工年老保守 不能走出去拿进来 故不自封 隶属生计出诸人 不自尽去 自我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一路数了下来 竟然没人还嘴 包括费厂长 都低头听水书记 将罪名落实到他们头上 宋运辉这才想到 水书记前段时间 一会儿退步 一会儿强硬 然后又退缩 原来是策略 是引蛇出洞 一举歼灭的策略 否则 总工办的人们 能那么轻敌吗 怎么说 他们有集体的智慧 有那么多的熟练人手 有全场的配合 他们被麻痹了 宋运辉置身事外 听着 考虑着 心里感慨万千 水书记这人 非常可怕 是个步步心计 步步为营的强人 如果他进场 不是老徐推荐 今天的结果又会是如何 站在水书记的对立面上 想着就令人毛骨悚然 水书记做事 可以为解决路上的绊脚石 而把整条路封闭 不顾大局之惨重损失 可是水书记 又可以最快 最有效的调动人手 将事情做成 死人的心 一定跟铁一般冷 一般硬 这样的人 只有可怕俩子 可以形容 这时 宋运辉开始同情刘总工 起码 刘总工的技术 在他接触的人里面 是首屈一指 刘总工 只是悔在 没守成规 果然是年老了 而那些生计处的 中年人和年轻人 他不予同情 他在图书馆 炮着的时候 都没见那些工程师 来查资料 路是人走出来的 自己不走 今天挨骂 别怨人 第四十五集 好不容易 水书记止住痛嘛 在近晚七点 褪色的夕阳下 开始一人独断 调整领导班子 整顿班的工作 归口黄副厂长负责 会上重新确定 工作框架 水书记一路说下来 大家做笔记 记下自己要做的 条理一清二楚 直说了近一个小时 至此 谁还敢提出 反对意见 谁有脸提出 总工办和费厂长的脸皮 被水书记的暗中布局 拨得一干二净 设备改造 依然规口总工办 但改由 机修分厂 城厂长临时负责 水书记 直接督导 明天开会 会议名单 一二三 会议组成 新班子后 再定方案 务必 雷厉风情 拒绝 拖拖拉拉 会议在 日光灯下结束 结束时间 接近晚九点 没人敢有饥饿的感觉 宋运辉也没有 他一直竖着耳朵 听着对自己的安排 只有在明天的 设备改造会议名单里 听到自己的名字 其他没有 宋运辉自嘲的心想 也何该如此 他到水书记发火后 开始调整领导班子时 才明白自己的角色 不过是个没脑袋的打手 有点卑鄙的带血的刀子而已 接下来 他该走回轨道 该怎样 就怎样 但是 被人从人格上比驳 可能是免不了的了 甘愿充当打手 充当刀子 这样的人 他自己先鄙视一把 但是出乎宋运辉的意料 会议结束 有那么多人在走廊上 在楼梯上 在自行车棚 向他表示善意 他一时应付不过来 内心也无法适应 只保持着微笑 只说谢谢 其他啥都不说 回去路上 好几辆自行车同行 好在大伙也没太多话 怕太高声笑语 得罪了其中某一方 谁知道 未来会怎样发展 宋运辉路过图书馆时候想 刘总工彻底恨上他了 回去请示 与巡建祥说起今天开会的事 巡建祥挺为刘总工可惜 这老头其实是不错的人 要是专心搞技术 就什么事都没有 费厂长技术也非常好 哪都拿得出手 可就是不会管人呢 宋运辉感慨 哪有可能专心做技术 做技术就要涉及运营 维修 核算 管理 就要与人协调扯皮 就得卷入是非 巡建祥问宋运辉 赢了为什么还不高兴 宋运辉说 没想到是这结果 他还没从会议场合回魂 巡建祥赤子 想那么多干什么 赢了就高兴 输了就哭 多简单的事 有些人就是自己 给自己磨叽死的 宋运辉善笑 今天后 他是彻底站队了 也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 否则 打手之后又做叛徒 他又不是于山青 可是他对水书记 此时有敬服 却无好感 怎么办 以后不知道 还有没有积极性 他说服自己 做事还是做事 做事是为自己 为工厂 可无论想什么 他总是想到今天会议上 他所扮演的角色 总觉得心中 像吞了只苍蝇一样不自在 以后 想必他有更多机会 做打手 做匕首 他很卑鄙 他也想到刘启明 今天之后 于山青那个见风使舵的人 会不会赶紧 与刘启明 划清界限 他吃一只寻剑翔 开恩给他买的驴打滚 无力地倒在床上 手臂一张 碰到一块硬物 取来一看 原来是梁思深送来的书 他想 干脆拿这书消遣吧 他今天脑袋浑得很 小说与专业书不同 专业书翻来覆去 那几个单词三年下来 早到被如流 可小说里面 却好多不熟悉的新词汇 他不得不拿起字典 一边看一边翻 没想到一看就放不下手 这是非常好看的推理小说 令人看了前面 就想看后面 不看完不能试卷 直到寻剑翔怨声载道地 去上大夜班 他才想到天已半夜 此时 他已平静如常 满心只有剥落的影子 可爱的梁思深 他怎么什么都懂 他又一次帮了他 再次回首刚才的会议 他已经平静许多 他可以很理性地想 只能如此 虽然不是阶级斗争 可也只能你死我活 今天不是水书记 把他们打下去 就是水书记遭殃 而他得跟着受连累 他早已绑在水书记的那条船上 只能如此了 站水书记的立场上 水书记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换谁都是一样心狠手辣 看今天费长长最先的表现就知道 既然走上这条道 看来只有一条道走到黑 这事谁都做得出来 道理清楚得很 他其实开会最初 还不是单情节律 考虑如何采取手段 想将对方一级命中吗 他可能是被水书记 排山倒海般骂人的 刚风震晕了 啥都别想 想是这样 不想也是这样 都那样 没回头路了 明天还要开会 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为自己争取相应的位置 唉 都那样了 宋运辉睡下时候 心情还是沉重 为前途 更为自己今天的行为 第二天的会议 气氛相对轻松 大局已定 虽然费长长 与刘总工依然在位 可整顿办与设备改造办 两个近期重点工作部门 与他们的切割 已经导致他们 再无法发号势力 其他人自然无力 在与水书记对碰 要么掩齐息骨 要么做一次墙头草 第二天的会议上 再不见剑拔弩张 水书记一点都不避讳 会议开始就论功行赏 除了宋运辉 当然还有其他人 宋运辉被提前授予助工职称 提前转正 归属生计处 工资比转正后再上涨一级 目前进入设备改造办工作 会上水书记表扬宋运辉 吃苦耐劳勤学上进 应该成为新进大学生的表率 他也下达命令 此后新奔配进来的大学生 必须先下车间锻炼 但在座明眼人 包括宋运辉自己都清楚 这个赏雷声大余点小 所谓提前授予助工职称和提前转正 也就比于山青之类同期进场大学生提前了一个月 再过不到一个月 于山青等人也可以满一周年而转正 唯一的干货是涨一级工资 这个赏与宋运辉所做事的重要性相比 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不少昨天会议后 确认宋运辉是水书记手头一枚重要棋子 是重点培养对象的人 开始怀疑动摇 按说昨天宋运辉即使没帮上水书记的忙 可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足够重重行赏 掌役及工资是理所当然 可为什么水书记对他如此吝啬 会后众说纷纭 宋运辉心里则是印证了昨日会后的想法 因为这样的行赏 也就够打发打手的级别 今天这个会议出来 估计他的打手身份就这么被坐实了 想到他平日里看待那些打手的眼光 再想想自己如今背后的眼光 宋运辉心头凉嗖嗖的 而更让他郁闷的是 水书记今天直接拿他的可行性计划草案做框架 指另外添加两条必须抓紧做起来的工作 一是开始立项申报 报告在一周内拿出 二是向已经引进国外设备的同行取经 以步走弯路 会议同时明确工作框架 什么什么事在某某时间段做出 责任人谁谁谁 这个责任人的排序颇为讲究 有职务的按职务排序 没职务的按资历排序 宋运辉总是公赔末尾 而且宋运辉的名字满纸飞 就是取经和进经申报之类的好事没份 进会场时候宋运辉是内涵的沉默 出会场时候宋运辉是失望的沉默 然后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 虽然有明确的工作指导框架 可宋运辉明显感受到相关人员的扯皮推膛计较 比如申报文案的编写 交给宋运辉写 其实只要两天 可责任人的第一位却带着大伙 左一个会议右一个会议 讨论来讨论去 一个会议只能写出一页 写的东西不见高明 只见稳重 宋运辉倒是不反对讨论 他心疼磨蹭掉的时间 可是他现在已不是自由人 不像以前可以挂在衣车间 却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现在得身不由己地 出席那些打发时间的会议 往往一天两三个会议 做事只能拿到业余时间 他有时真想自己拟一份报告 交给会议讨论 免得他们拖拖拉拉没完 但他没做 他知道那么做 显然有否定领导的意思 可每天转悠着 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 那真是他妈的别闷 反而是整顿半的工作 做得轰轰烈烈 水书记亲自参与 一抓到人 从车间工段将工作开展起来 然后才集中到上面终审通过 一时之间 大家嘴里都是整顿半 而不见设备改造半 周五的会议 宋运辉没有参与 他借口到图书馆查资料 离开沉门的地方 他如今是什么形象 他从寻建祥 有些支支吾吾的表述中 得到答案 有人说他汪做小人 最后也并不被水书记待见 有人说他急功近利 可这样急吼吼的人 谁敢用他 最终被冷戈是必然 虽然同事与他见面时候 都是客客气气 可背后转身 都不知怎么议论他 宋运辉自那天开会 以详实数据顶翻总公办之后 一直心情极差 每晚需要梁思深送来的小说 镇定心神才能睡觉 他是硬撑着凭良心做事 才依然努力地工作 他扪心自问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让他重新做一回选择 他会怎么做 他想来想去 他别无选择 除非他什么都不做 嘻嘻哈哈地混日子 否则他依然会被水书记挑中 做那条大棒 他甚至没有拒绝做大棒的资格 一路胡思乱想着 宋运辉骑过了图书馆都没看到 等默然惊醒 才看到这都快到集体宿舍了 他忙又倒回去 得深呼吸一下 才能走进图书馆 不出所料 刘启明一看见他 就别过头去布里 但从下面抽屉取出一叠资料 啪一声 拍在台子上 宋运辉没之声 拿了资料 找自己常坐的桌子 背对大门 翻翻刘启明 扔给他的资料 不出所料 就是他过去的翻译手稿 不错 这本有关FRC技术的手稿 现在谁都用不上了 他又想到前几天 一直在犹豫的事情 要不要把刘总公的笔记本 还给刘总公 今天刘总公把手稿还他 他还有脸在昧着刘总公的笔记 不还吗 他想着想 还是两个字 不还 原因 他就是小人 摊开图纸 他便专心查起资料来 他索性横下一条心 心里冷笑着想 又能怎样 小时候做了十多年的狗崽子 不也好好地活过来了吗 但他都没查多少数据 忽然有个人匆匆忙忙冲进阅览室 宋玉辉 哪个宋玉辉 水书记让你立刻回去开会 快去 水书记秘书说 都在那发火呢 宋玉辉很想放肆地来一句 不去 可还是默默收拾了图纸 托给老管理员帮保存着 省得回头出门 又得开出门证 没进门 就听见水书记的怒骂 宋玉辉在门口敲了一下门 才进去里面找位置坐下 水书记的怒斥早追了过来 宋玉辉 你为什么不开会 今天会议是讨论财务有关问题 我对此没有贡献 所以出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你宋玉辉才工作几天 你能懂多少事 你不懂就老老实实地给我听着 学 谁让你自说自话地搞独立王国 宋玉辉豁出去了 这种日子还不如被扁去车间继续倒半 他迎着水书记的目光 我在学 回头我会花三十分钟时间 把三小时会议的记录深刻领会一遍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有才可以如此嚣张 宋玉辉这才收回目光 微微低头 但只说一句 对不起 后面 任凭水书记怎么批评 他不再开口 第四十六集 水书记又批评两句 但立刻停止针对宋玉辉 继续对全体申报报告组成员道 说 一个一个表态 今天是星期五 我星期一去北京 机票已经定下了 我拿什么去申报 组长汉流加倍 说周日不休息 晚上不回家 保证周一拿出报告 水书记立刻砸回去 问难道让他拿着手稿去北京 难道就不给出一天排版客资时间 于是其他人接下来表态 将交稿时间提早到周日 表态顺序 按照表格上责任人排名 丝毫不乱 最后轮到宋玉辉 集体负责 等于个人不负责任 如果信得过我 我只比 各位在座前辈提供宝贵经验 我明天下午拿出出稿 如有一物 唯我是问 众人听了心惊 心说这小伙子虽然没直说 可摆明了指责水书记原定方案不正确 才导致今天工作拖拉无法如期完成 大家都偷偷看向水书记 看水书记如何发作 但没想到 水书记没立刻发作 而是两眼阴沉沉地盯着宋玉辉 再看宋玉辉 则是大意凛然地蹬回去 一幅出生牛犊的样子 终于水书记语气和缓 明天下午四点 把出稿交给我 如果交不出 喂你试问 你有几个脑袋 散会 说完 水书记头也不回走了出去 身后众人长出一口粗气 宋玉辉甚至得活动一下脖子 做一个阔胸运动 才能活转过来 组长连忙对宋玉辉说道 快动手 书记一行已经订了周一的机票 也已经跟部里领导约定时间 天哪 怎么扣得那么紧 小松 胆子蛮大的嘛 书记还真吃这一套 别说了 干活 宋玉辉问组长 要来小会议室钥匙 去自己办公室 找到平日读报笔记 和所有资料 再回到开会的会议室 反锁上门 又将朝走廊一面的窗户关上 窗帘拉上 一个人根据小组会议决定的提纲 开始起草报告 刚刚走过另一个会议室 也是设备改造办霸占的会议室 又见水书记在骂人 他想 这完全是领导者的指导方针问题 水书记不用骂别人 其实作为申报报告 讲的只要是大体情况就行 那个扭转局势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已经够说明绝大多数问题 宋运辉所做的主要还是陈琴 是决定以何种语气向部委领导和冀经委 传达荆州总厂迫切的设备改造要求 他在报告里重点突出两件事 一是金州总厂响应中央号召 不做设备成套引进 而是以较少外汇引进主要设备 其他辅助设备由金州自我消化 二是说到目前考虑的两项新技术新工艺 对未来产品定位的影响 对我国该类产业界整体水平的提升 以及在国际方面的影响 这影响包括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 类似高品位产品的出口 将出口创汇为国家做贡献 宋运辉从没接触过高层的报告 不知道类似官样文章该怎么写 他接触最多的还是大学里翻译过的那些资料 那些对成本市场等斤斤计较的老外的报告 那些翻译资料他一搞二搞三搞的反复整理 早已将其中套路铭记在心 他下笔也无可避免地带上浓重的市场色彩 重点将引进设备的经济影响说得天花乱坠 中午直到饿了才想起吃饭 出去找食堂早已关门 无奈找饮食店 看到张书画 但张书画看见他却三步并坐两步逃进厨房躲了 宋运辉吃两大碗青菜肉丝面 又去副食品商店买一斤半最便宜的方饼 飞车回去会议室继续 他晚上干脆没出去吃饭 就肯方饼 只恨自己写字不够快 没法将胸中早考虑成熟的意思 用笔飞快表达出来 他只找了两次财务室的同仁 其他都没找 他心中略在轻蔑地想 其实要什么小组 他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 对 他就是狂 但是有什么办法 他有料 用水书记的话说 他有才 他嚣张 有才 唯有用行动证明才最有效 宋运辉一夜没回去寝室 累了就在会议桌上睡一觉 一觉醒来天刚蒙蒙亮 他去楼梯间厕所洗把脸继续写 中午下班前 顶着两只红眼睛把报告草稿 交到水书记办公室 连水书记都脱口而出 这么快 后机薄法 宋运辉嘴上没说 心里狂傲地给了自己一个回答 他缺少的只是工作经验 但对付这种申报报告 还是绰绰犹豫 水书记看了一下夜数 没抬头 嗯 坐 自己倒茶 正好下班铭声响起 宋运辉没坐下 水书记 我三餐没吃了 得回去吃饭 饭后我立刻过来 我请你吃饭 边吃边聊 下午放你回去睡觉 宋运辉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见水书记果真收拾起报告 放进公文包里 起身下班 他愣正地跟出去 跟下楼 各自找到自行车 水书记招手叫他跟上 他一直愣愣地跟到水书记家里 就在一起下班的厂白班人员 众目睽睽之下 水书记家有保姆做菜 进门就可以吃 一桌吃的还有水书记爱人 水书记有两个儿子 老大结婚了 搬出去自己过 老二被总厂派到上海接待站 水书记直接问宋运辉 前几天是不是有情绪 宋运辉也直说有 最受不了的就是 原以为可以大干快上 没想到还是传说中的机关魔阳工 但水书记就是追问宋运辉 对众人传说他网做小人这话的态度 宋运辉有些招架不住 回答三个字 受不了 水书记立刻笑呵呵地 就给了一句结论 说难怪昨天那么顶嘴 宋运辉挺不好意思 然后水书记一边吃饭 一边看报告 水书记的爱人则是 对宋运辉问长问短 害宋运辉这顿饭吃得极其别扭 虽然菜是真好 水书记夹到他饭碗里的一只鸡腿 真肥鱼 一直到水书记爱人吃完 先进去卧室午睡 宋运辉才松口气 大吃特吃 他早饿坏了 好在水家菜多 他大吃也不会影响水书记 没菜下饭 水书记吃得慢悠悠的 带着老花镜看得也很慢 反正天热 不愁饭粮没法吃 吃完才看完 却一直摇头 不对啊 这味道不对啊 写的是很吸引人 换果实部委领导 也会被鼓动 可是 整体味道不对 没有公文的味道啊 嗯 我从没写过这么重要的公文 但提纲是我们小组讨论决定的 应该没错 水书记没回答 坐到沙发上 又翻来覆去地看 拿铅笔画出有疑问的地方 宋运辉旁边看着 心中确定平静 但认为绝对不会有问题 他有自信 按照小组所讨论的提纲 他的写法应该是最佳表述 但是 水书记最终还是指出 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方面 写得太少 虽然引用了 国家整顿政策中有关条文 提到不成套引进的问题 但还应该再提几条别的 比如国家对目前工业企业 技术改造的决定 必须提到 对我国当前面临的 为全面开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为建设一个 具有高度民主 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 中心任务必须提到 对国民经济中 重大比例严重失调 消费品行业 必须加快发展的状况 必须提到 甚至还应该宣传一下 荆州推行整顿以后 经济效益的提高 水书记说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必须到资料室查了资料补充进去 其他基本可以通过 宋运辉寻说 整顿真正的开始才一周 哪里能出效果 怎么写 但他只说了句 这下午没法睡午觉了 取了水书记的铅笔 将刚才水书记说的几个重点 稍微记了下 被水书记放出家门 回去再写 但水书记看了修改稿后 还是觉得这味道 怎么看怎么怪 又叫来厂办的两个笔杆子 来看了一遍 有个笔杆子指出 整顿办和设备改造办两个会议 宋运辉在设备改造办又被调入设备组 负责新旧设备的参数衔接工作 而在整顿办会议上 水书记说 你宋运辉不是累不死吗 那就负责一车间整顿工作的都岛联络整理 于是宋运辉在既去水书记家吃饭 被人刮目相看之后没两天 又被人视为笑柄 众人人前人后都不避讳 直称他为累不死 不过 一些有一定地位 关注着局势的 又明白水书记一向工作作风的明白人 却从这一波三折和多次压下重任中解读到 水书记重视宋运辉 宋运辉在某些人眼里成为明日之星 但在同样资历同样级别的人眼里 却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出所料 他在娘家一样的一车间 在一车间的技术室 还没下去 寻建祥下班就带给他不好消息 喂 你师父让我跟你说 技术室那帮人在不服气 等着你明后天下去 跟你搞脑子 怎么 又不服我年纪比他们小啊 那当然了 凭什么你才来一年就爬到总场了 你师父让你去的时候小心点 说话客气点 别得罪他们 宋运辉当然知道 凭他做得多 这条理由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口的 行 我明天下去低三下四的 那些人都很服刘总 你 你小心点啊 宋运辉住 闲着筷子 眼睛晃悠半天 明白 明白 寻建祥知道 宋运辉这人话不多 宋运辉既然说了明白 他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来 今晚放海狼 去不去看 宋运辉还没说 门口就有人应了句 小宋肯定不去 小宋 等下我找你 我联络的事扯先 与你有些参数 需要衔接 室内两人转头看去 是刚搬上三楼住的 于山青 寻建祥不喜欢这个 由头粉面的小子 什么都不说 就拿眼睛冷冷的 斜视着于山青 但发现于山青 于刚进场时候 已经不同 不再回避他的眼睛 也不把他当回事 欢迎 我不会出去 于山青做个手势离开 寻建祥轻声嘀咕 不去陪刘启明 陪你来干嘛 还能为什么 他现在哪 还敢跟刘家混在一起 不提他 你别跟熊耳的他们 一起去电影院 那帮人净了事 我不惹事 亏熊耳朵还挺喜欢你 别不讲义家 宋运辉从抽屉 拎出一瓶酒精 一瓶双氧水 得 又得打架 我先把酒精双氧水 给你们准备上 才说完 楼梯间传来一声熊吼 寻建祥 死哪了 快下来 宋运辉将头往外伸了是 熊耳朵 把你这紫药水 红药水都拿上来 熊耳朵的耳朵 好得出奇 还真听见宋运辉的声音 过一会儿 拖鞋噼噼啪啪声音传上来 熊耳朵正好 于过来的余山青 撞个满怀 他一屁股挤掉余山青 将一堆东西全扔到宋运辉桌上 既有红药水 双氧水 胶布 棉花 绷带等好几种 以前他们打架回来 宋运辉露了一手 学校里学的包扎功夫 他们就跟宋运辉哥们上了 当然 还得有寻建祥 穿针引线加强效果 宋运辉将这些东西 都收在一只抽屉里 头痛万分地对着两个刀 小心这点 不就看个电影吗 人家长高点遮住视线 你们偏个头不就行了 干嘛要我偏头啊 他们长高的就得自觉点 要么做最后去 要么就别看电影 除了看电影 又做前面 那等于是要后面人好看呢 这种人不修理 修理谁 滚 看完早点滚回来啊 完了我这医院不开张 说着一起收了 寻建祥吃干净的碗出去洗 熊耳朵和寻建祥 立马欢快地出去 熊耳朵一出去 就大声点名 立刻有各路好汉 纷纷钻出寝室 呼啸下楼 于山青这才进门 等宋运辉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